这把声音太熟悉了 熟悉到就算他化成灰烬 他也会认得 苏静欢看着镜子里 手指微微的一颤 只见在镜子里 脸色显得有些深沉的暖玉 手里端着一杯水 他的背后似乎有一双黑色翅膀 正在疯狂地煽动刺掠着 他神色有些猙獰的盯着镜子中的他 苏静欢没有伸手去接水杯 眉头微皱 暖玉 谁弄你出来的 他的体检报告应该还没有出来 警方不可能这么快 就放他走 暖玉唇角勾起一抹深沉的笑意 今天是我的好姐妹结婚 我当然要想办法出来了 不然得成为遗憾了 我们以前约定过的 不管谁先结婚 另一方就要当伴娘 苏苏 难道你忘记了吗 苏静欢拳头微微攥紧 嗓音嘶哑地说 我一直没忘 你没忘就好 暖玉来到他的身边 把水杯送到他的面前 不怀好意地笑着说 这是我给你倒的水 喝吧 苏静欢盯着杯子 眉头紧皱 半想没有伸手去接 怎么 你不合适 怕我在水杯里下毒吗 苏苏 你真的变了 自从认识霍裂城后 你的眼里 心里都只有他 你太重色轻友了 暖玉眸光有些哀怨地腻了他一眼 随即仰手 把杯子里的水 倒进了自己的嘴巴里 一口饮尽 咯咯地笑了 你是我的好姐妹啊 我怎么会害你 苏静欢深吸了一口气 轻声说 暖玉 今天是我举行婚礼的日子 希望你能理智一点 有什么事 等婚礼完了再说 我以前就是太理智了 不管你有什么困难 只要你一句话 我都会赴汤蹈火为你去做 为朋友两肋插刀 什么都是屁话 人不为己天诛地面 我现在就想疯狂一会 暖玉末地用力把杯子 砸在化妆镜上 横手一扫 化妆台上面的瓶瓶罐罐 随即叮叮咚咚的摔倒在地上 苏静欢坐在椅子上 冷眼看着他发疯 你不把你所经历的事情说清楚 我们的误会心结 永远无法解开 暖玉 恨一个人是很痛苦的 特别是恨一个 自己曾经信任的人 在造成不可挽回的局面之前 你还有选择的 我们没有误会 他亲眼看着他气自己而去 难道还有错吗 暖玉一脚踢翻了前面的茶几 泛红的眼睛 布满了愤怒和恨意 我以前就是瞎了眼 看不清楚 你这只忘恩负义的白眼狼 仇恨已经蒙蔽了你的眼睛 看来昨晚 他在拘留所里 并没有任何觉悟 苏静欢看着他 心很痛 暖玉末地气身上前 一手捏住他的下巴 另一只手握着一把锋利的匕首 抵在他的白皙娇嫩的脸颊上 看着那张倾国倾城的盛世美颜 目露凶光 愤恨地说 霍列臣是锦城最顶尖的男人 你以为他真的会爱你吗 他娶你 不过是因为你这张脸 如果你没了这张脸 你说他还会娶你吗 苏静欢并没有看抵在自己脸颊上的锋利匕首 而是平静地看着他 璀璨的美眸 充满了自信的光 红唇微起 笃定地说 他会 你对他倒是挺自信的 暖玉看着他眼中的信任 心就像被刀弯着一样痛 曾经在他的眼里 他对他也是充满了信任 结果他得到了什么 一副被人蹂躏糟蹋的脏脏身躯 他的眼睛红了 苏静欢看着他充斥着阴暗和凶狠的眼睛 淡淡地说 我爱他 所以我信任他 暖玉 在还没有造成伤害之前 你回头吧 我们依然是最好的朋友 暖玉声音尖锐地说 谁跟你是朋友 在你抛下 我的那一刻开始 我们就不再是朋友 你这张脸 我看着就觉得恶心 他激动地说着 握着匕首的手墨地扬起 苏静欢轻蔚的眸子一眯 正想出手夺取匕首 就在这电光火石间 突然搜的一声 一枚灭鹰子弹破空而出 随着扑的声响 他的眼前一花 一抹烟红的鲜血 从他的眼前散开 把他洁白的衣服 染成了一片红霉 暖玉 苏静欢发出了惊恐的叫声 迅速上前抱住了软下身子的暖玉 暖玉心口中枪 他抓住苏静欢的手 他渐渐涣散的瞳孔里 映入了一张 让他魂牵梦宁的浑血俊脸 看着男人手里握着的枪 他眼中露出了震惊和不敢置信 抓住他的手很用力 他张开嘴 似乎想说什么 却吐出一口鲜血 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于莫云快不而至 来到苏静欢的身边 手掌搭在他的肩膀上 关心地问 小苏 你没事吧 于大哥 是你 苏静欢抬头看着突然出现的余墨云 满脸惊愕 随即感觉到 暖玉慢慢垂下的手 他立即抱紧了暖玉 发出了撕裂般的吼声 叫救护车 快叫救护车 暖玉 你不能有事 暖玉 他们说过 他们要当一辈子的好朋友 不管谁先结婚 另一方就要当对方的伴娘 他们要一起幸福地活到老 今天是他的大喜之日 谁能想到他 竟然会给他这份意想不到的惊吓 他们曾是情同姐妹的好朋友 一条裙子两个人穿 一碗面两个吃 除了他 他再也找不到这么好的朋友了 暖玉 不管你做了什么 我都会原谅你 毅然当你是好朋友 你活下去好不好 苏静欢伸手捂住他 不断涌出鲜血的枪口 悲痛欲绝地大叫 快叫救护车 于大哥 快点打电话叫救护车 拜托 快呀 我马上打 于墨云看着已经昏迷过去的暖玉 深邃的眼睛 微闪着阴沉的暗光 他慢条思理地拿出了手机 暖玉 我从来没有想过 要抛下你 你也别抛下我 暖玉 呜呜 苏静欢摇晃着暖玉的身体 眼里积聚的泪水夺框而出 落在他的脸上 他抱着他 忍不住失声痛哭 突然后颈一痛 眼前一黑 身体无力地往后扬倒 倒在了男人结实的怀抱里 昨晚折腾了大半夜 游灵力困得要命 直到闹钟响了 他才从梦中惊醒 他睁开眼睛 看见眼前那 结实扬眼的男性胸膛 他顿时一愣 迅速抬起头 只见沈英杰一脸傻笑地盯着自己 双手搂住他的腰 他柔软的身体 完全紧密地在他结实怀抱里 他的身体很暖 就像火炉一样 他动了一下 他的脸随即轰得一声红了 这什么呀 游灵力的心跳 一下子狂飙了 他红着脸 气急败坏地低吼 沈英杰 你这是在干什么 赶紧松开你的手 沈英杰用力抱住他 蹭了蹭 满脸满足 不要 姐姐好软 蹭着好舒服 就像抱着棉花糖一样 又软又香 你 游灵力全身都要 被他蹭出火来了 他用力挣扎 想推开他 但男人的智商是降低了 但力量却是一点都不弱 在他的禁锢下 他居然完全动弹不得 啊 姐姐不要乱动 会痛 沈英杰突然惊叫起来 脸颊涨红 有点像是憋的 你痛什么 我才痛呢 你再不快点松开你的手 我就真的要生气了 他这么用力抱住他 他呼吸都得觉得艰难 他是想把他勒死啊 那里痛了 又痛了 沈英杰一下子哭丧着脸 可怜兮兮的说 怎么 哪里痛了 游灵力愣了一下 没反应过来 那里啊 沈英杰的眼睛湿湿的 突然抓住他的手 往下 什么鬼 游灵力脑海里一片空白 完了 他的手又不纯洁了 他迅速把手缩回来 脸红耳热的瞪着他 你死定了 你生病了 你再不听我的话 你就得病死了 啊 沈英杰立即惊恐的瞪大眼睛 焦急的说 我不要死 游灵力严肃的盯着他 煞有介事的说 你不想死 就乖乖听我的话 我叫你做什么 你就去做什么 沈英杰立即点头如捣算 我做 我会去做的 见他信了 游灵力心里偷笑 表面毅然严厉 用命令的口吻 松开你的手脚 放开我 哦 沈英杰依依依不舍地磨蹭了好几下 这才慢腾腾地松开手 松开脚 满脸的失落 软软的姐姐没了 游灵力被他松开 得到自由后 赶紧滚开三尺院 看着他那样子 一股热气直冲上脑 妈呀 这也太夸张了吧 天赋一禀啊 要是他大开杀戒 得多少女人 拜倒在他的西装裤下 他赶紧别开视线 轻壳了一声 你现在马上去浴室 用冷水洗澡 记得用冷水 直到你不痛了 你就可以出来 沈英杰满脸怀疑地盯着他 为什么要用冷水洗澡 用冷水洗澡会生病的 你现在这病 只有冷水澡可以治 你不想死 就乖乖听我的话去做 快去 看来他晚上不能 跟他睡在一起了 分明已经变成智障了 早上还是这么冲动 真的太要人命了 游灵力暗存着 天真无邪的沈英杰 被他一顿忽悠 立马就相信了 立即屁颠屁颠地 跑进浴室里 洗冷水澡了 游灵力这才松了一口气 如果他的心智没问题 按照刚才那状况 他恐怕就没有办法脱身了 毕竟男人跟女人比 力量悬殊啊 他伸手揉了揉头发 正想倒回去再睡一会 手机突然震动了起来 他立即伸手 把枕头下的手机拿起来 打开一看 是圣鸟打来的 昨天他看见 他跟沈英杰在一起 他就给他留了手机号码 让他保持联系 他立即正惊危坐 接通了电话 轻轻地喂了一声 手机里传来男人 略显得清冷的嗓音 游小姐 麻烦你 现在带沈英杰来苏假一趟 少爷要带他一起去酒店 游灵力立即点头 好的 我马上就去 圣鸟是个性子 冷漠的男人 游灵力看着传来嘟嘟嘟声的手机 皱了皱眉头 满脸嫌弃 就这性子 还是沈英杰比较好 他不稀罕冰快 他才想着 浴室那突然传来惊叫声 跟着登登登 浑身湿淋漓的沈英杰 从浴室里一直跑出来 一把抱住他 瑟瑟颤抖地惊叫 姐姐 好冷 姐姐 冷死我了 他全身都是冰冷的水珠 一下子把他身上的睡衣 弄湿了一大片 游灵力盯着紧紧抱着 自己瑟瑟颤抖的男人 顿时气的肺都炸了 他磨牙 妈的 沈英杰 你是不是找死 姐姐 好冷啊 真的好冷 现在天气这么冷 他还让他去洗冷水澡 沈英杰满脸委屈 他一直在抖 他快要把他的灵魂都抖散了 游灵力黑着脸 冷冷地吐出两个字 放手 沈英杰抱着他 使劲地摇头 不要 我好冷 姐姐好暖 他突然发出了惨烈的叫声 迅速松开手 惊叫 痛 好痛 不要咬我 原来游灵力见他不肯松手 张口就往他的手臂上用力一咬 沈英杰痛得泪眼汪汪 游灵力松开口 迅速往后退 鄙视地说 鸭的 你就是一块出炉铁 不打不行 赶紧去穿衣服 等会我要带你出去 我现在就去洗漱 等我出来 你还没穿好衣服 老娘就淹了你 别以为他天赋一禀 他就可以肆无忌惮地 在他的面前晃来晃去 张扬地诱惑他 沈英杰揉着 被他咬痛了的手臂 赶紧跑去找衣服穿 姐姐好恐怖 好可怕呀 游灵力梳洗完 立即拉着沈英杰 出发去苏家 少爷亲自下的命令 他可不敢 让人家久等 毕竟他收了人家的一百万支票 他开着机车 载着沈英杰来到苏家 发现大门前停了很多车 心里不禁唏嘘了一下 人家都是开豪车来的 就他一个人是开着机车来的 他下了车 刚把机车放好 沈英杰突然抱住他 躲在他的身后 身体微颤 脸色惊恐地说 姐姐 有坏人 坏人 游灵力回头看着他 见他脸色发青 眼神充满了惊恐和不安 顿时一愣 什么坏人 他 沈英杰伸手指着前面 手指在颤抖着 好像看到了什么可怕的人 游灵力顺着他的手指着的方向看去 只见到一个身影高大挺拔的背影 他手里抱着一个人 他的手掌按住了他的后脑 让他紧贴在他的怀里 步伐轻盈 上了一辆黑色的轿车 便迅速地离去 他还没来得及看清楚 耳边传来沈英杰痛苦的叫声 痛 头好痛 姐姐 头痛 沈英杰 你怎么了 游灵力迅速收回视线 只见沈英杰眉头紧皱 他伸手 抱着头蹲在地上 哀哀地叫着痛 他顿时惊了 姐姐 我头好痛 坏人 沈英杰手 用力地抓着自己的头发 发出惨烈的叫声 沈英杰 你是不是想起什么了 你不要再想了 不想就不会痛了 要 快吃药 医生曾经嘱咐过他 如果他出现了头痛欲裂的情况 就赶紧给他服药 否则后果很严重 他赶紧从包包里拿出了药 想塞进他的嘴里 但他的脸一直摇摆不定 他塞了几次都没塞进去 还差点掉了 好痛 姐姐 我要痛死了 沈英杰痛得脸色惨白 全身颤抖 吃药 你快吃药 吃完就不痛了 看到他这样 游灵力的心 就像被针刺一样 连呼吸都痛了 他看着他 墨地咬牙 把药放进自己的嘴里 双手捧住他的脸 用力堵住了他的嘴巴 把嘴里的药片 顶住他的口中 嗯 沈英杰突然被他堵住了嘴巴 惊恶的睁大眼睛 似乎忘记了疼痛 要在他嘴里融化 随着唾液吞咽了 这要带着点苦涩的味儿 游灵力烟红的唇 紧贴在他 渐渐变得赤裂的薄唇上 一股酥麻的感觉 钻进了心窝里 让他全身软了 看着男人仿佛住了 星星的璀璨眸子 他竟然不舍得马上离去 直到他处于本能损稳着 他才恍若梦中惊醒似的 用力推开他 脸颊泛起了妖艳的红云 他用力跺脚 娇羞得无法自解 沈英杰 你这个该死的臭流氓 你就只会占我便宜 他的初吻 他的第二吻 第三吻都没了 统统都败在了他的手里 以前挺多就是 蜻蜓点水地碰一下 刚才 他竟然还想深入地吻他 游灵力差点就醉了 沈英杰的头痛 渐渐被药效镇压下来 他伸手摸了摸嘴唇 眨了眨亮晶晶的眼睛 盯着他被他吻得 有些红烟烟的红唇 呵呵地傻笑 姐姐的嘴巴好软好甜 好好吃啊 你这个臭流氓 你还说我就打死你 羞涩中的游灵力 扬起了拳头 佯装要揍他 沈英杰立即伸手抱住脑袋 啪啪地惊叫 不要 就你这出现 看到他那安唇式的反应 游灵力又气又好笑 不过还是关心地问 你的头还痛不痛 沈英杰摇了摇头 高兴地说 不痛了 姐姐轻轻就不痛了 游灵力嘴角微抽 懒得跟他解释 赶紧进去吧 你们家少爷脾气可不太好 让他久等了 他生气 又得让人揍你一顿 他不禁想起了 那一次在咖啡厅演戏 破坏苏敬欢乡亲的事 他打了苏敬欢一巴掌 惹恼了霍裂臣 结果他被揍了一顿 很惨烈 沈英杰缩了缩脖子 害怕地说 少爷太坏了 我不要去 你不去 你会死得更惨 赶紧走吧 游灵力抓住他的手 快步往苏家里走去 苏家今天很热闹 在大厅里都是人 游灵力放眼望去 一个人都不认识 感觉自己来得有点突兀 姐姐 好多人 沈英杰扯了扯他的衣服 眉头紧皱 他很不喜欢这种 吵吵闹闹的气氛 我们进去找新娘子吧 圣妖把他们叫来又不见人 在这里 他也就只认识苏敬欢了 游灵力拉住一个女佣 伸手指了指楼梯口 我们小姐在化妆室 我要招待化妆师他们吃点心 你们自己上去吧 上楼往右拐 一直到最里面那间就是了 游灵力惊饿了 大厅里面那些人都是化妆师 妈呀 有钱就是任性 女佣点头 还有一些是造型师 他们还没吃早餐 所以老爷叫他们先吃早餐 再去给小姐化妆 好吧 这霸总的排场 是给他们这些普通人仰望的 游灵力赶紧拉着沈英杰上楼去 姐姐 我们去哪里啊 沈英杰好奇的东张西望 游灵力拉着她 走上楼梯 高兴的说 我们去找新娘子啊 新娘子很漂亮的 沈英杰眨着亮晶晶的狭长黑眸 低头看着游灵力 唇角咧开 泛起一抹兴奋的傻笑 有多漂亮 比姐姐漂亮吗 当然 新娘子长得倾国倾城呢 回眸一笑百媚生 不然怎么把你们家少爷给迷住啊 苏静欢人长得漂亮 又仗义 撒得很 那次在医院 他拿枪就自己的那一幕 简直不要太帅了 那次在医院 我被高丽带追债 你不帮我就算了 还把我往火坑里推 你真不是男人 他救了他这么多次 日后 他恢复了智力 翻脸不认人 一脚把他踢开 那他得亏死了 他越看他 就越觉得 他有这个潜质 沈英杰被他一顿骂 感到莫名其妙 既无辜又疑惑 姐姐 什么高丽带 什么火坑 你说 我不是男人 你是在骂我吗 他用不确定的眼神看着他 哼 反正你以前对我很坏 让我想一刀捅死你 游灵力凶狠地弯了他一眼 松开他的手 往前面的房间走去 他来到房门前 突然嗅到了一抹淡淡的血腥味 他顿时一愣 赶紧推开门进去 当他看到眼前的一幕 惊恐地发出一声尖叫 沈英杰被他凶了 本来挺难过的 但听到他的尖叫声 立马就担心起来 快速冲过去 抓住他的手臂 紧张地问 姐姐 怎么了 新娘子出事了 快叫人来 房间里充斥着浓烈的血腥味 一个女人倒在了血泊中 游灵力焦急地说着 扯开他的手 快速往里面冲进去 化妆室里面 弥漫着浓烈的血腥味 地上满是触目惊心的鲜血 沈英杰站在门口 浑身都在剧烈地颤抖着 血 好多血 脑海里突然想起了 砰的一声 好像是枪声 他似乎看见了 自己重枪倒地的画面 他靠在门边上 脸色就像是白纸一样 额头上渗出了冷汗 他的手紧紧地抓住门边 很不容易平复下来的头 仿佛又像要裂开一样 他赶紧伸手抱住脑袋 痛 好痛 欢解 游灵力冲进房间里 蹲在女人的身边 把她的头转过来 当她看清楚她的长相 顿时一愣 暖郁 她怎么会在这里 她的心口像是中了枪伤 一直在流血 她的衣服 已经被烟红的鲜血染红了 她赶紧伸手探她的气息 尚有一丝气息 但已经气弱油丝 仿佛随时都会断气 她立即拿出手机 打电话去医院叫救护车来 用布条把她的伤口绑住 不让她继续流血 沈英杰 你赶紧叫人啊 游灵力回头一看 这才发现 沈英杰双手抱头 脸色惨白 一脸痛苦的表情 她顿时吓了一跳 赶紧站起来 快步走过去 抓住她的手臂 焦急地问 沈英杰 你怎么了 头又痛了吗 姐姐 头好痛 我记起来了 是那个坏人 她开枪打我的头 好痛 沈英杰痛的脸色都变形了 她握住拳头 不断用手砸自己的脑袋 甚至用头去撞墙 沈英杰 你不要这样 不要想了 不要勉强自己 我求你了 不要这样 她脑子里有大量的淤血 靠近神经 她这么激动 很容易引爆脑血管 到时候 就算华佗在世 都回天乏术了 游灵力用力抱住她阻止 她撞自己的脑袋 看见她痛成这样 她心如刀割 连呼吸都痛了 姐姐 好痛 那个坏人 她开枪 姐姐 头好痛 沈英杰痛苦地大叫 抓住头发 用力往墙上撞去 额头已经撞破 渗出了鲜血 沈英杰 不要这样 你冷静点 沈英杰 我求你了 不要这样 游灵力拼命抱住 她的腰往后拉 但男人就像是疯狂的牛一样 力大无穷 她根本拉不住 看着地上渐渐滴落的 烟红鲜血 她的泪水 一下子在眼睛里涌了出来 好痛 姐姐 我好痛 好痛 沈英杰突然大叫一声 身体无力地倒下 沈英杰 游灵力紧抱着她 看着突然出现给了沈英杰 一记手刀 把她打晕的圣鸟 泪眼婆娑地说 圣先生 出事了 欢姐出事了 圣鸟顿时脸色大变 剑步冲进了化妆室里 看到躺在血泊中的暖浴 灵力的眸光迅速环视周围 见到打开的窗户 她快步冲过去 只见一条坚韧的绳子 垂落在楼下 她的心瞬间沉落到了谷底 她立即拿出手机 打给霍列臣 公司的资金链 突然出现了大问题 造成了公司危机 霍列臣现在人 正在公司处理这件事 她刚把事情处理好 正准备回苏家接苏静欢 手机突然响了 她一看是圣鸟打来的 立即接通了 少爷 出事了 少奶奶恐怕是被绑架了 圣鸟一边说 一边迅速到苏家的监控室 查看监控录像 这一看 发现苏家的监控 全部都被破坏了 她顿时通体声寒 能够在这种时候 神不知鬼不觉的 卢走新娘子 绑匪一定不简单 霍列臣一听 差点把手机捏碎了 深邃的寒眸 闪出了英质冰冷的杀气 少爷 我已经通知所有部门 全面追查少奶奶的踪影 对了 圣鸟眉头紧皱 卵玉在化妆间里 她身上中枪 情况很危急 要就还是让她自生自灭 卵玉跟苏静欢对着干 她现在已经成了 少奶奶最大的头号敌人 圣鸟拿不定主意 欢欢失踪 一定跟她有关系 救 霍列臣把内心的交集 强势压下来 她现在不能乱 她的妻儿等着她去救 她一定要冷静 属下明白 她的话刚说完 通话就已经显示被掐断了 圣先生 游灵力从外面快步冲进来 神色焦急地说 我想起了 我刚到苏家的时候 看到一个男人 抱着一个女孩上了车 我想 她抱着的人应该就是欢姐 她上的是黑色的家常版轿车 车牌后最后四位数 是1688 这数字好记 所以我记得很清楚 这么重要的信息 你不早说 圣瑶赶紧拿起手机 拨打了一组电话出去 全面搜索车排号为 1688的黑色家常版轿车 游灵力有些无辜 刚才沈英杰突然头痛发作了 她都担心死了 哪里还想得到这么多 她现在能想起来 已经很不错了 圣瑶打完电话 回头看着她 皱眉问 沈助理怎么样了 她昏睡了 不过她的嘴里 一直喊着一个名字 好像是 游灵力皱眉 余莫云 真的是她 圣瑶倒抽一口冷气 浑身一抖 手指冰冷 见她反应这么奇怪 游灵力好奇地问 她是什么人 她是色诚 最有经济价值的男人 圣瑶莫第一拳 重重地积在桌面上 有些激动 余莫云 你这个混蛋 你的狐狸尾巴 总算是露出来了 少爷已经派人暗中调查她 不过她隐藏得很好 而且她曾是少奶奶的救命恩人 没想到她这么快就行动了 她是欢姐的救命恩人 她为什么要劫走欢姐 游灵力震惊地捂住嘴巴 这就要问她了 圣瑶冷酷的俊脸 浮现起一抹森冷的杀气 就在这时 她手里的手机震动了一下 她打开一看 是情报科的同事发来了信息 她脸上顿时露出欣喜的笑容 追踪到了 她一边快步冲出去 一边通知霍烈尘 听到她这么说 游灵力松了一口气 今天是欢姐的大喜日子 他们经历的灾难太多了 希望婚礼能顺利举行 夕阳无限好 只是近黄昏 在碧波荡漾的海面上 一艘看似是渔船的破旧小船 正在逆风行驶 在开出了监控范围的海域后 一艘让人惊艳的豪华游轮出现了 小船靠近游轮停下来 渔墨云抱着苏敬欢 从甲板上登上了游艇 少爷 一切准备就绪 保镖打扮的男人上前 恭身尊敬地禀告 在斜阳的光辉下 渔墨云那混血的俊脸 显得更为深邃 就像是上帝最完美的杰作 一双深邃不见底的锐眸 闪烁着璀璨的光 性感的薄唇微钩 眉宇间掩饰不住兴奋 霍列臣现在一定以为她 是在车上吧 其实她早已经金蝉脱鞘 在短短的十几公里内 她已经换了几辆车 想到她此刻暴怒的表情 她就忍不住笑了 她终究是她的手下败将了 任凭她们怎么追踪 也追踪不到船上来 她低头看着怀里的女孩 眸色渐深 在夕阳的余晖下 女孩本来就白皙的脸孔 显得更加白如雪 娇嫩柔美 那线长卷翘的睫毛 如一把小扇子 投影在眼瞼上 让人无比期待她 睁开眼睛 将会是如何的动人风光 娇艳欲低的红唇 就像是在妖人一亲方则般 不断诱惑着她 让她的心痒痒的 奶奶见到你 一定会很高兴的 她答应过奶奶 会娶一个让她满意的孙媳妇 她绝对不会让她失望 豪华的邮轮 在海面上逆风行驶 渐渐远离了锦城 余莫云抱着女孩 进了船舱的房间 她轻轻地 把她放在床上 手掌撑在她的身侧 副身凝视着她 修长白皙的手指 轻轻抚弄着她娇嫩的红唇 嗓音低雅地说 小苏 选择跟我在一起 我不会比她差 只要是你想要的 我都会给你 邮轮突然撞上了一个大浪 船身一荡 苏静欢莫地 睁开了清澈明亮的水眸 小苏 你醒了 看见她醒了 余莫云的表情微愣 她比她预想中早醒了许多 苏静欢看着 虚压在自己身上的男人 轻微地水眸一眯 随即扬起了手掌 啪的一声脆响 一巴掌结结实实地 打在了她的脸上 那一巴掌打得很用力 男人混血的俊脸 被她打偏了 嘴里甚至尝到了 一抹铁锈般的血腥味 她用力抓住她的手腕 那苍劲有力的劲儿 仿佛要把她的手腕捏碎似的 她迷着深邃凌厉的毛子 死死地盯着她 苏静欢用力挣扎了几下 她知道以自己的力量斗不过她 她抿着唇 用力把手抽回来 冷眼逆着她 余莫云坐在床边 有些赤裂的手掌 用力握住她的下额 眸色阴暗地盯着她 小苏 忘记她 我会给你幸福 苏静欢看着她 那眼神就像冰一样 让人喊到了骨子里 她讽刺得冷笑 你知道什么是幸福吗 我不想要的东西 你硬要赛给我 你以为就是幸福 余莫云手指掐在她的脸上 眸色凶狠地盯着她 大声说 霍裂臣有什么好 她根本就保护不了你 那一次在医院里 不是我 你早就死了 在你快要死的时候 霍裂臣在哪里 苏静欢末叠 拍开她的手掌 冷笑说 那一次在医院里 我死里逃生 我是很感激 你出手相助 霍裂臣是没有来救我 但我一点都不怨恨她 因为她救了我最重要的亲人 她不是不能保护我 而是她知道 我最紧张的东西是什么 余莫云攥住拳头 轻轻抵在床边 看着她 嘶哑的嗓音 透着一抹恳求 小苏 奶奶很喜欢你 她想让你当她的孙媳妇 你让她圆了这个梦想好不好 想到面词心善的老奶奶 苏静欢的眼眶红了 泪水渐渐从眼睛里滑落 奶奶不会强迫 我去做我不喜欢的事 余莫云看着她 眼眶泛红 难过地说 小苏 奶奶的时间不多了 她是我唯一的亲人 我想让她开心地度过最后一个月 就当我求你了 好不好 奶奶 早已经有了心理准备 当听到她还有一个月的寿命 苏静欢还是难过地心如刀割 她用力抓住被子 泪如雨下 余莫云抓住她的手 用力地握紧 看着她动容泪下的美颜 心神一荡 她殷切地说 小苏 你就当去度假 陪我一个月 苏静欢闭上眼睛 悲痛的泪水不断从眼角滑下 她为奶奶心疼 担心更痛的是 她轻轻睁开眼睛 湿漉漉的眸子里 练咽着寒冰式的冷意 她用力挥开她的手 满脸的愤怒和恨意 你告诉我 暖玉做错了什么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她 想起生死未卜的暖玉 她心里的恨意更深 如果暖玉有什么事 她不会原谅她 这辈子都不会 余莫云看着她 有些焦急地说 暖玉想伤害你 我是迫不得已才对她开枪 小苏 我不能看着她 伤害你什么都不做 苏静欢抬起手 轻轻是去眼角流出来的泪水 在地上摩擦 我认识了暖玉这么多年 我了解她的性格 她一定是遭遇了 什么巨大的伤害 才会对我有这么深的误解 在色诚的时候 我就看出来了 她喜欢你 余莫云轻叹了一口气 有些无奈地说 她喜欢我没用的 我不喜欢她 苏静欢用力攥住拳头 眸光愤恨地盯着她 沉生则问 你不要跟我扯别的 你老实告诉我 你有没有利用她 我 在女孩无比严厉的眼神下 余莫云的声音凝住了 余莫云 你这个禽兽 她默认了 苏静欢气的浑身发抖 仰起手掌 往她的另一边脸刮去 这次余莫云没有坐着挨打 她迅速擒住了她的手腕 用力压在了她的头顶上 随即栖身而上 压制住她挣扎的身子 看着她吐气如蓝的红唇 眸色瞬间变深 深邃的眸子里 燃烧起了疯狂的烈焰 她嗓音嘶哑地说 不管我做了什么过分的事 都是因为我想要你 想让你当奶奶的孙媳妇 苏静欢用力挣扎了几下 怕伤到肚子里的孩子 同时也知道 硬拼她是拼不过她 她喘着气 湿润的眼眸渗入了一抹怜悯 轻声说 每个人都像你这么自私 把自己的欲望 强加在别人身上 这个世界就没有方圆 没有规则 余大哥 收手吧 回头是岸 余莫云的手掌 落在她的脸颊上 温柔地轻轻抹撒着 赤裂的眸光 夹杂着掩饰不了的情愫 她摇头 低声嘶哑地说 选择了这条路 我就没有想过回头 小苏 我不会介意你跟霍裂辰的过去 就算你肚子里的孩子 我也会把她视为己出 我不会亏待你们母子俩 看着女孩就算是生气 依然迷人的轻视容颜 余莫 余内心的躁动 再也没有办法忍耐了 没有遇见你之前 我以为自己会孤独终生 但遇见你之后 我发现自己错了 在家里跟你相处的每一天 我都想珍藏起来 我恨老天爷 为什么不让我在霍裂辰之前认识你 同时 我也感激老天爷 把你送到了我的身边 余莫云感觉自己醉了 她修长有力的手臂 还住她的腰 手掌捧住她的后脑勺 慢慢俯下身子 赤裂地稳落在她的额头上 那样的小心翼翼 那样的温柔似水 仿佛担心多用一分力 就会把她弄伤似的 苏敬欢睁着湿漉漉的美眸 一瞬不瞬地看着眼前 那张让人着眸的混血浚脸 眼角滑下一滴晶莹的泪水 她嗓音嘶哑地说 我感激老天爷让你救了我 同时我也痛恨老天爷 让你对我产生了感情 余大哥 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打着爱的幌子 随心所欲的 你是奶奶唯一的亲人 我不想伤害你 余莫云的眼睛闪亮起来 那璀璨的光芒 就像是辉煌的银河 低沉的嗓音性感邪魅 那就接受我 和我在一起 她的眼睛 透着智人的温度 落在她的娇艳欲滴的红唇上 她魂牵梦莹的红唇啊 她一寸一寸地接近 既小心翼翼又激动 命运一直在捉弄我 跟我开玩笑 很不容易对我温柔一次 我不会再接受她的摆弄 我的命由我自己掌控 余大哥 我只能对不起你了 就在她的唇 要落在她的红唇上时 空气中突然传来了扑的一声 一抹浓烈的血腥味 在空气中蔓延 看着男人渐渐变得苍白的俊脸 她眼角的泪水不断滑落 一把锋利的匕首 刺进了男人小副里 烟红的鲜血 把女孩的衣服再度染红了 艳丽的鲜血既致命又妖娆 她一直担心着 婚礼会出现事故 所以她一早就准备了一把 单薄锋利的匕首 贴身收藏着 但她怎么都没有想到 这把匕首对付的人 会是她的救命恩人 看着男人深不可测的黑眸里 充斥着不敢置信和绝望 她咬着下唇 莫得把匕首抽出来 云莫云闷哼一声 倒在了她的身边 手掌捂住了不断一出鲜血的伤口 身体在颤抖着 每个人都要为自己做过的事情负责 你伤害了沈英杰 也伤害了关心你和爱你的暖郁 你该为此付出代价 苏敬欢侧手看着她 心里很难过 她嗓音嘶哑地说完 翻身下床 拉过被子 盖在她的身上 用力攥住拳头 头也不回地走出了房间 余莫云睁大的眼睛 死死地盯着她的背影 直到砰的一声 房门被彻底地关上 她眼前的景象开始变得模糊 耳边传来了海浪呼啸的声音 还有海鸥清脆的叫声 她的意识仿佛飘散到了天外 她按住伤口的手无力地垂下 她不择手段 千算万算 机关算尽 却算不出来 自己会被苏敬欢捅一刀 难怪说 色字头上一把刀 她还是不够狠了 苏敬欢知道 船上有很多保镖 她不敢大意 她紧握着手里的匕首 小心翼翼地离开了船舱 来到了后面的甲板 船正逆风而行 手望着布满繁星的天空 心一阵阵地抽痛 难过地说 我终究还是要辜负老天爷 难得一次的温柔以待 不 天才刚黑 我怎能就这样放弃 我命由我不由天 我不放弃 苏敬欢看着满天的繁星 墨地攥紧了匕首 转身 快步往驾驶室走去 保镖在船舱大厅里 喝酒打扑克牌 他们都以为 于墨云和苏敬欢在一起 不会有危险 放松了警惕尽情的玩乐 苏敬欢悄无声色地 温柔溜进驾驶室里 锋利的匕首 抵在了船长的脖子上 他压低声音狠利的警告 不要吭声 马上掉头回警城 否则我就割断你的咽喉 让你这辈子就交代到这里 船长被抵在脖子上 锋利的冰冷匕首吓倒了 赶紧调整了船航行的方向 往警城返航 看着船从逆风行驶 到顺风而行 苏敬欢松了一口气 陈生说 开快点 用最短的时间在警城靠岸 希望他还来得及 船长立即把速度开到了最快 游轮在海浪翻层的海面上 快速前进 不到片刻功夫 已经隐约看见了 灯光辉煌闪烁的警城 苏敬欢脸上露出了欣喜的笑容 船很快就到码头了 霍裂成 你等我 我很快就回来了 他看着眼前那一片 灯光闪耀的繁荣城市 他的心情很激动 快 再快点 婚礼还没取消吧 一定没有 他不会让婚礼取消的 船长操控着船 突然一个巨浪扑来 船身剧烈的一晃 苏敬欢的身体一晃 匕首不受控制地滑开了 船长立即眼疾手快地 按下了船上的报警器 尖锐刺耳的报警声 立即响彻整艘船 你 听着外面杂乱的脚步声 苏敬欢气得拿起椅子 用力往船长的身上砸去 船长迅速闪开 也开始反击了 苏敬欢一手护着肚子 挥着匕首迅速往后退 摸得一把冰冷的枪 抵在了他的后脑上 他的身体顿时一僵 耳边响起冷酷的男子嗓音 不想死 把匕首丢掉 苏敬欢从玻璃上 看到几个涌进来的保镖 心瞬间往下沉了 他闭了闭眼睛 把匕首扔在地上 慢慢举起了双手 你这个女人真是厉害 船长伸手揉了揉 差点被他匕首封了喉的脖子 剑步上前 恼怒的一巴掌 往他的脸上刮去 就在这时 一把虚弱却依然威严的 男子嗓音响起 住手 船长的手掌 扬起半空中 硬生生地停止了 看到来人 迅速把手缩了回去 苏敬欢回头望去 看着脸色惨白的 没有半点血色的男人 在保镖的搀扶下走了过来 他慢慢放下高举的双手 冷眼腻着他 你们不知道他是我的人吗 你们敢碰他一根汗毛 我让你们死无葬身之地 于莫云走过去 狠力地一脚 往用枪指着他的保镖踢去 保镖被他踢了一脚 倒退了两步 迅速把枪收起来 连一句为自己辩解的话也不敢说 苏敬欢迅速弯腰把匕首捡起来 紧紧攥住 轻眉的眸子 练咽着冷咽的寒意 我要赶着回去举行婚礼 请送我到码头 这种时候了 他还有勇气说出这种话 于莫云看着他 轻轻叹息一声 你知道不可能的 他既然带他走了 怎么可能再放他回去 苏敬欢的视线 落在他随意包扎的伤口上 轻眉的眸子 浮起强烈的煞气 你强行把我留在你的身边 只是为自己增添生命危险 下次 这把匕首一定会刺进你的心脏里 他有点后悔 那一刀刺得太轻了 他应该再补一刀的 你刚才没有补一刀杀死我 你已经错失了机会 小苏 跟我回房去 我不会计较你 刚才的行为 于莫云向他伸出手 眼神很真诚 你休想 苏敬欢往后退 闪开他的手 随即往门口走去 两名保镖上前拦住他 他立即握着匕首 抵在自己白皙如雪的脖子上 眸色冰冷地看着于莫云 让我走 否则你带走的将会是一具尸体 那锋利的匕首闪着寒光 在他白皙的脖子上 异议生辉 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于莫云的视线 落在他的肚子上 苍白的俊脸上 扬起一抹自信的笃定 你不会的 他这么紧张他肚子里的孩子 他怎么可能会让自己出事 他绝对不会相信他会伤害自己 于莫云 你还是不够了解我 苏敬欢凌厉的眸光一闪 手握着锋利的匕首 用力一按 一道烟红的血痕 随即出现在他白皙的脖子上 让人惊出了一身的冷汗 于莫云的瞳孔末地紧缩 心跳一下子变得急促 他焦急地大喊 住手 他满脸不敢置信 他知道他做事果断 却不想他连对自己都这么狠 看着他受伤 他的心痛了 从什么时候开始 他竟然这么在乎他了 看不得他受一点伤 送我回景城 或者带走一具尸体 锋利的匕首 狠狠地抵在女孩白皙如雪的脖子上 那尖锐的刀尖 已经划破了雪白的肌肤 烟红的鲜血渗出 就像是雪地里绽开的红霉 既妖艳 又透着致命的死亡气息 你就这么想嫁给他 于莫云攥住拳头 苍白的脸上 竟是黯然的失落 苏敬欢冷眼逆着他 你何必明知故问 全天下的人都知道 他想嫁给霍裂臣 没有人可以阻止 少爷 一名保镖匆匆赶来 在他的身边轻声说 刚收到消息 有几艘战船在景城追来了 于莫云脸色瞬间变了 脸上露出一抹自嘲的轻笑 看来 我还是低估他了 他以为行踪已经够隐秘 没想到还是其差一招 苏敬欢轻眉的眸子 亮起了明媚的笑意 你现在让我下船 你还有一线生机 等他战船一到 你恐怕就要全军覆灭 于莫云轻轻叹息一声 不死心地问 没有霍裂臣 你会选择我吗 苏敬欢轻轻放下 抵住脖子的匕首 果断地摇头 不给他留下半点幻想的希望 不会 我这次放你走 不是因为我怕他 而是我怕了你 景城很快就会沦陷 如果你有幸能够熬过这一劫 我们日后一定还有见面 于莫云深深地看了他一眼 神色黯然地转身 苏敬欢看着他挺拔俊俏的背影 有些激动地大声责问 你把病毒带到了景城 于莫云没有回答他的问题 迈开了沉重艰难的步伐 一步一个脚印地离去 那挺拔的背影 显得如此孤独和落幕 于莫云 苏敬欢迈开脚步 正想追上去 苏小姐 请 保镖上前阻拦了他 把他往船舱后面的假板蛋 在邮轮上 已经放下了一艘救生小船 船上放着一盏照明灯 在黑暗的大海上 未来救他的人做指引 苏敬欢下了船 看着邮轮上的保镖 大声说 请帮我给你家少爷带一句话 多行不亦必自比 一场瘟疫病毒 就足够毁掉一座城 云莫云为了一己之私 竟然把病毒带到了景城 如果景城因此出了事 他一定不会原谅他 保镖没有理他 豪华的邮轮 在璀璨的星光下逆风而去 黑沉沉的海面 除了呼呼的风声和海浪声 渐渐安静下来 4 紧绷的神经总算是得意放松下来 苏敬欢伸手往刺痛的脖子一摸 满手都是烟红的鲜血 他的头渐渐有些眩晕 他赶紧伸手撕了一块布条 把脖子上的伤口包扎 他全身的力气 就像被人抽光了似的 他轻轻握倒在小船上 手扶在肚子上 轻轻抚摸着 有些愧疚 宝宝 妈咪对不起你 又害你跟着我一起历险了 这孩子的生命力 也够强悍了 跟他经历过这么多的磨难 还能安然无恙地活下来 在繁星闪动之下的大海 美得不像真的 苏敬欢仰望着星空 手掌一下一下地抚摸着肚子 身体渐渐感觉到疲倦 力气也渐渐消灭 头越来越晕 他轻轻闭上眼睛 难受得喃喃着 霍列臣 你快点来接我回家 这一夜 景城附近的海域 引起了极大的轰动 威风凛然的战船 同时驶出了海域 不禁纷纷担忧地猜测 难道有侵略者杀来了 也就只有战斗掩饰的时候 才会有着威严的阵容 战船的速度很快 在最前面的一艘船上 身材奇长高大的男人 浑身散发着一股 浑然天成的王者霸气 如君临天下般 屹立在船头上 骨节分明的手掌 紧握着背在身后 锐利的眸光 绝住了眼前那一片 黑沉沉的海域 额头上的青筋微凸 深邃狭长的眸子 闪烁着让人不寒而栗的 强烈的煞气 墨帝 一丝隐约的灯光 吸引了他的视线 他的瞳孔墨地紧缩 心脏仿佛被狠击了一样 他迅速抬起手臂 指着前方 低沉的嗓音威严的命令 快 到那边去 圣遥立即把他的命令 传达到了驾驶室 让船长全速前进 他看着前方那灯光 眼不住激动地说 少爷 小船上有人 他早已经看见了 在那 渐渐变得暗淡的灯光下 一个身形鲜弱的女孩 握倒在小船上 隔着重重的海域 一眼万年 幽静的海域 突然传来了 乘风破浪般的响声 握在小船上的女孩 吃力地撑开 仿佛有千斤重的眼皮 侧着头 看向声音的来源 当他的视线看到了 那威风凛然的战船 急缩而至时 苍白的脸上 总算露出了笑容 他吃力地抬起手臂挥舞着 干涸的嘴唇微动 欣喜地说 宝宝 你看到了吗 你爹地乘着 威风的战船来接我们了 你爹地真帅 小船上的灯 已经越来越暗淡了 他担心灯灭了 他找不到自己 他撑着孱弱的身躯 勉强坐起来 用力挥舞着手臂 嘶哑的嗓音 撕心裂肺地喊着 霍裂臣 我在这里 霍裂臣 突然啪的一声细响 灯灭了 周围立即陷入了一片漆黑中 苏敬欢一下子慌了 拿起小灯用力地摇晃 你怎么灭了 快亮起来 快亮啊 他还没有找到我 你不能灭 灯已经没电了 任凭他怎么摇晃都没用 小船在起伏不定的海面上 随风漂流 没有灯光的指引 他怎么找到他 霍裂臣 小船随着海浪 漂流在漆黑的海面上 已经渐渐偏移了 他们前来的方向 苏敬欢焦急地挥舞着手臂 吃力地喊着他的名字 这一刻 他希望风浪能够停止下来 不要再把他推得更远 理想是丰满的 但现实是骨感的 随着渐渐偏移的小船 苏敬欢很焦急 如果他今晚找不到他 他恐怕撑不到明天的日出 他的身体已经严重虚脱了 加上湿血 他头晕眼花 眸光对不上焦点 他有些绝望地倒卧在小船上 手臂已经无力抬起 只能喃喃地叫着男人的名字 就在他几乎要陷入绝望的黑暗时 天空中突然响起了隆隆的巨响 只见黑压压的海面上方大放光明 他睁眼望过去 苍白的脸上 渐渐绽放了一抹欣喜的笑容 一片响声中 绽放光明的直升飞机 在他的上空盘旋着 宝宝 你爹爹来接我们回家了 苏敬欢看着飞速而来的战船 脸上的笑容更寻殉烂了 威风凛然的战船 停在了小船前面 没有见起半点水花 迫不及待的男人 直接跃进了水里 游到了小船边 这船很小 只能容纳一个人 他不能上去 看着女孩苍白的脸孔 他的心瞬间如被重击 他伸出手 握住他的手 低沉的嗓音激动得竟然有些哽咽 欢欢 我来接你了 对不起 让你久等了 早上一句等我 没想到竟然等了整整的一天 他的手掌轻轻抚在他的苍白的脸上 竟颤抖着 苏敬欢看着他 眸光焕发了星光 他咧开唇角 虚弱地问 婚礼 婚礼一直还在 没等他把话说完 他就知道 他想问什么了 他握住他的手 凑到唇边轻轻吻着 我承诺过要给你的婚礼 你还没有出席 绝对不会取消 苏敬欢放心了 他轻声说 我有点累了 我睡一会 回到锦城 你再叫醒我去举行婚礼 好 霍列臣心疼地点了点头 轻轻拉着小船 靠近战船 圣妖和保镖迅速上前 把小船抬上了战船 霍列臣接过保镖 递过来的毛毯 把女孩包 住 然后抱起 快步走进了船舱里 无数的直升飞机 把漆飞的海面 照得如同白昼 威风凛然的战船并驾崎岖 圣妖站在船头 看着这波澜壮阔的一面 不禁惊叹 在锦城能够动用到 这特殊力量的人 除了霍列臣 没有第二个人 霍列臣抱着苏敬 欢进了船舱里的房间 轻柔地把他放在床上 伸手轻轻拆开他脖子上 绑住伤口的布条 当那有点触目惊心的伤痕 出现在他的眼前 深邃的毛子 充斥着狂暴的杀气 该死的鱼墨云 他竟敢伤了他 他命人拿了药箱进来 亲自为他处理伤口 四 轻微的刺痛 让他在梦中醒了过来 看着近在咫尺的俊脸 他眨着湿漉漉的水眸 嗓音低哑地说 我觉得自己在做梦 他不敢相信 他竟然在茫茫大海里 也能找到自己 在他的脸上轻轻抹撒着 语气笃定地告诉他 这不是做梦 他看着他 轻微的水眸微弯 轻声说 霍烈臣 我肚子好饿 我想吃你熬的粥 那一次 他在船上生病了 是他亲自为他熬粥 此时此刻 他莫名地想念那种味道了 好 我去熬粥 你乖乖在这休息 等你休息好 就有吃的 女孩此刻任何要求 他都没有办法拒绝 苏静欢轻轻点了点头 闭上眼睛 轻声说 别再让我等太久了 再也不会了 霍烈臣低沉的嗓音很嘶哑 却透着一抹能够安抚人的魔力 他看着女孩苍白的脸孔 眼眶有点发烫 他为她盖好被子 这才轻轻走了出去 苏静欢唇角微翘 闭着眼睛 安心地睡去了 少爷 圣瑶在外面候着 见他上来 立即上前 压低声音禀告 他已经逃出公海 霍烈臣的拳头墨地钻紧 低沉的嗓音 透着很利的杀气 猪 他不会给他活路 于莫云的所作所为 已经严重地突破了他的底线 除了死 他不会再给他第二条路走了 霍烈臣直接下了追杀令 暑假明白 圣瑶立即领命而去 除了这艘船 其他的战船和直升飞机 都已经追去了 于莫云这次 恐怕是在劫难逃 霍烈臣走进厨房里 拿起围巾围在身上 打开冷藏 发现里面有不少新鲜的食材 他取了一些白米 开始熬粥 在里面放了一些肉 差不多熬好的时候 放了一些蔬菜 不到半个小时 一碗软绵香滑的蔬菜瘦肉粥 大功告成 他试了一下味道 满意的沟醇 自从那次在船上给他熬粥 被他嫌弃后 他曾经请教过家里的厨子 厨子听说他要学熬粥时 脸上满是惊吓的表情 连私房绝招都拿出来教他 霍烈 你要喝粥 跟我说一声就行了 船上的厨子匆匆跑过来 见他在熬粥 受到不小的惊吓 谁曾想到 堂堂霍氏集团的万一继承者 竟然殊尊祥贵 在战船里面熬粥 要不是亲眼所见 谁敢相信啊 霍烈成成了一碗粥放在托盘上 深邃的眸子 闪烁着意义如新的光 微笑 我老婆想吃我亲手熬的粥 厨子忍不住惊叹 少奶奶能够嫁给你 真是三生有幸啊 少奶奶上辈子 一定是拯救了银河系 所以 这辈子才有这么好的运气 嫁给一个这么好的顶级男人 我能娶到他 是我三生有幸才对 如果不是他 他现在还过着和尚一样 枯燥无味的和尚生活 是他给予了他七情六欲 让他活得像个人 霍烈成端着粥 快步往房间里走去 想到他今天没吃什么东西 饿到晕 他就心痛得不得了 该死的云莫云 他带走他 却不善待他 他死有余辜 活有余罪 霍烈成怕肃静欢饿坏了 匆匆回到房间里 见他还在睡觉 他用汤匙轻轻搅拌着热腾腾的粥 本温度差不多了 他坐在床边 伸手温柔地抹扎着他的脸颊 轻声换 欢欢 粥好了 起来喝点粥 暖暖身子在睡 苏静欢闻到了粥香味 早已经打鼓的肚子更饿了 他睁开眼睛 一咕噜地坐起来 吞着口水 激动地说 哇 好香啊 休息了一会 他已经恢复了一些力气 见到他那嘴馋的 都快要流口水的模样 霍烈成的心更痛了 他还住他的腰 让他靠在自己的怀里 你别乱动 我喂你 他用汤匙盛起粥 轻轻送进他的嘴里 苏静欢吃了一口 眼睛亮了 激动地说 哇 这是你熬的粥吗 这味道太好了吧 比起你上次熬的粥 好吃百倍以上 霍烈成低头看着他 也没青羊 不是我 你以为还有谁给你熬粥 苏静欢的心窝 立即就像是被灌出了蜜糖一样 甜都化不开了 青梅的毛子 炼咽着璀碳的笑意 巧笑倩熙 乖巧地说 是啊 除了你 没有人会丢熬粥了 那暖暖的粥水 滑进他的肚子里 连他的心都暖和了 幸福地冒泡泡 霍烈成一口接着一口地 为他喝粥 见他喝得津津有味 心里很有成就感 一碗粥被苏静欢喝得抵朝天 他意犹未尽地说 真好喝 霍烈成把碗放在一边 拿起纸巾 轻轻擦拭他嘴角的残疾 吃饱了吗 厨房里还有 饱了 苏静欢看着他 美目盼膝 波光流转 满是满足 船很快就靠岸了 你再睡一会 霍烈成低头在他的额头上 落下一吻 等会上了岸 还有婚礼要举行呢 苏静欢抓住他的手 担忧地问 暖郁怎么样了 他的心口 被于墨云开了一枪 流了很多血 提起暖郁 霍烈成的眸色微冷 他差点害他感染了病毒 要不是知道 他在苏静欢的心目中很重要 他根本不会救他 他有些冷淡地说 我已经病人送他去医院了 至于他是生是死 就看他自己的造化了 霍烈成 看出来他很不高兴 苏静欢轻轻握住他的手 轻声说 暖郁是我很好的朋友 他怨恨上我 是因为被于墨云利用 霍烈成轻哼 哼 他差点害死你 你还当他是好朋友 你别这样 我现在不是没事吗 苏静欢握住他的手 渐渐恢复了些许血色的白皙脸颊 绽放了灿烂的笑容 想到刚才在小船看到他的那一幕 他的心便忍不住紧揪着 你刚才都掩掩一息了 还说没事 于墨云虽然坏事做尽 但他并没有做出伤害我的事 苏静欢看着他 脸上的笑容渐渐脸去 眼眶泛红 难过的哽咽 奶奶只剩下一个月的时间了 他对我这么好 我 霍烈成伸手揽住他的肩膀 把他拥进自己的怀里 手掌轻轻拍着他的背 揪心的安慰 生死有命 老奶奶年纪大了 总有这么一天 他对你这么好 他一定不想看到 你这么难过 霍烈成 苏静欢眨着湿漉漉的美眸 认真地看着他 看在老奶奶的份上 咱们能不能 霍烈成如刀削的俊脸 顿时微沉 你想让我放过他 他就过我一次 就当这是还给他的人情 他不想 老奶奶没有孙子送终 他没有其他的亲人 就只有他一个孙子 如果他有什么事 老奶奶也太可怜了 霍烈成用力攥住拳头 轻轻抵在床边 恼怒地说 医疗部传来消息 在色诚爆发的病毒 已经在景城开始传播了 这都是他造的孽 苏静欢伸手无脸 哽咽地说 我知道 他亲口告诉我 景城很快就会变成第二个色诚 霍烈成眯着深邃的锐眸 愤恨地说 像他这种人死不足惜 因为他的自私 景城的老百姓都要受罪了 苏静欢抓住他的手臂 额头抵在他的胸膛上 他没有办法再为他求情了 他难过地说 他害了这么多人 这是他应该有的惩罚 他只能对不起老奶奶了 霍烈成低头看着难过的女孩 用力把他拥进怀里 嗓音低沉地说 他该为自己所做的事付出代价 轻轻点头 想到命不久已的老太太 眼角不禁滑下一滴泪水 霍烈成伸手握住他的下巴 把他的脸抬起来 心疼地低头吻去 低声警告 你再哭 我就吻到你晕倒为止 苏静欢扑斥地笑了 伸手搂住他的脖子 仰起头 用力地吻上了他的薄唇 湿漉漉的美眸 练艳着动人的万种风情 勾人心魂 霍烈成眸光威宁 随即夺回主导权 用蛮横霸道的力量 深深地稳进他的最深处 今天是霍烈成的大婚之日 全程轰动 大批的记者一早就在酒店附近折服 霍家在锦城里是第一豪门 霍少的婚事 从宣布那一天开始 便是媒体界的热门焦点 在几天前 突然更换新娘的名字 更是掀起了聚焦的热潮 他们都想挖到第一手猛料 但他们今天从早上一直等到晚上 连新郎的影子都见不着 大家不禁纷纷猜测 难道这婚是糊了 游灵力坐在酒店的角落里 心里很担忧 这么晚了 霍烈成还没有找到苏庆欢吗 这婚礼恐怕是举行不下去了 他看着腕表里的时间 眉头紧皱 姐姐 沈英杰紧挨着他坐着 头一点点地靠在他的肩膀上 满脸困意地说 我想睡觉 我们回家好不好 主人家还没有宣布散席 我们还不能走 沈英杰 你坐好一点 大家都看着你呢 游灵力推推他的膀子 想让他坐好点 谁知道沈英杰顺势倒进他的怀里 两条有力的手臂紧紧搂住他的腰 把脸埋在他的胸前 用力地磨蹭 满足地说 还是抱着姐姐舒服 姐姐又香又软 我最喜欢抱姐姐了 游灵力的脸色一下子黑了 赶紧推着他的肩膀 焦急地说 沈英杰 你别耍流氓 赶紧起来 这家伙 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场合 他就这样抱着他腻歪 他已经感受到 周围不断传递过来的恶意 不要 我就要抱着姐姐睡觉 我困了 沈英杰力大无穷 他虽然智商低下 但脾气确实很强 他想做的事情 并不是那么容易阻止的 沈英杰 游灵力额头上的青筋抽动着 他扬高了声音 用力攥住拳头 握得咯咯作响 沈英杰不怕死地紧紧抱着他 丝毫不肯松手 倔强地说 我就要抱着姐姐睡觉 你 游灵力正想一拳揍过去 就在这时 一名保镖打扮的男子 出现在他们的面前 脸色清冷地说 沈助理 老爷想见你 沈英杰 你家老爷要见你 赶紧起来 游灵力看了一眼保镖 满脸尴尬 妈呀 大庭广众之下 被一个大男人紧抱着 还被蹭心口 真的好羞耻啊 他用力推着沈英杰 有些气急败坏 沈英杰抱得更紧了 不高兴地嚷嚷 老爷是什么东西 可以吃吗 盯着他的保镖 脸色有些变了 眼神有些愕然 眼前这个像个智障白痴一样的男人 是他们熟悉的金牌助理沈英杰 游灵力更加尴尬了 嗨嗨 他脑子受伤 出了一点意外 姐姐 我们回家睡觉吧 我要抱着姐姐睡觉叫 沈英杰使劲抱着游灵力 那街上昂藏的身躯 不断往他的身上蹭 姐姐的身体又香又软 他最喜欢了 抱着他睡觉 他特别踏实 游灵力的脑袋顿时轰隆一声 翘脸红的就像熟透了的红苹果 看着保镖变得暧昧的眼神 他有股想把沈英杰掐死的冲动 他撑大毛子 凶狠地瞪着他 语气凌厉地警告 沈英杰 你再不放开我 我就把你扔到太平洋去喂鱼 沈英杰被他一胸 眼睛瞬间湿了水汪汪 委屈的扁嘴 依依不舍地松开了紧抱着他的手臂 难过地说 姐姐好凶 保镖嘴角微抽 那怪异的表情就像活吞了一只老鼠 再次发出无声的疑问 眼前这个白痴 真的是他们熟悉的沈助理 游灵力伸手扶鹅 他已经窘迫地想挖个地洞 把自己藏起来 沈助理 请 保镖隐忍着 做了一个邀请的手势 干什么 沈英杰脸颊气鼓鼓地瞪着保镖 都怪他 他来了 姐姐就不让他抱了 他就是个坏蛋 被迁怒的保镖表示很无辜 他耐着性子说 老爷请你过去一趟 沈助理 请跟我走吧 你是谁啊 我又不认识你 我干嘛要跟你走 我要跟姐姐一起 才不要跟你走 沈英杰向他做了一个鬼脸 然后抱着游灵力的手臂 那嘚瑟的劲儿 就像是耀武扬威似的 看来他的脑子伤得不轻啊 保镖无奈地看着游灵力 游小姐 劳烦你走一趟了 看来沈英杰在霍家的地位不轻 游灵力想起他现在住的豪宅 车库里的豪车 还有那张象征着尊贵身份的黑卡 如果他惹得霍老爷不高兴 把这些东西都收回去 那他岂不是一无所有 他立即扯住沈英杰的耳朵 压低声音警告 霍老爷是你的大老板 你对他尊敬点 你得罪他 你的房子 你的车 还有你的黑卡 统统都要被没收 听到没有 为什么 沈英杰眉头皱成毛毛虫 满脸疑惑 那些都是我的东西 游灵力立即黑着脸瞪着他 你不听话 我就要生气了 沈英杰像得撒娇的孩子 在他的身上蹭了蹭 乖乖地说 姐姐不要生气 我听话 姐姐让我做什么 我就做什么 这才怪 游灵力伸手想摸他的脑袋 见眼前的保镖 用怪异的眼神看着他们 他赶紧把手缩回来 尴尬地说 可以走了 保镖领着他们 穿过宴会厅 来到一处安静的偏厅 霍震南坐在大厅的主位 长腿叠起 身体往后 靠在椅背上 一手搭在扶手上 一手夹着一根名贵的雪茄 既威严 又透着一抹惬意 看着躲在游灵力身后 好奇地张望的沈英杰 那一双不怎么显老太的精明锐眸 有些深沉地眯着 游灵力还是第一次 这么近距离地靠近霍震南 面对大佬 他的心跳很快 双腿有些发软 他用力把沈英杰 从自己的背后扯出来 干笑着说道 霍老爷 听说 您要见沈英杰 他的脑子中了枪 脑袋里积聚了很多淤血 他现在的智商 就跟一个六七岁的小孩子一样 沈英杰抓住游灵力的手 有些稚气的眼神 充满敌意地盯着霍震南 薄唇紧拧着 似乎很不喜欢眼前的人 透过寥寥的烟雾 霍震南灵力的视线盯着沈英杰 脸上的神情晦色难辨 他末地把手里的雪茄 塞进了烟灰缸 凌厉地吐出两个字 出去 游灵力的心顿时往下沉 吓得脸色发青 坏事了 看来霍老爷生气了 他赶紧解释 霍老爷 您不要生气 沈英杰不是故意惹您生气的 他是受伤了 才会变成这样 等他脑子里的淤血散开了 他就会恢复正常 保镖上前 淡淡地说 有小姐 我们家老爷 请让你出去 什么 游灵力瞪大眼睛 一时没有反应过来 保镖加重了语气 我们家老爷 有话跟沈助理说 请你先出去 游灵力顿时尴尬了 脸红得几乎要滴出血来了 原来人家是让他自己滚出去啊 他甘笑一声说 抱歉 我现在马上出去 沈英杰见他要出去 立即抓住他的手 也要跟着他走 游灵力安抚说 霍老爷有话要跟你说 你在这乖乖听话 我在外面等你 沈英杰焦急地说 不 我要跟姐姐在一起 游灵力看了脸色 有些铁青的霍震难眼 有点忐忑不安 他忍着难受 用力扯开他的手 神情严肃地说 你刚才说 要听我的话 这么快就不听话 想让我生气 沈英杰见他要生气了 一下子焦急了 用力摇头 一副想哭的样子 看着沈英杰那泪眼汪汪的样子 游灵力的心末滴一抽 有点心疼 担心他丢了饭碗 他还是硬起心肠 严肃地说 不许哭 你乖乖站在这里听老爷说话 我就不生气 霍震难莫地站起来 满脸不悦地盯着游灵力 谁允许你骂他了 感觉到霍老爷对自己不满 游灵力嘴角微抽 这是什么情况 感情他没有因为沈英杰生气 而是因为他生气了 沈英杰虽然智力低下 但他很敏感 一下子就感觉到 霍老爷对游灵力有恶意 他站在他的面前 虽然怕怕 却依然傲然挺立 鼓着脸颊 不高兴地说 老家伙 我不许你欺负我姐姐 看着眼前如参天大树一样 保护自己的男人 游灵力的心 就像被重锤狠狠地撞击了一下 妈呀 他突然变得好霸气啊 原来被男人保护得感觉这么甜 不过这霸气 是要付出代价的 分分钟丢了金饭碗啊 游灵力正焦急着 却见眼前那威严的霍老爷 先是愣了一下 随即哈哈大笑起来 他更担忧了 糟糕 他该不会气疯了吧 你笑什么 沈英杰满脸疑惑 霍正男脸去笑容 伸手拍了拍他的手臂 语气有些沉重地说 你为霍家做事 一向谨慎小心 战战兢兢 从不敢表露自己 你心里 对我一定有很多怨气吧 是我亏待了你啊 咦 这话风怎么突然变了 霍老爷这是 对沈英杰心怀愧疚 游灵力有些惊讶地 看着神色突然变得沉重的老人 心里浮现起了很多的疑问 沈英杰嫌弃地后退两步 躲开他的手 傲娇地说 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罢了 霍正男有些落寞地缩回手 看向游灵力 与其是温和了许多 游小姐 你帮我好好照顾他吧 游灵力有些受宠若惊 刚进来被他呵斥 吓得邪儿扑通扑通狂跳 现在突然变得这么温和 这大佬变脸的速度也太快了 他可怜的脸蛋 扬起灿烂的笑容 霍老爷 请您放心 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他 霍正男看了一眼保镖 保镖立即上前 拿出一张支票递给他 恭敬地说 游小姐 这是我们老爷给你照顾 沈助理的辛苦费 如果不够 你请讲 游灵力 这次真的被吓倒了 昨天霍列臣才给他支票 今天霍老爷又要给他支票 妈呀 他最近也太走运了吧 简直财神附体啊 他悄悄描了一下支票的金额 顿时瞠目结舌 哇塞 又是一百万 霍老爷 我是沈英杰的朋友 我照顾他是应该的 我不能收你的钱 游灵力眼巴巴地盯着 哎呀呀 一百万啊 游小姐 这是你应得 收了吧 游灵力拿着那支票 心里很兴奋 但又有点不好意思 红着脸说 霍老爷 我怎能收您这么多钱 我 霍正男回到椅子上坐下 拿起一杯茶 轻轻戳饮了一口 清缓的语气 却透着不容人拒绝的威严 游小姐 我或某人一想做事 说一不二 你不想要 可以直接扔掉 游灵力攥紧了手里的支票 扯出一抹灿烂的笑容 灵力就恭敬 不如从命 谢谢霍老爷 沈英杰一脸猛逼 为什么这么多人给姐姐钱 她立即抱住她的手臂 不死心地说 姐姐 我有钱 她的黑卡不香吗 为什么不用她的黑卡 嘘 别瞎说话 游灵力赶紧向她 做了一个噤声的动作 她可不想被人以为 她是贪钱的人 虽然她真的很爱钱 老爷 门外面一个庸人 匆匆走进来 来到她的身边 弯腰恭敬地禀告 林子雅小姐穿着婚纱 出现在婚庆大堂上 霍正男的脸色瞬间变了 立即站起来 匆匆往门外走去 新娘子来了 我们快去看新娘子 她记得 姐姐想去看新娘子的 游灵力嘴角微抽 林子雅可不是新娘子 她穿着婚纱来 怕是要搞事情了 沈英杰 我们赶紧出去看热闹 不知道霍列臣 找到苏静欢眉 等他们回来 今晚这里 就有一场大戏欣赏了 游灵力拉起沈英杰的手 匆匆走回婚庆大堂 里面的人正在议论纷纷 很是热闹 只见在那布置的奢华大气的舞台上 穿着一身名贵奢华婚纱的林子雅 脸上带着明媚瑰丽的笑容 欣喜地说 今晚真的很感谢大家抽空 来参加我和烈臣的婚礼 台下一片哗然 沈英杰扯着游灵力的衣服 伸手指着林子雅 满脸迷惑 姐姐 她是新娘子吗 为什么没有新郎 她明明记得 新娘子不是台上那个女人 还是她的脑子又不好使 记错了 看着舞台上的林子雅 游灵力撇了撇嘴角 鄙视得轻横 她是哪门子的新娘子 新娘是欢姐 不是她 这女人脸皮真厚 自己披着婚纱就来了 要是等会霍裂臣和苏静欢来了 她就尴尬了 沈英杰似懂非懂 伸手挠了脑脑袋 突然眼睛亮晶晶地看着游灵力 一把抓住她的手 满脸兴奋 姐姐 我也很喜欢你啊 你可以当我的新娘子吗 游灵力没想到她会这样说 脸一下子红了 赶紧伸手捂住她的嘴巴 窘迫的低声警告 沈英杰 你不说话 没人当你是哑巴 这里记者这么多 她不想明天上头条 嗯嗯嗯 沈英杰被她捂住嘴巴 说不出话来了 但她不达目的不罢休 她迅速扯开她的手 然后拉住她的手臂 扒开人群 就往舞台上跑过去 沈英杰 你想干什么 那里不是你能去的地方 不要拉着我跑过去 你快放开我 游灵力气急败坏地怒吼 沈英杰不理会她 就像是一头蛮牛一样 直接把她拉到了舞台上 沈英杰 这是你能来的地方吗 赶紧给我滚下去 林子雅看着她们上来 脸色瞬间绿了 沈英杰看着她头上戴着的头沙 眼睛一亮 快步上前 一手就把她扯下来 脸上带着高兴的笑容 姐姐说你不是新娘子 该滚下去的人是你 你快点滚下去 我姐姐才是新娘子 我要跟我姐姐结婚 沈英杰把那华丽的头沙扯下来 迅速披在游灵力的头上 脸上的笑容灿烂的就跟花似的 林子雅脸色铁青 声音有些尖锐的怒吼 沈英杰 你这个该死的混蛋 你竟敢摘我头沙 你想死了吗 你又不是新娘子 就不给你带 我要姐姐当我的新娘子 我就让她带 沈英杰向她做了一个鬼脸 她讨厌这个女人 就讨厌她 这家伙 游灵力头上突然被她盖了头沙 又气又好笑 又感到很羞耻 她赶紧伸手把头沙摘下来 满脸尴尬 林小姐 不好意思 还给你 我听说她变成白痴 原来是真的 你还不赶紧带着 这丢人现眼的低脑滚下去 看着就让人讨厌 每天死这么多人 她怎么不去死 竟敢来捣乱她的婚礼 她就该死 林子雅的眸光 充满了鄙夷和阴狠 语气更是尖酸刻薄 她伸手刚想把头沙拿走 本来打算把头沙还给她的游灵力 一听她这话 脸色瞬间变了 迅速把手缩回来 生气地说 林小姐 你明知道她是因为受伤 才变成这样的 你何必这么恶毒诅咒她 她现在就跟一个六七岁的小孩子一样 林子雅眯着深沉的眸子 讽刺地冷笑 你算什么狗东西 她是个低脑 你还粘在她的身边 你是贪她的钱吧 我听说她 虽然只是个助理 还挺有钱的 连一个低脑都不放过 你的手段也蛮厉害的 把一个低脑的钱财占为己有 总比去外面卖来的容易 游灵力用力攥住拳头 生气地大声说 林小姐 你的嘴巴这么臭 你今天没刷牙吗 你敢骂我 林子雅顿时气疯了 仰起手掌就想打她 坏女 我不准 你打我姐姐 沈英杰见她欺负游灵力 立即上前 伸手往她的身上一推 沈英杰生气了 她的力气很大 林子雅差点被她推倒在地上 她气急败坏地怒吼 你这个该死的低脑 你竟敢推我 你想死了吗 保镖 还不赶紧上来 把这两只不知所谓的疯狗拖下去 我不想死 但我不能让你欺负我姐姐 沈英杰抬头挺胸 她是男子汉大丈夫 她才不怕她这个恶婆娘呢 游灵力赶紧拉住她的手臂 焦急地说 沈英杰 你不要闹事 在宴会厅的林家保镖想上去 但他们刚动 就被霍家的保镖拦住了 这里是我们霍家办喜事的地方 谁敢在这里捣乱 珍妮眯着冰冷的毛子走过来 威严地说 把他们赶出去 这里是霍家的地头 林家的保镖 哪敢在这里闹事 只得信信然地退出了宴会厅 在另一边 霍震南看着舞台上的一场闹剧 眉头紧皱 老爷 要去把沈助理带下来吗 保镖在一旁 低声询问 这好端端的婚庆宴会 现在变成了演小品会场似的 霍震南黑着脸 满脸不悦地说 把他们统统赶走 今晚的婚礼取消 让大家都散去吧 真的太不像话了 保镖为难地说 老爷 少爷下了命令 在他回来之前 不能取消婚礼 现在都几点了 他能来早就来了 赶紧去 这不孝子 嫌他们霍家的黑料不够多 现在又给全城的人 提供了茶余酒后的销量 属下马上去 保镖赶紧带人上去 保镖队长上前 看着脸色发青的林子雅 客气地说 林小姐 我们老爷请你离开宴会厅 林子雅往后退了一步 大声说 我是新娘子 凭什么让我离开 我不离开 我要等霍裂尘来跟我举行婚礼 我们走 游灵力赶紧拉着沈英杰下去 走了两步 看到手里的投杀 他用力向林子雅丢去 投杀还给你 他说完 拉着还气愤不已的男人 匆匆走下舞台 林小姐 今晚没有婚礼了 老爷让我宣布取消婚礼 你走吧 保镖好言相劝 林子雅焦急地说 不 不能取消 霍裂尘一定会来娶我 林小姐 少爷已经跟少奶奶领结婚证 你何必这么执着 请走吧 保镖拿起话筒 面对着台下的观众 大声说 很抱歉 今晚我们家少爷出了意外 这婚礼要取消 谁说婚礼要取消 莫第一把低沉魂厚的男子嗓音 在大门前威严霸气地传来 大家迅速回头望去 看着眼前的一幕 纷纷鼓起了热烈的掌声 他终于回来了 林子雅迅速抬头望去 只见在那 铺着红毯的通道上 穿着一身轻奢贵气西装的男人 浑身散发着王者霸气 迈开长腿 陈文有力地走进了宴会厅里 他脸上刚露出喜悦的笑容 下一秒就瞬间冻结了 他的视线落在男人怀里的女孩身上 拳头握得咯咯作响 眼里露出狂暴的怒火和恨意 苏静欢穿着一身 洁白无瑕的拖夜婚纱 腹白胜血 天生励志的盛世美颜 并没有像别的新娘画上浓妆 而是画上了清雅淡素的淡妆 为他倾国容颜锦上添花 清媚的眸子 练艳着美艳动人的笑意 白皙的脸颊 如唐瓷娃娃般 让人移不开眸光 他巧笑倩兮的 在霍裂城的怀里 眉目流转间 动人心魄 小远在一旁 为他挽着拖夜在地上的婚纱裙摆 帅气的小脸上 净是灿烂的笑容 姐姐和姐夫 终于要举行婚礼了 他高兴啊 霍少怎么走进来了 他的双脚不是瘸了 只能坐在轮椅上吗 他脚上并没有安装甲脂 他是真的站起来了 还抱着新娘子进来 霍少就是霍少 做事绝对出人意表 这婚礼上 一个新郎 却出现了两个新娘子 这怎么搞 这一下子有好戏看了 一直在暗处观察着 并没有出面 来收拾烂摊子的霍夫人 看着自己儿子 像正常人一样 走进宴会厅 他满脸的愕然 这是怎么回事 珍妮上前 高兴地说 夫人 少爷能够站起来 像正常人一样 是好事啊 不管出于什么原因 他能够站起来就是好事 我明白了 霍夫人看着监控 用力握住椅子的扶手 神色黯然地说 我这个儿子啊 做事真的很 为了报复 我伤害他心爱的女人 他竟然委屈自己 去当一个 只能坐在轮椅上的瘸子 我输了 夫人 你不要这样想 现在少爷跟少奶奶回来了 婚礼要开始了 珍妮知道 他现在的心情 一定很复杂 他轻声提醒 霍夫人看着监控力 霍列诚刚好低头 看着苏敬欢 他隔着电波 都能感觉到 从他身上散发出来的深情 他突然有点释怀了 脸上露出一抹笑容说 我儿子就这么一点地方向我 我儿子的婚礼 怎能缺少我这个正婚人 赶紧去 是 夫人 他终于想通了 珍妮心里松了一口气 他真怕她想不开 连自己儿子的婚礼都不想出席 霍夫人走到门口 随口问 对了 他呢 老爷一早就到酒店里候着 他现在也该出来了 如果夫人能够跟老爷重修就好 那就真的皆大欢喜了 霍夫人冷笑 那老不死 他没有带那狐狸精来吧 珍妮立即说 夫人 你放心 老爷并没有带其他女人来酒店 霍夫人眼神凌厉地说 算他还实体面 今晚是我儿子举行婚礼 他敢带一些乱七八糟的妖艳剑获来 看我怎么收拾他 他们刚走出门口 刚好霍震男也从对面的偏听出来了 两人四目相对 顿时电光四闪 在短短几秒钟内 便用眼神交锋了无数次 远远就听见你在说我的坏话 在你的心目中 我就是这么没分寸的人 霍震男玩弄着手指上的玉斑纸 脸上露出一抹嘲弄 霍夫人收回寒冰室的眸光 冷冷地说 我今天不想跟你吵架 你不要挑衅我 我也不想跟你吵架 霍震男来到他的身边 抬起手臂 挑眉说 为了咱们的儿子 霍夫人冷逆了他一眼 轻轻抬起手 挽住他的手臂 满脸嫌弃地说 我也是为了儿子 为了儿子 脸上的笑容灿烂点 别整个苦瓜干的嘴脸 来喊惩人 霍震男年纪不小 但保养得很好 脸上没有多少皱纹 跟霍裂臣站在一起 别人不知道 还以为他们是两兄弟 霍夫人脸上 慢慢扯出一抹雍容的微笑 他全身都是其他女人的味道 让他厌恶想吐 不过为了儿子 他会演好自己的角色 珍妮看着他们 洋装恩爱的背影 不禁摇头叹息 貌合神力的夫妻 再怎么装 也只有一个字 那就是尬啊 在宴会厅里 林子雅称大毛子 瞪着警报苏静 花而来的男人 他的身体在颤抖着 就像寒风中的落叶 他脸色苍白地伸手指着他们 霍裂臣 你根本就没有瘸 你骗我 是吗 霍裂臣抱着肃静欢上了舞台 这才轻轻把他放下 手轻轻抚平他婚纱上的褶皱 连看都没看林子雅一眼 唇边泛起讽刺的冷笑 我是没瘸 不过我没骗你 你不要在这自作多情自取其辱 我想娶的人 有始至终都是欢欢一个人 他算老几 他压根就不在他的视线范围内 何曾谈的上片 霍裂臣 你怎能这样对我 林子雅俯弄着身上的婚纱 嗓音嘶哑地说 这是我为你穿的婚纱 我花了很多心思去做的 上面的一针一线 都是我自己去缝制的 我一直期待着这一天 够了 我不想听你说话 也不想看到你 你是想自己下去 还是被撵下去 他的话没能让男人有丝毫的动容 反而让他厌烦和不屑 苏静欢唇角微钩 似笑非笑地说 人家好歹对你一片痴心 你这样伤他的心 你不怕被雷劈啊 这男人真是无情啊 霍裂臣修长有力的手臂 还住他的腰 看着他 俊美无助的脸上 你放心 被雷劈的时候 我一定会拉着你一起 苏静欢轻斥了一声 下巴微扬 这是你自己惹来的烂桃花 干嘛要我去承担 我才不干呢 霍裂臣末的收紧手臂 居高临下俯看着他 你已经嫁给我 跟我夫妻一体了 我的事就是你的事 这种时候 你想撇清关系 太晚了 看着他们肆无忌惮地轻轻我我 大秀恩爱 林子雅内心的恨意更高涨了 今晚的新娘子 本该是他啊 都怪他这件人 是他坏了他的好事 他该死 他目露凶光 脸色猙獰 莫得抽出了一把锋利的匕首 向着苏静欢刺去 贱人 你去死 大家看着林子雅突然发难 都惊得倒抽一口冷气 纷纷惊叫出声提醒 小心 那匕首在灯光下闪闪发光 那是削铁如泥的锋利 被他刺中 必定重伤 苏静欢惊恶地张开小嘴 瞳孔墨地紧缩 他还没反应过来 突然腰间一紧 他被霍裂臣抱起来了 男人长腿一踢 林子雅重重摔落在舞台下 身上的骨头 就像要摔断似的 痛得他一压咧嘴 泪水飙出来了 保镖迅速上前 把他压制在地上 你们干什么 放开我 快放开我 林子雅剧烈地挣扎 冲雪的眼睛瞪大 死死地盯着他们 霍裂臣轻轻放下苏静欢 来到舞台边上 深邃狭长的黑眸 染着凌厉的戾气 眸光阴质冷酷地逆着他 命令 把他送去警局 竟敢在众目睽睽之下 拔刀伤人 不给他一点教训 他真以为他霍裂臣的妻子 可以任意被人欺负 林子雅激动地大声说 霍裂臣 你不能这样对我 是你对不起我 是你欠我的 他不想坐牢 他不可以坐牢的 不要把你造的孽 转移到别人身上 要不是念在霍林两家的交情上 你早就死无葬身之地了 我不想在我的婚礼上 见到血 把他带走 霍裂臣深沉地说完 轻轻退回舞台上 回到苏敬欢的身边 保镖立即抓起林子雅 迅速网咽回厅大门口离去 林子雅目露凶光 脸色猙獰的大吼 霍裂臣 你对我这么残忍 我诅咒你们 你们不会有好结果 你们一定不会白头偕老 你们的孩子 不会降生到这个世界上 你们会断子绝孙 你吵死了 保镖再也忍无可忍 弯腰脱掉鞋子 把臭袜子脱下来 揉成一团 塞进他的嘴巴里 这保镖的臭袜子 也不知道多少天没有洗 臭气熏天 林子雅被熏得直翻白眼 差点晕倒过去 看着被保镖带走的林子雅 肃静欢心头大时 总算是放下了 仰手看着身边就像大树一样 能够为自己遮风挡雨的男人 脸上扬起明媚动人的倾国笑容 经过今晚之后 他就是他名正言顺的妻子 此刻他内心充满了幸福的泡泡 他希望幸福的时光 能延续到下辈子 他正想着 突然眼睛一亮 他伸手扯着男人的衣摆 脸上露出了惊喜的笑容 霍烈臣 你看 霍烈臣低头看着他 深邃的眸子染着一抹深情 性感的唇角微弯 提醒 你该叫老公了 眸光顺着他手望过去 只见在热烈的掌声中 他的父母穿着华丽高贵的喜庆礼服 携手而来 脸上带着雍容的笑容 向来宾点头示意 嘿嘿 苏静欢敏唇倾笑 这老公他还叫得不顺口 他轻声说 你爸妈今晚看起来很恩爱的样子 霍烈臣也没一条 淡淡的说 装的 他们不想在人前丢脸 也不想被人多猜几把了 其实他们挺般配的 如果他们能够摒弃前嫌 也算是一对挺好的抗力啊 他们毕竟夫妻多年 就算貌合神离 依然很有默契 霍烈臣的眸光危暗 似乎是想到了什么 低沉的嗓音更深沉了 不可能 他们之间埋了一颗炸弹 这颗炸弹早晚都会爆炸 为什么 苏静欢收回眸光看着他 满脸惊讶和迷惑 他们最大的问题就是霍少轩 如今他已经不在了 他们还有什么执着的 霍烈臣伸手揽住他的肩膀 没有回答他的话 看着携手一步一步走上来的父母 微微一笑 不管如何 在他的大喜之日 他们能够做到这一步 他已经很欣慰了 总算是人到齐了 负责婚庆的金牌司仪 赶紧上台来 开始主持婚礼仪式 他已经在台下等了大半夜 冷汗都湿透衣服了 真怕今晚这场婚礼无疾而终 活泼欢快的婚礼 进行曲响起了 霍夫人的眼睛有点湿润了 他此刻的心情很复杂 既高兴又忧伤 他的儿子终于成家立世了 他盼望着这杯儿媳妇茶 已经盼了很多年 再高兴之余 他又想起了自己的大儿子 他亏欠了他一辈子 至今还没有查出谋害他的凶手 没没想到 他的心就很痛 今晚是我们儿子的大好日子 你别丢人现眼 见他一副想哭的样子 霍震男用力掐了一下他的手 眯着瑞丽的眸子 低声警告 霍夫人抬起手 轻轻擦去眼角 不小心滑落的泪水 冷冷地说 我这是喜极而泣 哼 霍震男不以为然地冷哼 他跟他做了这么多年的夫妻 不是白做的 他一定是想起那孽种 想到自己无端端 给肩膚养了这么多年的便宜儿子 他的气就不打一出来 儿子要宣读誓词了 你不要在这时候跟我发疯 霍夫人瞪了他一眼 然后转向了 准备宣读结婚誓词的儿子 霍列臣拉起了苏敬欢的右手 凝视着他的眸光 深情真挚 我郑重发誓 接受你成为我的妻子 从今日起 无论贫穷与富有 无论祸福 贵贱 疾病还是健康 我都爱你 真是你 直至死亡 他珍重地把闪耀璀璨的戒指 套进他的手指里 轻轻握着 低头珍重的亲吻 深邃的眸子 充斥着浓得化不开的柔情 苏敬欢仰手望着他 白皙的脸上 绽放着娇艳俏丽的笑容 轻眉的眸子 练艳着幸福的光 在他们的眼中 仿佛全世界只剩下他们 站在边上的小远 使劲地拍着小手掌 脸上满是灿烂如光的笑容 看着姐夫跟姐姐举行婚礼 她是真的高兴 她激动地蹦跳起来 就在这时 一个有点鬼鬼祟祟的年轻男子 正在往后退 姐姐 小远兴奋地喊着 突然砰的一声 一股力量撞在了她的背上 她脚下一个亮呛 咚的一声 摔倒在地上 她顿时觉得眼前发黑 熟悉的眩晕感袭来 不小心把她撞倒的年轻人 赶紧伸手把她扶起来 见她脸色发白 顿时吓了一跳 小朋友 你怎么样 小朋友 她发誓她真的不是故意想撞她 她是在这婚礼上 待着太无聊 想溜出去玩 却不想不小心撞倒她 啊 头晕 小远喘着气 看着眼前这陌生的年轻男子 脸上露出一抹讶意 你 你长得跟我妈妈好像 年轻人顿时一愣 随即笑了 人有相似 有什么奇怪的 你头晕 我带你去找服务员涂要游吧 小远伸手揉了揉额脚 摇头说 没关系 我以前经常会晕 没事的 你真的没事 年轻男子看着她 不放心地确认 我没事 新娘子是我姐姐 她很不容易才能跟我姐夫举行婚礼 不能让她担心 小远懂事地说 你真懂事 既然你没事 那我走了 趁着老头子还没发现 赶紧溜 小远轻轻点头 你走吧 年轻人立即松开扶住她的手 猫着身子 匆匆跑出去了 小远 苏震熊见她摔倒 从另一边匆匆赶来 苏静欢让她好好照顾小远 如果她出了什么事 她一定会怪她故意疏忽 她看着那匆匆而去的年轻男子 心里突然有了一股说不出的感觉 她看着她的背影 眉头紧皱 叔叔 小远伸手指着那年轻男子 那个大哥哥 长得跟妈妈好像 是吗 苏震熊威耸肩 可能人有相似吧 她也这么说 小远点头 不再放在心上 看着苏静欢 已经和霍烈臣 互相交换了戒指 她兴奋地拍着小手 激动地说 姐姐和姐夫好幸福啊 苏震熊抬头看着她们 老脸满是欣慰 她这辈子太对不起她了 如今她密得如意郎君 她也算是放心了 在台上 苏静欢晃了晃 葱根般白皙柔嫩的小手 在大家热烈的掌声下 压低声音抱怨 你这戒指太沉了 压得我手指好酸啊 霍烈臣握住她的手 那戒指上镶嵌了鸽子弹钻戒 的确是有点大 她低声轻笑 也就现在带着走过场 等会你就可以摘下来 带里面那个小巧点的 看着她那娇柔的小手 被那戒指压得惨兮兮的 她也心疼啊 幸好还有个小的 每天戴着这巨型戒指 也太吓人了 她晃了晃白嫩的手 对这没足以令女人 为之疯狂的鸽子弹钻戒 一点都不感冒 她还是喜欢轻盈简约的 霍烈臣握着她的手 凑到她的唇边亲吻 这时已经是凌晨 知道她已经很累 她拉着她走下舞台 从后台离去 她想做的事已经完成 再也没有留下来的必要 烈臣 见到他们要走 霍夫人匆匆追赶来 面对着曾经给自己吃尽苦头 如今却成了自己婆婆的霍夫人 苏静欢的心情是复杂的 霍烈臣停下脚步 慢慢转过身来 看着她 淡淡地问 还有事吗 我知道你怨恨我 如今你已经得偿所愿 娶你最想要的女人 你毕竟是霍家的继承人 我必无所求 但我想 霍夫人的视线 落在苏静欢的身上 放低了姿态 用恳求的语气说 静欢 我儿子是天之骄子 他身上背负着整个霍家 我不能让他成为锦诚的笑话 你懂吗 他们结婚了 丈夫住在妻子的娘家里 意味着她摒弃了自己的尊严和骄傲 成了入赘女婿 将会被人看不起 这霍夫人眼睛也是精明 知道主动权在苏静欢的手里 苏静欢眨着无辜的水眸 红唇微起 有些懒洋洋地说 婆婆 你这话可就折杀我了 双腿 长在你儿子身上 他想去哪注视他的自由 我可管不住 他伸手轻轻抚摸着自己的肚子 唇角微翘 泛起一抹讽刺的冷意 当初他还不知道自己怀孕 差点喝了他的打胎药 这笔账 他还没有跟他算 他的孩子好不容易在他肚子里 熬过了这么多劫难 他不想再冒险 霍夫人这么精明 怎可能看不出来 他想表达的意思 眸光有些黯然 少奶奶 你不要怪夫人 其实当天 是我自作主张的 那时候 老爷指定让林子雅当少奶奶 我不想这婚事节外生枝 擅自吩咐厨子 给你熬了打胎药 这是夫人毫不知情的 珍妮护主心切 把责任扛在自己的肩上 霍裂臣的拳头墨地钻井 眼底闪过一抹灵力的寒意 那天不是他激紧发现 凉茶有问题 他们的孩子 恐怕已经不饱 苏静欢怕他忍不住发作 赶紧握住他的手 俏丽的脸上 扬起风轻云淡的笑意 以前的事 我不想追究了 我现在 只想待在娘家好好养胎 等孩子出生了 我会带着孩子回去的 霍家人多复杂 他还是想待在 自己熟悉的地方养胎 他的孩子经历太多了 他不想再让他受折磨 霍夫人脸色微沉 他都已经低声下气来求他了 他竟然还不识好歹 我想住在哪 是我的选择 跟任何人没有关系 静欢 我们走 看出他不悦 霍烈臣也不想再跟他啰嗦 牵起妻子的手就走 大哥在的时候 他没有管过他 现在大哥不在了 他想掌控他的人生 根本不可能 看着他们毫不留情离去的背影 霍夫人气得用力 把后台的椅子 推倒在地上 我就是想让他们搬回来住 有这么难吗 珍妮上前扶住他 轻声劝 夫人 你别生气 少奶奶选择住在娘家 只是担心孩子 她不是说了吗 等孩子出生了 她会回来的 你耐心等等吧 霍夫人更生气了 她肚子里的孩子 咳了一声 有点尴尬了 霍夫人就没有善待过少奶奶 一直想除掉她肚子里的孩子 这种违心的话 让她怎么说好呢 就在这时 一把轻盈的女子嗓音轻轻响起 霍夫人 你想知道 真正害死轩少的凶手吗 霍夫人浑身一颤 她慢慢转过身 看着眼前的女子 眸光渐渐变得冰冷阴质 苏敬欢走了几步路 就已经感到很疲惫了 脚踝更是酸痛酸痛的 她伸手扶着肚子 眉头微皱 忍不住自嘲 她这是未老先摔的节奏 霍列臣见她走路的姿势 便知道 她肯定是太累了 立即伸手搂住她的腰 用力把她打横抱起来 外面有很多记者 苏敬欢的身体突然凌空而起 她赶紧伸手搂住她的脖子 看到前面很多记者 正在对着她们拍摄 她脸红的压低声音说 不是做偷偷摸摸见不得光的事 她们想拍 就让她们拍个够 幸福怕什么被人拍 霍列臣严谨地整理了 移下她身上的裙摆 把她遮掩得严严密密 连一寸肌肤都射不得露出来 苏敬欢仰手看了她一眼 随即轻笑 既然她都这样说了 她还有什么好矫情的 她一手勾住霍列臣的脖子 仰起另一只手 向着正在偷偷拍摄的记者 挥手打招呼 嗨 各位记者朋友 你们拍的角度抓好点 发出去的时候 记得先修图 如果我发现 你们发我的图出去 把我拍得丑丑的 到时候 我是要发律师信的 她这话是笑眯眯地说的 但话里 那犀利的意思 却是让人不寒而栗 果然不愧为霍家 心境少奶奶 气场一开 无人能敌 谁不知道 霍家在景城有权有势 谁敢得罪啊 这律师信一出 肯定没有人能逃的了 不过 她这也是默许了 让他们拍 大家也不躲藏了 纷纷现身 躺着机器光明正大的抓拍 少奶奶 放心 我们报社有高级的资深修图师 所有从我们报社 留出去的照片 都必须是精修图 更何况 像少奶奶这样几千年难得一遇的大美人 随便抓拍 都已经是顶级的精修图了 少奶奶天生丽质 厌绝群芳 修图只是锦上添花 我们知道该怎么做 我当记者这么多年 拍过这么多新娘子 就属少奶奶美得最惊艳 大家争先恐后的奉承 把苏靖欢夸成了 天上有地下无的角色大美女 哪个女人不喜欢听别人赞美啊 她笑得更灿烂 大方帝让大家拍 本来很不喜欢出现在美光灯下的男人 见怀里的小女人 宠妮放缓了脚步 既然她喜欢 身为她的丈夫 她怎能不配合 在圣妖的指挥下 保镖赶紧冲上前 把汹涌的记者阻挡在一定的距离外 不让他们靠近 霍少跟少奶奶传奇的爱情故事 快知人口 今天总算是修成正果 有情人终成眷属 少奶奶 你们亲一个呗 大家立即起哄了 撒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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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太得寸进尺了 苏靖欢哥哥的娇笑着 在上车前 她突然扬起下颚 亲上了男人性感的薄唇 她今晚心情好 有求必应 哇 好甜 太帅了 耀眼的美光灯 立即闪烁不停 热烈的口哨声响彻夜空 俊男美女撒糖啊 他们被甜到了 霍列臣抱着她 迈着沉稳的脚步 弯腰上车 看着怀里笑得花似的女人 唇角微翘 不害羞 竟然在这么多人面前亲她 我亲我老公 为什么要害羞 苏靖欢坐在她的大腿上 细长的手臂勾住她的脖子 亲媚的眸子恋艳着璀璨的笑容 而且她这是顺应名义撒糖啊 看着男人性感的让人心窝 酥软的薄唇 她忍不住又亲了一下 这样就够了 想撒糖 蜻蜓点水怎能让人满意 男人的眸光瞬间变深了 苍镜有力的手掌 墨地扣在她的后脑勺上 随即低头 以狂似霸道之姿 附在她娇艳欲低的红唇上 开始了辗转缠绵的热吻 在外面依然不放弃拍摄的记者 看到这一幕 立即炸开锅了 赶紧汹涌而上 抢占先机 疯狂拍摄 在前面开车的圣妖嘴角微抽 就算要恩爱 也不急在一时啊 幸好现在已经是深夜 路上的车辆很少 在保镖积极地开路下 她才得以突破记者的重围 赶紧飞驰离去 霍列沉稳了她很久 直到她快要窒息了 她才轻轻松开她 薄唇抵在她的额头上 平稳着有些不稳的气息 她的身体已经紧绷了 为她而鼓动起来 苏静欢眯着荡漾迷离的水眸 白皙的脸颊布满了红云 被吻得微肿的红唇 娇艳欲滴 她的小手捉住她的衣服 媚眼如丝 吐气如蓝 来人赤裂的手掌 在她的发烫的脸颊上 暧昧地骂撒着 你这磨人的小妖精 想跟我洞房了 苏静欢心神一荡 去了一眼前作的圣妖 红着脸清脆 我猜没有 霍列沉骨节分明地 长指在她吹弹可破的脸颊上 轻轻掐了一下 轻哼 没有还挑逗我 明知道她在她面前的定力 不堪一击 苏静欢的脸更红了 仰起拳头 向着她的胸膛轻轻一捶 压低声音抗议 车里还有别人呢 霍列沉低头靠近她的耳边 低沉浑厚的嗓音 透着一抹鱼 为夫怎么不知道 原来小娘子也会害臊 以前谁爬上车 主动诱惑我 那一次闹别扭 在风雨摇摆的夜晚 她爬上车诱惑她 让她固若金汤的定力 瓦解得一丝不剩 对她的怒意也消失殆尽 她这辈子自诩冷静过人 泰山崩于潜色不变 自从遇上就变得不堪一击 她总有办法 让她这个铁石心肠的男人 变成绕纸柔 苏静欢的脸又红又燥 那次她为了报复霍夫人 偷偷拿轩绍和她的样本 去做了亲子鉴定 她知道她很生气 她以为他们没有以后了 所以她抱着最后一次放纵的念头 大胆地诱惑她 谁知道这男人这么厉害 在车上差点把她折腾死了 不管怎样 是她主动的 先了者见 她认了 她把头埋进她的怀里 羞耻地无法为自己辩解 男人身上散发出来的荷尔蒙气息 强烈霸道地营绕在她的身上 让她全身的力气都化光了 不管她此刻想对她做什么 她都无法抗拒了 妈呀 真的太甜蜜了 看着霍烈臣抱着苏静欢 从闪烁华丽的美光灯中 洒爽地走过去 游灵力的少女心已经炸裂了 沈英杰歪头 看着春心荡漾的游灵力 皱眉 姐姐 你坏坏 你偷偷吃糖 不给我吃 游灵力下意识地伸手抹了一下嘴角 回头腻着她 你说啥呢 我哪有偷偷吃糖 不给你吃 她虽然是个吃货 但也不至于背着她这个白痴偷偷吃 自从把她捡回来后 她有好吃的都先给她吃 她什么时候毒食了 这混蛋真没良心 你就有 沈英杰盯着她的嘴巴 她刚才明明说很甜蜜的 还想骗她 没门 借 跟你说你也不明白 散场了 咱们回家睡觉去吧 这场婚礼折腾到了大半夜 真的累死人了 幸好 婚礼总算是顺利举行了 游灵力说完 转身往停在边上的机车走过去 这一片驱停的都是豪车 她那辆机车看起来真的太寒酸了 她恨不得赶紧走 她走到机车旁 刚想拿钥匙 跟在她背后的男人突然 就像是发神经似的 一把抓住她的手 把她转过来 气呼呼地说 你就偷吃糖了 你还骗我 游灵力毫无准备 被她一拉一扯 身体一歪 跌进了她的怀里 她身上的肌肉很结实 她就这样被她扯住撞上去 把她的鼻子都撞痛了 她赶紧伸手抵在她的胸膛上 仰起头 有些恼怒地瞪着她 沈英杰 你压得五行欠打呀 我说没有就没有 你有完没完 嗯 她的话还没说完 沈英杰突然低头稳住了她 她修长有力的手臂 还住她的腰 把她牢牢地困在她 结实宽敞的怀里 不让她逃脱 嗯 游灵力被她突如其来的 吻惊吓倒了 她似乎真的以为 她偷吃了糖不给她吃 她在她的嘴里寻找着 用她的舌 这混蛋 又在借傻占她的便宜 还这么火辣 游灵力抵住她的胸膛 用力挣扎 想推开她 沈英杰长得高大 而且还是练家子 孔无有力 她只是用一只手 就能轻易地把她困住 她在她的小嘴里找啊找 糖是没找到 但她的小嘴真的甜啊 她本能地准闻起来 压根已经忘记了 自己就想找糖的事了 游灵力被她吻得双腿发软 脑海里就像是塞了棉花似的 轻飘飘的 早忘记了要挣扎 原来被人身吻是这么美妙的 仿佛全世界只剩下他们两人 她眼中的她 已经不是那个 只有六七岁智商的男孩 而是个成熟稳重 有魄力的男人 直到一束刺眼的车灯照射过来 游灵力这才惊醒过来 赶紧用力推开沈英杰 看见前面一堆人 正看着他们笑得暧昧的样子 她又气又恼 跺了跺脚 沈英杰 你这个混蛋 臭流氓 你怎能强吻我 你 沈英杰舔着唇 透着一抹稚气的俊脸上 扬着质得一满的满足傻笑 好甜 姐姐的嘴巴吃起来真甜 比糖还要甜 你 你还说 游灵力的嫩甲已经烧红了 听着那些人轰然大笑 顿时觉得委屈极了 她微咬牙 扬起手往她的脸上一刮 愤怒地说 臭流氓 我不理你了 她吼完 立即迈开脚步 匆匆跑了 姐姐 你为什么打我 沈英杰站在那挨了一巴掌 伸手摸着活啦啦痛的脸颊 委屈的眼泪汪汪 她做错了什么 等她反应过来 游灵力已经跑得不见踪影 她赶紧撒腿追上去 焦急地喊 姐姐 你去哪了 不要丢下我 姐姐 她虽然被打了 但她心心念念的 还是游灵力 这里的人她都不认识 她只认识她 游灵力一时冲动 打了她一巴掌 又跑得老远 被叶峰一吹 乱哄哄的脑袋 慢慢平复冷静下来 她转过身 这才发现自己跑了好几条街 周围冷冷清清的 她把她自己一个人丢在那里 她肯定害怕得要死 说不定现在正蹲在地上哭 她现在的智力 还只是个孩子 她以为你嘴里有糖 她才会吻你 你跟她计较什么 游灵力伸手敲了敲自己的脑袋 赶紧折回去找沈英杰 她最近越来越暴躁了 一点小事都能引爆她的神经 那片区的豪车 基本已经开走 只渔下那威风凛然 一只独秀的重型机车 周围的人也散去了 游灵力焦急地张望着 人呢 人潮散去了 沈英杰也不见了 游灵力看着周围冷清清地 顿时双腿发软 通体声寒 她焦急地大喊 沈英杰 你在哪 沈英杰 你快点给我出来 沈英杰 你再不出来 我就要生气了 周围很安静 她的声音在夜空中回响着 但就是不见有半点回应 游灵力更焦急了 她一个智商只有六七岁的人 她能跑哪里去啊 她怕她碰到坏人 更怕她碰到人贩子 即使连她自己都觉得可笑 她就是担心她 担心的心都炸裂了 沈英杰 我不会再打你了 你回应 我一下好不好 姐姐错了 我保证我以后真的不会再打你 你快出来 游灵力焦急的泪水 都快要飙出来了 她心里充满了愧疚 她刚才怎能打她 怎能抛下 她自己一个人跑了 沈英杰 你出来 你快出来啊 游灵力在路灯下焦急地大喊着 四处张望着 眼眶泛红 泪水在眼眶里打转 她到底跑哪里去了 就在她惊慌彷徨的时候 在前面的小巷里 突然传来一阵凶狠的狗吠声 跟着一个高大的人影 迅速从前面狂奔出来 一边跑一边凄惨地大叫 啊 狗咬我啊 救命啊 姐姐救我啊 看着迅速从小巷子里 逃窜出来的男人 游灵力当场僵住了 姐姐 有狗咬我 救我 沈英杰看见她 惊喜过望 迅速向着她跑去 没有留意 路上有香蕉皮 沈英杰 小心 游灵力看着地上的香蕉皮 一边冲过去 一边大声提醒 但她太得意忘形了 她只想快点 跑到她的身边去 脚踩在了香蕉皮上 脚下一滑 随着轰隆一声巨响 她结实的身躯往后扬倒 后脑勺着地 一抹烟红的鲜血 在地上蔓延开 沈英杰 游灵力迅速奔到她的身边蹲下 看着地上那一出来的鲜血 吓得手脚冰冷 活都飞了 姐姐 痛 好痛 沈英杰抬起手 抓住她的衣服 脸上的血色进退 眼前阵阵发黑 炫愈 游灵力回过神来 赶紧拿出手帕 按住她后脑勺上的伤口 想打电话叫救护车 这才发现 手机一在了别墅里 她焦急地张望着 沈英杰 你撑住 救命 救命啊 游灵力抱着身体 渐渐发冷的男人 向着周围大声求救 沈英杰努力地撑开 仿佛有千斤重的眼睛 看着她脸上 因为焦急滑下来的泪水 她抬起手轻轻逝去 气弱油丝地说 姐姐 我没事 你不要哭 她的懂事 让她感到更加心疼和难过 她哽咽着说 都是姐姐不好 如果我没有扔下你 自己一个人走开 你就不会出事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要丢下你的 沈英杰 你一定不能有事 她向着路上焦急地张望着 这个时候已经太晚了 路上连出租车的影子 都见不到 沈英杰难受地说 是姐姐不好 姐姐惹姐姐生气 姐姐 我的头好痛好晕 姐姐 我会不会死 我不想死 不会的 你不会死的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你后脑勺中枪都不会死 你摔一下 又怎么会死 这种话连她自己都骗不了 游灵力的眼泪落得更凶了 为什么没有出租车经过 为什么没有人来帮忙 姐姐 沈英杰抓住她的手腕 苍白的脸上露出焦急的神情 我想跟姐姐在一起 永远在一起 游灵力低头看着她 见到她那真挚无比的眼神 心被深深地震撼了 她立即抱住她的腰 用力把她从地上扶起来 我带你去医院 沈英杰的身体 越来越虚弱了 她全身无力 所有的重量 都压在了游灵力娇小的身子上 她差点被她压垮 但她知道自己现在不能垮 她紧咬着牙关 用力撑起她沉重的身躯 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外面走去 姐姐 我好累 我想回家睡觉 沈英杰无力地喃喃着 你现在不要睡 沈英杰 你听我说 你是个好棒的男人 你是金牌助理 霍家少爷跟霍家老爷对你都很好 他们都给了我一百万 让我好好照顾你 大家都很关心你 你不能有事 游灵力吃力地撑着她的身体 沈英杰皱眉 虚弱地说 姐姐 你不要用他们的钱 我有钱 我给你用 好 我不要他们的钱 我还给他们 游灵力点着头 眼泪一滴一滴地掉落在地上 但是你要答应姐姐 你不要睡 你要撑住 好 沈英杰硬着 但是眼皮越来越重 失血过多 让她的身体越来越虚弱 沈英杰 她的身体发软了 从她的身上下滑 游灵力大惊失色 脚下莫的一个亮腔 她的身体顿时失去平衡 重重地摔倒在地上 沈英杰摔倒在她的身旁 脸色苍白 她迅速爬起来 抓住她的肩膀 惊恐地大叫 沈英杰 你怎么样了 你不要吓我 沈英杰 沈英杰倒在地上 双目紧闭 已经无法给她反应了 沈英杰 游灵力惊慌失措地四处张望着 为什么没有车 为什么没有人 就在她彷徨无助的时候 前面终于有车来了 四眼的车灯照射过来 她立即站起来 剑步冲上去 张开双手拦住 那是一辆豪华的家常版轿车 司机迅速刹车 她突然冲出来 她被她吓出了一身冷汗 刚才她晚一点刹车 她就要成为车下亡魂了 车门迅速开启 一名保镖打扮的男子走下来 看着她皱眉 游小姐 你拦住我家老爷的车 有事吗 游灵力认得她 她是霍震南的保镖 她立即焦急地说 保镖大哥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拦车 是沈英杰 她出事了 她 她的话还没说完 霍震南从车上下来 用力拄着拐杖 威严地大声追问 沈助理怎样了 游灵力被她吼得一愣 抬起手指着前面 她摔到头 昏迷了 保镖剑步冲上去 把沈英杰扶到车上去 游灵力帮忙扶着 她正想跟着上车 却被保镖拦住了 游小姐 你不能上车 她看不见我 她会着急地 让我去 游灵力焦急地大声说 你有付我们老爷的重托 你没资格 留在沈助理身边 保镖脸色冰冷 砰的一声 把车门关上 掉进海里 在她仅剩最后一口气的时候 是她救了她 是她把她从渔村里 带到了景城 她废 心思照顾她 就算有意外 也不是她想的 她怎么就没有资格 留在她的身边了 看着远去的轿车 游灵力全身的温度 都仿佛被人抽光了一样 止不住的眼泪 霹雳啪啦地往下掉 夜深了 回到苏家已经很晚了 小远兴奋地睡不着 她站在一旁 看着苏敬欢卸妆 高兴地滋滋叉叉 姐姐 我在宴会上看到一个哥哥 他长得跟妈妈好像哦 哦 苏敬欢回头看着她 惊讶地问 哪里像了 小远歪着头 有些困难地说 我就觉得 她很像妈妈 但哪里像 我又说不出来 小远 很晚了 你该回房睡觉了 这小鬼一回来 就缠着她老婆 滋滋叉叉叉地不停 今晚是他们的新婚之夜啊 霍雷成拎着她的后衣领 把她往后扯 压低声音警告说 有什么 明天再说 你姐姐今天很累 她要睡觉了 咦 她是不是有错觉了 一向对她挺温和的姐夫 怎么眼神突然变得这么犀利 好怕怕啊 还不走 嗯 霍雷成眯着深邃的睿眸 低沉的嗓音 就像恶魔般 充满了恶意 看着男人 连一个小孩子的醋 不要吃 苏敬欢忍不住扑吃地笑了 他伸手摸了摸小远的头 笑着说 小远 现在真的太晚了 早睡早起身体好 你先回房睡觉 有什么话明天再说 好不好 那好吧 我先回房睡觉了 姐夫晚 姐姐晚 小远点点头 强压抑住兴奋的心情 回房休息去了 这小鬼总算走了 他一直觉得他挺懂事的 今晚特别不懂事 霍雷成富匪着 来到苏敬欢的身后 伸手把他盘发的发夹取下来 看着那一头乌黑发亮的长发青线下 一抹沁人心脾的幽香扑鼻而来 不禁让他心神一荡 他伸手搂住他的腰 把他的身体转过来 有点昏暗的浪漫灯光下 女人妖媚的美眸 练艳着璀璨如星的光 白嫩如雪的脸上 带着银银的笑意 娇艳欲滴的红唇 仿佛在等着他一清方泽 媚眼如丝 吐气如蓝 男人仓劲有力的手掌 按在他的腰上 微用力把他的身体 按压在自己的怀里 另一只手在他的脸上 轻柔地抹扎着 深邃的毛子 染着深情的宠溺 男人慢慢低头 掘住他的嘴唇 温柔地吻着 低沉的嗓音性感煽情地说 恭喜你成为了名正言顺的霍少奶奶 苏敬欢点着脚尖 双手抱住他的腰 清澈的水眸 就像是铸着星星般 璀璨闪耀 唇角勾着甜美迷人的笑容 恭喜你成为了苏敬欢的丈夫 他扬起那白皙修长的景象 上面的绷带滑落 露出了一条已经结痂的血痕 男人深邃的眸光 瞬间变得凌厉阴质 骨节分明的长指轻触 嗓音嘶哑地说 你怎能对自己这么狠 以后不许再这样伤害自己 他不这样做 云墨云根本不可能放他走 不管将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再给他选择一次 他还是会这样做 看着男人英智的眸光 他奄然一笑 轻轻点头 好 骗子 霍列臣轻易就看穿了他的小心思 为了惩罚他的不老实 他强悍霸道地稳着他 辗转缠绵 手臂墨地用力 把他抱起来 慢慢往布置的喜庆的大红洗床走过去 他刚把他放在床上 苏敬欢就发出了惊叫声 怎么了 霍列臣被他吓了一跳 床上有东西 搁着我 苏敬欢赶紧跳下床 霍列臣掀开被子一看 顿时哭笑不得 只见床上撒了一些枣子 花生 桂圆 莲子几种甘果 一定是我爸让人干的 我都已经怀孕了 还整这一套 苏敬欢伸手俯着肚子 挑眉 你爸也是好意 他希望你早生桂子 没错的 霍列臣捡起一颗花生剥开 塞进他的嘴里 苏敬欢吃着花生 唇角微钩 这几天 苏正雄倒是挺关心他的 不止把苏家布置的喜庆 还把小远照顾得很好 也许 他是真的知错了 他始终是你爸爸 你现在住在这里 跟他朝夕相对 你讨厌他 恨他 只会让大家都难受 我看岳父是真的知错了 他还真打算跟你继母离婚 要给你母亲证明 你真不考虑一下原谅他 霍列臣伸手抬起他的下巴 深邃的眼仪顺不顺地望着他 苏敬欢微咬着下唇 我不知道 我有点乱了 这么多年的恩怨 不可能一息之间 就让他全部放下 是你说的 恨一个人是很痛苦的 特别是自己的亲人 我希望你快乐 霍列臣修长的手指 轻轻抹扎着他的脸颊 眸光真挚 苏敬欢眸光闪亮地看着他 那你呢 霍列臣的心微沉 轻轻叹息一声 谁不想拥有一个和谐的家 但是 只有我一个人 努力是不够的 霍家已经暗潮汹涌 这也是他不想 他这么快就搬进霍家住的原因 他不想再让他受到 任何一点的伤害 他的心情变得沉重了 主动地吻上他的唇 今晚是他们的洞房花烛之夜 他想让他开心 那些不愉快的事情 就抛住脑后吧 他的主动出击 果然让男人的注意力 一下子就转移了 他扶住他的腰 迅速把主导拳夺回 势烈的热吻 迅速燃起了激烈的化学反应 正在深入交战之时 霍列臣的手机突然震动了起来 在安静的夜晚里 发出嗡嗡嗡的声响 苏敬欢正解开他的皮带 手微顿 有些尴尬了 有人找你 别管他 谁这么不识相 不知道春宵一刻值千金吗 明知道今晚是他的新婚之夜 还敢打电话来打扰 找死 但他的手机一直在震动 打电话来的人 跟他拼耐性似的 不打到他接电话 他就不罢休 这么晚了还打电话给你 一定是出什么事了 你赶紧去接电话吧 知道他手机号码的人并不多 能在这时候貌似打电话来 肯定是有什么大事 苏敬欢迅速把他的皮带记好 推了推他 他最好有天大的事 否则 他死定了 霍烈臣眯着英智的黑眸 伸长手拿起手机 看着来电显示 他顿时愣了一下 怎么了 苏敬欢趴在他的身上 看到手机屏幕上 显示的来电显示 也愣住了 你爸这么晚给你打电话 霍烈臣接通了电话 按了免提 语气有些冷漠 喂 手机里立即传来霍震南 有些暴躁的声音 打给你这么久 你终于舍得接电话了 你现在马上给我赶来医院 马上 霍烈臣皱眉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霍震南焦急的大声说 沈英杰受伤了 他快要死了 你马上赶来医院 霍烈臣的脸色瞬间变了 把手机扔在床上 迅速翻身下床 把衣服穿上 沈助理怎么了 苏静欢拿起手机 焦急的追问 但对方已经掐断通话了 他立即下床说 我跟你一起去 你今天太累了 你的身体会吃不消 乖 在家里好好休息 我去就行了 霍烈臣迅速把衣服穿好说 那好吧 他这时候去 只会给他添乱子 乖 霍烈臣低头在他的额头上 吻了一下 随即转身匆匆地奔了出去 苏静欢看着他焦急离去的背影 心里却涌起了无数的疑问 沈英杰出事 霍烈臣紧张 他是能理解的 为什么霍老爷也这么紧张 沈英杰被霍老爷送进了医院 游灵力开着机车匆匆地追来 沈英杰被送进了手术室 似乎很严重的样子 他的心紧揪紧揪着痛 他很愧疚 如果他没有扔下他自己 一个人跑开了 他就不会出事 他明知道他的智商就跟个孩子一样 他还这么较真 如果他有什么事 他这辈子都不会原谅自己 沈英杰 我求求你 你一定要好起来 求求你 游灵力来到手术室外 刚接近就被保镖拦住了 保镖面无表情地说 游小姐 我们家老爷不想见到你 你还是回去吧 你让我留在这里 我很担心沈英杰 如果他醒了 他看不见我 他会很焦急的 真的 游灵力红着眼睛 难过地说 在手术室的大门前 霍镇男主这拐杖坐在椅子上 手里夹着一根雪茄 正在烦躁地抽着 他是大佬 没人胆敢上前阻止他在这抽烟 保镖语气更冷了 游小姐 请回吧 我不走过去 我就待在这里 你让我留在这里吧 我就只想知道 沈英杰有没有事 我求求你 游灵力焦急的泪水 在眼眶里打转 保镖被他弄得不耐烦了 沉着脸 冷冷地说 你求我也没用 老爷不想见到你 你自己走 还是被撵 游灵力被他一下 泪水立即啪啪啪地掉下来了 他抬起手 一边擦着眼泪 一边记伤心 又愤怒地大吼 沈英杰是我从海里救回来的 他的命是我救的 他喊我姐姐 你们凭什么赶我走 我就要见他 此时此刻 为了沈英杰 他已经忘记了 坐在那里的男人 是景城的大佬 只要他一声令下 他随时横尸街头 你这女人 别在这里撒泼 赶紧走 保镖怕霍老爷怪罪下来 拽住他的手臂 就想把他扔出去 就在这时 一把冰冷威严的嗓音响起 助手 游灵力立即甩开保镖的手 回头一看 顿时愣住了 只见本该在洞房的霍列尘 此刻却风尘仆仆地出现在医院里 少爷 是沈助理的救命恩人 他绝对有资格留在这里 霍列尘冷逆了他一眼 随即迈开长腿 往手术室门前走去 游灵力听到他的话 心里很高兴 也很感激 总算有个通情达理的人来了 他赶紧屁颠屁颠地跟在他的身后 霍正男深深吸了一口血痂 被烟雾弥漫了的脸色 显得有些憔悴苍老 霍列尘快步走过去 皱眉问 沈助理怎么样 霍正男吐出一口烟雾 看着鸟鸟升起的烟雾 他的嗓音有点嘶哑 悲痛 他活下来的机会不到三成 霍列尘眼里 闪过一抹惊愕 怎么可能 游灵力被他的话经的心胆剧烈 他用力摇头 哽咽着拒绝相信 不可能 他中枪的时候命悬一现 他都能熬过来 他不可能摔一下就 我不相信 霍正男慢慢站起来 那一双弥漫着深沉的毛子 变得英质 他拄着拐杖 眼神凶狠地盯着他 一字一句 英狠地说 是你害他摔倒 如果他有什么三长两短 你就给他陪葬 游灵力全身一颤 豪狠的眼神 仿佛灰飞烟灭间 他就会死于无形中 他这才意识到 自己面对的是 锦城最凶狠的人 霍列尘皱眉 沈助理摔倒是意外 更何况 游小姐是沈助理的救命恩人 不是他 沈助理根本不可能活着回来 霍正男把雪茄扔在地上 一脚踩灭 情绪有些焦躁了 都怪你 好端端地在锦城不行 你为什么要把他 弄到色城去 现在好了 他出事了 你让我怎么向他死去的妈妈交代 随着一阵高跟鞋哥哥的响起 一把尖锐的声音响起 还能怎么交代 他是我儿子的助理 我儿子有事让他去做 这不是合情合理吗 他在色城出事 是他自己不小心 他该 关我儿子什么事 霍夫人来了 深沉的眸色 透着一抹冰冷 浑身透着灵力的气场 游灵力很吃惊 沈英杰到底是什么身份 居然连霍夫人都来了 霍真难看到霍夫人来了 脸色更难看了 你来这里做什么 霍夫人在椅子坐下 叠起双腿 靠在椅背上 脸上扬起一抹不怀好意的冷笑 我听说沈助理出了意外 毕竟兵主一场 如果他撑不过去了 我好见他最后一面 他只是我们霍家的一个助理 我算是给足了面子 你 霍老爷气得握着拐杖的手 都颤抖了 你心肠这腰带毒 他不会有事的 他一定能活下来 而且他 还要活到一百岁 霍夫人嘲弄的讽刺 你这么气急败坏做什么 他只是个助理而已 别人不知道 还以为你要死儿子了 霍真难的脸色顿时占红了 生气地说 华容君 你不要胡说八道 霍夫人看着他 笑了 只是笑意未达眼底 你以前跟我说 你跟沈助理的爸爸是好兄弟 他为了救你殉职 所以你重用沈助理 后来我却听说 沈助理的母亲 是你的初恋情人 原来他就是你埋藏在心底 二十几年的白月光 难怪你对沈助理这么好 好的让人不得不怀疑 霍真难脸色大变 用力一注拐杖 气得浑身发抖 大声吼 你说够没有 游灵力站在一旁 被这强大的 信息亮雷的里嫩外交 原来沈助理的母亲 竟然是霍老爷的初恋情人 难怪他对沈助理这么好 看来霍老爷是难忘初恋情人啊 他这么风流不羁 真看不出来 霍夫人眯着有些疯狂的眼睛 用力攥住拳头 充满了愤恨的视线 直勾勾地盯着霍真难 似乎想要爆发似的 夫人 你喝杯水 珍妮赶紧端了一杯水过来 打断着紧绷的气氛 霍列成看着霍夫人 眉头紧皱 心里有些发寒 他一来倒就针锋相对 怕是知道了一些事的真相 霍列成去了医院 苏静欢躺在床上 却辗转反侧睡不着 霍正南说沈应杰快要死了 他说的应该不是气话 他是因为 他才跑到色城去的 他会出事 跟他脱不了关系 他在床上坐起来 看着外面那明亮皎洁的院 诚心地祈祷 老天爷 沈助理是个好人 请你保佑他 不要让他出事 拜托 他拿起手机 发了一条信息给霍列成 他正当回复时 外面传来了嘈杂的声音 跟着响起了砰砰砰玻璃 落地碎裂声 他顿时一愣 赶紧披上外套下床 推开房门 往外面走去 此刻正是夜深人静的时候 大厅却是灯火通明 几个庸人在大厅里 看着正在大肆搞破坏的苏清婉 不知所措 苏清婉应该是喝了不少酒 他拿起花瓶茶杯 用力往地上砸 脸上带着猙獰的笑 这里是我家 我想摔什么就摔什么 谁敢阻止我 我就杀了谁 睡眼惺忪的小远走出来 看到在大厅里闹事的苏清婉 赶紧折回房间去 二小姐 那是老爷很喜欢的花瓶 你摔了它 老爷会很生气的 管家看着苏清婉 拿起了一个花瓶 顿时紧急提醒 我爸喜欢的花瓶 那就更应该摔 他人老了 眼花了心也瞎了 他分不清楚 谁才是陪伴他这么多年的好女人 谁才是他的好女儿 他老糊涂了 苏清婉提起苏震雄就很生气 这老不死赶他妈走 现在还要跟他离婚 看着不知的喜庆 贴满大红双喜的大厅 他更生气 更暴躁了 他用力把花瓶砸在地上 老糊涂 苏清婉那件女人 他有什么资格嫁给霍少 他只是个孤女 他妈偷汉子婚内出轨 说不定他根本不是苏家的女儿 是他那个不守复道的妈 在外面偷人生下的孽种 苏清婉风言风语还没说完 突然啪的一声脆响 脸上结结实实地挨了一巴掌 顿时传来火辣辣的痛 苏清婉 你说够没有 苏清婉打了他一巴掌 恋咽着怒火的美眸 狠力地盯着他 我当然没有说够 你妈这么 贱 生了你这个小贱人 我本来可以当霍家少奶奶的 你以为你可以母瓶子贵吗 你肚子里的孽种 就一定能生出来吗 我告诉你 只要霍正男离婚了 他就会娶我 我是你的婆婆 到时候 我想怎么折磨 你都可以 想打你就打你 苏清婉看着眼前那张 自己痛恨入骨的脸孔 扬起了手 伸出了那尖锐的指甲 去抓他的脸 苏清婉迅速往后退 擒住他的手腕 用力往他的背后一折 抬脚往他的小腿上一踢 啊 苏清婉惊叫着 往前面扑去 砰的一声 他的手刚扬起 就被一只大掌抓住了 耳边传来一把震怒的声音 够了 你还想到到什么时候 苏清婉抬头一看 对上苏震雄震怒的脸孔 顿时吓了一跳 爸 你还知道 我是你爸 苏震雄用力甩开他的手 生气的说 我已经决定跟你妈离婚了 你想跟着他 你就跟他好好待在外面 你不想跟他 你就安分点留在这个家里 别给我惹事 静欢是你姐姐 你必须尊重他 苏清婉声音尖锐的大吼 爸爸 你以前不是这样的 你说过的 我跟我妈才是你最重要的人 你现在为了他 不要我们 你是不是老糊涂了 让他尊重苏敬欢这件人 凭什么 他配吗 苏震雄看着撒泼的女儿 满脸的难过 眼眶都红了 我做人真的太失败了 我当不好丈夫 也当不好爸爸 我太宠你了 才会让你变成今天这个 让人不寒而栗的样子 你一辈子宠着我不就好了吗 为什么现在你不宠我 苏清婉用仇恨的视线 狠狠地瞪着他 苏震雄心泪看着他 继续宠着你 只会毁掉你 清婉 你收手吧 过回你 应该过的日子 好啊 你叫他跟霍少离婚 你叫他把霍少还给我 苏清婉伸手指着苏敬欢 脸色猙獰的大吼 苏敬欢眯着冰冷的美眸 讽刺 你脸皮真厚 霍烈臣什么时候是你的 就凭你这德行 就算没有我 霍烈臣也不会要你 苏清婉睁大了不满血丝的眼睛 猙獰的大吼 你说谎 霍少那天是来找我的 不是你出来捣乱 今晚跟他结婚的人就是我 苏敬欢还没来得及接话 门口末地响起一把 低沉浑厚的声音 苏二小姐 你是不是对我有什么误会 我什么时候来找过你了 你这么快就回来了 苏敬欢迅速抬头望去 看着宛如君临天下般 屹立在门前的男人 他脸上露出惊喜的笑容 迈开小步走过去 挽着他的手臂 那一副明摆着的战有欲 让苏清婉红了眼睛 霍列臣低头旁若无人地 吻了一下他的红唇 低声说 我不放心你就回来了 他在医院里 接到小远的电话 便匆匆赶回来了 苏清婉咬着下唇 紧握着拳头 那尖锐的指甲 镶嵌进了掌心里 他看着眼前的男人 哽咽地问 你第一次来我家 你不是来找我的吗 抱歉 让你会错意 自作多情了 霍列臣修长有力的手臂 占有性地还住苏敬欢的腰 把他搂进自己的怀里 性感的唇角微弯 其实那一天 跟岳父约定见面的人并不是我 我大费周章亲自来一趟苏家 只是为了偶遇我的欢欢 原来那天 你是冲着静欢来的 苏震雄恍然大悟 凭苏家的地位 根本不可能请得动霍列臣 当时看到他亲自上门 他感到受宠若惊不已 苏静欢仰手看着身边的男人 练艳着星光的眸子 璀璨夺目 手肘轻壮了一下的胸膛 狡黠地说 原来你早就寄予我了 霍列臣低头凝着他 喉间发出低沉的笑声 暧昧地说 你才知道 我对你一夜情深 男人深邃的眸光变得暧昧 充满了邪气 让苏静欢不禁想起了 那季荒唐又放荡的一碗 那碗他喝醉了 误闯了他的房间 就是那一碗 结下了他们的孽缘 可 是情缘 他的脸红了 他用手肘轻轻顶了一下 他的胸膛 有点羞耻 你还说 趁人之危的禽兽 霍列臣眼眸 闪烁着璀璨的光 修长的手指 在他的鼻子上 轻轻刮了一下 细血 你忘记了 你是怎么像一头恶狼一样 扑到我的身上来 我看你饿得慌 才勉为其难满足你 你 看着他那一副受害者的模样 苏静欢脸颊红得发烫 这男人分明占了他的便宜 得了便宜卖乖 他一抬头 对上了苏青婉那一双 仿佛要把他生吞活泼的 阴狠冷眸 他唇角微翘 练艳着寒意的美眸 毫不畏切地盯着他 现在 你该死心了吧 从头到尾 都是你一厢情愿 自作多情 现在你已经勾搭上霍老爷了 如果他知道 你还心心念念着他的儿子 不知道他会做出什么事来 提到了霍老爷 苏青婉顿时浑身一颤 霍老爷并不是一个 可以任意招惹的狠角色 他可以给他一切他想要的东西 但一旦他发现 他对他不忠 那他的下场 将会比豆鹅还要惨 他咬着牙 你不要拿霍老爷来压我 我现在是他身边最得宠的女人 他对我可好了 泽泽 犯件成这样 他无敌了 苏青婉讽刺地说 再好又怎么样 他有老婆有儿子 年纪比你爸还大 你充其量 就是个屈炎覆尸的狐狸精 今晚 你听爸爸一句劝 天下间男人这么多 你为什么偏偏要选择一个有家事 年纪可以当你爸的男人 你放手吧 爸爸看见你这样 很心疼的 苏震雄上前一步 抓住他的手臂 苦口婆心地劝说着 苏青婉用力甩开他的手 往后退了两步 有些薰红的脸色变得争鸣扭曲 嘚瑟的大声说 霍老爷才雄士的 他迷恋我的美色和身体 他能给我荣华富贵 他还说过的 他很快就会跟他的老婆离婚 然后娶我为妻 到时候 我就是锦城第一夫人 你们都要匍匐在我的脚下 只要能够让他获得 至高无上的荣华富贵 就算嫁给一个老男人又怎样 或镇男身边女人无数 只有他一枝独秀 那也是他的本事 你怎能大言不惭地 说出这种不要脸的话 你真的被宠坏了 看着他那不知廉耻的嘴脸 苏震雄气的肝痛 浑身都在哆嗦着 他怎么会生下 这么个无知愚蠢的女儿 现在这个社会 有钱虽然不是万能 但是没钱却万万不能 爸爸 你应该感到骄傲才对的 你的女儿成为了锦城第一夫人 荣华富贵享之不尽 只要你跟他断绝妇女关系 把我妈接回来 我保证 我会让霍老爷 每个月固定给几个项目让你做 苏清婉伸手指着苏静欢 满脸的嘚瑟 他知道苏震雄最紧张 就是苏家的公司 清婉现在是长本事了 能给苏家光耀门门 苏静欢脸上 扬起一抹嘲弄的笑容 看向苏震雄 似笑非笑地说 你就跟我断绝关系 跟他想服去 我不会怪你的 苏震雄的心 被他们两个一人一刀 插得鲜血淋漓 他红着眼 攥住拳头 捶着抽痛的心脏 悲痛地说 造孽 真的造孽啊 你赶紧做决定 我好回去给我妈说去 都是我的错 我没能教好你 才会让你连 基本做人的原则都没有 苏震雄突然抄起了 柜子上的鸡毛胆子 用力往苏清婉的身上抽去 红着眼 悲痛地说 让你自甘堕落去当狐狸精 你还沾沾自喜 你还有没有廉耻心 啊 好痛 你疯了 你这个死老头 老不死 我凭自己的努力获得享受 我有什么错 你凭什么打我 啊 要不是我妈 让我回来找你求情 我猜不会踏进这个鬼地方 啊 好痛 你还打 苏清婉被抽了几下 痛得哇哇大叫 赶紧拿着 那昂贵的名牌包包 挡在脸上 一边怒骂着 一边快速地往外面逃 看着眼前这鸡飞狗跳的荧幕 苏静欢感到很可笑 以前苏震雄 把苏清婉腾到了骨子里 只要是他想要的东西 他都会满足他 却不想抚养出了 他这么专横跋扈 一心想着攀附权贵 只想不劳而获的享乐主义者 他现在怕是毁的肠子都轻了 这都是他旧游自取 他一点都不同情 他扯了扯霍雷辰的衣服 我们回房吧 我明天想去医院看看暖浴 他身上的子弹已经取出来了 但那子弹差点正中要害 他还没有清醒过来 他很担心他 好 霍雷辰搂住他的腰 扶着他回房 如刀削的俊脸晦色不明 心里不知道在想什么 小妍躲在楼上 看着被苏震雄打了一顿的苏清婉 他忍不住高兴的鼓掌 这个坏女人经常欺负他姐姐 活该被打 苏清婉回到房间里 关心地问 沈助理怎么样了 霍雷辰脸色沉重地摇了摇头 我回来的时候 他还在动手术 医生说 他能活下来的机会不到三成 苏清婉惊愕地撑大毛子 怎么会这样 今晚在婚宴上 他还好好的 霍雷辰低垂着眼瞼 他在色诚后脑勺中枪 已经留下了很严重的后遗症 现在又摔到后脑勺 雪上加霜 沈英杰既是他的得力助手 也是他的好朋友 他变成这样 心里很难受 苏清婉用力抱着他 语气坚定地说 沈助理一定会没事的 他是个这么乐观坚强的男人 他一定可以活下去的 霍雷辰伸手揉了揉他的头发 不想让他担心 唇角勾起邪气的笑容 没错 他这么硬朗 怎么可能一摔就没了 太没出息了 不过 你现在不赶紧睡觉 我就真的要动房了 男人充满邪气的荷尔蒙气息 瞬间营绕在他的鼻息间 让他心窝里泛开了阵阵的酸麻 苏清婉赶紧在床上躺好 闭上眼睛 都快要天亮了 再被他折腾下去 他明天都不用下床了 霍雷辰看着他装死的模样 喉尖发出低沉的笑声 骨节分明地长指在他的娇嫩的脸颊上 轻轻捏了一下 拉起被子盖在他的身上 这才关掉床头灯 他在他的身边躺下 修长有力的手臂 还住他的腰 把他搂进自己的怀里 赤裂的手掌抚在他的肚子上 轻轻地抚着 一脸满足 苏清婉靠在他的怀里 听着男人沉稳有力的心跳声 打了几个哈欠 便沉沉地睡着了 今天发生的事情太多 真的累了 霍雷辰低头吻了他的额头一下 抱着他前面 现在已经是深冬季节 外面寒风呼啸 寒冷刺骨 霍夫人来医院里 对霍震男一番冷嘲热讽后 没有等沈英杰做完手术就回去了 他并不关心沈英杰的生死 他现在唯一想做的 就是打击霍震男 他要他这辈子都不得安宁 霍震男坐在椅子上 脚下已经多了好几根雪茄 毕竟年纪摆在那里 熬了大半夜 他憔悴了 显得有些苍老了 游灵力看着手术室门上面的红灯 眼泪都流干了 等待的时间是煎熬的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了 他的心就像被挖空了一样 他哽咽着男男 沈英杰 你说要永远跟我在一起的 如果你不遵守承诺 你就是小狗 霍震男把最后一根雪茄都抽完 看着游灵力 突然向他招手 游灵力赶紧抬手擦干脸上的泪水 快步走过去 霍老爷 你叫我 坐这里 霍震男伸手拍了拍身边的座位 用命令的口吻 游灵力正战的双腿发麻 他有些受宠若惊 能够坐在大佬的身边 那是多少人的毕生愿望 他小心翼翼地在他指定的位置坐下 正惊危坐 他伸手在口袋里 拿出那一张有点发售的支票 恭敬地递给他 有点忐忑地说 霍老爷 这支票你收回去吧 我不能收 霍震男打量着他 并没有伸手去接 听说你母亲欠了一大笔赌债 你目前又没有正式的工作 拿着这笔钱 你就能改善生活 他居然连这个都知道了 游灵力随即自嘲 他是大佬 他想知道他的信息 不过是弹指之间的事 有什么奇怪的 有了这笔钱 他就不用再过颠沛流离的生活 他能稳定下来 自己做点小生意什么的 日子甭说有多滋润了 他围绕了一下唇 沈英杰不想我用你们的钱 我也答应了他 我要把支票还给你 他说完 立即很下心 把支票塞回他的手里 小姑娘 你可知道 骨气是不能当饭吃的 霍震男捏着手里的支票 也没微调 我知道 游灵力点了点头 把紧钻住的拳头 放在自己的大腿上 忍着想哭的冲动 但我更想让他高兴 钱可以买很多东西 但他买不到快乐 他知道我把支票还给你 他一定会很高兴的 既然你这样说 我也不勉强你了 霍震男撕撕撕两下三把支票撕烂 然后揉成一团 扔进了垃圾桶里 没了 真的没了 看着娜娜一百万支票 就这样被他撕碎 游灵力的心在滴血 他在逞强什么呀 沈英杰的智力 还只是个孩子 他哪里懂得钱的重要性啊 他伸手扶额 忍不住骂自己 猪头啊 霍震男握着拐杖 憔悴的脸色依然威严 游小姐 刚才我夫人说的话 我不希望外面的人知道 你懂我的意思啊 游灵力的心 立即提到了心口上 立即说 霍老爷请放心 我刚才什么都没听见 你倒是个机灵的女孩 霍震男满意地点了点头 眸光渐渐变得有些优越 秦生说 英杰的爸爸是我的保镖 也是我的好兄弟 在二十年前 他因为救我而殉职 他妈妈夫妻秦 受不住打击 在童年就病逝了 他是个可怜的孩子 但他并没有因为可怜的身世 自暴自弃 他很努力 他现在拥有的一切都是 他用血汗拼搏回来的 沈英杰年纪轻轻 就已经拥有豪宅和黑卡 在霍夫人的话里 不免让人浮想翩翩 游灵力不知道他们两夫妻 谁说的是真话 不过他聪明地没有表示疑问 而是认同的点头 他真的很努力 这么一个努力上进的孩子 他不应该被这样对待 霍震男闭了闭眼睛 握着拐杖的手很紧 手背上的青筋都浮起来了 游灵力激动地冲口出 他不会有事的 他一定可以活到一百岁 霍震男睁开眼 看着他 忍不住笑了 看到他脸上的笑容 游灵力心里有些惊讶 这位紧承的大佬 其实并不是那么可怕 就在这时 手术室门上的灯灭了 游灵力立即激动地站起来 快步冲上去 脸色疲惫的医生从里面出来 他焦急地问 医生 他怎么样了 沈先生受过枪伤 脑海里集聚了大量的淤血 这次受伤 让里面的淤血再也无法存留 我们只能紧急清除 但淤血太接近神经 难免有意外 现在只能看他 得意志力 医生说得有点含糊 游灵力顿时如遭雷击 全身的力气 就像被人抽光了似的 手脚冰冷 他浑身哆嗦着 嗓音嘶哑地问 你的意思是 他现在只能听天由命 你放心吧 沈先生身体很硬朗 他的求生意志也很强 你们要多鼓励他 也许他很快就会醒过来 医生建议说 说了还是等于没说 看着从手术室里推出来 身上插满了一气导管的男人 游灵力心如刀割 他后悔了 他不应该把他带出来的 他们不来这里 他就不会发生意外 游灵力跟着推车进了病房 霍震男并没有跟进去 而是远远地看着 嘴角动了动 英杰一定要好起来 沈英杰从手术室出来后 就转入了高级病房 等医生和护士离开后 游灵力坐在床边 握着他的手 看着他苍白的 没有半点血色的脸孔 已经消停的泪水 又忍不住涌出来了 滴滴答答地落在他的手背上 沈英杰 你快点醒过来好不好 我好害怕 断线的珍珠不断地滑落 脑海里浮现起了一幕幕 和他相处的情景 想起他在渔村被狗下地 钻进他的裙底里的情景 他不禁笑了 又哭又笑的 他想再也没有人 比他更狼狈了 我已经把支票 退回给霍老爷了 霍少给的支票 我也不会去银行拿钱 你不想我用别人的钱 我就不用 不过我现在真的好穷 所以你要快点醒过来 等你醒了 我就要去打工了 你在这里的医疗费 一定很贵 在他好起来之前 他并不打算动用他的钱 沈英杰 我好累 昨晚被他弄得没睡好 今晚又没得睡 他身心都疲累了 游灵里把手指轻轻勾住他的手指 轻轻勾了勾 哽咽着说 我们来做个约定好不好 你不是很想我陪你睡吗 我现在就陪你睡 但 天亮的时候 我醒 你也得醒过来 如果我醒了 你还没有醒 我就用眼泪淹死你 沈英杰最怕他哭了 他一哭 他就会惊慌失措 笨诛地哄他 只要他哭了 他让他做什么 他都会乖乖去做 看着他毫无反应的苍白脸孔 游灵里伸手擦去脸上的泪水 这种时候 他一定要坚强 如果他倒下了 谁来照顾他 沈英杰 他轻轻喊着他的名字 趴在床边 抱住他的手臂 脸颊青蹭着 夜色越来越深了 明亮的灯光渐渐变暗 游灵里趴在沈英杰的身边渐渐睡去 在朦胧的夜色中 男人苍白的长指 突然动了一下 随即又沉寂了 只有窗外那越来越大的风声 第二天一早 惦记着暖欲的苏敬欢 很快就醒了 他睁开眼睛 看着眼前那结实宽敞的胸膛 眨了眨脚下的水眸 拂起红唇 往前清了一下 几乎是同时 他立即感觉到 男人昂藏的身躯轻颤了一下 他眉眸更亮了 又俏皮地清了一下 空气中传来男人深沉的抽气声 苍静有力的手掌 随即掘住他的下巴 男人低沉嘶哑的嗓音 透着慵懒的性感 小妖精 一早就疗我 是想提醒为夫 该把昨晚的洞房补上了 苏敬欢的脸颊一红 伸出一根葱白娇嫩的线长手指 轻轻抵住他的胸膛 水汪汪的美眸 炼焰着脚下的光 你这混蛋 一大早就惊虫上脑了 我现在是孕妇 你不节制一点 咱们小宝宝是要抗议的 男人墨眉青阳 墨地翻身 手掌撑在他的身侧 深邃的眸子 染上了一抹微色所获的烈焰 他低头稳住他的红唇 手掌在他腰上暧昧地妈撒着 有胆子给我点火 没胆子给我灭火了 你别给我乱扣帽子 我只是叫你起床 苏敬欢手用力一推 把他推倒在床上 随即脚健灵活如泥丘似的 从他的昂藏的怀抱里溜走 下了床 发出咯咯的娇笑声 赶紧起床吧 我要去医院看暖玉 霍裂成嘴角微抽 在他醒来之前 他早就醒了好吧 我先去洗漱了 苏敬欢伸手摸了摸 他心里的最痛 霍裂成看着他进去 伸手拿起手机 打给在医院里的保镖 沈助理现在怎么样了 保镖是霍裂成留下来 随时向他汇报信息的 少爷 沈助理现在在病房里 医生说他已经没有生命危险 不确定什么时候能醒过来 霍裂成握着手机的守卫颈 深邃的眸光深沉 他轻轻放下手机 翻身下床 迈开那一双 让人羡慕肚忌恨的长腿 来到洗漱间 苏敬欢正在洗漱 他站在他的背后 那能够让他浮躁的心情 安宁下来的清幽香味 一言不发 苏敬欢束口 回头看了他一眼 挑眉 怎么了 霍裂成揭实的身躯 轻轻蹭着他 医生说 沈助理没有生命危险了 只是还没醒过来 这是好事啊 只要能活下去 还愁醒不来吗 霍裂成轻轻恩了一声 斜四的手掌来到他的面前 轻轻解开他睡衣上面的扣子 适列的薄唇 吻着他白皙的肌肤 意图非常明显 一抹酥酥麻麻的感觉 从心窝里泛开 他迅速抓住他的手 在镜子里的水眸 媚眼如丝 脸颊泛起娇艳的红韵 他围绕着红唇 你想干什么 男人温热的气息 喷洒在他的脸上 强烈的荷尔蒙气息 萦绕在他的鼻息间 他吻着他 邪气地说 能够让大家都愉快的事 苏敬欢伸出一根手指 抵住他的额头 用力顶开 脸颊泛起羞涩 讨厌 是让你自己愉快吧 嗯 苏敬欢的脸更红 心更酥了 他清脆地抗议 你一定要在这种地方 讨论这种事 霍烈尘默然的黑眸 瞬间一亮 他抱住他的腰 微用力 把他抱起来 快步走出去 不在这里讨论 那就到床上去 憋了一个晚上 他快要憋死了 谁的洞房花烛夜 像他这么憋屈啊 啥都不能干 就只能干抱着煎熬 霍烈尘 你这个混蛋 你快放开我 苏敬欢赶紧搂住他的脖子 时间还走 我们先来做一些 能够促进夫妻感情的事 男人把他放在床上 随手一挥 轻盈的账漫 随即轻盈的飘下 苏敬欢半推半就的从了 看着那飘荡的账漫 他的眸色变得娇媚动人 脸红的富翡 不满足 一下这男人 他恐怕是不得安生 今天要使劲折腾他了 果然男人都是 用两条腿思考的 得不到满足 就很焦躁 天亮了 温暖的阳光照射 进了房间里 赶走了室内的冰冷 稍微有些动静 他就会惊醒过来 他迅速睁开眼睛 发现他紧抱着的手臂在动 沈英杰 你醒了 游灵力瞬间喜出望外 他迅速抬起头来 往躺在床上的男人望去 只见男人已经扯掉了氧气罩 他的脸色依然很苍白 但是那一双漆黑的眼睛 已经没有了当初 那一抹懵懂的稚气 多了一抹冷漠和锐气 他默眉紧皱 虚弱的声音充满了不悦 咬牙低吼 你这个死丫头 你想把我的手臂压断 天知道 他整着他的手臂整了多久 他现在整条手臂都麻痹了 他不是叫他姐姐 而是叫他死丫头了 游灵力昨晚哭得红肿的眼睛 撑得大大的瞪着他 泪水在眼眶里打转 一时之间 他竟然不知道 自己是难过还是高兴了 他只知道 他现在只想哭 沈英杰看着他眼中 那呼之欲出的泪水 心突然紧揪起来 他皱眉 喂 你干嘛 现在不舒服的人是我 你哭什么 游灵力眨了眨眼睛 他轻轻松开 声音嘶哑地问 沈英杰 你几岁了 我几岁关你什么事 沈英杰也没一条 满脸怀疑地逆着他 难不成你想套 我的生辰八字弹坏事 这么精明的男人 谁还相信他的智商 只有六七岁 他终于恢复正常了 他是正常人了 但看着他眼中的冷漠 他的心无比的失落 他试探地问 你还记得渔村吗 沈英杰满脸嫌弃地说 什么渔村 我最讨厌渔村了 整天都有古南文的腥味 游灵力忍住的泪水 又忍不住汹涌起来了 他最担心的事情 还是发生了 他忘记了 他们曾经在渔村里 相处过的时光 我怎么会在这里 沈英杰拳头墨地钻井 神情有些焦急 用命令的语气说 丫头 把手机给我 于墨云不是好人 他要利用暖玉对付少奶奶 赶紧把电话给我 游灵力淡淡地说 你们家少爷 已经识破了于墨云的诡计 暖玉的计谋没有得逞 沈英杰愕然了 我昏迷很久了 可能吧 我去帮你叫医生 游灵力忍着难过 站起来 正想出去 突然手腕一紧 他低头看着握住 自己手腕的男性大掌 心末地一颤 脸上露出一抹惊喜 沈英杰 沈英杰冷眼逆着他 你怎么会在这里 游灵力的心一下子沉了 他调整了一下呼吸 拉开他的手 脸上挤出一抹牵强的笑容 你这个没心没肺的白眼狼 你中枪掉进海里 是我把你救起来的 你这条命是我的了 我告诉你 我现在是你的救命恩人 你别再对我大呼小叫 沈英杰吃惊地看着他 又是你救我了 想不到我们还挺有缘的 是啊 聂元啊 游灵力用轻松的语气 顺着他的话调侃 你什么意思 你这是嫌弃我吗 好歹我英俊潇洒 有颜值又有钱 更有别人望尘莫及的赚钱能力 丫头 看在你是我救命恩人的份上 你跟着我 我保证你能吃香的喝辣的 沈英杰说着坐起来 把他拉下来坐在床上 然后伸手搂住他的肩膀 虚弱的身体 很不客气地压在他的膀子上 游灵力的眼睛墨地撑大 心扑通扑通地狂跳起来 脸颊泛起了红韵 他这话听着好暧昧啊 沈英杰收紧了手臂 自顾自地说 你三番两次救了我 我不是忘恩负义的小人 以后我就当你是 我的好兄弟了 你的问题就是我的问题 你的困难就是我的困难 游灵力还没高兴完 沈英杰突然一盘冷水就泼下来 冷得他瑟瑟发抖 他用力攥住拳头 用力咬牙 超强忍耐 沈英杰没有发现他的异样 语气豪迈地说 我记得你妈欠了高利贷一笔钱 没关系 我帮你还了 以后你再也不用担心 会有高利贷的人来找你麻烦 催你还钱 游灵力迷着眸子 语气有些阴森地说 我不是男人 怎么当你兄弟 你不是男人有什么关系 你不想当我兄弟 那我当你姐妹也可以啊 哈哈 觉得自己很有幽默感的沈助理 哈哈地笑起来了 游灵力用力推开他 我去帮你叫医生 说完 踩着怒气腾腾的脚步出去了 隔着空气都能感觉到 他身上散发出来的狂暴怒火 沈英杰伸手摸了摸 长满了胡渣子的下巴 满脸迷惑 他为什么这么暴躁 难道生理气到了 还是嫌弃我长胡子了 刚才还挺好的呀 说生气就生气 女人心还抵振 女人果然是最麻烦的动物 没见过这么不解风情的男人 骂他是猪都抬举他了 游灵力既伤心又失落 他走出病房 平复了一下心情 这才去叫医生 霍列臣送苏静欢来医院的途中 接到保镖的电话 知道沈英杰醒了 高璇在半空中的心 总算放下来了 总算他还有点出息 我去看暖玉 你去看沈朱里吧 他们在同一个医院里 苏静欢知道他担心 他已经醒了 没什么好看的 他怎么可能放心 让他自己去看暖玉 霍列臣见车子 已经到医院了 拿出口罩 体贴地给他戴上 现在警方已经发出了通告 呼吁市民戴口罩出行 但这一路过来 戴口罩的人寥寥无几 他们根本还没有意识到 在色城爆发的疫情有多严重 或者 他们根本不相信自己会被感染吧 响起于莫云的警告 苏静欢心里很担忧 医院里的救护车很忙碌 才刚送病人来了 又匆匆开出去了 苏静欢经过医院 停放救护车的地方 见里面的救护车一辆都不剩 他扯了扯霍列臣的衣服 忧心地说 气氛有点不对劲 现在全城的医院 都已经进入了严肃戒备的状态 霍列臣揽住他的肩膀 低声说 往人少的地方走 不管是是谁 保持距离 在医院里的工作者 他是高危人群 一旦疫情爆发 他们可能每天都会接受到感染人群 防不胜防 苏静欢轻轻点头 在他庇护下 匆匆而行 卵玉身上的子弹已经取出来了 幸亏并没有伤及要害 他已经清醒了 躺在病床上 没有神的双眼红肿空洞 苍白的没有半点血色的脸孔 不满了身无可恋 他挣扎着坐起来 喘着气坐在床头上 看着床头柜上的水果刀 他伸出了颤抖的手 莫得用力握住了刀柄 他的身体还很虚弱 紧握着刀柄的手 剧烈地颤抖着 他把那锋利无比的刀刃 放在了自己的手腕上 只要用力割下去 他就解脱了 痛苦地生不如死的泪水 从眼眶里滑下 滴落在锋利的刀身上 倒映着他苍白憔悴的眼脸 像他这样的人 他还有什么资格活在世上 他就该死 暖玉慢慢闭上眼睛 手紧握着刀 正想用力割下去 暖玉 不要 刚推开门的苏静欢 看着眼前这一幕 顿时吓得心胆剧烈 他迈开脚步 迅速冲进去 用力握住他的手腕 把他从他的手里抢过来 气急败坏的浑身都颤抖了 你到底想做什么 看着眼前突然出现的女人 暖玉愣了一下 随即黑着脸 冷冷地说 我想做什么是我的事 与你无关 随后进来的霍列臣 看着苏静欢手上锋利的水果刀 莫眉紧皱 这女人又欠抽了 看见危险不知道闪开 还迎头上 要是被刀割伤了 看他怎么收拾他 苏静欢用力把水果刀丢得远远的 摘下脸上的口罩 看着他 痛心坚定地说 你是我的好朋友 呵呵 满欲嘲讽的冷笑 你不要侮辱了好朋友三个字 你不配 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人真心对他 曾经的好朋友背叛了他 就在他以为自己遇上真爱 愿意为他付出一切时 最后却发现 原来自己有始至终 只是人家手里的一颗棋子 用完集气 而这一切 统统都是拜他所赐 苏静欢深吸了一口气 心平气和地看着他 暖欲 你告诉我 我到底做了什么 让你这么恨我 明知故问 暖欲用力攥住拳头 转过头去 看着窗外 不想理他 苏静欢伸手握住他的肩膀 用力把他转回来 清澈明亮的水眸 一瞬不瞬地盯着他 你不说 我们的误会永远都无法解开 暖欲脸色猙獰地瞪着他 愤恨地怒吼 我们没有误会 我有惊 全拜你所赐 你滚 我不想看见你 他的身体还没有恢复 他几乎用尽了全力怒吼 那嘶哑的吼声 充满了愤怒和恨意 苏静欢的心一颤 他是受了多大的委屈和伤害 才会发出这么悲壮绝望的吼声啊 暖欲 你错了 你们有误会 而且还是天大的误会 门口突然响起了 男人清冷清阳的声音 苏静欢回头望去 只见在游灵力的搀扶下 脸色苍白的沈英杰 正一步一步地走进来 他看了霍裂沉一眼 想也知道 肯定是他派人把他叫来了 现在云莫云不知所踪 暖欲嘴巴紧密地像河棒似的 翘都翘不开 现在就只有沈助理 能解答他们的疑问了 你 看着眸色已经恢复正常 精明锐利的沈英杰 暖欲脸色变了 看来他已经恢复正常了 他焦急地说 暖欲 我很同情你的遭遇 我也知道 掀开一个人的伤疤 是很残忍的 但我不说 你永远都会被余莫云的谎言蒙蔽 暖欲惊慌了 他气急败坏地大声说 沈英杰 闭嘴 你给我闭嘴 你敢说 我会恨死你 这种丑事 他怎能把他公诸于世 他让他日后还有什么 严脸活下去 你连死都不怕了 你还怕什么 沈英杰慢慢走上前 莫弟用力攥住他的手腕 伸手指着苏静欢 眼神凌厉 语气凶狠地说 你给我看清楚了 这个女人是你最好的朋友 他有始至终都没有想过要放弃你 他临走的那个晚上 我们根本不知道你在哪 暖欲惊恶地撑大毛子 不可能 于大哥 他的声音微梗 于莫云打电话给我 他说 你们会到别墅来接我的 沈英杰鄙夷的冷笑 你这个笨女人 蠢女人 你被于莫云那混蛋骗了 暖欲顿时如遭雷击 细思极恐 身体忍不住剧烈地哆嗦起来 苏静欢在床边坐下 伸手轻轻揽住他 笛声说 暖欲 这都是于莫云的诡计 他一心想挑拨离间 想利用你来达到他的目的 暖欲突然用力推开他 苏静欢完全没有防备 被他一推身体往后扬倒 游灵力尖叫出声 欢姐 小心 霍裂臣见步上前 伸手接住他 把他抱进自己的怀里 泛起杀气的眸光一闪 苏静欢迅速抓住他的手 向着他摇了摇头 不准再接近他 霍裂臣把怒火压下去 拉着他往后退了几步 如刀削的俊脸 布满了音质的冰冷气息 暖欲发颤的手紧紧揪住被子 撑大布满血丝的眼睛 神色激动地向着他们大吼 走 你们走 快走 他以为是苏静欢害了他 他蓄意报复 到头来却告诉他 他被真正的仇人蒙骗了 他抱错仇了 他沦陷的身心 此刻看起来是多么的可笑和愚蠢 他接受不了这个打击 他用力摇着头 神色激动慌乱 病人的情绪现在很激动 请大家赶紧离开 护士匆匆来了 苏静欢值得暂时先退出去 过了好一会儿 护士从病房里出来 他赶紧上前询问 护士看着他们 眉头紧皱 我给他注射了镇定剂 他的情况暂时稳定下来了 你们不要再刺激他 他的身体这么虚弱 再受刺激 恐怕会消产 护士这话一出 大家都震惊了 苏静欢更是如遭雷击 他难以置信地盯着护士 你说什么 他 你是说暖欲怀孕了 他怎么可能 沈英杰脸色大变 焦急地追问 护士 他怀孕多久了 他为什么突然变得这么紧张 难道暖欲肚子里的孩子 跟他有关系 看着沈英杰瞬间变得紧张的表情 游灵力的心顿时咯噔了一下 不免多想了 他怀孕两周了 幸好胎儿还太小 否则肯定保不住了 护士严肃地说 两周 沈英杰眼眉青阳 脸色晦涩 让人猜不透他此刻正在想什么 他现在情绪不稳定 你们都别去打扰他 护士叮嘱说 苏静欢等护士离开 立即抓住沈英杰的手臂 激动地问 沈助理 两周前你还在色诚 你告诉我 暖欲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他肚子里的孩子 是谁经手的 游灵力拳头微微攥紧 拧着唇 神色紧张地看着他 他也在等他的答案 沈英杰看着病房里 暖欲已经镇定下来 双目呆滞地看着天花板 一动不动 就像是个破碎的布娃娃 无助地让人心疼 他算计了一下时间 不太确定地说 我不确定 不过我觉得 他肚子里的孩子 应该是余墨云的 余墨云 苏静欢惊恶地伸手捂住嘴巴 随即愤怒地一拳捶在墙上 红了眼 可恶 他真的太狠了 他一边想让他当他的媳妇 一边利用暖欲对他的感情 他怎能做出 这么让人发指的事 霍裂臣见他去捶墙 立即握住他的手 见他手背都红了 他心疼地用肠指轻柔 明眉溺了他一眼 冷哼 一个巴掌拍不响 你的好姐妹不愿意 他还能抢了他 这明白着 就是你情我愿的事 他有什么好生气的 你们男人就是这样 只顾着自己爽 想过后果没 正在气头上的苏静欢 见他撞枪口来了 正愁一口气 没地方发泄 就算两情相悦又怎么样 还没有结婚之前 就不知道要做安全措施吗 如果出了什么意外 害人家当了单亲妈妈 你知道 一个人抚养孩子多辛苦吗 更加气人的是 余墨云根本只是利用暖欲 只是他不知道 他居然这么卑鄙下流 连他的身心都利用了 男人一下子就服软了 抱着他 又轻又哄的 完全一副 我知道 我当然知道了 一个人抚养孩子太辛苦了 所以我赶紧把你娶回来 和你一起共同抚养我们的小宝贝 看着自家少爷 从一个高冷金贵的禁欲男神 变成这让人一言难尽的宠妻狂魔 沈英杰表示 深受打击 女人太可怕了 居然奈够把一个面对着千军万马 而脸不改色的硬汉 变成了一句话 一脸嫌弃的说 看到没有 我们家威风凛然的少爷 自从跌进少奶奶的温柔箱里 就变了一个人似的 还是单身好啊 女人就是祸害 本来看着人家恩爱 已经羡慕不已的游灵力 一听他这话 一颗心捧出来都成饺子线了 他眼神哀怨的看了他一眼 昨天有人向我求婚了 他要我当他的新娘子 但我只当他开玩笑 不是吧 沈英杰一脸惊吓的看着他 随即不客气的嘲笑 就你这种粗鲁的女人 向你求婚的男人眼瞎了吧 他才没有眼瞎 眼瞎的人是你 沈英杰 以后你死你的事 我不会再多管闲事管你了 叔可以忍 沈不可忍 他忍无可忍了 游灵力一脚往他的小腿踢去 随即转身蹬蹬蹬地跑了 游灵力 你这个死丫头 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替我干什么 你回来 你给我说清楚 沈英杰瞪着他的背影 气得哇哇大叫 嘖嘖嘖 沈助理 你好渣呀 还不赶紧去追 苏静欢看不过去了 沈英杰揉着被他 踢痛了的小腿 满脸莫名其妙 这死丫头吃了火药啊 脾气这么暴躁 我哪得罪他了 现在是他动脚踢他 他还是伤患呢 苏静欢逆着他 沈助理 你现在不去追他 我保证 终有一天 你会后悔的 为什么 他只是他的救命恩人而已 又不是他喜欢的女人 呗 他是不婚主义者 他这辈子就没打算结婚 霍列沉迷着深邃的瑞眸 以命令的语气说 沈助理 我现在命令你 追到了好好哄着人家 这是命令 赶紧去 少爷 连你也这样整我 这到底怎么回事 他这一觉醒之后 怎么感觉大家都怪怪的 他可是伤患 霍列沉冷眼逆着他 凉凉的问 不去 是想扣工资吗 少爷 你别扣我工资 我马上去 一听到要扣工资 沈英杰立即撒腿就跑 哪里还有半点 我是伤患的样子 你们男人就是没良心 沈助理变成一个白痴 灵力都没放弃他 现在他好了 却翻脸不认人了 苏静欢鄙夷的说 霍列沉伸手抬起他的下巴 漠染的黑眸 闪着宠溺的光 老婆 你不能一竹竿打成一传人 苏静欢伸手捧住他的俊脸 轻眉的眸子 练咽着妖娆的笑意 点起脚尖 在他的薄唇上亲吻了一下 嘚死的说 除了我老公 其他男人都是渣男 霍列沉心花怒放了 手臂战有性的还住他的腰 正想狠狠地吻他 却见几个穿着防护服 一副武装的医生 从前面走廊 神色匆匆而过 他眸光微闪 不动声色地拿起口罩给他戴上 低声说 你已经见过暖玉 该回家了 苏静欢感觉到 从他身上散发出来的紧张气息 回头望了一眼病房里 暖玉呆滞地看着天花板 没有反应 他心疼地叹了一口气 都怪于墨云那件人 如果不是他 暖玉就不会变成这样 现在还怀着他的孩子 真是造孽 他紧握着霍列沉的手 出了医院 忍不住问 眸色微暗 有些可惜地说 战船追出了公海 找到了他的船时 他已经弃船逃了 于墨云是一只很狡猾的狐狸 想抓住他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苏静欢心情有些复杂 他希望于墨云得到应有的报应 但现在 暖玉怀了他的孩子 他又希望他 能够负起责任来了 霍列沉握住他的手 来到外面 刚想上车 突然一个矫健的身影 从他们的身边迅速掠过 嗖的一声 钻进了车里 他的动作太快了 圣鸟发现了 脸色瞬间大变 刚想伸手去把他揪出来 就在这时 后面传来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一群看起来像是保镖的男人 匆匆从医院里追出来 大哥 行行好 先让我躲一下 他们要抓我 拜托拜托 钻进车里的是个年轻的男孩 打扮帅气 耳朵带着一个蓝色钻石的耳钉 璀璨夺目 长得俊秀 是个很干净阳光的大男孩 他双手合十 向着他们祈求 你这小子好大的胆子 竟敢擅自上我们家少爷的车 赶紧下来 否则我对你不客气 圣鸟黑着脸 这小子居然在他的眼皮底下 钻进了少爷的车里 害他失职 不可原谅 那急促的脚步声越来越接近 男孩看着车窗外的苏敬欢 焦急地说 新娘小姐姐 我昨晚去参加过你们婚礼的 求你了 救救我呀 苏敬欢看着车里面的男孩 唇角微钩 是他 那天去拜祭我妈 他的车失控 差点把我撞了 霍列臣锐利如阴损的寒冷眸光 扫向车厢里的男孩 那无形的杀气 让人不寒而栗 男孩脸色变成了苦瓜干 坏了 上错车了 那天他差点把人撞了 他一定怀恨在心了 保镖已经来到了 他迅速压低身子 藏在车窗下面 焦急地祈祷着 霍少 少夫人 你们好 请问你们看到一个男孩 从医院里跑出来吗 保镖追过来 见识他们 立即恭敬地上前询问 苏敬欢摘下面罩 上前两步 挡住了车窗 灿烂的阳光下 白皙的脸颊 绽放了一抹 盛似娇羊的迷人笑容 他仰起手 如葱根般白皙的鲜鲜欲指 指向对面的马路 当有个年轻的小伙 跑到对面街上去了 这么治愈的灿烂笑容 谁愿意相信他在说谎啊 保镖差点看呆了 回过神来 道了谢谢 立即往对面的街道 跑去 死 你干嘛掐我 苏敬欢的腰末地一通 他抬起头 瞪着一脸不悦的男人 看到他们那惊艳的神情 他就有一股 想把他们的眼珠子 挖出来的冲动 他的美好 只能由他一个人占有 苏敬欢扑斥的笑了 你好霸道 连他对别的男人 笑都要吃醋 他是掉进醋海里吗 哼 霍列成凌厉的眸光 盯着车厢里的男孩 还不滚出来 好可怕的男人 男孩缩了缩脖子 确定那些保镖跑远了 他才下车 他看着苏敬欢 高兴地说 新娘小姐姐 你长得好漂亮 有点像我妈 霍列成的俊脸瞬间黑了 忍住 想一脚 把他踢出外太空的冲动 冷冷地说 还不赶紧滚 需要我打个电话给秦老 把你揪回去吗 男孩脸色一变 赶紧往后退了两步 俊秀的脸上露出一抹惊吓的表情 焦急地说 不要 我还没完够 我不想这么快被他抓回去 明熙 你还想完到什么时候 莫迪一把威严冰冷的男子嗓音 在他的背后传来 男孩一听声音 立即惊得浑身一颤 脸上的表情全部颓了 慢慢转过身 苦哔哔的喊了一声 爹地 苏静欢看过去 只见一个西装革履 打扮得一丝不苟 庄重威严的中年男人 在保镖的簇拥下 阔步而来 他看着他那一双 仿佛似曾相识的眼睛 心突然砰砰砰地狂跳起来 咦 怎么回事 为什么他看见他 会有一股莫名的感觉 霍列成见他满脸疑惑 低声说 他是云城的掌权人秦绝天 他说完 抬头向着秦绝天点头示意 秦老 昨晚在婚礼上招呼不周 很抱歉 婚礼出现了意外 并不是你们的错 幸好最后 你们还是能如愿地举行了婚礼 恭喜你们 秦绝天的视线 落在苏静欢的脸上 看着那张恍如隔世的倾国圣言 他的眸光威宁 谢谢 这是苏静欢第一次见到秦绝天 但他却给了他一种很亲切的感觉 这是受全城老百姓拥戴的大佬啊 有点严肃 却没有架子 很亲切的成熟男人 秦绝天收回有些黯然的眸光 温和地说 我们今天回去了 霍绍 有空带你的妻子来云城 让我一尽地主之意 有空 我一定会带我老婆去 霍列臣客气地回应着 夜店 你跟他们一见如故 不如在这里多玩几天 秦明熙眨着明亮乌黑的眼睛 怂恿着 秦绝天冷冷溺了他一眼 我们已经出来几天了 城里很多事物 等着我回去处理 秦明熙眼巴巴地说 城里的事情我又帮不上忙 不如你让我在这多留几天 我想观察一下景城的风土人情 秦绝天冷哼 留着你在这里闯祸 秦明熙尴尬了 伸手挠了脑脑袋 爹爹 你怎能在这么多人面前 这么说你儿子 他也不给面子了 好歹他已经是成年人 别跟我废话 自己上车 还是被丢上车 自己选 秦绝天对这个爱玩的儿子 一点办法都没有 只能以暴之暴 我自己上 秦明熙赶紧高举双手投降 回头看着苏静欢 大声说 新娘小姐姐 我不是蒙你的 你真的很像我妈妈 苏静欢伸手摸了摸自己的脸 自嘲地笑了笑 看来我长了一张大众脸啊 霍裂成低头伸手 轻抚他白皙娇嫩的脸颊 自豪地说 我老婆的脸是独一无二的 他话还没说完 吐 然后车近他反射出了一道不寻常的光 他的脸色突然一变 迅速抬头 看着秦绝天的背影大声提醒 秦老 有狙击手 秦绝天的保镖反应很快 一听到有狙击手 立即仰起了手中的防弹伞 把他和秦明熙保护在中心 纷纷拔出枪 严阵以待 圣摇也拔出了枪 凌厉的眸光一扫 发现了狙击手逆藏的位置 反手一扣 对着对面的大楼楼顶 打出了一枪 上车 霍裂成护着苏静欢迅速上车 把车窗摇下 这车是顶级装备 全部都是防弹设计 苏静欢有些紧张地看着前面 秦绝天在保镖的保护下很淡定 脸上没有一丝惊慌 果然不愧为大佬 面不改色 秦绝天的保镖也很厉害 严密保护秦家两父子后 随后便展开了猛烈的反击 浓烈的血腥味 在空气中弥漫开了 保镖和狙击手开火了 看着眼前那堪称 好莱坞大片的战斗现场 苏静欢的神经紧绷着 额头上渗出了薄汗 就在这时 苏静欢在后视镜 发现了从医院里 匆匆跑出来的游灵力 顿时大吃一惊 赶紧说 灵力跑出来了 快叫他退出去 霍烈成回头看了一眼 眉头紧皱 满脸不愿 跑出来找死 这种时候 他是不会离开他身边 别人的生死跟他无关 游灵力哪知道 医院门口居然会发生枪战 他快被沈英杰气坏了 臭男人 我就不应该救你 让你淹死在大海里 我又不是你妈生的 谁要当你的兄弟 让你不解风情 你去死好了 游灵力气呼呼地诅咒着他 走出医院大门口 刚想到大陆去坐车走人 眼前的车窗 突然折射了一道刺眼的光芒 他的眼睛一下被刺激到了 他下意识地伸手去揉眼睛 在后面追出来的沈英杰 立即敏锐地发现了 空气中有血腥味 抬头一看 顿时大惊 一边飞扑上去 一边大吼 丫头 小心子弹 什么子弹 游灵力揉着眼睛 在朦胧的视线中 见到了男人惊恐的俊脸 他还没反应过来 男人已经扑过来了 抱住他 滚倒在地上 看着压在自己身上的男人 他的思想仿佛瞬间停止了 脑海里一片空白 只剩下砰砰砰的心跳 你这个蠢丫头 你没发现 这里很危险吗 刚才一枚子弹 就落在 他刚才站着的地方 沈英杰连抱带拖地 把他拉到了墙角落 一番动作下来 他已经不断喘气 妈的 他还是个伤化 身体还虚着 不带这样折腾他 看着外面那飞来飞去的子弹 游灵力吓出了一身冷汗 双腿发软 天哪 有人抢劫吗 有大佬在这附近被狙击了 你这个笨丫头 就不会看清楚状况才跑出来 想害他担心吗 左一句蠢丫头 右一句笨丫头 真的够了 游灵力咬牙切齿地瞪着他 这光天花日之下 谁这么猖狂 说不定人家在拍戏呢 拍戏 沈英杰苍白的脸上 露出一抹讽刺的冷笑 一手揪住他的手臂 做事要把他丢出去 你以为那是道具是吧 你出去啊 你现在就跑出去 看你不成马蜂窝 哇 不要啊 我不想死啊 游灵力吓得脸色发白 赶紧张开双手 拼命抱住他 柔软的身子 不断往他的怀里挤啊挤啊 耳边突然传来 男人有些急促的抽气声 被他挤到了角落里的沈英杰 赶紧握住他的肩膀 有些焦急地说 你别再挤了 奇怪了 他分明讨厌女人的 为什么这丫头在他的怀里 竟然勾起他的遐想 身体更是不受控制地起了反应 我怕啊 游灵力突然脸颊一红 随即气急败坏的低吼 你这个禽兽 你 他并不是第一次和他接触后起了反应 那天他们一起抱着睡觉 他醒来后也是反应特别厉害 但那时候他的智商还是六七岁 他压根不理解 他骗他那是病 把他骗去洗冷水澡 但现在 他已经恢复正常了 他 游灵力感觉自己 整个人都要被火烧着了 喜儿扑通扑通地狂跳起来 脸烫得能煮熟生鸡蛋了 我是血气方当的正常男人 又不是柳霞慧 谁叫你动来动去 你别再乱动了 否则对你不客气 他以为他憋着不难受吗 分明就是 他对他起了色心 反倒怪他了 游灵力又气又闹 攥住拳头 往他的胸膛捶去 你这个臭流氓 你就只会占我的便宜 你放开我 嗯 他末地撑大毛子 满脸不敢置信地 瞪着近在咫尺的俊脸 看着那张一张一息的烟红小嘴 沈英杰就很想把他堵住 当他意识到 自己做了什么事 他的嘴巴已经堵了上去 他一向不喜欢女人 总觉得女人是麻烦 能不招惹就不招惹 这是他第一次吻上 一个女人的唇 但那柔软甜美的触感 却让他瞬间产生了一丝恍然 为什么这种感觉这么熟悉 在脑海里 突然出现了一幕 让他感到不可思议的画面 他吻过他 这种熟悉的感觉错不了 他急切地想要印证着什么 他用力扣住他的后脑勺 不断加深着辗转缠绵的热吻 男人的吻很强悍霸道 就像是狂风骤雨般 不断地撕掠着他 还不让他躲 游灵力心里就像打翻了蜜糖 那一股甜蜜 把他全身的力气都化光了 男人强烈的荷尔蒙气息 萦绕在他的鼻息间 让他全身酥地软成了一滩水 直到砰的一声 一枚子弹射在了他们身旁的墙上 沈英杰反应很快 修长的手臂迅速紧抱住他的腰 把他紧抱在怀里 紧密地护着 游灵力在男人的怀里 悄悄探出头来 看见外面那激烈的枪铃弹雨 突然一点都不害怕了 他知道眼前的男人会保护着他 这次的暗杀行动是有备而来 派来了大批的狙击手 苏静欢在车里看得胆颤心惊 秦绝天的保镖已经倒了一半 就连保护秦明希的保镖也中枪了 他顿时失去了掩护 这无疑给了狙击手机会 秦绝天看着自己儿子暴露在危险中 想也没想立即扑过去 用自己的身体护着他 随着砰的一声 他的背后中了枪 烟红的鲜血飞溅出来 想加我群的宝宝 快来了 110754832吧 看着秦绝天中枪 苏静欢的心末地一痛 他控制不住地哆嗦起来 他抓住霍裂臣的手臂 焦急地说 他中枪了 快去帮忙 快去 他居然有强烈的渴望 不想让他死 一群没用的废物 霍裂臣皱眉 看了一眼时间 支援的队伍快到了 他伸手摸了摸苏静欢的脸颊 低声警告 在车上等我 没事别出来 苏静欢用力点头 信任地看着他 语气坚定地说 我会等你回来 乖 霍裂臣低头在他的额头上 轻轻一吻 把精巧袖珍的手枪 塞进他的手里 然后迅速推门出去 老公 小心啊 苏静欢紧握着枪 担忧地大声说 霍裂臣下了车 看着他笑了一下 随即用力关上车门 苏静欢满脸担忧地看着他 墨地在他的背后 出现了一个猛脸狙击手 枪口正对着他的后脑勺 他的脸色顿时大变 惊恐地大叫 小心后面 他不知道霍裂臣 有没有听到他的叫声 那张五官深邃立体的帅气脸孔 依然带着宠密的微笑 就在他惊得呼吸都要停滞时 只见男人突然往后扬起手 在灿烂的阳光下 那银色的枪管 闪烁着璀璨耀眼的光芒 随着砰的一声 一枚子弹飞了出去 那还没来得及开枪的狙击手 已经中枪倒地 苏静欢看着致命倒地的狙击手 伸手擦了一下额头上的冷汗 伸手指了指自己的脸 惊魂未定地说 差点被你吓死 没想到他随行这么多保镖保护 居然还能练就一身这么厉害的本领 刚才那一枪快很准 堪称完美 秦决天背后中枪 已经倒地昏迷 秦明希跪在他的身边 惊慌失措 抱着他的头 拼命地撕叫着 爹地 你怎么样 爹地 他已经惊呆了 把他扶上车 你开车直接进去医院 霍列臣迅速上前 一手扶起了倒在地上的秦决天 另一只手握着枪 砰砰砰几枪 几个厉害的狙击手倒地 浓烈的血腥味 弥漫在空气中 让人有了想呕吐的冲动 秦明希已经被惊吓的手脚发颤 协助他扶着秦决天上了车 他坐在驾驶座上 手却发颤地握不住方向盘 霍列臣看到他那胆小的模样 忍不住破口骂 有胆量在墓地上飙车 没胆量开车送你爸进医院 你想明年去墓地拜祭你爸是吧 想起他差点把苏敬欢撞倒 他现在就有一种 想一枪把他的脑袋崩掉的冲动 对不起 我的手一直在发抖 我不是故意的 秦明希是秦家的独生子 从小就被保护得很好 这还是第一次面对这么凶狠的场面 吓得说话都不麻利了 浑身都在剧烈地颤抖着 霍列臣密着深邃幽冷的嗜血锐眸 迅速解决掉了两个狙击手 突然看见几个狙击手 把枪口描向了苏敬欢所在的车 心顿时一跳 车窗虽然是防弹的 但他还是很担心 他咬牙说 臭小子 你要么在这等死 要么给我振作起来 马上开车进医院 我不管你了 没有任何人 比他媳妇的安危更要紧 霍少 你不要走啊 我手发抖 我握不住方向盘啊 秦明希惊恐地叫着 但霍列臣已经走了 突然一枚子弹从前面直飞而来 传来了喷的一声 玉器中的挡风玻璃并没有碎下来 他颤抖着抬头望去 挡风玻璃上面出现了一道 被子弹划过的痕迹 却没有破 他这才想起 这车上的玻璃 全部都是防弹玻璃 子弹不可能打进来 车厢里弥漫着浓烈的血腥味 他回头 看着 脸色苍白 浑身都是血的爹地 眼睛泛红 墨地咬牙 爹爹 我马上送你去医院 你千万不能有事 他大叫一声 紧张地泛起轻轻的手 迅速握住了方向盘 脚踩下油门 车子快速地奔了出去 喷喷喷的响声 不断从车身上传来 狙击手拼命地狙击 秦明熙又惊又恐惧 开车的手不断在颤抖着 但是他知道 如果他胆怯了 他爹地肯定会死 他咬紧牙关 强忍住恐惧的心情 操控着轿车 迅速往医院里开进去 刺耳的警笛声 从四面八方包围过来 狙击手眼见任务失败 还被霍烈成干掉了这么多同伴 都眼红了 纷纷把怒火转移到苏敬欢的身上 想杀了他 为伙伴们报仇 车窗上不断传来 砰砰砰的枪击声 那玻璃车窗承受了巨大压力 已经开始有了裂痕 苏敬欢手里紧握着霍烈成 塞给他的枪 轻眉的眸子 练艳着冷静的寒意 他知道 在这种时候 他绝对不能害怕 也不能慌 突然两名狙击手飞扑过来 迅速把车门拉开了 苏敬欢唇角泛起一抹嗜血的冷意 墨地举起枪 砰砰两声 随着飞溅的烟红鲜血 那两名狙击手的身体 飞跌了出去 苏敬欢迅速把车门关上 往前面望去 霍烈成和圣鸟 已经解决掉大半的狙击手 地上染满了让人触目惊心的烟红鲜血 宛如炼狱般 霍烈成一身长衣 竟然没沾半点血迹 英智的俊脸弥漫着寒冰式的灵力杀气 枪里面的子弹一旦出霞 便有人倒下 剩下的狙击手 集中去对付苏敬欢 霍烈成看着车里的女人 墨地瞳孔紧缩 脸色大变 一边狂奔过去 一边大喊 下车 快下车 似鼻的汽油味在空气中扩散着 车上的油箱已经破了 汽油正一滴滴滴露出来 狙击手也发现了 破空而出的子弹 正急速地向着油箱射去 只要射中油箱 车就会马上爆炸 而在车上的苏敬欢 就会粉身碎骨 霍烈成举枪射出一枚子弹 砰的一声 火花四箭 两枚子弹在半空中相撞 咚咚两声掉在地上 就在子弹相撞的那一刻 一枚子弹从隐秘的角落里射出 随着轰隆一声巨响 叫车爆炸了 霍烈成末地发出撕裂的吼声 欢欢 想叫我去那宝宝 快来了 1107548328 不定时会有红包 轿车爆炸了 浓烈的烟火冲天而起 霍烈成锐利的阴谋发红了 他反手就一枪 逆藏在暗处的狙击手 立即中枪倒地 他第一时间冲到了轿车前面 看着那被炸得面目全非的轿车 他焦急地刚想拉开 那已经变黑了的车门 前面突然传来了一阵剧烈的咳嗽声 他的手磨地一顿 迅速迈开长腿 从前面绕过去 当他看见匍匐在路边台阶下咳嗽的女人 他仿佛被剑穿透了的心 这才愈合了 他见不上前 扶起他 看着他被烟熏黑了的翘脸 心疼得要命 他拿出手帕 一边给他擦拭着脸上的污迹 一边担心地问 你没事吧 有没有不舒服的地方 苏静欢轻轻摇头 嗨嗨 只是被烟呛了一下 我没事 幸好他刚才下车下得快 在前面就是个台阶 他毫不犹豫跳下去 趴倒在台阶下 这才躲过一劫 想起刚才那惊险的一幕 他心有余悸 心脏还在扑通扑通的狂跳着 刚才真是九死一生啊 这时 警方已经赶来了 还剩下几个狙击手 已经趁乱跑了 我不放心 还是去医院检查一下 霍列臣伸手摸了摸他的肚子 担心他和孩子有事 赶紧抱起他 快步走回医院做检查 苏静欢知道他担心自己 为了让他放心 他也没说什么了 刚才经历了九死一生 他惊魂未定 双腿还在发软呢 惊心动魄的枪战终于停火了 被沈英杰紧紧抱在怀里 护着的游灵力 一颗高悬在半空中的心 这才慢慢落地 他伸出一根线长的手指 轻轻戳着沈英杰 大大咧咧的声音 变得有些娇柔了 沈英杰 都完了 你还不放开我 沈英杰修长结实的手臂 紧紧抱着他 下巴抵在他的肩膀上 一动没动 沈英杰 你还不放手 你还想抱到什么时候 游灵力见他没有动静 脸颊更红了 这臭流氓 又再占他便宜了 他把手指戳到他的肩膀上 轻轻戳了几下 但是紧抱着他的男人 还是没有动静 慢慢地 他全身的力量 都压在了他的身上 你这个臭流氓 你再这样 我就要生气了 你快起来 游灵力有些气急败坏了 推他的手 情不自禁地 用上了一些力量 没想到 咚的一声 沈英杰被他一推 身体往后摔倒在地上 沈英杰 游灵力这才发现他不对劲 他赶紧爬上前去一看 只见沈英杰脸色发白 双目紧闭 婉然一副早就晕厥过去的样子 他这才想起 他刚动手术没多久 身体还很虚弱 乃惊地起着折腾 他握住他的肩膀 焦急地叫着 沈英杰 你醒醒 你不要吓我 沈英杰 你快醒醒 游小姐 沈助理怎样了 刚向警方交代了事情经过的圣摇 见他倒在地上 赶紧快步走过来 游灵力已经被他吓得六神无主 满脸惊慌失措地说 我也不知道 他当才还好好的 无端端突然就晕倒了 他紧张的眼眶都红了 姚赶紧把他的身体翻转过来 检查了一遍 没有发现他身上中枪 这才松了一口气 说 游小姐 你放心吧 他没有受伤 估计是脑袋一下子攻血不足 才会晕过去 先把他送回医院去吧 圣摇吃力地把他沉重的身躯撑起来 别人说人傻有福真没错 他傻了这么久 身体还这么沉 可见吃好睡好 你小心一点 他昏迷了 游灵力见他 他差点把沈英杰的脑袋磕到墙上去了 赶紧焦急地出声提醒 在一旁谨慎地护着 圣摇嘴角微抽 冷逆了沈英杰那苍白的脸孔一眼 忍不住付菲 就他这副仇视女人的姿态 怎么还有女人喜欢上他 这老天爷不公平啊 他虽然是冷血保镖 但好歹对女人一向绅士 却从来没有女人向他示好过 真是同人不同命啊 在另一边 霍列臣抱着苏敬欢匆匆到医院里 见到前面有人 不忘给他戴上口罩 苏敬欢仰手看着男人 充满了男性魅力的俊脸 心窝里甜甜的 得服如此万事足矣 霍列臣抱着苏敬欢 快速地冲进了妇产科 焦急地大喊 医生 快给我老婆检查 他刚才在外面受到惊吓 我担心他动胎气 在诊室里的医生愣了一下 见识霍列臣 这是不能得罪的主啊 赶紧站起来 客气地问 霍太太 你有没有感觉哪里不舒服 苏敬欢略显得有些尴尬 他轻轻摇头 没有 霍太太 你进去里面 我帮你检查一下 医生拉开布帘 霍列臣抱着苏敬欢走进去 里面摆放着一张床 旁边还有些检查的仪器 他轻轻把它放在床上 霍先生 你到外面去稍等片刻 医生戴上手套说 霍列臣见他要赶自己出去 俊脸一沉 身弱寒谈的黑眸 染着一抹灵力的光 语气威严坚定地说 我要留在这陪着我老婆 医生顿时深感压力 他也不敢再多说什么 走到床边 手掌刚按压在苏敬欢的肚子上 一旁的男人立即炸了 迅速抓住他的手腕 灵力的眸光中透着凶残 你想干什么 他担心他动胎器 他还用手去按 男人的手筋很大 就像要把他的手腕捏碎似的 医生被他吓得脸色发白 双腿发软 他惊叫着说 哎呦 霍先生 你别紧张 我这是 在给霍太太检查 我没有恶意的 我只是轻轻按 不会伤到他儿的 苏敬欢脸色发青 他赶紧说 霍烈尘 医生还会害我不成 你赶紧出去 在外面等着 他真的快要被他求死了 霍烈尘莫眉紧皱 眸光更灵力甚人 这欠臭的小东西 他居然赶他走 你快出去 你在这里 医生都不敢给我检查 快出去 苏敬欢脸红地推着他 见他不为所动 立即沉下脸 坐视要起来 冷冷地说 你不出去 那我不检查了 走吧 回家了 霍烈尘赶紧把他按下 尽管脸色铁青 不过还是妥协了 有点焦急地说 你别起来 我出去 我在外面等你 苏敬欢这才乖乖躺回去 见他还杵着 挑眉腻着他 还不出去 医生在一旁如惊弓之鸟 他不走 他都不敢碰他一下 霍烈尘寒冰式的灵力眸光 扫向医生 语气冰冷地警告 你小心点 别弄疼我媳妇 医生 擦着额头上的冷汗 赶紧说 霍先生 你放心 我当医生这么多年 从来没有出过意外 霍烈尘握着苏敬欢的手 手掌不舍地抹撒着他的脸颊 担忧地说 我在外面等你 有什么事 你叫医生就行了 他只是进来做个简单的检查 瞧他那紧张的劲儿 别人不知道 还以为他要上行了 苏敬欢满脸尴尬 知道了 你赶紧出去吧 有事我会叫你 霍烈尘低头在他的唇上 亲吻了一下 这才依依不舍地松开手 转身走了出去 里面检查的地方 本来就很狭窄 他一走 医生感觉连呼吸都顺畅了 他在这里 他连大气都不敢喘息一下 苏敬欢抱歉地说 医生不好意思 医生微微一笑 没放在心上 温和地说 霍先生也是担心你 才会这么紧张 医生在里面给苏敬欢做检查 霍烈尘在外面焦急地等待着 就在这时 外面传来游灵力紧张的叫声 小心点 不要撞到他的头 小心 霍烈尘莫眉微皱 回头往外面望去 见圣摇正背着沈英杰 游灵力红着眼在一旁跟随着 他立即快步走出去 问 沈助理怎么回事 圣摇停下脚步 少爷 沈助理在外面晕倒 他没有受伤 应该是头脑攻血不足才会晕倒 我这就送他回病房 找医生来检查 霍烈尘唇角微抽 眯着深邃的睿眸 鄙视地说 没出息的东西 有女人就变弱了 游灵力见他骂沈英杰 有点生气了 气愤地堆回去 他后脑中过枪的 他能熬过来 捡回一条命 已经很不容易了 别以为他是沈英杰的老大 他就可以随便骂他 圣摇吃惊地腻了一眼 气愤地脸红耳赤的游灵力 这丫头胆子不小啊 居然敢直面对少爷 霍烈尘很明显地愣了一下 随即笑了 只是那笑容寒冷地 让人不敢直视 他轻横 找了你这么个硬气的女人 沈助理倒是出息一回了 不过你这性子 在沈助理面前撒泼一下就好 他不收敛一下 早晚要惹祸出事 他眼里的警告 让游灵力心头一震 他抿着唇 倔强地说 这是我的事 不劳你费心 他就是见不得沈英杰被别人骂 谁敢骂他 欺负他 管他是天皇老子 他照对不可 圣摇怕他激怒霍烈尘 赶紧说 沈助理太沉了 少爷 我得赶紧送他回病房 他说完 抓住游灵力的手臂 匆匆忙忙离去 你干什么 放开我 他抓得很用力 那劲仿佛要把他的骨头都要捏碎似的 游灵力痛得抽气 他们这些当保镖的男人 都是这么粗鲁 不懂怜香惜玉的吗 圣摇走远了 才松开他的手 冷冷地腻了他一眼 沈助理这么小心谨慎的男人 跟你这个大大咧咧的女人 还真是绝配 他可以使劲扯他的后腿 让他心里平衡一点 游灵力被他讽刺的脸一红 有话直说 一个大男人阴阳怪气 算什么 圣摇没有说话了 背着沈英杰回到病房里 直接把他扔到病床上去 你小心点啊 他的脑袋才刚动完手术不久 你这样会让他脑震荡的 游灵力心疼地抱着沈英杰的头 你放心吧 他又不是女人 没你想象的这么脆弱 我去帮你叫医生来吧 他是霍列臣的保镖 他不能离开他太久 他得赶紧回去 圣先生 谢谢你 虽然他很粗鲁 不过他背着沈英杰回来 游灵力还是客气地向他道谢 不用客气 你好好照顾他 别再让他跑出去了 圣摇点了点头 转身快步走了 游灵力坐在床边 抽了几张纸巾 轻柔地把沈英杰脸上的污迹擦拭干净 见他脸色惨白 心紧揪着 他握住他的手 贴在自己的脸上 哽咽着说 沈英杰 你一定要快点好起来 我保证 在你好起来之前 我不会再跟你生气了 不管你说什么难听的话 我都不会在意了 当兄弟就当兄弟吧 反正我也没哥哥 有个哥哥疼我 也不错 他说着说着 眼泪就忍不住涌出来了 其实他一点都不想当他的兄弟 可惜的是 神女有心相亡无梦 游灵力的眼泪 滴滴答答地落在了沈英杰的脸上 他正在吊咽 自己还没开始就要结束的爱情 脸上传来的冰凉感 让沈英杰慢慢苏醒过来 他睁开眼睛 对上了游灵力挂满泪水的翘脸 不禁愣了一下 惊讶地问 我还没死 你哭什么 他的泪水滑到了他的嘴角里 有点闲 让他的心瞬间也变得苦涩了 他醒了 游灵力赶紧伸手去擦眼泪 没想到眼泪越擦越多 他真的很委屈啊 嗓音嘶哑地说 谁说我哭了 我没有哭 眼睛里都是泪水 还说没哭 真是倔强的小丫头 沈英杰修长的指尖 轻轻碰出他脸上的泪水 眸色渐渐变深 你没哭 这是什么 游灵力委屈地哽咽着 倔强地说 我的眼睛溺水了 不行吗 好 你没哭 你只是眼睛溺水了 沈英杰坐起来 伸手抱住他 声音便柔和了 纵容地说 我的怀抱借给你 你想溺水到什么时候都可以 男人的怀抱 既宽敞又温暖 就像一座坚固的堡垒 能够为他遮风挡雨 但这里应该是女朋友的位置 不是兄弟的位置 游灵力贪恋地 吸着他身上好闻的男性气息 他纵容了自己一分钟 随即用力推开他 委屈地低吼 沈英杰 既然你让我当你的兄弟 就请你不要 再做这种让人误会的事情 暧昧让人受尽委屈啊 想家我群的宝宝 快来了 1107548328 不定时会有红包 看着女孩 布满了委屈泪水的脸孔 沈英杰眉头微皱 感到很疑惑 你到底怎么了 好端端地哭 还说一些莫名其妙的话 我做了什么 让你误会什么了 他自认做人坦荡荡 看着男人那猛然无知的直男表情 游灵力一颗心捧出来 都成饺子线了 他办事能力是很强 但对感情是却很糊涂 他在他面前哭 简直浪费眼泪 他伸手擦去脸上的泪水 深吸了一口气 语气冰冷地嘲讽 你刚做了什么 你这么快就不记得了 你这脑子真好使 想记住的就记住 不想记住的就不记住 沈英杰吃惊地看着他 丫头 你对我是不是有什么误解 他说的他 好像做了什么 十恶不赦的错事似的 我对你没有误解 是你对你自己的行为有误解 你告诉我 你会抱你家少爷 吻你家少爷吗 可恶 他在外面吻他 吻得双腿发软 他昏迷了一会 醒来就望光光 他把他当成什么了 沈英杰嘴角微抽 赶紧说 你怎么能说这种话 别人听见了 还以为我跟少爷有一腿 这话不能乱说 不能让少奶奶误会 他们很不容易才在一起 要是因为他有了误会 那就不好了 一 游林里很不容易止住的泪水 差点又被他气出来了 他忘记了在医院门口 抢吻他的事了 他咬着下唇 正想发火 医生匆匆来了 他皱眉责怪 沈先生 你才刚动完手术 你怎能下床跑出去 你的身体还没恢复 你的脑袋再出问题 麻烦就大了 本来想发火的游林里 一听医生的话 顿时吓得脸色发白 赶紧追问 医生 他刚才在外面晕倒了 你赶紧看看他怎样了 生气归生气 但他的身体状况 是最重要的 医生给他做了一些检查 叮嘱说 他还没恢复好 大脑容易攻血不足 沈先生 你想尽快好起来 就不要再乱跑了 听我的吩咐 好好躺在床上休息 医生 你放心 在你允许之前 我保证不会让他下床的 游林里立即拍着心口说 那就好 记得准时吃药 医生吩咐了几句就走了 游林里立即把药准备好 心里为自己之前的冲动懊悔 明知道他刚动完手术 他还跟他志气 要不是他跑出去 他就不会追着他出去 吃药吧 游林里把药放在手掌心里 送到他的面前 沈英杰伸出大掌 握住他柔软的小手 揪着他的手掌心 把药吃了 那赤裂的唇印在他的掌心里 吓得他赶紧把手缩回来 脸红了 你干嘛脸红了 沈英杰看着他 瞬间占红了的脸颊 惊奇地问 游林里羞窘地 想挖个坑把自己埋了 他立即粗着嗓子掩饰地说 这里太门太热了 好吧 他高兴就好 沈英杰掀开身上的被子 翻身下床 游林里一看 立即着急了 沈英杰 你没听见 刚才医生怎么说的吗 他让你好好躺在床上休息 你又下床想干什么 沈英杰站在他的面前 手掌撑在他身后的桌子上 把他困在自己身前 居高临下俯瞰着他 英俊的脸上 泛起了一抹醋侠 勾唇 嗓音低雅邪气 我内急了 你不让我下床 你是准备用手帮我兜住吗 游林里看着男人邪魅的俊脸 脑海里顿时轰隆一声 仿佛炸开了 被他困在结实修长的昂藏身躯下 心喷喷喷地狂跳起来 脸红得几乎要滴出血来 他伸手抵住他结实的胸膛 羞耻的跺脚 沈英杰 你这个臭流氓 你要去洗手间 你就赶紧去啊 这样戏弄他 很有趣吗 看着女孩娇艳欲低的红唇 男人性感的喉结滚动了一下 突然感到喉干舌燥 他就像着魔似的 突然伸手握住他的下巴 这红唇看起来真诱人 修长的指尖 在他的红唇上倾抚着 从他嘴里吐出来的温热气息 让他的指尖酥麻 女孩仙长卷翘的睫毛 紧张地微微晃动着 心跳更快了 他想干什么 他又想吻他了吗 沈英杰盯着他的红唇半想 谋色渐深 突然质问 你趁我睡着的时候 偷吻过我吧 刚才在医院门口 他鬼使神差地吻上他 竟感觉到无比的熟悉 他们一定接过吻 他不记得自己有吻过他 只有他偷吻他的可能了 这家伙占了便宜还卖乖 完全忘了他变成白痴 那段时间发生过的事 现在到自恋地质问他起来了 游灵力手掌心发痒 要不是他努力控制住 他早就一拳烘上他的面门了 他用力推开他 黑着脸说 你以为你是谁啊 谁偷吻你了 不要脸 我饿了 我要去买面吃 他刚想离开 腰间突然一紧 男人修长有力的手臂 抱住了他的腰 把他拉了回来 他惊恶地抬头望去 随即被浸在咫尺的俊脸 吓得撑大了毛子 男人霸道的薄唇 附在了他微颤的红唇上 赤裂的温度 仿佛能瞬间 把他整个人燃烧起来 雨还柔软的红唇 就像棉花糖一样 软绵绵的 好甜 就是这种熟悉的感觉 男人收紧了手臂 加深了狂野的热吻 他的吻太霸道强悍 男性浓烈的荷尔蒙气息 萦绕在他的鼻息间 把他想反抗的力量都化掉了 让他情不自禁地闭上了眼睛 伸手搂住他的脖子 轻涩地回应着 苏敬欢检查完后没什么事 拉着霍裂尘来看沈英杰 没想到在门口看到了 他们正在拥吻 他没有打扰他们 悄悄离开 忍不住笑了 看来沈助理跟林立 很快就好事将近了 这到年底了 好事连连来 霍裂尘微耸间 说实话 他并不看好他们 他们就像是两个世界的人 苏敬欢还惦记着另一个人 秦老中枪了 他流了很多血 我们去看看 有什么能帮上忙的 秦决天是来参加 他们的婚礼才出事的 于秦宇里 他们都应该去慰问一下 在手术室门前 秦明熙难过地抱着头 蹲在地上 是他太没用了 如果爹地不是为了保护他 他根本就不会受伤 如果他出了什么事 他绝对不会原谅自己 护士匆匆出来了 焦急地问 伤者失血过多 现在医院里血库存不够 请问 有没有伤者的亲人在 秦明熙闻言 立即站起来 神情激动地大声说 护士 是伤者的儿子 你抽我的血 你赶紧抽我的血 去救我爹地 你是他的儿子 太好了 请问 你是什么血型 护士快步走过来问 护士 我是欧行血 我是他儿子 我一定可以给他输血的 秦明熙焦急地说 护士看着秦明熙 脸上露出一抹吃惊的神情 再次确认 先生 你是伤者的亲生儿子吗 秦明熙见他在那磨迹 一点都不干脆 更焦急了 有些气急败坏的大声说 是的 我是他的亲生儿子 你问这么多干嘛 你赶紧带我去抽血啊 我爹地出了什么事 你能担当得起啊 护士看着他 周梅说 先生 我想 你们一定是搞错了 伤者的血型是AB型 他不可能生出O型的孩子 秦明熙看着护士 脸上的表情僵住了 随即伸手 揪住他的衣领 愤怒地咆哮 你说什么 你到底想说什么 少爷 你冷静点 保镖赶紧上前把他拉开 对着护士说 护士 你弄错了吧 少爷的确是老爷的亲生儿子 事关云城继承人的血统问题 这不是开玩笑的 大家都紧张起来了 如果你们的关系确定无误 是亲子关系 那应该是你的血型 弄错了 先生 你先跟我去验血 护士整理了一下 被他弄皱了的衣领 神情淡定地说 秦明熙跟上去 抿着唇 脸上的神情很笃定 他是爹地的亲生儿子 一定不会错的 秦绝天的亲信保镖 看着少爷远去的背影 眉头紧皱 心头有些不安了 老爷的血型不会错 少爷的血型也不会错的 到底是哪里出了错 这时 霍列臣和苏敬欢来了 看到脸色发愁的保镖 苏敬欢的心情顿时焦急起来 他快步上前 关心地问 请问 秦老的情况怎样 他跟秦老并不认识 但莫名的 他就是想关心他 想知道他的状况 老爷失血过多 现在医院血库存不够 少爷已经去验血 如果他的血型不符合书血条件 保镖微微攥了一下拳头 满脸担忧 秦少是秦老的儿子 一定可以的 对了 秦老是什么血型 也许我们可以帮忙找人 苏敬欢立即说 保镖犹豫了一下 才轻声说 我们家老爷的血型是AB型 AB型啊 苏敬欢惊讶地说 真巧 我的血型也是AB型 霍裂成低头看了他一眼 眼底闪过一抹若有所思的光 瞇着深邃的锐眸 霸道强势地说 你是孕妇 就算你们是同一个血型的人 你也不能给他输血 他的眼神很灵力 并不是开玩笑的 你这么焦急干嘛 我又没说要给他输血 你以为我不紧张孩子 你属下这么多 一定有AB血型的人 AB型并不是稀有血型 应该很容易找到符合血型的人 少奶奶 我就是AB血型的 秦老需要 我随时可以为他献血 圣妖上前一步 陈生说 他好了 苏敬欢用手肘顶了顶霍裂成 仰起白皙的翘脸 巧笑倩兮地看着他 看到没有 这么好的保镖 随时为你卖命 还这么骨热心肠 你该给人家涨工资了 霍裂成一脸宠密 伸手刮了刮他的鼻子 娇宠地说 夫人说得没错 工资是该涨了 谢谢少爷 谢谢少奶奶 圣妖那张没有表情的俊脸 总算是露出了罕见的笑容 那笑容揉合了他脸上 那有些冷硬的线条 竟然出奇地帅气 苏敬欢惊讶地说 圣大哥 你笑起来还挺帅的嘛 你就应该多笑一点 这样才有女孩子喜欢你啊 他没有记错的话 他年纪也不小了 早已经过了试婚年龄 现在还是形单影子 他很帅吗 在他身边的男人 脸色瞬间沉了下来 搁在他腰上的手 轻轻掐了一下 这男人 真是掉进醋海里了 他不就是夸了圣妖一句 就惹他不高兴了 苏敬欢眨了眨亲妹的水眸 炼焰着一抹脚霞的光 墨地伸手揪住他的脸皮 用力往外扯了扯 笑了 就算他再帅 也没有我老公帅 我老公帅过全人类 帅出银河系 帅出宇宙了 这样夸自己老公 你也不害臊 霍裂成冷腻了他一眼 把他在自己脸上 做怪的小手扯下来 不过脸上那英质的神情 已经缓和下来 嘴里嫌弃着 其实心里享受得很 圣妖嘴角微抽 伸手搓了搓手臂 鸡皮疙瘩已经掉了一地 摊上这么不要脸的 随时随地撒狗粮的主子 他还能说什么 我夸自己男人 有什么问题 圣大哥 你说有问题吗 苏敬欢看向圣妖 那白皙如雪的脸 精致漂亮如堂瓷娃娃 鲜长卷翘的睫毛微微晃动 就像一把小扇子般 衬得那一双明媚的眼睛 又大又水亮 奄然一笑 便是倾国天资 让人一步开眸光 圣妖不敢多看他一眼 点着头 当然没问题 就你不害臊 霍裂成捏了捏他的脸蛋 修长有力的手臂 占有性地搂住他的腰 把他的脸拌在自己的怀里 这小妖精的倾国笑容 他吝啬地不想被其他人分享 这时 秦明熙回来了 脸色发白 指尖发颤 嘴里在喃喃地说着什么 一副身受打击的样子 少爷 怎么样了 保镖杨海涛迅速上前 焦急地问 秦明熙脸色发白 神情有些崩溃的大声说 杨叔 不可能的 我是爹地的亲生儿子 我怎么可能是 少爷 你冷静点 不要随便乱说 杨海涛见他情绪有些失控 赶紧伸手按住他的肩膀 低沉的语气 既是安抚 也是警告 秦明熙焦急地大声说 杨叔 我该怎么办 我不能给我爹地输血 他是不是死定了 杨叔 我不要他出事 秦少 我是AB血型的 我可以给秦老献血 护士 抽我的血吧 圣妖上前说 太好了 请你跟我来 护士立即带他去验血 秦明熙已经惊慌得六神无主了 霍列臣眯着深邃灵力的阴谋盯着他 霍列臣的眸光太过锐利 秦明熙被他盯着 顿时浑身不自在 他扯着保镖的衣服 杨叔 我 没事 别担心 有人给老爷书血了 他会没事的 少爷 不如我先让人送你回酒店休息 他还只是个二十出头的孩子 刚才那惊险的一幕 也够让他难受了 不 不要 我要在这等我爹地出来 秦明熙用力摇头 杨海涛伸手按在他的肩膀上 神情坚定地说 那好吧 少爷 你不要胡思乱想 你是老爷的亲生骨肉 这个事实 没有人可以撼动 他既是秦老的保镖 也是秦老的好朋友 他在秦家是有一定地位的保镖 秦明熙把他当成是长辈 对他颇为尊重 有了他的支持 他慌乱的心情 这才慢慢稳定下来 秦少 你不要担心 你爹地一定会没事的 看着他脸色发白 身体不断发颤的男孩 肃静欢向他微微一笑说 秦明熙看着他 神情突然有点慌乱 他抓住杨海涛的手臂 指尖颤抖得更厉害 他压低声音说 杨叔 他 杨海涛打断他的话 向着苏静欢说 有劳少夫人关心 有你们的帮忙 我也相信 我们家老爷 一定可以渡过难关 待老爷身体安好 我们再登门感谢 他这是在下烛课令 霍列臣搂住苏静欢的腰 淡淡地说 秦老在我的地方出事 我责无旁贷 有需要帮忙的地方尽管开口 我一定会亲尽所能帮忙 杨海涛感激地说 我替我家老爷 谢谢霍少 霍列臣微微点头 给苏静欢戴上口罩 说 出来大半天 你也太饿了 我们回家吧 苏静欢也明显感觉到 杨海涛对他们的防备 他走出了大厅 回头看了一眼手术室的方向 压低声音说 昨晚小远遇到那个 长得像我妈的男孩 说的应该是情少吧 他用力握住霍列臣的手腕 眉头紧皱 不知道为什么 我的心感到很不安 人有相似而已 别多想 医生说 你要静心养胎 别胡思乱想 霍列臣抬起手掌 隔着口罩 妈撒他的脸颊几下 苏静欢把身体 靠在他的怀里 眨着清澈明亮的水眸 撒娇了 我脚软 你这个小妖精 想让我抱就直接说 霍列臣严育地腻了他一眼 结实地手臂 用力抱起他 霍先生 霍太太 就在这时 一名护士匆匆赶来 神色凝重地说 幸好你们还没有走 暖玉现在情况还不稳定 他总想着轻生 不想要肚子里的孩子 你们是他的朋友 你们去劝劝他吧 暖玉 苏静欢的心痛了 虽然沈英杰不肯说什么事 但是他知道 暖玉在色诚 一定遭遇了很可怕的事 霍列臣眉头紧皱 这个暖玉就是事多 他这么一闹 他媳妇又不能回家了 他从口袋里 拿出一块巧克力糖 掀开他的口罩 塞进他的嘴里 说 吃颗糖 补充一下能量 现在快到用餐的点 这种时候 乖乖把糖吃了 这才去找暖玉 暖玉劈头散发 被捆绑在病床上 他用力挣扎着 发出了撕裂的吼声 放开我 是生是死是我的事 我不要你们管 我不要这个孽种 我要打掉它 苏静欢站在门口 听着暖玉淒厉的嘶吼声 眼眶泛红 泪水在眼眶里打转 曾经的暖玉 是那么的活泼可爱啊 老天爷到底跟他 开了一个什么样的玩笑 才会把他弄成这样 他伸手轻轻擦去 眼角的泪水 握住他的手 俊脸满是不乐意的神情 那个暖玉已经是个疯子 谁知道他会不会伤害他 你别这样 你看他都已经被捆绑住 他没有办法伤害我 他在的话 他们反而不好沟通 这是他们两人之间的事 他想自己去解决比较好 那好吧 有什么事叫我 霍烈臣见他眼神坚决 知道自己阻止不了他 只得无奈地妥协了 别担心 放轻松点 你该知道 我不是个容易被人欺负的女人 苏静欢点起脚尖 在他的唇上轻轻吻了一下 一抹混合着巧克力糖的清幽香味 落在唇上 让男人的心神一荡 他刚想加身这个吻 女人却脚侠地划开 走进了病房里 神色阴暗猙獰的暖玉 看着走进来的苏静欢 他用力攥住拳头 愤恨地说 你还来做什么 我狼狈的样子 你还看不够吗 苏静欢没有理会他的恶言恶语 他来到床边坐下 拿出手帕 倒了一些水 轻轻擦拭他脸上的污尽 暖玉转过头去 不让他碰 生气地说 你走 我不想看见你 他越是这样 他就越是觉得自残行贿 苏静欢伸手捏住他的下巴 一边擦拭着他的脸 一边轻柔地说 在学校的时候 我经常帮你梳头发编辫子 我们一条裙子两个人穿 你有好吃好用的 都会留给我一份 你知道我被继母 克扣了伙食费 你就把自己的那一份 分成两份 一份留给自己 一份给我 你还说 你爸多给你的伙食费 其实根本不是的 你陪着我吃馒头 方便面 咸菜配白粥 其实你能吃很好的 提起以前的是 暖玉的激动的情绪 总算慢慢平静下来 眸光变得优远 似乎也跟着陷入了回忆中 苏静欢把他脸上的污迹擦拭干净 然后给他编辫子 这是他最喜欢的发型 他继续说 不管我有什么事 你都会很积极地帮我 在学校里 每个人都羡慕我们的 因为我们之间有一份 很真挚的友情 暖玉 我一直带你如亲姐妹 一直没有变过 真的 现在依然一样 但是为什么 你变了 说到最后 那一句你变了 苏静欢忍不住心痛地哭了 他从没想过 他们会反目成仇 暖玉也哭了 悔恨莫及的泪水 从紧闭的眼睛里滑落 把枕头都湿透了 他哽咽着说 有一次 我被学校里的恶人欺负了 你去找他替我出气 你教训了他一顿 被他惦记上了 他叫人在学校门口读你 你被他们揍得很惨 还进了医院 那时候我就想 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 我都不会忘记 你是我曾经出生入死的好姐妹 呜呜呜 勿忘初心 方得始终 可是 他在陷入于墨云的温柔陷阱里 早已经忘记了这句话 他觉得自己好见 现在还怀了他的孩子 他痛苦地生不如死 人生在痛苦莫过于此 他把全副身心交给了他 结果却得了个被利用后 就一腔了结的下场 暖玉 我们回到以前好不好 不管你将来的人生有多艰难 我会一直陪在你的身边 我会照顾你和孩子 苏静欢拿起纸巾 轻轻擦拭他脸上的泪水 神情是认真和真挚的 他间接 为他受了太多的伤害 不 暖玉的眼神 突然变得惊慌起来 他挣扎着摇头 泪水纷飞 痛苦地说 我不要 他是个孽种 是那个恶魔的孽种 我不要他 他的存在只会提醒着他 他过去是多么的荒唐和愚蠢 他们这么多年的感情和信任 而他却轻易地 被于墨云这个恶魔挑拨离间 他太难看了 暖玉 你别这样 你冷静点 你的身体才刚做完手术 你这么激动 会弄伤自己 苏静欢伸手抱住他 哽咽着说 孩子是无辜的 更何况 你现在的身体 根本不适合在做手术 错的人不是你 是于墨云 于墨云 暖玉突然脸色猙獰了 用力推开他 神情淒烈 激动得大吼 你害了我 你这个恶魔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我上辈子灭了你全家 还是挖了你家祖坟 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为什么 暖玉 不要再说了 你冷静点 保重自己的身体要紧 苏静欢抓住他激动的手 看着他如此痛苦的挣扎 他的心就像被火烧一样 很难受 他到底怎么做 才能帮助他 我不会原谅他 这辈子都不会 我要杀了他 我杀不了他 我就杀死他的孩子 暖玉就像着魔了一样 他紧握着拳头 往自己的肚子垂去 红肿的双眼 露出了让人不寒而栗的 狂暴杀气 暖玉 不要这样 苏静欢赶紧抓住他的手 紧紧地把他抱住 你要报复他 有很多种方式 不要伤害自己 你根本不知道 暖玉用力摇着头 痛苦地挣扎间 悲痛欲绝的泪水 不断纷飞 苏静欢用力抱着他 阻止他伤害自己 不管再痛苦 会过去的 都过去了 暖玉撕心裂肺地怒吼 过不去 永远都过不去 暖玉 苏静欢心疼地紧抱着他 哽咽着说 你以前是个快活开朗的女孩 不管遇到什么挫折 你都能积极乐观地面对 为什么这次 你不能了 暖玉 你这样 我会很心疼的 暖玉撑大了红肿的双眼 紧紧攥住的拳头 握得咯咯作响 浑身剧烈地颤抖 咬着牙 崩溃地嘶吼 他安排三个男人欺负了我 你告诉我 怎么过去 听着暖玉愤恨崩溃的嘶吼 苏静欢宛如晴天霹雳 全身的温度 仿佛被人抽光了一样 他想过他 肯定是在遭遇了什么 可怕的是 却万万没有想到是这样 瞬间如万剑穿星般 痛彻心扉 他抱着他 紧握着拳头 狂暴的怒火 几乎把他湮灭 于莫云 你这个丧心病狂的禽兽 再也没有理由 让他可以放过他了 苏静欢窄去眼里的泪水 以手刀劈在他的后颈上 让他暂时安静下来 他轻轻把他放回床上 用纸巾把他脸上的泪水擦干净 把编了一半的辫子编好 看着他昏睡中 依然不得安宁的脸孔 他用力攥住拳头 积聚着泪水的美眸 炼咽着一抹很利的杀气 暖欲 你放心 这个仇 我来帮你报 他轻轻把被子盖在他的身上 守了他好一会儿 这才站起来 他拉开房门 见到了莫眉紧皱满脸担忧的男人 他双腿一软 任由自己倒进他的怀里 埋在他的怀里 克制不住的泪水汹涌而出 瞬间把他胸前的衬衫弄湿了 男人的眉头皱得更厉害了 苍镜有力的手掌握住他的下巴 把他的脸抬起来 只见那双亲妹的水眸 已经哭得红肿 白皙的脸颊 布满了让人心疼的泪水 他的泪水 让他的心仿佛被烫着了一样 疼痛不已 骨节分明的肠指 轻轻擦拭他的泪水 心疼的说 哭什么 他的眼泪让他难受 苏静欢既恨又心疼的说 霍列臣 帮我做一件事 霍列臣低头稳去他眼角的泪水 低沉的嗓音透着宠蜜 你明知道 我不会拒绝你任何要求 苏静欢用力抓住他的衣服 沾染着泪水的白皙翘脸 此刻布满了英智狠力的煞气 他咬牙切齿地说 我要余莫云身败名裂 我要他成为过街老鼠 我要他跪在暖浴的面前磕头认错 尽管这样做 也不能弥补他对暖浴造成的伤害 但不做点什么 他心里堵着一股气 无法散出来 好 我答应你 霍列臣吻去他的泪水 低沉的嗓音 透着霸道的宠蜜 不准再哭了 我才没有哭 我这是在排毒 苏静欢低头 把脸上的眼泪 全部抹在他的衬衫上 被泪水洗涤过的翘脸 白得透明似的 那烟然一笑 便是霍国殃民的倾国笑容 小妖精 霍列臣深邃的毛子腻着他 伸手捏了捏他水嫩嫩的脸颊 听到他肚子里 传来咕噜咕噜的叫声 立即伸手把他抱起来 天大的是 先回家吃饭再说 他就想让媳妇早点吃饭 不让他饿肚子 这些刁民就是事多 苏静欢脸红了 怀孕后 随着肚子越来越大 他也越来越容易饿了 一次是意外 那么连续两次算什么 游灵力站在洗手间的门口 脸红的发烫 葱白鲜长的手指 轻轻抚弄着 被他吻得娇艳欲滴的红唇 那里还酥酥麻麻的 他就像是喝醉了似的 整个人都飘了 他刚才吻了他很久 直到他再也憋不住了 他才放开他 匆匆去了洗手间 一句话都没说 他微用力咬着下唇 看着洗手间的门板 心里就像有只无形的猫爪在挠着 让他感到扫养难受 洗手间里传来了吸哩哩的水声 想到他此刻正在里面 他的脸更红了 天知道他要守在这里做什么 彷徨的不只是游灵力一个人 在里面的沈英杰也很惊慌 他站在洗手盆前 扭开了水龙头 看着镜子里 变得有些春风得意的自己 简直想抽自己两巴掌 他伸手拘起一把冷水 往自己的脸上泼去 伸手撑在洗手台上 看着镜子里发烧滴着水的俊脸 他忍不住叹气 沈英杰 你到底怎么搞的 你要记住 你是不婚主义者 你去搞什么不好 偏要去搞梁家妇女 现在人家要你负责 你说你该不该死 他背过身 靠在洗手台上 下意识地伸手在口袋里掏了掏 这才发现口袋里没有烟河 他伸手揉了揉 有些抽痛的太阳穴 圣瑶告诉他 他中枪后 被人扔进海里 是游灵力救了他 他那时候 因为子弹压迫了神经 让他大脑发生错乱 他的智商跌回到了六七岁的样子 是他一直在照顾他 所以说 他不止欠了他一条命 还欠了他一个很巨大的人情 我能怎么办 难道让我一个不婚主义者 以身相许 太不现实了 他不开心 他也不会开心 都怪你这张臭嘴 你去吻人家干嘛 沈英杰气愤地抬起手 扇了自己的嘴巴一下 不过话说回来了 他的嘴巴有毒吧 他一沾上去就不想离开了 又柔又甜 就像小时候吃棉花糖一样 让他感到很满足 嘿 你又在想什么 沈英杰被自己脑海里 冒出来的邪恶念头吓到了 沈英杰 我警告你 你是不婚主义者 你绝对不能搞良家妇女 沈英杰赶紧转过身去 举起冷水 使劲往自己的脸上泼 把体内生起来的那一股燥热给压下去 他在里面天人交战了好一会儿 这才慢腾腾地出来 他刚打开门 就看见站在门口 脸颊红得就像抹了胭脂的女孩 体内好不容易压下去的燥热 一下子又腾生起来了 他张开嘴巴 声音有些嘶哑 你怎么在这里 想到他刚才在里面解决生理需要 而他却站在这听着 他浑身的热血一下子沸腾起来 毛色也渐渐变深了 我 你在里面待了这么久还不出来 我担心你在里面晕倒 他以为他想站在这里听他吁吁啊 他也会感到羞耻的好不好 我已经没事 你不用管我的 沈英杰盯着女孩的红唇 一股热气直冲上脑 他赶紧别开视线 轻咳了一声说 那个 这里有一声护士 我不会有事 如果你忙 你可以先走 游灵力脸上那羞涩的笑容 渐渐凝结了 他撑大毛子 满脸不敢置信地盯着他 沈英杰 你 你让我走 想过千万种他出来后会对自己说的话 但是他绝对没有想到的是 他竟然赶他走 见他脸色都变了 沈英杰突然觉得自己有点渣 好像有种用完极器的卑鄙感 他赶紧解释 我不是赶你走的意思 我只是不想耽误你的时间 游灵力看着他 撑大的水眸里 慢慢凝聚了水雾 委屈的泪水摇摇欲坠 他哽咽地说 沈英杰 你行 你很棒 你很厉害 我现在就走 他虽然很穷 跟他们这些上流社会 是两个世界的人 但他也是很有骨气的 他不会死皮赖脸地赖着他 他抄起椅子上的包包 就往外走 愤恨地暗存着 以后他再有什么事 他绝对会见死不救 丫头 我不是这个意思 丫头 他好像受伤了 沈英杰忍住 想抽自己一巴掌的冲动 想去追他 但双腿 却像是有千金重视的迈不动 追到他又如何 难道他能够改变自己的初衷 放弃不婚主意 跟他在一起吗 就在他恍然挣扎间 刚走出去的游灵力 突然折了回来 看到他回来 他的心突然狂喜了起来 他张开嘴 刚想说什么 游灵力来到他的面前 向他伸出手 咬着牙说 沈英杰 该清算一下你欠我的钱 从我救你回来开始算 我给你垫付了医疗费 还有回城里来的车费 去掉临头 你欠我三千块 他折回来 竟然是要跟他算账 看着摊开在自己眼前的葱嫩小手 沈英杰感觉自己 被人倒了一盘冷水 从头淋到脚 透心凉了 见他愣住的样子 游灵力气鼓鼓地瞪着他 我没有算多的 我花钱给你买的零食 我都没算上去 早知道他就留着霍列诚 给他的支票 这下好了 他的钱都花在沈英杰身上 现在已经身无分文 这回真的陪了夫人又折兵 沈英杰好尴尬 平生第一次被人当面讨债 他倾咳了一声说 可 我不是不想给你钱 而是我身上没有现金 你一直陪在我的身边 你应该知道 我没有骗你 游灵力红着眼 大声说 我不管 我现在就要你还钱 凭什么他让他受了委屈 他还要顾着他的心情 他满框的泪水 仿佛再用力一下 就会倾盆出事的 沈英杰的心 突然紧揪了起来 他赶紧说 好 我还你钱 我马上打电话给圣瑶 我叫他给我送现金来 你别哭啊 他赶紧去打电话 叫圣瑶马上送现金过来 他才不会哭呢 他为什么要为这种 没心没肺的渣男哭 游灵力伸手抹了一下眼睛 谁知道委屈的泪水 一下子就掉下来了 他越抹越多 喂 你别哭 圣瑶答应我 马上送现金来 你这样 别人会误会我欺负你的 刚打完电话 就看见他哭了 沈英杰一下子慌了 为什么看见他哭 他的心会痛 沈英杰 你这个大猪蹄子 我讨厌你 游灵力用力冲着他吼了一句 随即转身 迈开脚步 无连跑了出去 丫头 圣瑶已经拿钱来了 你先别跑啊 游灵力 沈英杰赶紧追出去 他刚追到门口 圣瑶就来了 他刚给情绝天献完血 就接到他十万火急的电话 他以为他出了什么事 便马不停蹄赶来了 沈英杰被他阻挡了一下 在看的时候 已经不见了游灵力的踪影 不禁跺脚焦急地说 跑得这么快 沈助理 你这是怎么了 圣瑶拿出钱包说 我钱包里的现金也不多 只有一千多 你着急用就先拿去 我等会到外面 娶给你 沈英杰瞪了他一眼 气呼呼地说 你怎么不早点来 人都跑了 他现在才来 有什么用 我刚才给情绝天献血 我刚下床就匆匆赶来了 你缺钱用吗 我信用卡先借给你用 圣瑶很有意气地说 人都跑了 你给我一座金山也没用 沈英杰看着外面 心塞塞的 游林丽母亲欠下的赌债还没有还 那些放高利贷的人知道 他回来了 一定会找他麻烦 想到这里 他的心顿时紧揪紧揪着 不行 他不能再让那些混蛋欺负他 圣瑶总算是看出端倪来了 他逆着他 意味深长地说 沈助理 你该不会又把游小姐给气走了吧 沈英杰伸手拍了拍脑门 苦恼地说 我就说嘛 女人就是麻烦的动物 什么都可以招惹 就是女人不可以招惹 这不 他才刚沾上这女人 就开始焦头烂额了 沈助理 你这也太没良心了 你中枪后变成了低能 游小姐一直没有放弃过你 还千辛万苦地把你从游村弄回城里 不是她 你早就死无葬身之地 话说 圣瑶一脸怀疑地盯着她 你是在装傻吗 昨晚婚礼上 你拉着游小姐上舞台 你抢了林子雅的投杀 口口声声说 要跟你的游姐姐结婚 怎么一夜之间 你就变得这么快 兄弟 你该不会吃了 人家就想跑吧 你太扎了 沈英杰顿时吓得脸色发白 满脸惊恐 你别吓我 她的心脏很脆弱 经不起这么巨大的惊吓 我有毛病吗 吓你有钱分 圣瑶一脸鄙夷地逆着她 你去搜一下昨晚的婚礼新闻 你去热搜 那就能看到 你昨晚扯着游小姐 硬要跟人家结婚的蠢样 兄弟 做人要厚道啊 你欺负了人家得负责 沈英杰已经被吓得浑身都哆嗦了 她真的干了这么过分的蠢事 圣瑶伸手搭在她的肩膀上 似笑非笑地逆着她 其实我觉得有小姐挺好的 有情有义 你真不喜欢她 我就不客气了 她是看她越来越顺眼了 你说什么 沈英杰苍白的俊脸瞬间一黑 眸色渐渐变得凌厉 圣瑶眼眉一条 摩擦着手掌 兴奋地说 字面上的意思 你不要她 我就去追她 沈英杰脑海里 随即浮现起 圣瑶搂抱着游灵力拥吻的画面 顿时一股怒火往脑上冲 她想也没想 一拳就挥了出去了 怒火中烧的大吼 圣瑶 你这个混蛋 朋友欺不可欺 你懂不懂 圣瑶伸出手臂 把她的拳头挡开 后退两步 意味深长地逆着她 朋友欺不可欺 沈英杰顿时一愣 俊脸一下子爆红了 刚才那话没经大脑就冲口而出 不过她并不打算收回 她轻吼一声 警告说 我警告你 我不准你打那丫头的主意 她没有办法接受别的男人 抱她吻她 你真霸道 你不想对人负责 还不让别的男人珍惜她 有小姐长得这么好看 就算没有我 也有别的男人想珍惜她 兄弟 你好自为之吧 圣瑶伸手拍了拍她的肩膀 我要回去向少爷赴命了 沈英杰看着她离去的背影 心一下子乱了 花开两朵个表一枝 苏静欢回到苏家 刚踏进大门 就听见里面 传来了霍夫人的声音 顿时吓了一跳 她停下脚步 看着身边的男人 惊讶地说 你妈妈来了 霍烈臣伸手搂住她的腰 微微一笑说 也许她是来关心你的 她不来骂我就好了 她哪里还敢失望她关心她 有我在 她不会的 进去吧 霍烈臣搂住她 以一副护妻情妾的姿态 走进了大厅里 苏震雄正在招呼着霍夫人 她的到来 让她受宠若惊 也让她很尴尬 毕竟苏清婉 现在跟霍正男的关系这么暧昧 她看见他们回来了 很明显松了一口气 静欢 你回来正好 你婆婆来看你了 她还给你 带了很多补品 苏清婉微微一笑 婆婆有心了 你还看我就行了 还带这么多东西 我怎么承受得起 你是我儿媳妇 又怀孕了 我对你好是应该的 霍夫人淡淡地说完 转向霍烈臣 神情有些严肃地说 烈臣 我有点是想跟你商量 苏震雄立即说 亲家 你们到我书房里去谈吧 苏清婉抬头 看着不想离开自己的男人 轻轻推了推她 轻笑着说 去吧 你肚子饿了 不用等我们 你先去吃 霍烈臣低头看着她 早已经饿得咕咕叫的肚子 语气霸道 不容拒绝 好 我现在就去厨房找吃的 你赶紧去 苏清婉才不会让自己饿肚子 霍烈臣这才松开手 跟着霍夫人来到书房里 佣人上了茶 便退了出去 把房门轻轻关上 霍夫人在沙发坐下 珍妮站在她的身边 霍夫人拿起茶杯 轻轻戳饮了一口 烈臣 你爸爸拥有集团四成的股份 你拥有三成 我想把我那两成转让给你 霍烈臣有些惊恶了 为什么 她竟然想放弃集团的股份 霍夫人用力攥住拳头 深沉的凤眼里 闪出一抹狂暴的恨意 我想 你把她踢出董事局 她要慢慢毁掉她的一切 霍烈臣眉头紧皱 公司不是家庭纷争的战场 她没有做出损害公司利益的事 我不能做这个决定 就算她成为最大的股东 要罢免霍震男 也需要得到其他股东的支持 霍夫人用力攥住拳头 墨地往茶几上用力一锤 脸上的妆容一下子崩裂 神色猙獰的怒吼 我就想让她身败名裂 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你是我的儿子 我十月怀胎生了你 你不帮我 谁能帮我 她怎能拒绝她的要求 她没有资格拒绝 夫人 你冷静点 珍妮见她暴怒 赶紧伸手按住她的肩膀 焦急地安抚着 夫人太焦急了 霍烈臣是她儿子 也是霍震男的儿子 现在叫她去对付自己亲生父亲 这也太强人所难了 冷静 我还怎么冷静 霍夫人嗖的一声站起来 冲血的双眼不满 恨意 近乎崩溃的大吼 霍震男杀了我的儿子 他是杀人凶手 他就该为我儿子偿命 霍烈臣握着杯子的手 莫抵一紧 心头浮起一抹苦涩 他还是知道了 从昨晚他出现在医院里 对霍震男针锋相对 他就知道 他一定是知道了一些事情的真相 这么致命残酷的真相 他们再无可能当夫妻了 看着他那并不算太意外的神情 霍夫人瞪着他 身体因为愤怒和恨意在颤抖着 你早知道了 霍烈臣莫眉紧皱 是 你 霍夫人的心顿时向被人插了一刀 那剧烈的痛楚 让他感到呼吸困难 他莫地挥手 一巴掌往他的脸上刮去 啪的一声脆响 他如刀削的俊脸 随即浮现起了明显的掌印 可见那一巴掌 他打得有多用力 夫人 珍妮大惊失色 迅速抓住霍夫人的手臂 焦急地说 这件事 少爷也很为难 你怎能打他 可怜的少爷 夹在老爷和夫人的中间 当家心饼 左右不是人啊 霍夫人眼神憎恨地瞪着霍烈臣 已经气得口不择言了 你早就知道 害死我少轩的人是霍震男 你一直不肯告诉我 你是想让我少轩含恨九泉 死不瞑目吗 霍烈臣低垂着眼瞼 俊脸冰冷阴质 拳头微钻 他没有说话 没有为自己辩解 夫人 这件事情 你不能怪少爷 他也不想这样的 珍妮很心疼 少爷夹在他们这对 互相伤害的夫妻中间 其实受伤最深的是他 可是夫人 现在已经被仇恨蒙蔽了双眼 他根本不知道 少爷心里的苦 不怪他怪谁 有了媳妇忘了娘 护着自己媳妇 他对天对地对父母 什么都敢做 他何曾为我着想过 这么不孝的不孝子 当年我就应该把你打掉 不应该让你出生 霍夫人伸手指着他 红肿的双眼 不满了憎恨 一句比一句狠的话 就像是一把把尖锐的刀 不断刺进霍裂臣的心里 直到把他伤得体无完肤 夫人 你怎能对少爷说这种话 珍妮被他这狠觉的话吓坏了 转向霍裂臣 焦急地说 少爷 夫人只是打击过度 他才会疯言疯语 他说的都不是真的 你不要放在心上 霍裂臣伸手轻轻开了一下 嘴角渗出来的血丝 淡淡地说 珍妮 你送夫人回家 夫人 我们回家吧 你该吃药了 珍妮眼看着霍夫人的情绪 渐渐失控 赶紧扶着他 往外走 霍夫人回头瞪着霍裂臣 不满血丝的眼睛 积聚着悲痛欲绝的泪水 淒厉地吼着 不孝子 为什么死的人是我少轩 不是你 霍少轩死了 但是他永远活在霍夫人的心里 在那么一瞬间 霍裂臣真的很羡慕 夫人 不要说了 赶紧走吧 夫人这一把把尖锐的刀 往少爷的心里插呀 珍妮赶紧拉着他离开 霍裂臣坐在书房里 拿起了桌面上的一瓶洋酒 用力拧开 仰手往嘴里 灌 他的出生本来就不是他所期待的 他是他如蛇蝎 从没正眼看他 他心里只有霍少轩 小时候得了传染病 他从没去医院看过他 既然他不期待他的出生 为什么还要生他出来 全世界的人都羡慕他 只看到他站在了金字塔的尖端上 闪闪发光 但谁能理解他心里的苦 苏静欢在厨房里 刚吃了一碗热汤面 女佣就匆匆赶来 小姐 怎么了 苏静欢拿起纸巾擦了擦嘴角 女佣焦急地说 姑爷跟霍夫人吵起来了 姑爷在书房里喝酒 把老爷珍藏的养酒 喝了好几瓶 什么 苏静欢震惊地站起来 满脸焦急 姑爷有胃病的 赶紧去拿胃药到书房里 赶紧去 他一边说着 一边迈开脚步 匆匆往书房走去 他一定是受了很沉重的打击 才会借酒消愁 苏静欢匆匆来到书房 刚推开门 里面便传来了一股浓烈的酒味 他皱了皱眉头 忍着那恶心地冲动 快步走进去 只见桌面上已经空了几个瓶子 霍裂成的脸色很苍白 眉头紧皱 他手里握着一瓶酒 还在喝 他迅速冲上去 把酒瓶抢走 又气又心疼地说 霍裂成 你不知道自己有胃病吗 你喝这么多酒 你想把自己喝死吗 把酒还给我 我还要喝 你不要阻止我 霍裂成已经有了三分醉意 他伸手撑住桌子 纳如一红深潭的黑眸 异常地闪亮璀璨 不行 我不准你再喝了 苏静欢赶紧把酒扔了 伸手扶着他 我扶你回房 我不 我要喝酒 霍裂成拉开他的手 齐昌沉重的身躯 摇摇晃晃地往酒柜子走去 霍裂成 你到底怎么了 苏静欢冲上去 从背后抱住他 手臂搂得紧紧的 清澈的美眸 练咽着一抹忧心的水雾 哽咽地大声说 你不要这样 我会害怕的 霍裂成低头 看着紧紧扣在自己腰上的手臂 昂藏的身躯突然僵住了 他晃了晃眩晕的脑袋 赤裂的手掌 轻轻附在他的手背上 苏静欢抱着他 脸贴在他的背上 哽咽地说 就算发生再不愉快的事情 你也不能这样糟蹋自己的身体 不要再喝酒了 我会很担心你 宝宝也会很担心 霍裂成拉开他的手 轻轻转过身来 低头看着他 练艳着水雾的美眸 轻轻抬起手掌 扶在他的白皙娇嫩的脸颊上 如一红深潭的黑眸 染着一抹深沉的忧伤 低沉的嗓音嘶哑 我没有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让你担心了 不 你在我的面前 不需要控制自己 我只有一个要求 不要做伤害自己的事情 如果你有什么事 我跟宝宝怎么办 苏静欢拉起他的手掌 轻轻附在自己的肚子上 郑重地说 你不要忘记 你是要做爸爸的人 霍裂成屈膝在他的面前 蹲下身子 双手抱住他的腰 把脸贴在他的肚子上 听到里面有咕噜咕噜的水声 他欣喜地说 我听到小家伙 在吞咽羊水的声音了 是吗 苏静欢被他的喜悦感染了 宝宝快要四个月了 应该很快就会动了 看着他脸上露出了 被治愈的笑容 他也很高兴 是啊 小家伙 我是你爸爸呀 你要乖乖听妈妈的话 不许顽皮惹你妈妈生气 否则我会揍你小屁股 霍裂成隔着衣服 轻轻亲着他的肚子 刚才喝酒过度 他的头越来越晕了 他抱着他的腰 紧贴在他的身上 轻轻叹息 我有点累了 苏静欢伸手轻轻摸着他的脸 鼻子酸酸的 心就像被针刺着一样 很难受 他从没在他的面前 说过他累了 刚才在书房里 一定发生了很不愉快的事情 才会让他一个 铁骨铮铮的男人 说出这种话 累了就回房睡觉吧 我会陪在你的身边 苏静欢挽住他的手臂 有些吃力地把他扶起来 霍裂成昂藏的身躯 已经有些支撑不住了 压在了他的身上 他抬起手握住他的下巴 深邃的毛子里 闪烁着一抹凌乱的光 他低头想吻他 随即想起了什么 他停住了 撑着有些狼狈的身影 往后退了一步 摇了摇头 我全身都是酒气 你离我远点 他对酒特别敏感 烧着一口就会醉 而且他怀孕了 他身上这么浓烈的酒味 他一定很难受 他皱眉 忍着阵阵抽痛的胃 脚步踉跌地往后退 没关系 我扶你回房 苏静欢快步上去 扶住他的手臂 不 我不能让你难受 我自己走 霍裂成推开他的手 迈开有些不稳的长腿 往外面走 裂成 我不难受 你走路都走不稳了 你让我扶着你 看着他那摇摇晃晃的身子 苏静欢怎能放心呢 扶着他 霍裂成的头越来越晕 身体更是摇摆不定 突然脚下一滑 他往苏静欢身上压倒 他的身体这么沉 这压下去 后果不堪设想 即使头晕眼花 但他的反应很快 迅速伸手搂住他的腰 硬是把他的身体转过来 他身体往后仰 砰的一声重重地摔倒在地上 而苏静欢跌在他的身上 他握住他的手臂 焦急地问 你有没有受伤 苏静欢脸色发白地摇头 听着刚才那一声 他摔倒在地上的巨响 他的心都要跳出来了 他哽咽地说 我没事 没事就好 直到他没事 霍裂成整个人仿佛虚脱了似的 双眼闭上 握住他手臂的手 也慢慢垂下了 霍裂成 苏静欢被他吓坏了 赶紧伸手往他的鼻息探去 还有气息 他还是不放心地俯下身子 把耳朵贴在他的胸膛上 听着那沉稳有力的心跳声 他总算是放心了 他只是太累晕睡过去了 小姐 姑爷怎么了 拿了喂要来的女佣 见霍裂成摔倒在地上 赶紧上前帮忙 他醉倒了 扶他回房 看着男人在昏睡中 依然紧皱的眉头 苏静欢很心疼 吃力地把霍裂成扶回房间里 把他放在床上 苏静欢拧了热毛巾 给他热敷 对一旁的女佣说 小玲 这里我自己来就行了 你先去准备醒酒汤 我马上去 小玲立即退出去 准备醒酒汤 苏静欢拿起喂药 塞了一颗在男人的嘴巴里 但他已经昏睡了 水却从他的嘴角里流出来 他没辙了 只得含了一口水 附在他的嘴上 慢慢补进他的嘴里 这回他总算吞了 药片也顺利地被他咽了 苏静欢松了一口气 刚想退开 突然一只赤裂的手掌 扣在了他的后脑勺上 男人火热的唇舌迎上 一下子把他的气息都掠夺了 嗯 这家伙不是昏睡了吗 力气还这么大 他手掌抵在他的胸膛上 练咽着水雾的美眸 凝视着男人刚毅帅气的俊脸 他的眼睛并没有睁开 却丝毫不妨碍他 强势霸道地掠夺他的气息 他一遍一遍地吻着他 嘴里滴滴地喃喃着 不要离开我 欢欢 不要离开我 苏静欢被他吻得脸颊泛红 轻眉的水眸 更显得璀璨明亮 他轻轻抵在他的胸膛上 一边回应着他霸道地吻 一边安抚着他 我不会离开你 永远都不会 只要他睁开眼睛 他都能看见他 陪伴在他的身边 欢欢 男人吻着他 突然睁开了眼睛 深邃危险的莫眸 染上了一抹微色所获的光 他搂住他的腰 用力把他抱上床 手掌落在他的衣服上 意义生辉的莫眸 一瞬不瞬地凝视着他 手捏住他的衣扣子 却没有解开 苏静欢躺在床上 气息不稳地喘着气 清澈的眉眸 如一潭被搅乱了的春水 荡漾着一圈圈迷人的涟漪 娇媚诱惑 美丽动人 没关系 他白皙的脸颊 泛起了一抹羞涩的红韵 他握住他的手 娇羞地说 温柔点就行了 如野火蔓延的烈焰 在男人的眼中燃烧了起来 长臂一挥 账漫垂落 飘荡在床盘下 游灵力一时冲动地离开了医院 但是很快他就后悔了 因为他肚子饿了 而他此刻身无分文 他伸手摸着咕咕叫的肚子 满脸懊悔 他应该拿到钱才走的 虽然说贫贱不能移 但是骨气不能当饭吃 更何况 沈英杰就是个渣男 他凭什么替他省钱 游灵力流落在街头上 摸着咕咕叫的肚子 伤心地把沈英杰的祖宗十八代 骂了一遍 他来到平日里很热闹的广场 有些惊讶地发现 这广场竟然变得很冷清 显得有些萧条 大部分的商铺都已经关门 在广场的广告屏幕上 不断重复播放着一条短片 教人如何正确地戴口罩 劝戒市民不要聚集 不要去人流多的地方 外出一定要戴口罩 勤洗手和别人保持距离 游灵力站在暗广告屏幕下 仰手看着短片 心一点一点的凉了 看来他担心的事情 还是发生了 在街头的另一边 突然传来了一阵激动的吵闹声 他立即迈开脚步 匆匆走过去 只见一堆人挤在药店门口 神情激动地大叫 我先来的 先把口罩和消毒液卖给我 我愿意出双倍的价钱 把你们店里的口罩都卖了 我愿意出三倍 我出四倍 你们都别跟我抢 我出十倍价格 把你们店里的口罩和消毒液都卖给我 好了 你们都别抢了 这里的口罩已经受庆 你们去别的药店买吧 药店把最后一盒口罩 卖给了出价十倍的男子 药店里的口罩都已经受庆 说明事情真的严重了 看着他们在那哄抢口罩和消毒液 游灵力在温暖的阳光下 却觉得全身都冰冷了 眼前这一幕对他来说太熟悉了 在他小时候 那一场改变他全家命运的灾难 就是这样开始发生的 出了十倍价格买了口罩的男子 正准备拿到车上去 后面几个没有买到口罩小伙子 突然冲上来 把口罩抢走了 你们干什么 把口罩还给我 口罩被抢的男子 大惊失色 冲上去想抢回来 那几个小伙子 立即对着他一阵拳打脚踢 一边打一边骂 妈的 你有钱了不起 有钱可以插队 打死你满身同袖位的混蛋 不要打我 救命啊 把口罩还给我 男子双拳难敌四手 一下子就被打趴在地上 广场的保安 立即吹着口哨出来了 那几个小伙子 一看 立即拿着口罩 飞奔地逃了 男子坐在地上 看着空空如也的双手 忍不住挖的一声放声大哭了 买不到口罩 我和我的家人怎么办 我 幽灵力心塞的羊手看着 开始显得有些灰蒙蒙的天空 老天爷 希望你能保佑景城 不要再让病毒肆虐 大家好不容易 才从那一场噩梦中熬过来 他不想再重蹈覆辙了 天色渐渐暗沉下来 幽灵力一天都没吃东西 已经饿得前胸贴后背 他拿出手机 一看傻眼了 竟然没电了 老天爷这是要枉我啊 好饿啊 有没有招零食工 洗碗呢 他来到了美食街 却发现 设有食堂的店铺 都已经关门了 他来到一间 没有关门的面包店门前 看着橱窗里面的面包 他忍不住流口水了 好想吃啊 面包店里的员工 见他没有戴口罩 立即大声说 你没有戴口罩 赶紧离开 游灵力只能心塞地离开 他刚转过身 就看见了几个 他这辈子都不想看见的人 几个不怀好意的男子 凶神恶煞地堵住了他的去路 游小姐 好久不见了 最近去哪发财 该还钱了 游灵力用力攥住拳头 把心里的惊恐压下去 努力镇定下来 我没钱 我妈欠你们钱 你们去找我妈要 你们欺负我一个弱智女子 算什么男人 母债女还 你妈跑了 你就应该帮她 还 你没钱没关系 一个脸带猥琐笑容的男子上前 一手抓住他的手臂 一手捏住他的下巴 鹰笑着说 你长得总算有几分姿色 没钱就去卖 直到你把欠债还完为止 他长得这么漂亮 先让兄弟们开心一下 再把他卖掉 其他男子 开始在那起哄了 游灵力气得肺都炸了 用力甩开他的手 咬牙大声说 你们还有没有王法 钱就是王法 我就喜欢你这种泼辣的小妞 走 男子用力擒住他的 万 放手 放开我 救命啊 救命啊 游灵力一边挣扎着 一边扭头往面包店看去 谁敢多管闲事 老子一起打了 男子一脚踢在面包店的门框上 神情凶狠的大声说 店员被吓得赶紧 白手摇头 迅速上前把门给关了 面对这些恶霸 谁敢多管闲事啊 他也害怕被打了 这种时候 已经人人自危 谁还会多管闲事 游灵力惊恐绝望了 他用力挣扎 焦急地说 你们放了我 我保证 我去找工作 等我有工作了 我一定马上给你们还钱 现在失业的人一大堆 你还想找工作 男人用力拽住他的手臂 猥琐放荡地大笑 跟我们去赚快钱吧 走 我不要 救命啊 救命啊 游灵力一边挣扎 一边惊恐地惊叫着说 他们正准备 把他拽上车去 突然一把冰冷的声音在背后 威严地响起 放开他 听到这熟悉的声音 游灵力浑身一颤 他迅速回头望去 只见沈英杰头上绑着绷带 手里 拄着一根拐杖 他的样子似乎出来好一段时间了 他的心一颤 难道他从医院跑出来找他 那些人一看他这德性 不禁哄堂大笑 讽刺地说 瞧你这弱姬的造型 该不会想英雄救美吧 我们的拳头不知轻重 把你打残废了 那就不好了 哈哈 游灵力眼眶一热 大声说 沈英杰 你赶紧走吧 我不用你管 沈英杰握着拐杖 脸色有些苍白 但神情很镇定 瞇着深邃的睿眸 盯着他们 一字一句 狂傲地说 我叫你们放开他 他看起来很弱的样子 但那眼神却很犀利 让嘲笑他的人 心头直发寒 不过他们 见他只有一个人 也放开了胆子 就不相信他们几个人 还打不过他一个 风烛残年式的残废 我就不放 你能怎么样 男子一手抓住了 游灵力的手臂 把他拉到自己面前 手掌用力捏住他的下巴 挑衅地说 救你这个残废 还想英雄救美 我呸 你会后悔的 沈英杰迷眼盯着他 深沉的脸色 这英雄我是当定王 就凭你这个残废 哈哈 大家哄堂大笑 都在嘲笑他不自量力 压根没把他放在眼里 游灵力水眸泛红 焦急地大声说 沈英杰 是你赶我走的 现在 你这样算什么 我不要你管我 你走 你快走 我不会走的 除非你 跟我一起走 沈英杰拄着拐杖 低头咳嗽了几声 脸色惨白惨白的 那脆弱的样子 仿佛风一吹就倒 其他人一看 更是笑得前翻后仰 纷纷嘲笑 你这是来当英雄吗 你是来当狗熊的吧 哈哈 游灵力用力攥住拳头 深吸了一口气 水汪汪的大眼睛 充满愤怒地瞪着沈英杰 生气地说 沈英杰 别以为你有几个臭钱 就以为全世界的女人 都要围着你转 我告诉你 我不稀罕你 一点都不稀罕 你滚 给我滚得远远的 我永远都不想看见你 嗨嗨 沈英杰喉咙有些难受的咳嗽几声 她紧握着拐杖 黑亮的眼睛 一瞬不瞬地凝望着她 嗓音略显嘶哑 你不稀罕 我没关系 我稀罕你就行了 她很喜欢她 陪伴在她身边的感觉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她发现自己竟然无法忍受 身边没有她 看不见她 她的心里 就像有无数只蚂蚁在咬着她 侵蚀着她的灵魂 让她惶惶不可度日 天哪 她说谎骗人的吧 游灵力莫地撑大毛子 满脸不敢置信地盯着她 心跳一下子加速了 碰碰碰地狂跳起来 她围起颤抖着的红唇 沈英杰 你这个大骗子 你不要骗人了 她稀罕她 怎么会冷漠无情地赶她走 丫头 我没有骗你 我想 你陪在我的身边 我错了 不要走了好不好 沈英杰黑亮的眼睛 有些紧张地盯着她 游灵力的心跳更快了 她觉得自己的心 就快要从心口里跳出来了 她是认真的吗 大家见她们旁若无人地 轻轻握握起来 顿时不爽了 你们说够了没 你这残废赶紧给我滚 否则老子把你的腿打断 滚 游灵力咬着下唇 强忍住了心口涌起来的悸动 看着沈英杰 翘脸上渐渐扬起一抹嘲讽 你当我是什么 你呼之急来 会之急去的宠物吗 你让我走我就走 你让我回去我就得回去 你不要忘记是你赶走的 现在你想让我回去 对不起 滚远了 各位大哥 你们不要理她 我跟你们去开心 还是美女识相 跟我们去浪 保证让你爽到双腿发软 沈英杰扬起拐杖 拦住他们 锐利如鹰粉的毛子 闪出寒冰式的光 语气森冷凌厉的警告 把你的臭手拿开 他刚说完 又忍不住咳嗽了两声 脸色更苍白难看 你这残废 竟敢阻挡大眼 五行欠打 那男子终于怒了 一拳向着他的面门挥去 沈英杰忍住想咳嗽的冲动 扬起拐杖 往他的手臂一扫 空气中传来了啪的一声 跟着男子发出了杀猪般的惨叫声 啊 好痛 他抱着手臂 滚倒在地上 脸色发白 额头上冷汗层层 其他人一看 顿时惊饿了 那拐杖横扫的力度多大 才能把一个铁蒸蒸的大男人 给打得倒在地上滚了 沈英杰趁机抓住游灵力的手臂 用力把他扯到自己的身边 游灵力仰手看着身边 仿佛突然变得异常高大的男人 心而扑通扑通的狂跳着 脸颊泛起了一抹红韵 他突然觉得他很男人 你这死残废 兄弟们上 打死他 剩下几个男子 立即凶神扼杀的杨起拳头就冲上来 沈英杰伸出手臂 把游灵力推到自己的身后 手握拐杖 横扫猛击 不过几下招数 就把冲上来的几个男子 打得趴倒在地上 游灵力眨着水汪汪的美眸 心口里不断冒出了红星泡泡 妈妈咪 好帅啊 不想被我打死 马上给我滚 沈英杰扬起了拐杖 对准了其中一个男子的头颅 那苍白的骏脸上露出了透着杀气的冷笑 他们怎么都没想到 一个看起来像弱鸡的男人 战斗力居然这么吓人 他们哪里还敢直歪 赶紧爬起来 连滚带爬地跑了 嗨嗨咳 他们一走 沈英杰拄着拐杖 一手捂住嘴巴 便忍不住剧烈地咳嗽起来 他咳得很厉害 沈英杰 你怎么样 游灵力焦急地上前 刚想伸手扶他 就被他扬起拐杖阻挡住了 沈英杰伸手捂住嘴巴 和他保持距离 喘着气 脸色发白地说 不要靠近我 看着把他们阻隔开的拐杖 游灵力愣住了 心就像被针刺着一样 眼眶泛红了 他哽咽着 难受地问 沈英杰 你这是什么意思 他刚才分明说了 他稀罕他的 原来又是他一厢情愿 人家只是说说而已 而他却当了针 心好痛好难受 丫头 可嗨嗨 沈英杰看着他 眼里不满了焦急 想说话 却忍不住一直咳嗽 沈英杰 既然你这么讨厌我 你为什么还来找我 你不要再做 会让我误会的事 这个世界上 比你好的男人满大街都是 我不是非你不可的 游灵力心已经被他伤透了 沈英杰这个大猪蹄子 他就是个渣男 彻头彻尾的渣男 他用力攥住拳头 忍住快要夺况而出的泪水 转身刚想离开 身后突然传来 咯当的一声 什么情况 游灵力的身体一僵 他迅速转过头来 只见沈英杰倒在地上 手掌捂着嘴巴 正在剧烈的闷声咳嗽 他的心顿时咯噔了一下 脑海里一片空白 他在网上了解过 在色诚爆发的病毒疫情 病毒最先侵蚀的就是肺 反映到表面的症状 就是剧烈的咳嗽 沈英杰 游灵力迈开脚步 冲过去 沈英杰用手掌捂住嘴巴 另一只手握着拐杖 阻挡他过来 焦急地说 不要过来 我恐怕感染了病毒 会传染给你 嗨嗨 游灵力伸手捂住嘴巴 用力摇头 泪水在眼眶里打转 等夜 不 不会的 你不会感染病毒的 沈英杰闷咳嗽了几声 他用力拄着拐杖 勉强坐起来 靠在灯柱下 喘着气 轻笑着说说 丫头 你别担心 这病能治疗的 我脑壳中枪就死不了 这亏亏病毒 又怎能毒死我 你别哭 把眼泪流着 等我以后死了再哭 他这么一说 他的眼泪一下子就飙出来了 一边哭一边骂 你这个混蛋 大坏蛋 感染了病毒会死人的 你都已经受伤 你就不能好好待在医院里 你跑出来做什么 嗨嗨嗨 我担心你 我出来找你 你的手机又打不通 沈英杰深吸了一口气 拿出手机打去医院 叫救护车 游灵力又气又闹 你赶我走 你还来找我做什么 虽然很生气 不过心底里 还是有点感动 我错了 我嘴贱 我不好 我不应该让你离开 丫头 跟我回去吧 现在事到这么危险 我很担心你 嗨嗨 沈英杰打了电话 把手机放下 挣扎着从口袋里取出钱包 你一天都没怎么吃东西 你一定饿了 还有一些面包店没关门 你先去买点吃的 他早就饿得前胸贴后背了 看着他手里的钱包 他却正愣住了 你不是说 我欠你几千块的医疗费和车费 我钱包里只有一千多现金 你先将就着用 里面还有一张免密信用卡 你随便拿去用 不用客气 可嗨嗨 沈英杰说着 直接就把钱包丢给他了 游灵力接住钱包 感觉里面沉甸甸的 他打开一看 里面竟然塞满了现金 还有信用卡 一滴泪水从他的眼角滑下 滴落在钱包里 这些都是他为他准备的 他哽咽着说 你这个臭流氓 我不是叫你 不要再做会让我误会的事 丫头 你是知道的 我不喜欢跟女人相处 我是不婚主义者 我 晴天霹雳 游灵力脸上的表情瞬间凝结了 你说什么 你是不婚主义者 他哪知道他是不婚主义者 他从来没有跟他说过 沈英杰看着他想说什么 但是喉咙一直发痒 让他说不出话来 可嗨嗨 你是不婚主义者 我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了 游灵力攥紧了手里的钱包 泪水在眼眶里滚滚下 他抬起手臂 粗鲁地擦去泪水 故作潇洒地说 真巧 我也觉得 女人靠自己过日子也挺好的 单身比结婚自由自在多了 我肚子真的饿了 前面应该还有开门的面包店 我去买个面包吃 游灵力说完 攥紧了钱包 迈开脚步 向着前面狂奔过去 滚烫的泪水 纷纷夺矿而出 洒落在地上 丫头 我不是这个意思 嗨嗨 其实他想说 他愿意为了他尝试改变不婚的念头 看着他狂奔离去的背影 他忍不住伸手抽了自己一嘴巴 沈英杰 你真是个大混蛋 他不想让他难过 但是一天之内 他却三番两次地伤他的心 他太炸了 游灵力很不容易终于找到一间面包店 他刷了他的信用卡 买了一大袋的食物 他真的很饿 肚子不断发出咕噜咕噜的抗一声 他拿起一个看起来很有食欲的三明治 咬了一口 除了眼泪咸咸的味道 他什么都感觉不到 不就是失恋吗 有什么了不起的 没有他地球还是会转的 游灵力 你争气点 他张大嘴巴 狠狠地吃了一大口 跟着葫芦吞藻 迅速地把三明治吃掉 他拎着袋子 快步往回走 他听到了救护车的声音 是来接沈英杰回医院的 他慢慢停下了脚步 他已经表明了态度 他还回去找他做什么 心好痛 就像万剑穿心一样 他真笨 他已经被男人伤害过一回了 居然还学不乖 他抬起泪水迷蒙的毛子 往前面看去 救护车来了 但沈英杰没有上车 他拄着拐杖 站在那里张望着 见他站在那里不动 神情很焦急 他真的太渣了 既然不想接受他 为什么还要做这种 总是会让他误会的事 他情愿他狠狠地拒绝自己 把他骂走 沈英杰怕他又跑掉 他身上没钱 在外面很不安全 他怕他又遇上那些讨债的坏人 他拄着拐杖 戴上护士给他的口罩 向他走来 游灵力看着一步一步地 向着他走近的男人 他抿着唇 神情冷漠地说 你赶紧回去医院做检查 你跟我走 沈英杰停在了他一米之外 轻轻地闷咳了一声 看着他 眼神很坚定 如果你不跟我走 我就不上车 你就让我身上的病毒扩散 直到死 游灵力被他吓得倒抽 一口冷吸 他撑大毛子瞪着他 你疯了 沈英杰看着他 眸光渐渐变得柔和 你就当我疯了 你走我走 你不走 我也不走 你 他太任性了 竟然拿自己的生命跟他赌气 游灵力气得想打人了 沈先生 你得赶紧回医院做检查 你出了神妖室 我们没法向护少交代 医生在后面 焦急地大声喊着 沈英杰眸光渐渐变得赤裂 一顺不顺地盯着他 闷闷地咳了几声 身体微微晃着 脆弱地仿佛风一吹就倒 你这猪头 赶紧上车了 他还是心太软 他根本不可能看着他出事 而不管 游灵力无奈地上前 想扶他 却被他躲开了 沈英杰紧张地说 你不要太靠近我 祸害一千年 像你这么坏的大坏蛋 你一定不会感染上病毒 他拒绝相信 他会感染上病毒 我也不相信自己 会这么倒霉 不过安全为上 沈英杰始终和他保持距离 不让他靠近 他黑亮的毛子 一顺不顺地盯着他 突然说 丫头 我刚才想说的是 为了你 我会尝试 改变我不婚主义的念头 游灵力莫地称大毛子 有点不敢置信地盯着他 激动得红唇微颤 你的意思是 你想跟我谈恋爱吗 他没有会错意吧 他真够直白了 沈英杰反而有点不好意思了 谁能想象得到 办事能力顶呱呱的金牌助理 在感情上竟然这么羞涩 他有些不自然地扯了扯脸上的口罩 轻轻点头 脸红地说 我想 我们可以尝试一下发展 他不讨厌他 吻他的时候 甚至有了心动的感觉 他想 这大概就是喜欢吧 他等这句话很久了 所有的委屈在这一刻 统统化为乌有 游灵力冲上去 不管三七二十一地抱住他 激动地说 你说过就不能后悔了 他这举动 可把沈英杰吓坏了 他气急败坏地大声说 你疯了 赶紧离我远点 伸手去推他 游灵力冲动地说 我不管了 如果你真感染了病毒 我就陪你一起 他故意把胸停起来 迎向他的手掌 沈英杰的手 硬生生停在了他的胸前 吓得倒抽一口冷吸 他迅速把手抽回来 脸红耳赤地低皱了一句 你不知羞耻啊 他竟然骂他不知羞耻 以前是谁老故意 占他便宜来着 有 利弥着怒火中烧的水眸 莫地伸手把他的口罩摘下来 点起脚尖 就往他的唇上吻去 这是他第一次主动吻他 想起以前每次被他抢吻 他就忍不住感到酸爽 总算被他搬回一城了 你 沈英杰彻底被他惊呆了 他真的不怕死吗 走吧 医生等急了 游灵力抱住他的手臂 嘴角擒着一抹脚侠的笑容 拉着他往救护车走去 沈英杰嘴角微抽 破罐子摔破了 如果他真感染了病毒 就凭他刚才的举动 他已经跑不掉了 他低头看着他 笑得宛如娇阳的翘脸 眉头紧皱 他是不是做错决定了 他可不想因为自己意识冲动 害了他 此刻夜色渐渐降临 夜风袭袭 有点寒 沈英杰犹豫了一下 还是伸手揽住他的肩膀 把他拥进了自己的怀里 不管了 是福不是祸 是祸躲不过 游灵力抬头看着他 路灯之下 男人漆黑的眸子 就像是深沉的夜空 闪着点点星光 漂亮的让人着迷 他的心已经沦陷了 在苏家 霍裂沉醉了 在消耗了体力之后 他一睡不起 苏静欢怕他未病会犯 寸步不离地亲自照顾他 小远趴在床边 看着沉睡不醒的姐夫 伸手撑住下巴 有点怕怕地说 我今天在书房外面 听到姐夫的妈妈 很凶地骂姐夫 苏静欢的心末第一痛 霍裂沉一向很能控制自己的情绪 能够如此让他失控 霍夫人一定说了很严重地伤害他的话 他伸手摸了摸小远的头 嗓音有些嘶哑地问 霍夫人说了些什么 小远看了一眼还在沉睡中的姐夫 有些唏嘘地说 姐夫的妈妈说 姐夫的爸爸害死了轩哥哥 姐夫的妈妈想让姐夫报仇 苏静欢惊愕地撑大毛子 抓住小远的手 有些激动地问 你刚才说什么 你说霍老爷害死了轩少 这是真的吗 小远点头 我亲耳听见姐夫的妈妈说的 是姐夫的爸爸 害死了轩哥哥 姐夫的妈妈很生气 然后他还骂了姐夫 为什么死的人不是姐夫 而是轩哥哥 苏静欢顿时如遭雷击 身体剧烈地哆嗦起来 原来谋害轩少的真正凶手 是霍老爷 他不是没想过 但他真没想到 他竟然真的这么狠 或者 他不愿意相信 霍烈臣有这么心狠手辣的父亲 他伸手捂住嘴巴 他也太恐怖了 他害死了轩少 还想让他一尸两命 不断挑拨离间霍夫人 和霍烈臣的关系 他到底想做什么 小远同情地说 我还看见了姐夫的妈妈 他很生气地 打了姐夫一巴掌 姐夫什么都没说 难怪她的脸有点红红的 苏静欢坐在床边 伸手轻轻抚摸着 男人如刀削的俊脸 上面依稀还能看到一抹红腻 可见霍夫人那一巴掌 打得多用力 他心疼地凝视着她 难怪她要戒酒消愁 最伤人的话 往往出自最亲近的人嘴巴里 她的心一定很苦 小远 天色不早了 你回方去休息吧 苏静欢伸手摸了摸她的头 轻声说 小远立即站起来 乖巧地说 好 姐姐也早点休休 她说完便出去了 苏静欢握住男人的手 轻轻抚在自己的脸上 轻媚的眸子练咽着心疼 她轻声说 霍烈臣 以后有我和孩子陪在你的身边 你的余生不会再苦了 她是霍家唯一的继承人 别人看她风光无限 却不知她的内心 被轻情折磨得千疮百孔 霍老爷太狠了 为了掩饰宣绍是霍夫人 撕生子的真相 她竟然对她痛下杀手 为了让霍烈臣取灵子雅 竟想让她一失两命 她的心到底是什么做的 竟能狠毒如此 太可怕了 苏静欢轻轻松开霍烈臣的手 刚想去拿东西 给她冷敷一下脸颊 她突然醒了 骨节分明地 手紧握着她的手 如一红身弹的黑眸 有些迷茫地看着她 欢欢 你醒了 苏静欢对着她微微一笑 端起床头柜上的醒酒汤 温柔地说 你喝了这么多酒 一定很不舒服 把这碗醒酒汤喝了 你会舒服点 霍烈臣从床上坐起来 接过醒酒汤 张开嘴巴 一饮而尽 她把碗放下 然后握住她的手 有些紧张地问 我有没有弄疼你 她太混账了 喝醉了还对她乱来 她担心自己会失了分寸 伤了她和孩子 你很温柔 我和孩子都没事 苏静欢白皙的脸颊上 露出一抹羞红 她看她太难受了 她甘愿为她做任何事 你应该阻止我 她醉了 万一她控制不好自己 霍烈臣有些懊悔 没关系 给你准备一些吃的 苏静欢假装若无其事 她心里已经伤痕累累 她不想再掀开她的伤疤 她刚想站起来 却被她抱住了 霍烈臣修长有力的手臂 还住她的腰 把她搂进自己的怀里 低头亲吻着她的额头 轻声说 不要走 陪陪我 好 她现在是最需要人陪伴的时候 苏静欢伸长手搂住她的脖子 仰手望着她 脸上仰着一抹 能够治愈伤痛的温暖笑容 霍烈臣抱着她 深邃的眸光凝望着她 低头亲吻她的红唇 随即轻轻埋首在她的颈窝里 嗅着从她身上 散发出来的辛香气息 躁动的心情渐渐沉淀下来 她有些愧疚地说 欢欢 对不起 你有什么对不起我的 苏静欢眨了眨亲妹妖娆的水眸 用开玩笑的语气说 你该不会在外面 看上别的女人吧 男人搂住她的手臂 莫的一紧 嘶哑的低沉嗓音 擒着一抹恼怒 我每天都跟你在一起 怎么可能有机会去看别的女人 苏静欢秀眉一扬 轻哼 只要男人有花花肠子 就算上个洗手间的时间 都能出事 男人抬起头 瞇着瑞丽如荫的黑眸 逆着她 我是有花花肠子的男人 她真有那心思 就不会当和尚 当了这么多年才破茧 见她那严肃的表情 苏静欢扑斥地笑了 跟你开玩笑的 这么严肃干嘛 笑一笑十年少 来嘛 给老娘我笑一个 她伸出葱根般白皙的线长手指 捏住她的脸颊 轻轻往外拉 看着她那张完美的 无可挑剔的俊脸 在自己手里变形了 她开心地咯咯直笑 这个玩笑一点都不好笑 霍列臣仓劲有力的手掌 用力握住她的下巴 正想低头狠狠地惩罚她一下 就在这时 外面传来苏静婉 嚣张跋扈的叫声 苏静欢 你给我滚出来 这次我要扒了你的脸皮 看你还能为你那个红杏出墙 欺世道明的贱人妈妈说啥 苏静欢眉头紧皱 她还不死心 她想 闹到什么时候 听到苏静婉的声音 她就觉得头痛 今晚 你又想干什么 外面传来苏震雄气急败坏的声音 苏静婉似乎很笃定 她笑得很开心 嘚瑟地说 爸 你要有心理准备 我要公布一个天大的秘密 你小心身子 我怕你知道真相后 你会气得暴血管 心脏病发 霍列臣拿起外套披在她的身上 深邃的眼底浮动着一抹寒光 嘲弄地说 她挖空心思 就想打击你 苏静婉唇脚微钩 白皙的脸颊 泛起业余的妖娆笑容 她跟小强真相 这打不死的性格 也很难能可贵啊 苏静婉显然已经等不及了 她跑到了房门前 用力拍着房门 耀武扬威地大声说 苏静婉 你给我滚出来 你根本没有资格住在这个房里 你没有资格继承苏家的一切 大家喜欢本文可以加群哦 对本文有啥问题 可以在群里找我 不定时发红包 1107548428 清婉 你不要再在这里发疯了 苏静雄见她去狂拍苏静婉的房门 赶紧上前抓住她的手腕 用力把她拉开 神情是气急败坏的 苏清婉用力甩开她的手 大声嚷嚷 爸 你这个老糊涂 你帮人家养了二十几年的便宜女儿 你还护着她 我妈没有冤枉她妈 她妈的确是不守复道 不止去勾汉子 还生下她这个孽种 你还把她当成宝贝 把我妈赶出去 你不止眼瞎了 还心忙 你这个不孝女 你们两母女 已经把苏家闹得天翻地覆 现在又来无事生非 我上次打你还打不够吗 你赶紧走 苏震雄真的快要被她气死了 苏清婉仰着头 眸光凌厉地盯着她 语气冰冷地说 你敢再打我试试 苏震雄 我告诉你 我会让你这辈子都没亲生子女送终 你自己一个人孤独终老 那天在家里 被她用鸡毛胆打了一顿 她现在还痛着 你够了 你再这样闹下去 我就不认你这个女儿 反正我有惊欢就够了 苏震雄生气地说 苏清婉冷笑 你还想你那个便宜女儿给你送终 你心真大 苏清婉 你到底想说什么 就在这时 苏清婉推门出来了 看着趾高气扬的苏清婉 伸手揉了揉额脚 事情已经成定局 就算你在这里再撒泼也没用 爸已经决定跟你妈离婚了 你们就在外面好好过 让人家亲近一下可好 苏清婉看着她 嘚瑟地大声说 我爸跟不跟我妈离婚 是我爸的事 跟你这个来路不明的野种 有什么关系 苏震雄黑着脸 生气地呵斥 清婉 我不准你这样说你姐姐 她不是我姐姐 一直都不是 苏清婉说着 伸手打开了手提包 从里面拿出一份文件 递给苏震雄 脸上满是嘚瑟的笑容 爸 你看一下这个就知道了 从小我就觉得 她长得跟爸爸你一点都不像 你喜欢的食物 她都不喜欢 这下子总算是有答案了 你得冷静一点 小心抱血管了 你又想搞什么 苏震雄接过文件 一看是亲子鉴定 顿时愣了一下 手竟然有些发抖了 这下不是我乱搞 我是来苏家拔乱反正的 爸 你的手不要抖啊 继续往下看啊 苏清婉有些焦急地催促 苏清婉莫地伸手 把苏震雄手里的文件抢过来 一看标题愣了一下 视线迅速往下看 当他看到苏震雄 和自己的名字时 脑海里顿时轰隆一声 这是一份DNA亲子鉴定报告 鉴定结果 苏震雄和她不是妇女关系 她们没有血缘关系 她的身体一颤 神色开始有些激动 握着鉴定报告的手在颤抖着 不可能 这不是真的 我怎么可能不是 霍雷辰伸手扶住她 视线落在鉴定报告上 眉头微皱 哈哈 现在证据确凿 爸 这下你该相信了 她根本不是你的亲生女儿 她是她那个红杏出墙的贱人妈 不知道跟哪个野男人生的野种 我妈没有冤枉她们 我才是苏家真正的千金大小贱 只有我才有资格继承苏家的一切 哈哈 苏清婉发出了嘚瑟兴奋的大笑声 苏震雄浑身都在剧烈地哆嗦着 就像外面被寒风吹得 在半空中飘零而落的树叶 脸色发白 她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苏清婉阴狠地眸光盯着苏敬欢 眼中充满了恨意 你这个来路不明的野种 你不是苏家的血脉 你马上给我滚出苏家 这里所有的一切都不是你的 她的视线落在霍雷辰的身上 心里更恨 如果不是她 现在在她怀里的女人就是她 是苏敬欢抢走了她的一切 我不相信这份报告是真的 苏敬欢末的用力嘶嘶嘶几声 把亲子鉴定报告撕碎了 用力扔在她的身上 冷冷地说 别以为你随便伪造一张鉴定报告 就能随便诬陷我 苏震雄沉寂的眼睛 总算是露出了一丝光芒 你真的太坏了 为了分化 我跟敬欢 你竟然去伪造报告 你的心怎么这么坏啊 你尽管撕掉证据 爸 你认真点想想吧 这个野种哪一点像你了 她就是她妈妈去偷汉子生下的野种 我是不忍心看你 被那贱人戴了绿帽子 你还对她满怀愧疚 我妈对你 才是真心的 苏清婉看着苏震雄说 你这个坏女人 我不准 你骂我妈妈 不知道什么时候出来的小远 突然冲过来 仰起了拳头 就向着苏清婉垂去 又来一个小野种 你帮那贱人养了便宜女儿 现在又帮他养便宜儿子 却把自己亲生女儿赶走 你脑袋里到底想什么的 小野种 你给我滚开 苏清婉仰起手掌 用力往小远的脸上刮去 他要一巴掌 打死这个小野种 住手 霍裂成剑步上前 用力捏住了他的手腕 深邃的眸光 透着凌厉和凶狠 小远 过来 苏清婉赶紧把小远 拉到自己的身边 啊 好痛 你放开 是他先打我的 你放开我 霍裂成的手劲很大 苏清婉觉得 自己的手快要被他捏碎了 痛得他惊恐地尖叫 霍裂成用力甩开他的手 凌厉的眸光寒冷如冰 他还只是一个孩子 自己出手 苏清婉揉着剧痛的手腕 赶紧往后退 回头瞪着苏震雄 大声说 爸 你说句话 我才是你的亲生女儿 你就任由他们这帮 跟你一点关系 都没有的人来欺负我了 苏震雄的心已经凌乱了 苏清婉能够拿出 这份亲子鉴定报告 肯定是有把握的 如果是假的 他们去查就知道了 到时候真相出来了 他无疑是自打嘴巴 他没有必要多此一举闹这一出 如果这是真的 那苏清婉的妈妈 的确是背叛了他 他的身体抖得更厉害了 他不想接受这个事实 也不愿意相信 苏清婉用力攥住拳头 嗓音嘶哑却笃定地说 爸 我妈不会做对不起苏家的事 我相信她 她不会的 证据确凿 你还想为你那不守 附到红杏出墙的妈狡辩 爸 你说句公道话 这个家根本没有他站的地方 你赶紧把他赶走 苏清婉气势咄咄逼人 他被苏清婉压了这么多次 这次总算是一次性讨回来了 清婉 我也不相信你妈妈是那种人 不过为了弄清楚事情 咱们明天还是去一趟医院吧 苏震雄被他逼得有些无奈了 你当年听信谗言 害了我妈一辈子 现在他已经不在了 你还要辱没他的声誉吗 苏靖欢很生气 他气他意志不够坚定 别人说几句话 他就摇摆不定 这样的男人 根本不配当他的父亲 苏震雄被他一说 有些脸红的低下头去了 怎么 你是怕自己 是野种的身份曝光后 不能再继承苏家的财产吗 我告诉你 只要有我在的一天 你休想动苏家一分一毫 苏清婉嘚瑟的冷笑着 霍雷辰揽住苏靖欢的肩膀 深邃的黑眸 染上一抹英质的冷冽气息 满脸的不屑和鄙夷 我霍雷辰的妻子 什么时候落魄到 要稀罕区区一个苏家的家产 低沉的嗓音铿腔有力 质地有声 把护妻发挥得淋漓尽致 跟霍家相比 一百个苏家都不足挂齿 苏清婉的脸顿时火辣辣的痛 心里更恨了 如果没有苏靖欢这个野种 霍少奶奶该是他 霍少说的对 靖欢现在是霍少奶奶 而且他已经怀了霍家的长子嫡孙 他想要什么没有 他不会跟你抢的 清婉 你不要再闹事了 我的头好痛 苏震雄伸手揉着鹅脚 满脸的不耐烦 真静不怕火炼 你想证明你妈是清白的 你明天就跟爸爸去做亲子鉴定 如果你能证明 你妈没有出轨 没有背负偷汉 我就跪在地上 向你刻三个想头认错 苏清婉盯着苏靖欢 脸上尽是不怀好意的冷笑 他们都不相信 那份亲子鉴定报告是真的 他们就等着被打脸吧 苏靖欢看着苏震雄 手掌心渗出了冷汗 他从没见过苏清婉这么笃定 三个想头太少了 起码一百个 我明天会带欢欢和岳父 去做亲子鉴定 你准备把你的脑袋磕穿 欢欢 我们回去睡觉 不要理会这种无聊的人 霍列臣搂住他的腰 低头看着他的时候 如一红身弹的黑眸 随即便染上了深情宠密的光 苏清婉看在眼里 心里更恨 咬牙切齿地大声说 一百个就一百个 你们赶紧回房收拾东西 不是你们的东西不能带走 否则我就报警 霍列臣没有理他 搂着苏靖欢进了房 喷的一声 把房门关上 把他屏蔽在门外 够了 你不要再闹了 苏震雄拽住苏清婉的手臂 把他拉到大厅去 爸 你就是个老糊涂 证据确凿 你还不相信我 你这辈子 就只有我这个亲生女儿 你再不对我好点 等你死了 我一定不会为你送终 苏清婉的话还没说完 突然啪的一声 脸上火辣辣的痛 他惊恶地瞪大毛子瞪着他 我们苏家已经发生很多事了 你不要再闹了 苏震雄已经被他 折腾得焦头烂额 忍无可忍了 苏清婉伸手捂着疼痛的脸颊 撑大的毛子 恶狠狠地瞪着他 发出尖锐的吼声 苏震雄 你现在不相信我 你日后跪着求我 我也不会再回来 你就等着孤独中了 没有子女送终 你怎能这么恶毒 你滚 你马上给我滚 就算我没子女送终 我也不会求你 苏震雄伸手捂住 被气得快要并发的心脏 怒目而逝 你求我 我也不会回来 苏清婉伍着脸 怒气腾腾地转身离去 他就先忍着 等报告出来 他就知道后悔 外面吵闹的声音总算消停了 苏震欢思潮起伏 他不稀罕当苏家的女儿 但他不能让自己死去的妈妈 在承受莫须有的罪名 你饿了吧 我去厨房给你煮碗面吧 苏清婉神色有点恍惚地说 霍雷辰从背后抱住他 修长有力的手臂 还住他的腰 下巴轻轻抵在他的肩膀上 低沉的嗓音 性感 慵懒 欢欢 你相信我 你妈妈没有出轨 也没有背负偷汉 我保证 你妈妈是清白的 任何人都不能污蔑他 苏清婉有些惊讶地回头望着他 霍雷辰 你为什么这么笃定 刚才苏清婉答应了 要给他磕一百个响头 他的心在瞬间有点动摇了 他是哪来的自信 还是他知道了一些 他不知道的内幕 霍雷辰把他的身体转过来 苍劲有力的手掌 轻轻握住他的下巴 低头擒住他的红唇 辗转缠绵的顺吻 性感的嗓音低语 你要相信你老公 明天我会让他给你磕头 把脑袋磕穿为止 没有人可以欺负他的女人后 还能肆无忌惮地全身而退 男人深邃的毛子 如繁星闪烁的星河 璀璨耀目 夺人心魂 苏敬欢一瞬间 感觉到有点炫目 他伸出手臂 搂住他的脖子 湿漉漉的明眸 练艳着让人惊艳的美 他看着他 白溪圣雪的脸颊上 终于露出了笑容 巧笑倩兮 温暖如冬日阳光 我相信你 他说没事 一定会没事 我饿了 霍雷辰见他露出了笑容 稀罕地在他的红唇上 吻了又吻 睁着星星式的黑眸 竟是深情的宠妮 我去给你煮面 苏敬欢的心情 一下子好起来了 拉着霍雷辰 走出房间 来到了厨房 小姐 姑爷 你们想吃什么 厨子在厨房里候着 一看他们来了 立即站起来 你下去休息吧 我们自己来就行了 苏敬欢微笑着说 那好吧 小姐有什么需要 尽管叫我 厨子退了出去 苏敬欢拿起围裙 刚想围上 就被霍雷辰拿走了 看着他把围裙围在 他自己身上 他有些愕然了 你要自己下厨 他没有记错的话 他好像只会熬粥 你是孕妇 我怎能让你下厨 给我煮面条 你在这坐着别乱动 霍雷辰让他坐在椅子上 低头吻了吻他的额头 性感的唇角微弯 等着 很快就有吃的 我的肚子还小 下个面什么的 不碍事 苏敬欢仰手看着他 闪亮的眸子 就像里面住着星星似的 霍雷辰修长的手指 轻轻抹撒着他的脸颊 轻笑 怕我煮的面不好吃 苏敬欢不想打击他 你刚刚醒来 你应该多休息一会 你老公没这么弱 乖一点 别乱动 厨房里这么危险 要不是担心他会胡思乱想 他是不会让他来这里的 好 我不乱动 我就在这看着你煮面 苏敬欢微笑地看着他 霍雷辰轻腻地揉了揉他的头发 这才去煮面 苏敬欢拖着腮 看着那在人前威风凛然 桀要不羁的男人 此刻像得洗净千华的普通男人 在厨房里洗手做羹汤 心里头就像被注入了一股暖流 暖暖的 多少男人在外面上班赚钱 就以为自己很了不起 回到家里就当甩手掌柜 把自己当大爷似的 什么都不干 相比之下 眼前的男人 简直完美地不可挑剔 他那奇长高大的背影 就像会发光似的 把他的眸光牢牢地吸引了 霍雷辰没有吃晚餐 厨房里还留着很多新鲜食材 他做了鸡蛋牛肉面 苏敬欢看着他动作 咸熟的煎蛋 烧牛肉 然后放进煮好的面条里 倒进清汤 一大碗散发着 浓郁香味的牛肉面出锅 他吃惊地说 你什么时候学会的 他还以为他只会熬粥 嗨嗨 被打脸了 闲着没事干 随便向厨子请教了几招 你尝尝 霍雷辰把那两人份的大碗 端到桌面上 只取了一双筷子 和一个汤匙 夹起面条放在汤匙里 成了一些汤汁 轻轻吹凉 送到他的唇边 我只是怀孕 又不是手脚残废 我自己来 一向独立惯了的人 不习惯被人伺候 你别动 只管张嘴 霍雷辰把他的手按下 霸道强势的气场 不容他拒绝 苏静欢没辙了 张开嘴巴 那面条入口 柔软香滑 又有韧性 那汤汁的味道恰到好处 这水准竟然不输大厨 他惊艳了 天啊 你随便讨教了几招 就能做出这么有水准的汤面 你好厉害 太好吃了 霍雷辰吃了一口 莫眉微皱 略嫌气 还差远了 他是天之骄子 从小到大 吃的用的都是最好的 就算是一碗面 也要求达到顶级的精致水平 苏静欢怕他不吃 赶紧说 你太挑剔了 这么好吃还嫌弃 你赶紧吃 你肚子空空的 会犯胃病的 我听老婆的话 霍雷辰伸手轻易地捏了捏 他水嫩嫩的脸颊 他吃一口 然后喂他吃一口 苏静欢看着他 轻媚的眸子 恋艳着娇媚如丝的妖娆 脸颊泛着动人的红 你这样会宠坏我 我就想宠坏你 男人就该宠着自己的女人 霍雷辰身遂浩瀚的莫眸 凝视着他 如一红身不见底的身痰 让人不自禁地身陷其中 而不能自拔 他苦了一辈子 老天爷总算是怜悯他 把这么好的男人 送到他的身边 他的水眸忍不住微微湿热 那你要宠我一辈子 当然 男人夹了一块牛肉 送到他嘴里 理所当然地接着他的话 苏静欢靠在他的手臂上 手掌轻轻抚着龙起的肚子 吃着男人喂尽嘴里的食物 唇边泛着甜美的笑容 其实他很享受 这种岁月静好的美好时光 两个人一碗面 互相依偎取暖 平平淡淡 细水长流 但他的身份地位 注定了他们要走不平凡的路 吃完饭 男人收拾了碗筷去洗 苏静欢跟在他的身后 伸手从背后搂住他的腰 把脸贴在他的背上 轻笑着说 真该让你那些属下 来看看你这家庭主妇的样子 他们肯定得跌破眼镜了 在遇到他之前 他连厨房都没进过 更别说烹饪洗碗 霍烈成把碗筷洗干净放好 转过身 握住他的手 天色不早 你该睡觉了 苏静欢眨着明亮的水眸 看着他 我还没洗澡呢 霍烈成伸手抬起他的下巴 变身的毛子 瞬间染上了一抹微色所获的烈焰 嗓音嘶哑的低语 你这个小妖精 你可知道 你老公定力差 这么明目张胆勾引他 他疲痒了吧 是吗 我不知道啊 我是觉得 两个人一起洗澡 会比较暖和 现在天气这么冷 苏静欢揪住他的衣服 如葱根般白皙的线长手指 绕着圈圈 湿漉漉的美眸 练咽着诱人的水光 那一脸无辜的表情 让人忍不住想 狠狠地欺负他 媳妇说得对 两个人一起洗澡 真的会比较暖和 他明视得这么过分 他还一回不过来 就真的太笨了 男人伸出手臂 搂住他的腰 一用力把他打横抱起来 大不留心地向着卧室走去 长夜慢慢无心睡眠 那他就做点 让他能够早点休息的事 苏静欢枕在他的怀里 脸颊泛红了 他会不会太主动了 不管了 谁让他对他这么好 他让他感动 他就忍不住 想和他负距离接触 他好像太色了 好羞耻啊 霍烈成低头 看着他飞红的脸颊 忍不住戏血的取笑 你的脸好红 现在知道害羞了 刚才还这么开放勾引他 苏静欢嘟起小嘴 气呼呼地说 霍烈成 你取笑我 我就不来了 你想反悔 门都没有 幸好他有仙剑之名 不止把床换了 还把浴缸换成了双人浴缸 现在总算派上用场了 他早就想试了 不过顾忌到他怀孕了 他不敢乱来 现在有了他首肯 哪里还肯错过 霍烈成抱着他 霸气的一脚踢开房门 迈进了宽敞的浴室里 苏静欢眨了眨湿漉漉的美眸 心里突然生起一股不祥的预感 他是不是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 在医院里做了病毒检测后 尤灵力觉得自己一定是脑袋进水犯傻了 他明知道沈英杰很有可能感染上病毒 他居然不怕死地去强吻他 在隔离病房里 沈英杰看着他 说实话 心里很愧疚 都怪他太冲动了 在这种情况下 他还向他表白 如果他连累他感染了病毒 他真的太扎太不负责任了 两人面对面坐在床上 大眼瞪小眼 随着气氛渐渐变得诡异 尤灵力扬起手掌 在脸旁轻轻地扇着风 有点热 是燥热 沈英杰看着他 老脸竟然有点红了 有点别扭地问 你热了 尤灵力伸手抹了妈脸 有点尴尬 好像有点 我把房间里的暖气关掉 现在已经是隆冬时节 外面的温度很低 房间里还开着暖气 沈英杰拿起遥控 把暖气关掉 你肚子饿吗 我在面包店买了很多吃的 尤灵力把袋子打开 拿起一个面包递给他 沈英杰没有伸手去接 看着眼前那脸红如霞 媚眼如丝的可爱女孩 她线条优美的唇角微弯 眸色渐渐变深 嗓音变得嘶哑 有些无法控制 自己的脱口而出 我是饿了 眼前的女孩 比起她手里的面包 让她更有食欲 她的眸光太过赤裂 她的心窝里 就像钻进了无数的蚂蚁 咬得她的心痒痒的 她咬着娇艳的红唇 满脸娇羞地低下了头 羞涩地低声抗议 你这样看着我干嘛 关掉了暖气后 房间里渐渐冷了 但她反而觉得更热了 她扯了扯衣领 沈英杰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了 她发现自己的视线 无法从她的身上移开 她以前竟然没有发现 原来她竟然这么秀色可餐 她性胆地猴杰律动了一下 眸光染上了一抹火焰 声音更加嘶哑 你很美 游灵力惊恶地撑大毛子 她以前从来没有夸过她 原来被自己喜欢的人夸赞 竟然是一件这么美好的事 她觉得自己的心 都快要飘起来了 她拿着面包的手 有些无措的 不知道往哪里摆 她悄悄地用眼尾看了她一眼 却被她越来越斥烈的视线绝住了 吓得她赶紧低下头去 有些委屈的低声说 除了你犯傻的时候 你以前从来不夸我 你只会说我粗鲁 不像个女人 我以前一定是被猪油护了眼 沈英杰伸出结实的男性大掌 轻轻握住她的下巴 把她羞涩地低下去的头抬起来 羞长的手指 在她娇艳欲低的红唇上轻轻抚着 眸色越来越深 她以前真的犯傻 身边有个这么漂亮的女孩 她竟然一点都没有看在眼里 游灵力被她夸得心都酥了 水汪汪的大眼睛 更显得水亮璀璨 她握着面包 因为太过娇羞 有点不知所措 你还吃不吃面包 沈英杰文言 喉尖发出低沉的笑声 她真的太可爱了 她伸手把她手里的面包拿走 丢到一边去 慢慢低头 往她微颤的红唇落下 她想干什么 看着越来越靠近自己的俊脸 游灵力感觉自己的心跳快得跟什么似的 就要从心口里跳出来了 她有点傻气地问 你 你想干什么 在这么美好的气氛下 除了吻她 还有更好的选择吗 男人厚薄适中的唇 附在了她的红唇上 赤裂的气息萦绕在她的鼻息间 她撑大毛子瞪着她 一时之间竟然忘记了反应 她的眼睛瞪得太大 沈英杰有点想笑 她没有接吻惊艳吗 她伸手盖在她的眼睛 赤裂的唇重新吻上 在男人温暖结实的掌心下 游灵力眼前一片漆黑 处在黑暗中的神秘感 让她变得更敏感 心窝发烫 浑身都酥软了 沈英杰伸手扣住她的后脑勺 温柔的前吻 开始变得霸道缠绵 手掌落在她的腰上 暧昧地抹扎着 游灵力觉得自己已经变成了一滩水 全身的力气 就像被人抽光了似的 此时此刻 不管她对她做什么 她都没有力气反抗了 她的红唇好软 好甜 让她吻上去 便不舍地抽离 沈英杰绝住她的红唇 辗转缠绵地顺吻着 贪婪地吸取着她甜美 房间里的温度渐渐变冷 但两人却觉得越来越热 体内就像有一团火在熊熊地燃烧着 她忍不住了 身体紧绷着 就像快要爆炸似的 她末地收紧了搂在她腰上的手臂 微用力把她压倒在了床上 她喘息着 声音嘶哑地低语 我忍不住了 她是不婚主义者 一向是女人为麻烦的物体 能远离绝对不会接近 她从来没有想过 自己竟然也会有迷恋上女人的时候 不过这种感觉 似乎还不错 她勾起了她从没有过的渴望 游灵力白嫩的脸颊上一片坨红 她伸手抵住她的胸膛 有些娇羞 也有些不知所措 沈英杰 你别乱来 这里是医院 她也太焦急了 他们的关系才刚确定下来 她就要 我难受 沈英杰看着她 俊脸上露出了可怜兮兮的神情 游灵力不禁有点恍神了 这个表情 竟然跟她犯傻的时候一模一样 也就只有她犯傻的时候 才会对她这么好 她的心顿时咯噔了一下 忍不住冲口而出地问 沈英杰 你几岁了 沈英杰愣了一下 随即邪气地笑了 这个时候问这种问题 你不觉得很杀风景吗 犯傻的她 绝对不会说出这么暧昧的话 游灵力心头莫名地叙了一口气 脸红地看着她 手揪住她的衣摆 羞涩地说 我还是第一次 真巧 我也是 这是属于他们彼此最美好的礼物 她庆幸自己并没有年少轻狂 把自己最珍贵的东西弄丢了 沈英杰眸光里更显联系 她温柔地吻着她 修长的手指 轻轻解开她衣领上的扣子 就在他们意乱情迷的时候 外面响起了咚咚咚的敲门声 传来护士的话 沈先生 你的检测报告出来了 游灵力脸上的笑容凝结了 心不禁担忧地发颤 终于要到面对的时候 她抓住沈英杰的手臂 脸上露出了惊慌的神情 沈英杰吻了吻她的红唇 闷闷地咳嗽了一声 安慰说 别担心 没事的 外面的天气太干燥 她跑出去找她 估计是伤了气管 才会一直咳嗽 她并没有出现其他明显的病症 肯定不会有事的 我去开门 是福不是祸 是祸躲不过 死就死吧 游灵力墨地咬牙 翻身下床 正想出去 还有被自己弄乱的头发 那一脸残余的娇羞 她竟然有点想 把她藏起来的冲动 她比划了一下 也语得说 你现在这个样子 不适合见人 还是我去吧 即使外面敲门的是女护士 她也不想被她看见 游灵力低头一看 这才发现自己的衣服 被她解开了扭扣 衣裳敞开 里面的风光若隐若现 她赶紧伸手揪住衣领 脸红如霞 沈英杰下床 扯了扯身上的衣服 快步走过去开门 沈先生 这是你和有小姐的检测报告 值班医生正在寻房 你有什么不明白 等会医生来了 他会为你们讲解 护士把报告交给他 有了 沈英杰伸手接过报告 深吸了一口气 果断地掀开报告 沈英杰 怎么样 游灵力在病房里 迫不及待地追问 沈英杰关了房门 拿着报告慢慢走进来 脸色苍白 神情凝重 一副凄惨的模样 游灵力一看 心瞬间沉落到了谷底 他浑身克制不住地哆嗦起来 他唇角微颤 眼眶泛红 哽咽地说 沈英杰 我们会死吗 他爸爸就是死于传染病 没想到他逃过了小时候那一场劫难 却逃不过死于传染病毒的恶语 老天爷对他太残忍了 他很不容易才知道 什么叫幸福的滋味 他就要夺走他的命 我们当然会死 沈英杰看着他那一副 仿佛世界末日的凄惨表情 末地扑斥的一笑 细血地说 不过那是百年之后的事情 正凄惨地算计着自己还有多少十日的游灵力 见他突然笑了 顿时一愣 你笑什么 现在他们感染上了致命率很高的病毒啊 他竟然还有心情笑 咦 不对 要是染上了病毒 他还能笑得这么开心 游灵力伸手把报告抢过来 掀开一看 报告里面写着成阴性 他顿时恼怒了 把报告卷起来 往他的膀子上抽 你这个混蛋 你竟然骗我 我们的检测结果是阴性的 我们没有感染 你压得太过分了 他竟然拿这么严重的事情来开玩笑 他压得抽死他 冤枉啊 我从头到尾都没有说过 我们感染病毒 是你自己瞎猜的 沈英杰仰起手臂阻挡着他的攻击 你嘴里没说 但是你的表情说了 你这个讨厌鬼 游灵力气呼呼地瞪着他 刚才看到他那悲凉的表情 他真的以为自己中招了 人生自古谁无死 但死有重于泰山 轻于红毛 他还这么年轻 他不想死得这么无辜 好了 我错了 我不应该用这种事情来跟你开玩笑 我惩罚我自己 这丫头疯起来 打人那是不分轻重啊 沈英杰又不能反抗 也不能打回去 他赶紧高举双手投降了 好啊 你要怎么惩罚自己 见他投降了 游灵力这才收手 仰手盯着他 我就惩罚自己 让你高兴 沈英杰说着 突然向着他扑过去 把他扑倒在床上 抱住他就吻 嗯 游灵力攥住拳头 用力捶打他的胸膛 闪开他的吻 有些气急败坏了 你这个臭流氓 嗯嗯 他骂人的话还没说完 嘴巴又被他 严严密密地封住了 他挣扎了几下 却渐渐沉沦在他 越来越缠绵的热纹里 看着被自己征服了的女孩 沈英杰心里忍不住嘚瑟了 跟女人吵架的时候 真不能讲道理 这不 一吻就摆平了 火热缠绵的夜色 渐渐流逝 苏静欢一早就醒了 霍烈臣扶着他来到大厅 见到了神情憔悴的苏震雄 他的黑眼圈很严重 头上还冒出了白发 看出来他昨晚一夜未睡 仿佛老了十几岁似的 苏静欢看着他这样子 气不打一出来 冷冷地说 你相信苏青婉的话 你也觉得我妈红杏出墙 做了对不起你的事 是吗 苏震雄脸色一正 他妈妈是他的结发妻子 他当然不愿意相信 他是那种人 但苏青婉信誓旦旦 还有他回忆起了这些年来 有关苏静欢的点点滴滴 他长得跟他真的一点都不像 还有饮食习惯上 他们俩完全是南辕北辙 你不说话 苏震雄 你是相信了吗 既然你认为我妈背叛了你 那不用去做亲子鉴定了 我会带着小元走 以后我跟苏家一刀两断 他的沉默让他很生气 他妈妈在他的心目中 终究是不值得信任的 既然如此 何必多此一举 苏震雄慢慢站起来了 看着他 神情坦荡地说 我已经错过一次 我不会再错第二次 我相信你妈是清白的 我们去做亲子鉴定 并不是我怀疑你妈 而是让挑拨离间的人死心 他是不该怀疑的 犯错的人是他 记住你自己说过的话 苏震雄的脸色 这才缓和下来 姐姐 我也去 小远从楼上下来 来到他的面前 拉住他的手 小远 现在外面很危险 你乖乖留在家里 等姐姐回来 苏震雄伸手揉了揉他的头发 微笑着说 那好吧 姐姐快去快回哦 小远乖巧地点头 小远乖 我们去吃早餐 苏震雄拉着小远 往餐厅走去 苏震雄看着他们的背影 心塞塞的 他什么时候 也能对他有这么好的耐心 他们刚用完早餐 苏震雄就来了 你这个坏女人 你还在做什么 小远看见他 立即如临大敌 这里没你这个孽种的事 滚开一点 苏震雄脸上 带着来采场子的嘚瑟笑容 我是来带你们去做亲子鉴定的 为了防止伪造 我建议到最权威的机构检测 霍列臣在井城只手遮天 他为了维护苏震雄 一定会做手脚 小远 不要理会这种无聊的人 你回房间去 苏震雄伸手揉了揉小远的头 微笑着说 好 小远瞪了苏清婉一眼 随即乖巧地回自己的房间 去了 苏震雄脸色很难看 清婉 你不再闹了 假的真不了 真的假不了 岳父 车在外面 一起走吧 霍列臣牵着苏震雄的手 慢慢往外面走去 完全无视苏清婉 当他是透明的 好 苏震雄见他们都不理他 他也不理他了 苏清婉间自己被无视了 他也不生气 拿出化妆镜 补了补脸上的妆容 描绘着精致眼线的毛子 露出阴狠的含义 等着鉴定报告一出 看他还能笑出来 这里所有的一切 都是他苏清婉的 苏震雄去死吧 圣妖在外面候着 看见人出来 立即拉开了车门 霍列臣上车时 他压低声音说 少爷 一切都准备就绪 到医院随时可以进行 苏震雄看了他们一眼 眉头微皱 苏震雄知道 苏震雄不待见自己 勉强在一起 只会让他更加盛艳 他没有坐在后车厢 主动要求坐在副驾驶座上 苏静欢现在真不知道 自己该如何面对他 便由他去了 没事的 别担心 霍列臣坐在他的身边 握住他的葱根般 白皙的仙长小手 轻轻凑到唇边 连袭的吻了吻 深邃的如一红深潭的墨眸 染着一抹让人心醉的宠溺 苏静欢靠在他的怀里 抓住他骨节分明的长指 漫不经心地把玩着 清媚的眸子 炼焰着蓝散的光 语气有些慵懒 却透着坚定 刚刚圣妖跟你说的话 我听见了 你该不会真的想造假吧 霍列臣 我不需要 不管结果怎样 他都能接受 他不想让自己 活得糊里糊涂 放心吧 我不会造假的 该是怎样就怎样 他要做的 只是让事情 得到一个完美的结局 得到了他的肯定 苏静欢白皙胜血 宛如唐瓷娃般的盛世美颜 总算是绽放出了 一抹美艳动人的笑 盛世娇阳的倾国笑容 狡狭地问 你会怀疑我肚子里的孩子 霍列臣还没等他把话说完 墨地低头 绝住他娇艳欲低的红唇 以惩罚的力度 蛮横霸道地吻了下去 嗯 这男人 一言不合就吻 他攥住小拳头 抵在他的胸膛上 眨着魅眼如丝的毛子 盯着他 抗议的低语 前面还有人呢 他真的太放肆了 霍列臣狂暴地吻 就像是狂风骤雨在肆虐 直到把他吻得喘不过气来 他仓劲有力的手掌 捏住他的下巴 霸道地伸碎眸子 有些凶狠地掘住他的眼神 语气强悍霸道 不许拿这种事情来开玩笑 他肚子里的孩子 除了他 绝对不可能是别人的 苏静欢被他吻得双腿发软 全身发烫 心窝里就像倒了一罐蜜糖 向着全身泛开 甜腻地化不开 霍列臣抱着他 手掌附在他隆起的肚子上 骨节分明的长指 轻轻揉着 凶狠的眸光 渐渐变得柔和 这男人真的太霸道了 开个玩笑都不行 苏静欢软倒在他的怀里 不敢再胡说了 他这辈子 就只有他一个男人 除了他 他根本不可能怀 其他男人的孩子 在前面开车的盛瑶 嘴角微抽 他们两位主子 也太放荡不羁了吧 平时车上只有他自己就算了 现在苏震雄在 副驾驶座上呢 他偷偷去了他一眼 他似乎满腹心事 看着车窗外 眉头皱得可以夹死蚊子 看来他并没有注意到 后车厢里不雅的行为 豪华的家常版轿车 停在了医院的大门前 盛瑶拿出口罩递给苏震雄 苏老爷 戴上口罩吧 看着外面的人都戴上了口罩 苏震雄伸手接过 把口罩戴上 道了一声谢谢 心情忐忑不安 霍列臣体贴地 为苏静欢戴上口罩 这才拥着他下车 今天的医院 比昨天显得冷清了 看来大家已经意识到 情况的严重 如非不得已 都不敢贸然跑来医院添乱 他们刚下车 紧跟着他们而来的苏青婉也下车了 看他们郑重其事地戴着口罩 他不屑地说 这么怕死就不要出来了 霍列臣冰冷的眸子一眯 盛瑶立即上前 把口罩递给他 苏小姐 请你戴上口罩 戴什么 你们要戴是你们的事 别想让我戴 苏青婉满脸鄙夷的冷笑 戴着口罩闷都闷死了 而且还会把他脸上精致的妆容 弄出瑕疵 他才不要 盛瑶面无表情地说 我们家老爷知道苏小姐在外 不戴口罩四处游荡 不知道他心里会怎么想 你这是在威胁我 苏青婉顿时气地脸色发青了 伶俐的眼睛死死地盯着他 他只是区区一个保镖 竟敢对他口出狂言 盛瑶冷冷地说 我只是为了大家的安全着想 你想死是你的事 不要连累别人 这病毒具有很强烈的传染性 像他这么不自觉 又喜欢在大家面前蹦跋的人 谁不怕他 你 苏青婉一手抢过口罩 眯着阴冷的毛子盯着他 我记住你了 等他成了霍夫人 他第一个拿他开刀 被这样的女人记住 是他的不幸 圣妖见他戴了口罩 不理他了 转身跟着霍列臣他们进了医院 他们刚走进医院的大厅 一个衣着打扮朴素的女子迎面来 峨眉淡扫 腹白如雪 艳丽的凤眼里 透出了一抹思绪不宁的愁容 苏青婉有些惊讶了 唐姐 她今天既然没有浓装艳抹出镜 也没有穿妖娆华丽的旗袍 她差点没认出他来 唐姐看了他那一眼 眼神有些闪烁 有些复杂 随即一开 看向霍列臣 脸上露出了一抹恳求 少爷 可否借一步说话 霍列臣眯着深邃的锐眸 低沉的嗓音冷淡无情 唐轩 今天要做的事势在必行 你无需多说 苏静欢的心突然咯噔了一下 唐姐一向沉着冷静 她今天为何 唐轩神色焦急地说 少爷 这事关重大 坚持而为 到时候会有很多人因此受伤 霍列臣神色冷漠地说 过了这么多年 这件事情总该有个水落石出的时候 若非你当年这么自私 就不会有人受伤 少爷 我求你了 我姐夫刚做完手术 他受不了这沉重的打击 唐轩焦急地说 霍列臣 唐姐 你们到底在说什么 什么姐夫 谁是她姐夫 为什么她会听得云里雾里 苏静欢伸手扯了扯霍列臣的衣板 满脸的迷糊 没什么 先去采样室 霍列臣牵着她的手 迈开长腿 从唐姐的身边绕过 苏震雄看着唐轩 墨地醋眉 这女人看起来好像有点眼熟 在哪见过 少爷 你就不能等我姐夫的身体好点了再做吗 唐轩快步上前 拦在他们的面前 神情焦急地大声说 唐姐 少爷决定要做的事 没有人可以阻止 请让开吧 圣妖上前拽住她的手臂 硬把她拉走 苏静欢看了神色惊慌紧张的唐轩一眼 然后回头 看着霍列臣 扯住她的衣服 眸光有些锐利地盯着她 霍列臣 你是不是隐瞒了我一些事情 你这样会让我很不安 霍列臣伸手抬起她的下巴 如一红身弹的末眸 染上了一抹怜惜的宠蜜 嗓音低沉地说 你只需知道 我不会伤害你 苏静欢看着她 慢慢松开了手 事已至此 她也不急在这一时了 很快所有事情都会水落石出 你们到底在打什么哑咪 你们是不是想造假 同样离不清头绪的苏清婉 看着他们 眼里透出了怀疑 走到苏震雄的身边 暗磋磋地继续挑拨离间 爸 我觉得他们有阴谋 他们肯定收买了检测师 要修改结果 你不要相信他们 苏震雄瞪了她一眼 不悦地说 你左一句造假 右一句收买 难道你昨晚那份亲子鉴定 就是这样来的 苏清婉生气地说 爸 我是什么样的人 你还 了解吗 就是因为太了解你的为人 我才怀疑你 给我看那份亲子鉴定报告的真假性 苏震雄抿着唇 神情严肃 语气凌厉地说 如果证实 你伪造亲子鉴定报告 我就跟你脱离妇女关系 以后不许你再踏进苏家半步 苏清婉用力攥住拳头 眼里露出一抹阴冷的恨意 你不就是看那贱人 现在是霍雷辰的妻子 你才会偏心向着她 等报告出来 你就知道 谁才是你的亲生女儿 不用你说 我也会登报宣告 跟你脱离关系 她已经不是以前那个 只能依靠苏家 才能活下去的苏清婉 你 被她当众说成是攀附权贵的小人 苏震雄的面子 有些挂不住了 苏老爷 少奶奶 请跟我进去采样 采样护士上前来 领着他们进去里面采样了 唐轩不死心地想继续劝阻 少爷 你真的不能念在我为你工作 这么多年的份上 霍雷辰眸光冰冷地逆着她 唐轩 每个人都要为自己做过的事负责 我一人做事一人当 该我承担的责任 我不会推陷 我只是 希望能退时几天 等她身体好一点 唐轩的话还没说完 墨帝一把嘶哑 却威严的嗓音 在她的背后响起 唐轩 你好大的胆子 你当年到底做了什么 听到这久违的声音 唐轩的身体墨帝僵住了 苍白的脸上露出了一抹苦涩 她慢慢转过身来 秦绝天身体虚弱 坐在轮椅上 但身上那一抹与生俱来的王者气场 丝毫没有减弱 瞬间便震慑了全场 她红唇微颤 姐夫 好久不见 你还记得我是你姐夫 秦绝天眸光冰冷地盯着她 语气凌厉地 让人不寒而栗 当年 你把明晰带到秦家 你说她是你姐姐为我生下的儿子 就算她 长得跟我一点都不像 我也从没怀疑过 唐轩轻轻闭上眼睛 满脸愧疚 嗓音嘶哑地说 这一切都是我的错 怎么突然冒出这么多不相单的人来 苏清婉刚想问 一个保镖突然上前来 神情冰冷地说 这没你的事 请你离开 谁说没我的事 我爸正在里面采样检测 DNA 我 苏清婉的话还没说完 突然惊恐地闭嘴了 冰冷地枪口 抵在了她的腰上 走 面无表情的保镖 凌厉地呵斥 苏清婉下的脸色发白 高举双手 惊恐地说 我走 我马上走 你别走火了 保镖一手拽住她的手臂 粗鲁地把她推了出去 秦绝天眸光 如巨地盯着她 我想听你解释 我没什么好解释的 姐姐希望你能继承秦家 秦家最重视子嗣 当年为了争夺继承人 秦绝天和包弟秦绝明 斗得你死我活 秦绝天认识了 唐轩的姐姐唐灵 一个不为秦家人 所接受的女人 她为了唐灵 放弃了秦家继承人的身份 唐灵为了让她当上继承人 她想为她生个儿子 在生下孩子的同一天 她结束了自己的性命 只有这样 秦绝天才会重回秦家 继承她应有的荣耀 因为太爱 所以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牺牲 爹爹 你们到底在说什么 悄悄跟来 躲在暗处的秦明熙 再也按耐不住了 她脸色发青地走出来 神情激动地伸手指着唐轩 这个女人是谁 她为什么叫你姐夫 从来没有人告诉我 我有个阿姨 已经是二十几岁的人了 她脸上还是一副 稚气未脱的样子 因为唐轩说 她是秦绝天心爱的 女人生的孩子 她被秦绝天保护得很好 就是因为这样 把她惯坏了 秦绝天抬头看着眼前 这个被自己宠了 二十几年的孩子 抽筒的心在滴血 当年她落在她的手里时 还是个嗷嗷待哺的婴儿 如今已经长大成人了 唐轩看着她 脸上露出一抹愧疚 明熙 对不起 这一声对不起 承载了太多的沉重和忧伤 霍列臣瞇着深邃的睿眸 冷冷腻着他们 也许她该向唐轩说一声谢谢 如果不是她 她这辈子可能不会遇上苏静欢 秦明熙心里 大概已经猜到了一些 但她无法接受 她睁大眼睛 盯着愧疚的唐轩 用力摇头 我根本不认识你 你为什么要向我说对不起 我不认识你 明熙 你听我说 唐轩抓住她的手臂 她已经长得比她高了许多 她仰手看着她 哽咽的嗓音 透着一抹无奈的苦涩 其实 不 我不要听 秦明熙用力甩开她的手 跑到秦决天的身边 在她的轮椅前蹲下 抓住她的手 神情激动地说 爹爹 我是你的儿子 我是你的亲生儿子 秦决天抬起手掌 轻轻抚摸着她的头 苍白的脸 承载着无尽的沉重 明熙 我养育了你二十几年了 就算你跟我没有血缘关系 我也会带你如亲子 不过 我流落在外的亲骨肉 我一定要认得 现在就只等亲子鉴定报告出来了 不会的 我一定是爹地的亲生儿子 秦明熙神情激动地大声说 秦决天抬头看向唐轩 锐利的眸光 透着一抹灵力的命令 我要知道事情的经过 唐轩神情凝重地说 当年 姐姐为了保住孩子 不被秦家的人暗杀 她躲在景城养胎 她知道自己怀的是女儿 她觉得很对不起你 她本来打算生下女儿后 就去找一个隐秘的地方 远离你 远离你们秦家 就在她待产的时候 她认识了也要生孩子的苏夫人 她知道她怀的是男孩 她就以命要挟 让我把两个孩子换过来 我无法拒绝 不可能 你说谎 你一定是二叔派来 挑拨离间的人 秦明熙神情激动地大声说 明熙 我没有说谎 你不是秦家的孩子 你是当年那位苏夫人的孩子 我以为这个秘密不会有人知道 为了保守秘密 我远离云城 躲在了景城 二十几年未曾回去 没想到一场大婚 都把他们都引来了 冥冥之中自有天意 欠下的孽债 也是到了该还的时候了 你骗人 不可能 秦明熙浑身都在激动地颤抖着 她当了秦家少爷 当了这么多年 突然告诉她 原来她跟秦家一点关系都没有 这怎么可能 她不相信 姐夫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 我犯的错 我不会推卸责任 你要杀药寡 我没有意见 唐轩从身上拿出一把枪 递给她 秦力脱俗的脸上 完全是一副 誓死如归的表情 秦绝天伸手接过 深沉的眸光深处 闪出了一抹灵力的杀气 她紧握着枪 墨地指着她的脑门 修长的手指紧扣在基斑上 只要她用力按下 她这一声就交代在这里了 秦老 唐姐是有错 但她并非为了一己之私 她醉不知死 就在气氛紧绷到了极点时 圣瑶突然挺身而出 护在了唐轩的面前 唐轩有些惊讶地 看着挡在自己面前的男人 这是云成的事 霍列臣并没有打算插手 她是霍列臣的保镖 没有少爷的命令 她竟擅自出面 她偷偷去了少爷爷 霍列臣显然对他们的事 一点都不感兴趣 那一双深邃如千年枯颈的黑眸 一直盯着前面的房间 她等苏静欢出来 恐怕是等得有点不耐烦了 她相信 再晚一点 她肯定会破门而入 年轻人 这是我们云成的事 你凭什么来管 秦绝天眯着锐利的眼睛 眸光冷冽的寒冰似的 没错 这是你们云成的事 但唐姐是我们少爷手下的人 打狗也得看住人 圣妖眸光坚定地说 你这年轻人倒是有几分胆色 秦绝天看向至身之外的霍列臣 眸光更凌厉 霍少 你就这样纵容你的属下 霍列臣脸眸扫了他们一眼 他现在只关心 他媳妇什么时候出来 他沉下俊脸 淡淡地说 你想怎么处置 我没意见 不过你想处决唐轩 应该等我媳妇出来 他才是最有资格说话的人 在一旁的秦明熙 已经彻底寒了心 他们的眼里就只有苏敬欢 而他婉然已经成了多余的 从万千宠爱于一身 到遭人冷漠无事 这巨大的打击 让他流下了悲痛欲绝的眼泪 他流着泪 摇着头 身体慢慢往后退 嘴里喃喃地说着 不 不可能 他末地转身 飞奔了出去 老爷 少爷自己一个人跑出去 恐怕会有危险 站在秦决天身后的杨海涛 压低声音 担忧地说 秦决天深吸了一口气 摆了摆手 两名保镖立即追了出去 就在这时 某人盼得脖子都长了的房门 终于咔嚓地一声开了 霍列臣立即见不上前 见苏敬欢脸色有些苍白 赶紧扶住他 有点焦急 有点心疼地问 欢欢 你怎么了 脸色这么难看 我刚在里面吐了一下 没事 我是孕吐 他在里面孕吐了 所以才会这么久才出来 苏敬欢踏出门口 看见外面一大堆人 顿时愣住了 这么多人在这干嘛 凑热闹呢 看着眼前的苏敬欢 秦决天仿佛看见了 自己最心爱的女人 他身体微额地站起来 毛子里满是激动 老爷 小心 杨海涛赶紧伸手扶住他 眼前的女孩 很可能就是他失散多年的 亲生女儿 也难怪他这么激动 太像了 我第一眼看见他的时候 我就觉得很像 唐玲 你太狠心了 你怎能把我的女儿 秦决天的眼睛湿了 他迈开了脚步 艰难地撑着虚弱的身子 一步一步地向着苏敬欢走去 苏敬欢的心跳 一下子狂飙了起来 他扯着霍烈臣的衣服 有些惊慌了 烈臣 这是怎么回事 没事 霍烈臣伸手安抚地 俯了俯他的长发 看着已经激动地 几乎说不出话来的秦决天 秦老 结果还没出来 你还是耐心等一下吧 也给一点时间 让他适应 跟在后面出来的苏震雄 看着眼前这一幕 心剧烈地颤抖了 这秦决天 一副来认清的样子 难道苏清婉没有冤枉他王七 他真的背叛他了 苏震雄知道 眼前这个中年男子 是云成来的大佬 他打量着他 竟然发现在他眉宇之间 跟苏敬欢隐约有几分相似 他的心瞬间沉落到了谷底 他伸手指着他 满脸的愤恨 你 你跟我王七舒兰 是什么关系 我跟你王七没有什么关系 秦决天正眼看向苏震雄 成熟稳重的脸庞别有魅力 他迷着深沉的锐眸 与其铿锵有力地说 虽然你没有善待我女儿 不过 我还是得感谢你把我的女儿养大 我很满意 你说什么 苏震雄用力攥住拳头 额头上的青筋不断抽动着 秦决天看向苏敬欢 沉稳严肃的脸庞 露出了一抹慈祥和蔼的微笑 欣慰地说 我想不用等亲子鉴定报告的结果出来了 我已经很确定 他就是我亲生女儿 他跟他心爱的女人长得这么像 他第一次看到她的时候 就已经有了一种很特别的感觉 原来 这就是血脉相连的感应 他差点就错过了 这一刻 他想感谢来狙击她的人 不是他们 他可能这辈子 都不会跟自己的亲生女儿相认 秦老 你说什么 谁是你亲生女儿 你看着我干嘛 苏敬欢看着他 身体开始颤抖起来 他用力摇头 不可能 他妈妈为了苏震雄放弃了一切 他不可能出轨 不可能做出背叛他的事 花儿 你就是我的亲生女儿 是爹地没用 让你流落在外这么多年 在来这里之前 秦决天已经调查了他的资料 知道他这些年来受了不少苦 他很心疼 他是他秦决天的女儿 将来是要继承云城的一切 他不应该被这样对待的 秦决天 你这个禽兽 你勾引我的王七 还跟他生下私生女 你 我打死你 苏震雄怒火中烧 莫地一拳 向着秦决天的面门挥去 昨晚苏清婉拿着亲子鉴定报告来给他看 他心里虽然也有些动摇过 但他还是选择了相信 没想到结果却给了他狠狠的一巴掌 保镖反应很快 迅速伸手擒住了他的拳头 往他的背后反减 苏震雄震怒的大吼 放开我 苏敬欢看着眼前的一幕 只觉得晴天霹雳 他身体发颤的摇头 不 不可能 他一直坚信他妈妈没有出轨 欢欢 你先别焦急 其实你妈妈 不 应该说是你养母书兰 她并没有出轨 因为你并不是她生下的孩子 当年 你跟秦明熙在同一间产房出生 你们被报错了 看着苏敬欢渐渐苍白的脸色 霍雷辰赶紧为他解释 他故意说是报错 他并不想让他知道 他出生就被亲生母亲嫌弃是个女儿 秦绝天马上就明白了霍雷辰的用心 他点着头 双眼泛红 激动地说 花 让你受苦了 报错完了 苏敬欢惊愕地看着他们 他完全没有想过这个可能 他半想才找回自己的声音 满脸震惊 你们的意思是 我跟秦明熙调换了身份 我是秦家的孩子 秦明熙才是苏家的孩子 太荒唐了 这么狗血的事情 竟然发生在我的身上 秦绝天伸出颤抖的手 握住他葱根般白皙的柔嫩小手 哽咽着说 爹地对不起你 这 他对他来说 还只是个陌生的男子 苏敬欢一时之间 有点难以接受 他往后退了一步 被撞进了霍雷辰宽敞结实的怀抱里 霍雷辰伸出修长有力的手臂 还住他的腰 低头亲吻他的发顶 低沉的嗓音 透着一抹仿佛能穿透人心的魔力 轻声安抚 欢欢 不要惊慌 没事的 你就当多了一个疼你的人爹地 多了一个疼我的爹地 苏敬欢看着眼前神情殷切 眼神真挚的长者 心却有点乱了 真的就这么简单吗 苏震雄已经风中凌乱了 敬欢是你的孩子 我的孩子在哪 秦绝天叹息一声说 我养育了二十几年的儿子 明熙才是你的亲生儿子 命运弄人 苏先生 没有人愿意发生这一切 苏震雄震惊了半想 随即高兴地说 你说 其实我王七给我生了一个儿子 我有儿子了 我苏家有后了 看着苏震雄那欣喜若狂的样子 苏敬欢眼底 渐渐练练出一抹冷意 这就是他喊了二十几年的爸爸 他二十几年的存在 抵不过对方是个男的 他自嘲的冷笑 什么亲情 狗屁 感觉到苏敬欢的不悦 霍列臣紧紧握住他的手 低头亲吻他的额头 轻声说 你应该感到高兴才对的 花儿 你不用担心 我不会种男情女的 这些年 你受苦了 秦绝天也看出来了 他的心情低落 他看着他 声音很柔和慈祥 苏敬欢仰手看着他 他看到了他的真诚 如果当年没有调换身份 也许他这些年来 就不会过得什么累 他看着他 白皙如玉的脸上 慢慢绽放出了一抹 娇艳的如鲜花盛开的倾国笑容 璀璨闪耀 他轻声说 你认回我 你就没了继承人 你不后悔吗 秦绝天看着他 满怀希望地说 谁说我没有继承人的 你就是我的继承人 花儿 你跟我回云城 看来他是真的没有 重男轻女的思想 并不认为只有男孩 才有资格继承秦家的一切 苏敬欢的心得到了治愈 很抱歉 欢欢不 能跟你回云城 他现在是我老婆 除了我身边 他哪都不能去 眼看着自己老婆 就要被拐跑了 霍裂臣的神经 立即紧绷起来 他占有幸地还住他的腰 把他拥进自己的怀里 如刀削的俊脸上 布满了狂似的霸气 我膝下出了花 并没有其他子嗣 我们秦家得有继承人 秦绝天紧张了 你刚认回自己亲生女儿 就想一脚把秦明熙踢开 你想过他的感受吗 你太无情 霍裂臣唇角微钩 就算是这位才是正牌岳父 为了守住自己的媳妇 他照对不误 我在书评区发了一个书评 征集角色名字的活动书评 大家去留言点赞吧 热度高了 就发红包了 提到秦明熙 秦绝天脸上露出一抹难受 他喊了我二十几年的爹地 我怎么可能不顾及他的感受 如果他还愿意跟我回云城 我依然会带他如亲子 除了秦家的继承权 其他的一切都不会变 秦家是大家族 继承人的资格 并不是他自己一个人能决定的 秦明熙的真实身份一旦公开 就得接受家族的审核 不行 明熙是我儿子 他必须跟我回苏家 你不能把他带走 苏震雄焦急了 他日盼夜盼 就想要个儿子 可惜 济世的肚子一直不争气 生了苏青晚后 就再也没有动静 他寻思着他们苏家就要绝后了 没想到老天爷带他不薄 原来他的原配 给他生了一个儿子 他怎么也得 把他带回苏家 认祖归宗 这就要看明熙的意愿 我不会勉强他的 秦绝天倒是看得开 放得下 嫁鸡随鸡 嫁狗随狗 欢欢现在是我们霍家的媳妇 除了霍家 他哪都不去 媳妇 苏静欢抬头看着狗腿的男人 忍不住扑斥地笑了 他用手肘轻轻撞了一下他的胸膛 压低声音说 霍烈臣 你注意点形象 别人会说 你是老婆奴的 老婆奴怎么了 我就喜欢当老婆奴 他们爱说什么 让他们说去 霍烈臣为了把老婆保住 这连脸都不要了 苏静欢满脸尴尬 你给我收脸点 他可以对灯火发誓 刚认识他的时候 他不是这样的 他腻了他一眼 然后转向一脸期望 看着自己的秦绝天 先回病房休息 等你的身体好点 我再来看你 听到他叫自己秦老 秦绝天苍白的脸上 掩不住满满的失落 他看着他 声音慈祥地说 花儿 你怀有身孕 别跑来跑去了 等我能出院了 我去找你 你在家里好好安态 他不希望自己的事 影响了他安态 苏静欢的心一暖 他能感觉到 他是真的关心自己 这是在苏家 没有享受过的温情 他看着他 脸上露出一抹温暖的微笑 这件事发生得太突然 我需要一点时间适应 秦绝天看着他脸上的笑容 一颗高悬在半空中的心 总算是慢慢放下了 起码他并不是 那么排斥自己 他点头 好 老燕 你该回病房吃药了 杨海涛扶着他坐回轮椅上 说 小姐是你的亲生女儿 他不会跑的 秦先生 明熙 我的儿子在哪 苏震雄张望着 并没有看到 有年纪适合的年轻人 焦急地问 杨海涛叹息了一声 说 苏先生 少爷承受不住打击跑出去了 你给他一点时间 让他冷静一下吧 他是看着秦明熙长大的 早已经把他当成是 自己的亲子侄 他心里很遗憾 不过看到苏静欢和他不同的态度 他不得不承认 苏静欢的心理素质挺好的 听到秦明熙跑出去了 苏震雄更加焦急了 他赶紧快步往外面走 心里焦急地想见儿子 苏青晚被保镖盯着 只能在外面等着 一看苏震雄神色匆匆地快步走出来 他脸上立即露出兴奋的笑容 快步上前 幸灾乐祸地说 怎么样 结果出来吗 现在你知道 谁才是你的亲生女儿吧 苏静欢就是个野种 苏震雄看着他 脸上露出了欣喜的笑容 神情激动地说 青晚 你这次为苏家立下大功了 原来我有个儿子 苏青晚脸上的笑容僵住了 声音不自禁的羊羔 你说什么 什么儿子 原来静欢出生那一年 医院出现了一点事故 把苏家和秦家 两个孩子调换了 静欢是秦家的孩子 明熙才是我们苏家的孩子 原来我的原配夫人 给我生了一个儿子 不是你给我们去做了亲子鉴定 我们还被蒙在鼓里 青晚 这次你做得好 苏震雄高兴地说 什么 苏青晚瞬间凌乱了 看着跟随在后面 栩栩而来的苏静欢 他脸上的笑容顿时凝结 苏静欢挽着霍裂臣的手臂 踩着轻盈的步伐走出来 亲妹的眸子 恋咽着嘲讽的冷笑 青晚 我的好妹妹 我得向你说一声谢谢啊 原来我的亲生父亲是秦老爷子啊 多亏你这一出 我才知道 原来我有个这么厉害的亲殿 你是云城大佬情绝天的女儿 不可能 苏青晚发出了尖锐的叫声 不满不敢置信的脸 开始扭曲 变得猙獰 看着他迅速变形的脸孔 苏静欢轻轻摇头 满脸的鄙视和讽刺 嘖嘖 我还一直奇怪着 同一个爸爸的女儿 性格相差这么多 你这么自私 做事不择手段 不顾后果 只图自己的利益 我今天才知道原因 原来我们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他这话 内涵的连带苏震熊一起骂了 苏震熊尴尬得脸红耳赤 静欢 就算你不是我的亲生女儿 我也会好好对你的 免了吧 过去二十几年 你是怎么对我的 就怎么对我 我也不会再留在苏家 猎尘 你有地方让我住吧 苏静欢抬头望向霍猎尘 眨着明亮的水眸 苏家已经没有他留恋的余地了 霍猎尘伸手轻腻地刮了一下他的鼻子 宠腻地说 整个景城 你想去哪住 只要你开口就行了 你对我真好 苏静欢脸上扬起了娇艳迷人的笑容 挽着他的手 把脸贴在他的手臂上 像个乖巧的猫咪 蹭了蹭 好安心 霍猎尘低头吻了吻他的额头 默默里的深情能溺死人 你是我媳妇 我不对你好 还能对谁好 苏静婉只觉得 眼前这一幕刺眼极了 他声音尖锐刺耳的大声质问 你凭什么是秦绝天的女儿 凭什么 他想要的不是这个结果 苏静婉 苏静欢看着他 唇边的笑容更深了 我不是你所谓的野种 我妈也没有出轨 这一百个响头 你现在就给我磕上吧 一百个响头 能够把他磕死 苏静婉脸上露出惊恐的神情 他往后退了两步 有些强词夺理地说 凭什么让我磕头 我没有错 你的确是不是苏家的人 你就是个野种 你好大的胆子 竟敢骂我们小姐是野种 你算什么东西 一个表情凶狠 身材奇长魁梧的保镖 迅速上前 伸手揪住他的后衣领 手一用力就把他提了起来 啊 你干什么 放我下来 救命啊 苏静婉的身体腾空而起 就像老鹰抓小鸡一样 他被提到了半空中 他滑稽地舞动着手脚 发出尖锐惊恐的叫声 苏静婉坐在保镖 端来的椅子上 喝着一口温水 白皙的脸上 扬着一抹嘲弄的笑容 苏静婉 你不要偷换概念 昨晚说好的 我妈没有出轨背负偷汉 你就得给我磕一百个响头 这一百个响头 你没有给我磕足 你休想离开 威蜜的美眸里 透着一抹很厉的霸气 我们家小姐叫你磕头 你就得磕头 你再滋滋歪歪 老子就把你扔到太平洋去喂鲨鱼 保镖凶狠地说完 提起他 用力往前面一扔 砰的一声 苏静婉惨叫着 摔倒在苏静婉的前面 姐姐 我错了 我这不是间接的 让你跟你亲生爸爸重逢了 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你就饶了我这一次吧 我保证 我以后再也不会找你麻烦了 姐姐 怎么说 我们也在一起生活了二十几年 我求你了 眼看着大势已去 苏静婉立马就变脸了 双眼泛红 泪水在眼眶里打转 握住他的手 悲悲气气地求饶 打同情牌 前一秒 你还在骂我是野种 现在叫姐姐叫得这么亲热 你变脸的速度真快 不过很可惜 老娘不吃这一套 今天这一百个响头 你必须对我磕足了 一个都不能少 苏静婉甩开他的手 站在他身边的男人 拿出了纸巾 温柔地擦拭着他 葱根般白皙的鲜长手指 苏静婉身上 一股恶俗的香水味 闻着就让人反胃 霍裂成霸道地 不想自己媳妇手上 沾染了别人的气味 就算是女人也不行 啊 苏静婉顺着他的手势 假装被他推抖 摔在地上 泪水一下子涌出来了 哭得梨花带雨 我见游莲 姐姐 我真的知错了 你饶了我吧 我 静欢 既然他知错了 你就放过他这一回吧 这一百个响头 会要人命啊 毕竟苏静婉是亲生女儿 苏震雄虽然觉得他有点过分 不过也不能看着他去死不管 他站出来为他说话了 姐姐 你饶了我吧 我真的知错了 见有人为自己求情 苏静婉更是把尊严都踩在地上摩擦了 还没磕 怎么知道不行 苏静婉 眯着冰冷的毛子 末地把手里的茶杯 用力砸在地上 泛着妖娆气息的美眸透着灵力 老娘没时间 跟你在这号 马上给我磕 知道他不是他的亲生女儿 他马上就向着苏静婉 果然不愧为苏家的人 这嘴脸一样 是改变不了的 苏静婉 你不要欺人太甚 怎么说我也是霍老爷的红颜知己 他知道 你欺负我 他不会放过你的 眼看着这戏眼不下去了 苏静婉也不装了 嗖的一声站起来 把霍震男搬出来说话了 我倒想看看 霍老爷是护着你这个 随手一抓一大把的情妇 还是我这个怀着霍家长子嫡孙的儿媳妇 猎臣 我突然想跟公公视频来着 你能连上他吧 苏静婉仰手看着霍猎臣 巧笑倩熙 乖巧的就像一只无害的小奶猫 当然 霍猎臣拿起手机 当想拨号 苏静婉慌了 焦急的说 不要 霍少不要去打扰霍爷 我磕头 我马上磕头 如果被霍震男知道今天这事 他恐怕不会再留住他在他的身边了 他现在所拥有的一切都是霍震男给他的 没了这位金主 少一个都不行 苏静婉掀长的手指 敲着椅子的扶手 轻蔚的眸子 练咽着讽刺的寒芒 对付他这种贱人 他从来就不会手软 他这次是真的生气了 比上次他去捣乱他妈妈的坟墓更生气 他不该拿死者的声誉来攻击他 他连做人的最基本底线都突破了 这一百个响头 也是他最有应得 苏静婉没辙了 跪在他的面前 开始咚咚咚的磕头了 他知道苏静婉狠起来有多可怕 他一点都不敢马虎 在远处 杨海涛推着坐在轮椅上的秦绝天出来 看着眼前这一幕 杨海涛直接就惊呆了 老爷 咱们这位小姐可了不得啊 这魄力 这霸气 跟你当年的友德一拼 果真虎父无犬女啊 我总算后继有人了 秦绝天内心很激动 秦明希资质有限 而且被他保护得太好 根本就不是一个能够挑起梁子的人 随着他的年纪渐长 他也很担心 秦家会落入豺狼之手 苏敬欢是在逆境中成长魔力 终成辉煌 他也算是老怀安慰了 杨海涛看着颇有奶腹之风 意气风发 英姿飒爽的小姐 微微点头 推着他悄悄离去 苏敬婉磕了十几个响头 额头已经撞破 渗出了鲜血 苏振雄不忍心了 走到苏敬欢的面前 为他求情 敬欢 你看他磕的头都破了 不如咱们就算了吧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 苏敬欢也没一扬 脸上笑容灿烂 但语气却寒冷如冰 咱们 他不屑地冷笑 谁跟你是咱们 苏先生 我们好像没有什么关系 苏振雄脸色瞬间变了 敬欢 怎么说 我也养育了你二十几年 你怎能 说翻脸就翻脸是吗 苏敬欢先长的手指 轻敲着椅子 红唇微钩 你养育了我二十几年 秦老爷养育了 你儿子二十几年 你亲生儿子娇生惯养 小少爷的脾性 日子过得倒是挺滋润的 而我呢 在苏家 除了刻薄被虐 还有什么 大家说 来放过苏清婉吗 苏振雄老脸顿时尴尬不已 苏敬欢说的没错 他和秦明熙都是受害者 但两人的生活环境 一个天一个地 他想反驳 却一时之间找不到词 看着把脑袋 磕破的苏清婉 额头不断渗出鲜血 把地板染红 他内心挣扎了一下 最终还是轻叹了一口气 神色黯然地说 都是我的错 如果他当初能够对她好一点 或者就不会出现 头好痛 你饶了我 苏清婉贵趴在地上 咚咚咚地磕着头 他已经磕了二十个 头又痛又晕 再继续磕下去 他会死的 才磕二十个 你就要死了 你的身子真是娇贵得很 我像你这么软弱 我恐怕早就 被你们两母女虐死了 苏敬欢用脚尖 抬起他的下巴 看着他脸上 又是眼泪又是鲜血的 一片惨不忍睹的模样 他唇角微勾 眼中露出了一抹恶魔般的冷意 姐姐 我错了 我真的知错了 你原谅我好不好 我保证我以后再也不会 苏清婉满脸的狼狈 泪水不断从眼睛里滑出来 哭得淒淒淒淒淒淒的 惹人怜爱 可惜他 面对着的是苏敬欢 而不是有怜香惜玉之心的男人 你的话能相信 母猪都会上述 苏清婉 你不要在这卖弄你的惨情 这里没有人受你这一套 还是好 你想让我去通知公公 让他来怜香惜玉你啊 苏敬欢看着他 亲密的眸子 恋咽着万种风情的妖娆气息 不 不要 苏清婉满脸 惊恐地摇头 被霍震男知道 他在这丢他的脸 他一定会被他折腾死的 你还不赶紧继续 苏敬欢冷酷的一脚 把他踢开 白皙如雪的脸颊上 泛起了阴质冷力的狠 我磕 我马上磕 苏清婉赶紧跪趴在地上 忍着那剧烈的疼痛和羞耻 咚咚咚地继续磕起来 苏震熊在一旁看着 心里焦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 他心里明白 苏敬欢对苏家有一股子化不开的怨恨 他出面劝阻 无疑是火上加油 他看向站在他身边的霍裂成 用恳求的眼神看着他 霍绍 念在咱们曾经是亲戚的份上 就当我求你了 你放过我女儿吧 就算他有千般错 也是我这个当爸爸的 没有交好他 霍裂成低头看着脸颊上 泛着冷意的媳妇 唇脚微翘 宠溺地说 这是我媳妇的主意 除了他 没有人可以喊停 他这如意算盘是打错了 苏清婉三番五次 找苏敬欢的麻烦 如果他不是火 男的情妇 他早就该横视街头了 敬欢 你当真铁石心肠 你要这样见他你妹妹吗 苏震雄有点急得跳脚了 苏敬欢气定神闲地说 这个赌注 是他自己提出来的 他是成年人 他得为自己所做的是负责任 如果今天的结果 如他所愿了 恐怕就不是一百个想头 可以解决了 苏先生 你这个女儿手段有多狠辣 你不会不知道吧 苏震雄语色了 这件事是苏清婉自己挑起的 现在这结果 可以说是他自作自受 苏清婉知道 苏敬欢不会放过自己 他也不假装柔弱了 他磕一个想头 抬起头来 布满了恨意的毛子 阴狠地盯着他 你这个贱人 你受得起我一百个想头吗 哎呦 不装了 苏敬欢唇脚勾起嘲弄的冷笑 别说一百个想头 就算一万个 老娘也受得起 苏清婉伸手抹去脸上的泪水 恶毒的诅咒 你尽管嘚瑟 你这个贱人 你这么很多 你肚子里的孽种 一定会胎死腹中 我诅咒你一尸两命 不得好 啊 他的话还没说完 突然发出了一声惨烈的叫声 身体被一股充满力气的 狠力力量踢飞了 重重地撞在了墙上 惨烈地摔下来 张开嘴巴 吐出了一口烟红刺眼的鲜血 身上的肋骨被撞断了两条 痛得他爬都爬不起来了 出手的人是霍裂臣 自己的媳妇被诅咒一尸两命 这口气怎么忍 今晚 苏振雄迅速冲上前 看他满脸鲜血 眼中布满了惊恐和害怕 痛得说不出话来 他看着如索命修罗般 浑身充斥着狂暴杀气的男人 惊恐地说 霍绍 他气坏了才会口不择言 你放过他 求你了 他的眼神那么凶狠冷冽 他一点都不怀疑 他会毫不犹豫地杀了他 他诅咒的是我老婆 霍裂臣忍住想抱错地冲动 额头上的青筋抽动 拳头钻得咯咯作响 像他这样的人死不足惜 苏振雄抱着已经痛得晕厥过去的苏清婉 放声痛哭 我会好好教育他 我不会再让他乱来 你就放过他这一次吧 我求你了 苏敬欢站起来 伸手俯着肚子慢慢走过来 脸上露出一抹讽刺的冷笑 还真是妇女情深 患了今天挨打的人是他 他会放下身段 为他求情吗 老婆 你想怎么处置他 霍裂臣回头望向自己媳妇时 脸上的戾气 是血的夺命修罗秒变宠妻狂魔 这秒变脸的速度 让一旁的人看得跌碎眼镜 苏敬欢看向苏振雄 脸上泛着浅淡的笑容 看在你养育了我这么多年的份上 我今天就还你一条命 你对我的恩情 从此恩断一绝 你告诉苏清婉 叫他放聪明点 别再放我手上 否则 他冰冷的眼底闪过一抹寒意 红唇微起 透着震慑人的警告 后果自负 事已至此 已经没法挽回了 苏振雄看了他一眼 扶起苏清婉去找医生了 苏敬欢看着他们的背影 突然很想笑 我竟然恨了一个不相干的人 恨了这么多年 霍烈臣 你说好不好笑 霍烈臣伸手搂住他的腰 把他拥进自己的怀里 低头吻着他 有些冰凉的红唇 心疼地说 别想这么多 都过去了 苏敬欢埋手在他的怀里 深吸了一口气 调整了自己的情绪 随即抬起头 看着他 白皙的脸上 扬起温暖如阳光的笑容 你别担心我 我没事的 你一定知道吧 我曾经无数次埋怨老天爷 给我安排了这么个扎店 现在我释怀了 原来我的亲爹这么好 背景还这么强大 以后看谁还敢欺负我 他有个背景强悍的亲爹 还有个实力超强的老公 未来的孩子 就是云城和景城 相互拥护的继承人 他觉得自己的人生 瞬间走到了巅峰 这么爽的剧本在手 他还需要难过吗 他现在只想仰天狂笑三生 他的人生准备开挂了 谁敢欺负我媳妇 我第一个不放过他 看着他那喜上眉梢的笑容 霍列臣知道 他已经调整好自己心态了 换了别人遭遇 这突如其来的变故 恐怕要很长一段时间 才能平复下来 他牵着他的手 唇边泛着柔和的笑容 我叫人准备了地方 你想直接过去 还是回苏家一趟 苏静欢抬起头 看着窗外那一片灿烂的阳光 轻声说 我想回去苏家接小远一起走 小远跟苏家没有任何关系 他不能把他留在苏家 好 我们现在就回去 这些年来 他跟小远相依为命 就算没血缘关系 他也会把他当成是自己亲弟弟 唐轩走上前 挡在他们的面前 看着苏静欢那张酷似姐姐的脸孔 他满脸愧疚 小苏 对不起 苏静欢看着眼前脸色显得有些憔悴的女人 唇角微钩 你叫秦老姐夫 这么说 你是我阿姨 唐轩轻轻点头 我是你妈妈的亲妹妹 苏静欢挑眉 因为唐轩愧疚地说 当年抱错孩子的人是我 是我害你成了苏家的孩子 这些年来 你在苏家受了不少委屈 是我对不起你 他原本有更好的生活 如果他当年没有服从姐姐 他就是云城大小姐 不经历风雨 怎么见彩虹 我这是先苦后天 苏静欢上前两步 来到他的面前 压低声音 脚下地问 那会儿 你在夜总会挺照顾我的 你是不是早就把我认出来了 唐轩愣了一下 悄悄去了霍裂尘眼 这才说 你跟我姐姐长得太像了 我第一眼看见你 我就怀疑了 我答应少爷留在夜总会照顾你 也是我的私信 你隐藏得真厉害 我居然一点都没有发现 苏静欢看着他 眸光却藏着犀利 阿姨 当年就真的只是 抱错孩子而已吗 如果真的这么简单 他不可能到现在 只抱不住火了 才选择说出来 唐轩看到他的第一眼 他就知道他这个外甥女很聪明 不是那么好忽悠的 不过他并不打算让他知道真相 因为真相太伤人 他微微一笑 语气坚定地说 就这么简单 霍烈成迈开长腿上前 握住苏静欢的手 眸光有些音质地逆着唐轩 低沉的嗓音 透着严厉的警告 唐轩 还不赶紧回去工作 想被开除吗 唐轩知道霍烈成和他一样 都是想保护苏静欢 他轻轻点头 小苏 我在公司里 正在跟进一个项目 有什么事 以后再聊吧 我得先回去工作了 再见 苏静欢向他挥了挥手 事情已经在掌握中 他也不焦急 只要他还留在景城 他有的是时间 把话套出来 我们走吧 小远一定等急了 霍烈成牵着他的手 往外走 苏静欢眯眸看着他 神秘兮兮的 我觉得你们有事隐瞒着我 为什么不让我知道 你想太多了 霍烈成牵着他的手 走出了医院 他的视线落在了院子里 眸光微闪 苏静欢看过去 原来是秦明熙 他正在对着保镖发脾气 他想离开医院 保镖却不让 他正没说 我去跟他谈谈 秦决天是个重情义的男人 他养育了秦明熙这么多年 他猜想 他应该也舍不得他 他的心智觉悟 比你差远了 霍烈成眼底闪过一抹鄙 苏静欢立即瞪着他 你的意思是 我亲爹把他养妃了 看起来的确是那么一回事 这秦老头觉得自己 愧对死去的爱人 把秦明熙当成 温室里的小花保护着 这乃像是大家族的继承人 这是事实 不过看着媳妇脸上 那一抹危险的表情 霍烈成微微一笑 我当然不是这个意思 你在这等我 我自己过去 同为受害者 他说的话 他应该能听见去 霍烈成在口袋里 拿出一颗巧克力糖 塞进他的嘴里 补充点能量 别聊太久 快到午餐时间 我会长话短说的 直到他担心自己饿肚子 苏静欢点气脚尖 在他的唇上吻了一下 留下一抹甜味 随即咯咯笑着 向秦明熙走去 霍烈成抿了一下唇 深邃的眸子 染上一抹璀璨的光 真甜 少爷 圣谣匆匆而来 脸色凝重地说 不好了 火家出事了 霍烈成谋色微臣 出什么事 圣谣脸色沉重地说 珍妮刚给我来电话 夫人和老爷吵起来 夫人受刺激过度 他要杀死老爷为 宣绍报仇 霍烈成的心 顿时紧究起来 焦急地问 然后呢 圣谣摇摇头 老爷被他刺了一刀 已经送去医院 情况怎么样 还不清楚 该死的 他们就不能消停一下 霍烈成眉头皱得 可以夹死蚊子了 他怎么就生在 这么个腥风血雨的家庭里 他看向苏敬欢 他已经面向着秦明熙 阻拦他的保镖也退下了 他伸手揉了揉抽痛的额角 头痛地说 打电话给老爷的保镖 看他死没死 我马上打 圣谣赶紧拿起手机 打给霍正男的保镖 在另一边 秦明熙充满敌意地 看着向着自己走来的苏敬欢 他用力攥紧拳头 憎恨地说 我是爹地的儿子 我在秦家生活了二十几年 我才是秦家的子孙 你什么都不是 你休想抢走我的一切 他激动地说着 突然伸手用力 往他的身上一推 秦明熙的情绪很激动 他完全无法接受 自己不是秦家子孙的事实 他把愤怒和不甘 都发泄在苏敬欢的身上 他认为是他抢走他的一切 苏敬欢早有防备 在他伸手来推自己的时候 立即出手擒住了他的手腕 用力往后一拉 脚往他的小腿用力一踢 啊 秦明熙惨叫一声 扑倒在地上 他摔的那一下很重 直接就磕出了牙血 痛得他哇哇叫 嘖嘖嘖 你身为云城的大少爷 心理素质也太差了 一点小小的挫折 就让你面目猙獰 丑态摆出 爹爹看到你这样子 他一定会很心疼 苏敬欢一脚踩在他的背上 用力按压着 不让他起来 他现在是孕妇 他当然得先保证自身安全了 看着秦明熙出手推苏敬欢 霍列臣正想冲上去 见他能应付得来 这才停住了脚步 不过灵力的眸光一直盯着 如果秦明熙再敢对他媳妇动手 他会毫不犹豫地拔枪 送他一颗子弹了结他 你干什么 放开我 秦明熙趴在地上 用力挣扎着想爬起来 但背上的压力很重 他挣扎了好一会都徒劳 他流着牙血 还啃了满嘴的沙尘 气得哇哇大叫 你不讲道理 想动手 我就陪你动手呗 苏敬欢的脚 用力踩在他的背上 轻吃 老娘不出手 你不知道本小姐文武双拳 他这辈子还没试过这么丢人 秦明熙愤怒的大吼 你到底想怎样 我不想怎样 我只想跟你说几句话 苏敬欢看着他不断晃动的后脑勺 轻眉的眸子 练咽着些许冷意 语气深沉地说 秦家是云城第一大家族 你当了二十几年的秦家少爷 要疯得疯 要雨得雨 爹地把你宠到了心坎里 你没有吃过一点苦吧 你知道钱是怎么来的吗 秦明熙用力挣扎了一下 因为愤怒 俊秀的脸孔胀的通红 秦明熙从地上爬起来 伸手擦去嘴角的血迹 看着他有点心虚了 他抿着唇 又不是我想的 没错 不是你想的 所以我没有怪你啊 苏敬欢摊开手 眨着看似无辜 却暗藏灵力的水眸 好处都让你站去了 不好的我承受了 我都没怪你 你凭什么怪我 你说 你凭什么呀 秦明熙被他说得脸红耳赤 更心虚了 他用力攥了攥拳头 半想找不到词反驳 发生危险的时候 爹地想也没想 就扑过去帮你挡子弹 如果换了苏振雄 他肯定看着我被人乱枪打死 你知不知道 你真的很幸运 起码比我幸运多了 就算你跟爹地没有血缘关系 但他并没有放弃你 只要你愿意 你还是秦家的大少爷 我就当多一个兄弟 苏敬欢看着他 轻眉的眸子 练艳着璀璨的光 娇俏艳丽的翘脸上 扬起了倾国倾城 祸国殃民的迷人笑容 秦明熙看着他脸上的盛世交融 竟然一下子看呆了 好美 真的太美了 到头来去寒了心 好了 我能说的都说了 我得回去搬家了 他再啰嗦下去 霍列城恐怕就要杀过来了 他隔着空气 都能感觉到 男人身上散发出来的强大气场 秦明熙看着他的背影 眸光变得有些茫然了 他似乎说的有点道理 见他们谈完了 霍列城立即见步上前 扶住他的肩膀 眸光阴质冰冷地问 那臭小子有没有伤着你 苏敬欢微微一笑说 就他那软脚下的身板 他能对我怎样 他推你 霍列城眯着深邃的锐眸 阴智的眸光 寒冰似的盯着秦明熙 在远处的秦明熙 顿时打了一个寒战 好厉害的眼神 隔着这么远 他都能感觉到 那强悍冷领的气息 他突然有点庆幸 幸好刚才他没有推倒苏敬欢 否则这男人 肯定不会放过他 少爷 圣妖上前来 笛声说 老爷的伤并没有什么大碍 不过这次 他要跟夫人离婚 态度很强硬 怎么回事 苏敬欢的心末的一景 霍正男要跟霍夫人离婚 霍夫人不肯离婚 霍家注定不得安宁 圣妖有些无奈地说 夫人被老爷刺激到了 夫人失去理智 刺了老爷一刀 现在老爷要起诉夫人 闹这么大 竟然要落得对不公堂的境地 这是要把霍家的丑事 公告天下的节奏 他看向霍列城 他眉头皱得 都可以加死苍蝇了 他握住他的手 轻声说 你去看看老爷吧 我先回苏家收拾东西 你晚点来接我 他现在肯定很头痛 他不想自己成为他的负担 少爷 你放心 我送少奶奶回去 圣妖立即说 霍列城微钻了一下拳头 低头看着他 眸光一瞬不瞬地盯着他 满心地不想离开他 去吧 我会照顾好自己 苏敬欢向他微微一笑 戴上口罩 往停车的方向走去 圣妖向霍列城点了点头 快步上去 拉开车门 让他上车 他才绕到前面 上了驾驶座 开车离开医院 往苏家的方向出发 苏敬欢坐在车上 思潮起伏 最后似乎是想通了 轻轻一笑 既然命运给他开玩笑 他就笑给他看 轿车在路上开着 突然传来 砰的一声巨响 圣妖赶紧把车停下来 少奶奶 车爆胎了 我下去看看 好 苏敬欢点了点头 拿出手机 打开网页 浏览着最近有关货家的新闻 最近发生的事太多 有关货家的新闻 铺天盖地而来 圣妖下了车 弯腰刚想检查车胎 突然几个伸手矫健男子 从路边扑出来 把他扑倒在地上 一块泡进了蒙汉妖的手帕 紧紧地捂住了他的口鼻 腹部挨了重重的一拳 他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 人就已经晕迷过去了 车上的隔音效果太好 苏敬欢专注地刷着手机 根本没有发现 圣鸟已经被人放倒 等他感觉不对劲的时候 车子突然腾空架了起来 怎么回事啊 苏敬欢迅速抓紧了安全带 往外面望去 只见车子正在腾空而起 他的心瞬间狂跳起来 他坐的车 这时被吊起来了 他往下面看去 看到圣鸟倒在地上一动不动 也不知道是生还是死 他赶紧拿起手机 正准备打给霍列臣 轿车突然剧烈地晃动起来 手机砰的一声 从手里滑落 吊在了下面 随着车子倾斜 手机滑进了椅子下面 豪华的轿车被吊起 随着哐郎的一声 车子被送进了一辆货柜车里 咔嚓的一声 周围立即陷入了一片黑暗 隔断了一切信号 唐轩开着重型摩托机车 从路上经过 他正准备回公司着手项目的是 远远看见一个熟悉的背影 倒卧在路上 他立即刹车 迅速跳下去 走近一看 顿时吃了一惊 他赶紧蹲下 握住他的肩膀 用力地摇晃 圣摇 你醒醒 圣摇 他摇晃了一下 见他没有反应 低头闻了闻一下 敏锐地发现了一抹蒙汗药的味道 糟了 这是出事了 他立即拉起他沉重的身躯 吃力地背在身上 往路边不远处的小河走去 你真沉啊 想压死我啊 唐轩一步一个脚印 吃力地把他拉到河边 随即用力一踢 把他整个人踢到河里了 晕迷中的圣摇的落入水中 顿时水花四溅 冰冷的河水 一下子把他包围 他默地打了一个寒颤 立即惊醒了 他用力一甩脑袋 看见站在河边 冷腻着自己的唐轩 他愣了一下 是你 圣摇 你太不小心了 你怎么被人迷婚了 唐轩眉头紧皱 他可是霍列城的近身保镖啊 圣摇伸手把脸上的水珠抹去 墨地神情一僵 焦急地说 糟了 我刚送少奶奶去苏家 途中报了车胎 我下车去处理的时候 就被人迷婚了 少奶奶 靠 你这小子 你竟敢把我外甥女弄丢了 唐轩伸手把他从水里拽出来 硬把他拖上来 那一双漂亮妖艳的凤眼 蹦射出了狠力的杀气 连我唐姐的人都敢动 活腻了 都怪我 我的手机进水了 你赶紧打给少爷 少奶奶现在怀着孕 少爷知道他被人劫走 一定会暴走 唐轩立即拿出手机 一边拨给霍列城 一边迅速下达指令 指挥属下迅速追查 霍列城正在病房里 面对着暴怒的霍震男 你妈疯了 他今天用刀刺我的手臂 谁知道他明天会不会拿刀刺我的心口 我是没法跟他一起过了 你把离婚协议书给他 我一定要离婚 霍震男把已经签好名字的离婚协议书 丢在桌子上 满脸怒容 他辉煌一辈子 从没受过这种气 霍列城皱着眉头 欣慰地说 医生已经证实了 他患了预造症 我不赞同 你现在跟他离婚 你会刺激到他 预造症发作起来 会杀死人的 你是想我死 好等着明年去拜山吗 霍震男怒拍着桌面 气得干痛 霍列城眯着沉重的睿眸 冷腻着他 嘲讽地说 他会得预造症 是谁的错 不是你找人放火烧死大哥 他会犯病吗 你 霍震男有些心虚了 你不要把什么罪名 端在我的头上来 我有没有冤枉你 天之地之 还有你知道 如果你还有一点良心 你就对我妈好点 让她好起来 她上辈子一定得罪了老天爷 才会被她惩罚 降生在这么激情的家庭里 现在霍家已经不成家了 大哥 你没事吧 听说你被大嫂用刀刺伤了 霍震男的妹妹霍湘宁匆匆来了 看到她手上的包扎 立即大声地嚷嚷 这大嫂的心真是狠 对自己的老公下 这么毒的手 她这是想谋杀亲夫吗 她不是你大嫂 我已经准备跟她离婚了 这回不管怎样 这婚离定了 霍震男怒气腾腾地说 大哥 我支持你 自从少轩死后 大嫂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总是给人一种 阴森可怕的感觉 霍湘宁立即说 霍列城眸色微沉 语气有些冰冷 姑姑 你别煽风点火 我妈犯病了才会失控 我听说大嫂得了什么预造症 是真的 那太危险了 大哥 你最近还是别回家了 不如你去我家那住吧 霍湘宁立即大惊小怪地说 看看再说吧 我现在不想提她 你们都别说了 她就不相信 她这辈子 就只能被那个该死的疯女人 拿捏得死死的 霍列城抬起手腕 看了一眼时间 这个点 苏静欢应该回到苏家了 她拿出手机 正准备打给她 手机却响了 看着来电显示是唐轩 她眉头微皱 走到边上去接听 刚接通 手机里立即传来唐轩焦急的声音 少爷 不好了 圣妖送花回苏家的路上被袭击 花连人带车不见了 霍列城脸色瞬间变了 苍镜有力的手掌 差点把手机捏碎 唐轩忧心地说 我已经通知了属下 让他们去追踪花的踪影 目前为止 还没反馈 霍列城切断了通话 如刀削的俊脸 弥漫着寒冰式的音质气息 迈开长腿 快步往外走 列城 你爸都出事了 你不在这看着 你要去哪 霍香宁盯着她的背影 还有啥事 比她老子更重要吗 霍列城没有理她 眨眼就不见了踪影 大哥 你看 现在你受伤了 她说走就走 连一句话都没有 真是太不笑了 霍香宁见她不理自己 有点生气了 霍正男黑着脸 满心不悦 我现在真的很后悔 我钱多女人多 为什么只剩一个儿子 她就是想气死我 大哥 你别生气 我是你妹妹 你不管你发生什么事 我都会照顾你 霍香宁立即笑着说 霍正男冷冷腻了她一眼 她心里打什么主意 她心里清楚得很 不就是想等她死后 多分一点遗产吗 寒风潇洒的山边悬崖上 神色有些憔悴的男人 逆着深邃忧伤的眸子 手里夹着一根 腾生着寥寥烟雾的香烟 有一下没一下地抽着 那一张俊美无助的混血脸上 弥漫着深沉的忧伤 显露出了一抹 慵懒性感的颓废 少爷 人带来了 保镖把五花大绑着的 苏敬欢带来了 看着眼前的男人 苏敬欢亲昧的眸子 露出了一抹憎恨的寒芒 他真厉害 竟能躲过霍裂城的天罗地网 又偷偷折返了锦城 他的嘴巴塞了布团 他说不出话来了 但不妨碍 他用灵力的眼神凌迟他 你们都下去吧 于墨云把抽了一半的香烟 扔在地上 抬起脚踩面 慢慢走到苏敬欢的面前 伸手把他嘴里的布团拿开 骨节分明的长指 挑起他的下巴 看着他不满恨意的美眸 心隐隐地抽痛着 保镖下山了 山顶就只剩下他们两个人 苏敬欢看着他 冷冷地说 放开我 于墨云看着他 伸手解开他身上的绳子 深邃的眸子里 透着一抹难以言喻的忧伤 奶奶 昨晚去了 晴天霹雳 苏敬欢末地撑大眸子 瞳孔紧缩 悲痛伤心的泪水 末地摇头 不 你不是说他还有鱷鱼的时间 他怎么会突然 于墨云双眸泛红 有些愧疚 低沉的嗓音透着哽咽 他看到了色诚传来的消息 他承受不起打击 色诚 苏敬欢身体一颤 他在车上刷手机时 也刷到了有关色诚传来的消息 警方通报了一则 重大事故的刑事通缉 被通缉的人 正是于墨云 是霍列臣 把他故意传播病毒的信息 提供给了警方 他现在已经身败名裂 他现在已经一无所有 老奶奶承受不住这巨大的刺激 撒手人寰 于墨云刚把他身上的绳子解开 苏敬欢默得扬起手掌 用力往他的脸上刮去 愤恨悲伤地怒吼 是你害死了奶奶 是你 他没有闪开 苏敬欢那一巴掌打得很用力 他的俊脸立即浮现起了一抹红印 嘴角渗出了血丝 你害死了自己唯一的亲人 你还害了暖玉 他到底有什么对不起你 他深爱着你 你去利用他 用这么残酷的手段逼他黑化 你叫人凌辱他 你还是不是人 想到暖玉承受的痛苦 苏敬欢想杀人的心都有了 他反手一巴掌 往他另一边脸刮去 轻媚的眸子充斥着心疼和愤怒 于墨云这次没有站着挨打 他用力抓住了他的手腕 立体帅气地混血俊脸上 弥漫着一抹深沉 我没有 你还想抵赖 暖玉都告诉我了 是你找了三个男人去凌辱他 糟蹋他 禽兽 苏敬欢气地红了眼 手被他抓住了 他抬起脚 狠狠地往他的腿上踢去 我做的事 我会认 我承认我是找人去欺负他 但他们并没有真的侮辱他 我让人在他的饭菜里下了药 让他产生幻觉 以为自己被侮辱 于墨云用力抓住他的手腕 忍着剧痛 沉生说出了真相 苏敬欢愣住了 惊恶 你说的是真的 于墨云看着他 眼神很真挚 真诚 真的 这件事 我没有必要骗你 苏敬欢用力把手抽回来 擦去脸上的泪水 唇角泛起冷笑 但你已经在他的心里 造成了不可磨灭的阴影和伤害 于墨云沉生说 一个巴掌拍不响 如果你跟他的友谊 真如你所说的坚固 他就不会这么轻易 掉进我的陷阱里 事到如今 你还想为自己开脱 为自己辩解 你这个渣男 苏敬欢气得扬起手掌 想打他 我只是实话实说 于墨云偏过头 躲开了他的手 苏敬欢抬起脚 用力往他的腿上一踢 气急败坏地怒吼 那你知道他怀孕了吗 于墨云顿时全身一僵 脸上露出不敢置信的神情 你说什么 苏敬欢亲昧的眸子 炼咽着寒冰式的冷笑 暖玉怀孕了 他怀了你的孩子 你这个丧心病狂的渣男 你还向他开枪 你简直不是人 于墨云失魂地摇头 千算万算 却没有算到这一步 他全身都僵住了 俊脸变得惨白 其实他向暖玉开的那一枪 并不是致命的 否则以他的枪法 他早就一枪毙命了 暖玉真是瞎了眼 才会喜欢上你 苏敬欢亲昧的眸子 墨地露出一抹杀气 他弯腰抽出了 藏在鞋底的锋利匕首 趁着他正愣住的时候 墨地挥手 随着扑的一声 一抹烟红的鲜血喷溅而出 把他的衣服染红 冰凉的泪水落了满脸 他看着他渐渐变得苍白的俊脸 悲痛地说 我要为暖玉报仇 为那些死在病毒下的人 伸张正义 云墨云 如果有来生 请你做一个好人 云墨云双腿发软 身体慢慢滑下 跪倒在地上 手捂着不断溢出鲜血的伤口 深邃的眸子 充满忧怨地看着他 我希望你永远都不要再遇上暖玉 他被你害得太苦了 云墨云 泉下碰见奶奶 请你告诉他 百年之后 黄泉路上相遇 我会向他道歉 但我不后悔 杀了你 这一切的孽缘 因他而起 苏敬欢闭上眼睛 留下了最后一滴沉重的泪水 小苏 于墨云挣扎着 从口袋里拿出了一个盒子递给他 染着鲜血的手 显得更加惨白 仿佛透明一样 这是我送给你的最后一份礼物 你让暖玉向我下毒不成 现在又想顾忌重施吗 苏敬欢抿着唇 眸光冰冷 没有伸手去接 我所做的一切 并不是想害你 我只是太想得到你 替我向暖玉说一声对不起 这辈子在无相见之日 希望他保重自己 忘了我 幽静的山镜 传来了急促的脚步声 他把盒子放下 突然转身 向着山边的悬崖冲了过去 就算死 他也要死得潇洒 于墨云 苏敬欢惊愕地冲上去 看着他迎着风 宛如大鹏展翅 飞向了悬崖 俊美的脸上 泛着解脱的笑容 那样的洒脱 潇洒不羁 已经风干了的泪水 忍不住又夺框而出 他双脚无力地滑坐在悬崖边 脑海里不禁浮现起了一幕幕 在于家里发生过的事 那时候 彼此的心里都没有怨恨 也没有猜忌 只有真诚以待 只要他想做的事 他都会满足他 那时候的他 无比地庆幸着 他多了一个疼他的奶奶和哥哥 从什么时候开始 于墨云对他有了私心 慢慢地一步一步地 走向了无法回头的绝路 如果暖玉没有去色城 会不会有不一样的结果 他的身影消失了 苏敬欢跪倒在地上 泪水疯狂而下 他终于报仇了 为暖玉 为那些无辜枉死的人报仇了 但他的心却一点都不痛快 里面就像憋着一口闷气 让他感到很难受 他向着望不见底的深渊 发出了凄厉的叫声 云莫云 承载着无尽悲伤的凄厉叫声 响彻云端 把山上的鸟惊飞了 第一个冲上来的人是霍烈臣 看着身上染满了鲜血 哭得像那小孩子一样的女人 他的心瞬间紧揪着 他箭步冲过去 握住他的肩膀 焦急担忧地问着 欢欢 你怎么样了 哪里受伤了 快告诉我 霍烈臣 苏静欢抬头看着满脸 担忧地看着自己的男人 他莫得扑进他的怀里 双手紧紧抱住他的腰 把布满泪水的翘脸 埋进他的怀里 控制不住的嚎啕大哭 哭得很伤心 肝肠寸断 怀里的女孩哭得这么伤心 霍烈臣的心就像被火烧一样 很难受 山上的风呼哨着 带着一丝丝的寒意 霍烈臣怕他着凉 把外套脱了 但身上并没有伤口 看来那鲜血并不是他 他这才松了一口气 苏静欢哭了很久 还一副停不下来的节奏 看着他双眼哭得红彤彤的 霍烈臣很心疼 他伸出苍劲有力的手掌 抬起他的下巴 眉头紧皱 你哭很久了 你再不停下来 我就吻你了 把于墨云的保镖解决掉的 圣瑶和唐轩也上来了 他们没有看见于墨云 便停在远处 担忧地张望着 苏静欢睁开泪水迷蒙的眼睛 难过地哽咽着 奶奶 他不在了 呜呜 我连他最后一面都见不到 他是被气死的 他一定很绝望 很痛苦 呜呜呜 霍烈臣有些惊恶 他知道 老太太在他的心目中 有着一定的地位 这太突然了 于 云跳崖了 他是后悔了吧 呜呜呜 他身上中了他致命的一刀 流了这么多血 又跳崖了 他一定死无葬身之地 他作恶多端 死有余辜 活有余罪 看着他为了云墨云而哭 霍烈臣有点吃醋了 他伸出了肠脂 有些粗鲁地 擦去他脸上的泪水 隐忍地说 够了 别再哭了 我忍不住 他就是莫名地感到忧伤难过 莫名地想哭 泪水压根就控制不住 看着他这伤心落泪的模样 就算心里有气 也发不出来了 男人轻叹一声 低头 有些霸道地掘住了他颤动的红唇 用力地吻了进去 男人狂似霸道的气息 瞬间萦绕在了他的气息间 一阵酥麻的感觉从心窝里泛开 他睁开了布满泪水的毛子 看着男人充满魅力的俊脸 脸颊渐渐泛红 浮起了娇艳的红侠 在远处看着的圣瑶 虽然已经很习惯 这两位小主经常撒狗粮 但依然忍不住红了老脸 他拿出烟盒 抽出一根香烟 递给一旁的唐轩 少爷恐怕一时半刻 搞不定少奶奶 抽根烟放松一下吧 唐轩伸手接过 有些潇洒的叼在嘴里 看着他似笑非笑 呦 脸红了 你该不会还没有出过对象吧 圣瑶的脸更红了 他拿出打火机 给他点燃了香烟 满脸尴尬 没有好女人愿意 跟一个什么都没有的保镖 霍列臣给他的薪水不低 但要在寸土寸金的城里买房 还是很艰难的 他这又是高危工作 更加没人瞧得上 你太看地自己了 你长得这么帅 伸手又好 又有魅力 怎么可能找不到女朋友 唐轩伸手搭在他的肩膀上 脸上露出暧昧的笑容 是不是你要求太高了 我在夜总会里 认识不少女孩 要不 我给你介绍 圣瑶看着搭在自己肩膀上的手 心跳突然砰砰砰地加速了 她还是第一次这么接近女人 特别是像她这种成熟性感 举手投足间 竟是万种风情的女人 一股从女人身上 散发出来的迷人忧香 让她不禁心神一荡 赶紧推开她的手 后退两步 脸红耳赤地说 我不想要夜总会里的女人 她们不适合我 唐轩扑斥地笑了 那笑容性感妖娆 怎么 你其实在夜总会里上班的女人吗 你别忘了 你们家少奶奶 也曾在夜总会里上过班 圣瑶焦急了 没有 我绝对没有职业骑士 放松点 别这么紧张 我跟你开玩笑的 唐轩吸了一口烟 徐徐地吐出一个烟圈 被烟雾弥漫了的翘脸 透着一抹神秘的性感 更是让人屈之若物 圣瑶赶紧把眸光收回 唐轩是少奶奶的阿姨 又比她年长了五岁 她不是她可以肖想的女人 山顶上寒意甚人 但在男人温暖的怀抱里 苏敬欢却半点都感觉不到冷 她的泪水被吻干了 她全身发软地窝在男人怀里 就像一只乖巧听话的小奶猫 湿漉漉的美眸 练艳着璀璨迷人的星光 霍列臣担心 她在这吹风太久会着凉 她抱起她 正准备下山 苏敬欢看着地上的盒子 立即扯了扯她的衣袖 霍列臣瞥了一眼 唇角勾起一抹讽刺的嘲弄 语气里充满了鄙怡 她还能送你什么礼物 上次她让暖玉送来的礼物 大家还心有余悸 人知将死其言也善 看看是什么东西 苏敬欢从她的怀里滑下来 捡起小盒子 她刚想打开 却被身边的男人霸道地抢了过去 我帮你开 谁知道盒子里装的是什么害人的东西 霍列臣拿着盒子晃了晃 里面发出了框框金属的声音 她往后退了两步 和她一侧安全后 小心谨慎地打开盒子 看着里面的东西 脸上掠过一抹讶异的神情 里面是什么东西 苏敬欢走上去 一看也惊饿了 记忆棒 少爷 盛瑶快步上前来 什么情况 霍列臣拿起小巧的记忆棒递给她 陈生说 余莫云留下来的东西 盛瑶 拿去车上看一下 里面是什么内容 属下马上去 盛瑶小心翼翼地接过记忆棒 迈开长腿 迅速下山去了 唐轩这时也过来了 看着苏敬欢脸上那染了鲜血的衣服 眉头微皱 花 你没受伤吗 苏敬欢微微摇头 小脸略显苍白 嗓音有些嘶哑地说 我没受伤 我衣服上的血迹 是鱼墨云的 他死了吗 唐轩看着前面身不见底的悬崖 随即看向霍列臣 他在等待他的指示 只要他一个眼神 他马上带人去下面搜 苏敬欢微钻了一下拳头 嗓音低哑地说 他被我刺了一刀后 跳进了悬崖 我想 他应该死无全尸了 山上风太大 我们回去吧 霍列臣给了唐轩一个肯定的眼神 随即伸手 抱起了苏敬欢 迈着沉闻有力的步伐 往山下走去 云莫云不是那么简单的人 生要见人 死要见尸 否则他不放心 唐轩慢慢来到悬崖边上 探头往下看去 只见下面一片黑沉沉 身不见底 性感的唇角微钩 就算云莫云被苏敬欢刺不死 从这里摔下去 也得粉身碎骨 生还的希望 比太阳从西边出来还渺茫 他唇角勾起一抹嗜血的冷笑 即使千分之一的机会 他也不允许有 苏敬欢伸手搂住霍列臣精瘦的腰 把脸埋在他的怀抱里 嗅着他身上那一抹熟悉霸道的男性气息 听着他沉闻有力的心跳声 心情渐渐平复下来 他的怀抱 是他觉得最有安全感的地方 只要被他抱着 他什么都不怕 我不许你再为他难过 霍列臣收紧了抱着他的手臂 低沉的嗓音凶狠霸道 男人打翻醋坛子了 苏敬欢仰手看着他 只见男人如刀削的俊脸 弥漫着一抹黑沉沉的英质气息 深邃的眸子染着不悦 他嫣然一笑 伸手摸着他被寒风吹得有些冰凉的俊脸 狡黠地说 你吃醋了 吃醋的男人真可爱啊 霍列臣眸光冷冽地逆着他 低沉的嗓音有些冷硬 我媳妇惦惦记着别的男人 沈可一忍 殊不可忍 哎呀 说什么鬼话 你不知道我的心里 就只有你这个狗男人吗 毕竟相识一场 余墨云还就过他 现在他死了 他不该表示一下难过吗 苏敬欢仰头张开嘴巴 对着他刚毅的下巴一咬 霍列臣眸光威脸 低垂着眼瞼 冷冷逆着他 居然骂他是狗男人 这女人越来越放肆 欠收拾了 苏敬欢松开口 看着他下巴上 印着自己明显的牙印 脸上的笑容乐开花了 见他眸色阴质 立即搞怪地说 你别用这么凶的眼神看着我 我会害怕的 霍列臣鄙视的冷哼 他会害怕才怪 少爷 圣妖一脸兴奋地跑过来 神情激动地大声说 这记忆棒里 记录着有关病毒的详细信息 有了这些重要信息 看到少爷下巴上那明显的牙印 圣妖嘴角一抽 苏敬欢文言 脸上随即露出惊喜的笑容 真的吗 没想到余墨云临死之前 终于干了一回好事 我已经把里面的重要信息 发给了研究院 圣妖赶紧收回眸光 再也不敢往少爷的下巴看去 少爷那凌厉的眼神 能隔空杀人了 苏敬欢激动地说 太好了 希望研究院能尽快研究出解药 阻止病毒在景城蔓延 霍列臣不屑地说 他能有这么好心吗 他别来添乱 景城的人都会很感激他 他这么一说 苏敬欢不禁担忧了 余墨云太会隐藏自己 如果他别有用心 他围绕着下唇 摇了摇头说 我希望他是一片好意 我想去医院看看暖浴 如果他知道 那只是一场梦 也许他就不会这么痛苦 霍列臣低头看着他 眉头紧皱 你现在去 我现在最想见到的人就是他 列臣 你让我去吧 苏敬欢伸手抱住他的腰 把脸贴在他的胸膛上 开始磨人的撒娇模式 霍列臣伸手摸着他的肚子 清横 你该去用餐 这还不简单 苏敬欢回头看着圣瑶 白皙的脸颊 扬起一抹灿烂的笑容 圣大哥 麻烦你叫人送食物到医院里 我马上去吩咐 圣瑶立即拿出手机 打电话叫人准备 真是拿你没办法了 想到什么就做什么 一点都不顾后果 霍列臣修长的手指 轻轻捏了一下他的鼻子 深邃的毛子里 染着一抹纵容的宠溺 不过 这不都是他骄纵出来的吗 在医院 暖玉的气色好了很多 他站在窗前 看着外面刚才还阳光灿烂 此刻 却乌鱼密布的天空 突然感到有些思绪不宁 好像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了 暖玉 外面响起了敲门声 跟着苏敬欢推门而进 看见他站在窗前 赶紧上前关心地说 你怎么起来了 你赶紧上床躺着 你 暖玉慢慢转过身来 看到他衣服上的血迹 心末地一颤 指尖有些发抖 苏敬欢低头看了一眼衣服 心里不禁懊悔 他一心想来看它 都来不及去换衣服 他拉紧了身上的外套 把染血的衣服遮住 苏敬欢把染血的衣服遮住 见他脸色惨白 仿佛受到惊吓的样子 他立即温和地安抚他 暖玉 你不要害怕 这是别人的血迹 不是我的 暖玉伸出有些苍白的手 拿起桌面上的水杯 轻轻戳饮了一口 眸光有些凝质地盯着他 轻声问 谁的 苏敬欢看着他 红唇微起 轻轻吐出三个字 鱼墨云 狂妄一声 暖玉手里的水杯掉在了地上 里面的温水泼洒了出来 他浑身都在哆嗦着 脸上露出愤恨的猙獰表情 他声音尖锐地大吼 鱼墨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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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暖玉 你冷静点 不要激动 苏敬欢赶紧冲上去 握住他不断哆嗦的手 沉声说 我帮你报仇了 他死了 死了 暖玉浑身一颤 他慢慢抬头盯着他 神情突然变得激动 你杀了他 谁让你杀了他 他欺负你 毒害无辜的老百姓 他该的 苏敬欢握住他的手臂 沉声说 他死有余辜 活有余罪 他死有余辜 暖玉难难地重复着他的话 他分明很想他死的 他做梦都想他死 但为什么听到他的死讯 他的心却这么痛 他伸手捂着 仿佛被千刀万剐的心脏 泪水突然失控地流了下来 暖玉 他对你 做了这么多坏事 他死了 你应该感到高兴的 苏敬欢伸手轻轻擦去 他脸上的泪水 是 我是应该高兴的 那个恶魔终于死了 他死了 全人类都该感到高兴 他食恶不赦 传播病毒 他真的该死 他该的 暖玉微扯开唇角 他想笑 但是泪水却不断从眼眶里滑下来 只都止不住 暖玉 你不要难过 你要保重自己的身体 苏敬欢伸手抱住他 感受到他身上散发出来的哀伤和绝望 他也忍不住哽咽了 暖玉摇着头 嘶哑的嗓音 透着了一丝的愤恨 我不难过 我才不会为那魔鬼难过 他摧毁了我的一生 我恨不得他挫骨扬灰 死无葬身之地 余莫云临死前 他让我向你道歉 他说 这辈子再无相见之日 希望你保重自己 忘了他 苏敬欢嗓音嘶哑地说 忘了他 暖玉声音尖锐地怒吼 他对我做了如此丧心病狂的事 他就是我这一辈子的梦魇 你让我忘了 他 我怎么忘 他在他的身上 还有心里造成的伤势 如此的刻骨铭心 他这辈子都无法忘记 也无法原谅 他跳牙前 他告诉我 其实那天晚上 那三个男人并没有侮辱你 他叫人在你的饭菜里下了药 让你产生了幻觉 以为自己被三个男人侮辱 其实那是假的 暖玉 你并没有失身 给那三个混蛋 你是清白的 苏敬欢有些激动地说 暖玉脸上的表情瞬间凝结了 他用力抓住他的手 满脸不敢置信地盯着他 声音剧烈颤抖 你说什么 你再说一遍 苏敬欢不厌其烦地重复着 是于莫云亲口对我说的 你没有被那三个臭男人侮辱 一切都是幻觉 假的 都是假的 他骗了我 骗了我的身心 还骗了我的思想 于莫云 你好狠 为什么要告诉我真相 为什么 暖玉突然激动了起来 他用力推开他 苍白的脸上 布满了痛不欲生的绝望 暖玉 那只是一场虚假的噩梦 苏敬欢有些愕然地看着他 为什么还这么痛苦 暖玉瞪大了一双 布满血丝的眼睛 眸光冰冷凌厉地盯着他 他死了 你杀死了他 如果他不知道这件事的真相 他的心不会这么痛 但此刻 他的心痛得 就像被万剑穿心似的 痛得滴血 我杀他 是因为他作恶多端 死有余辜 苏敬欢的心突然沉了下来 他在暖玉的眼中 看到了一抹责怪 他在责怪他 他恨他杀了云莫云 他的心口就像堵住了一口气 闷闷的 塞塞的 好难受 你走 我不想看到你 你走 你马上走 他知道自己不应该怪他 但他控制不住自己 暖玉抓住他的手 用力把他推了出去 砰的一声 他背靠在门板上 悲痛欲绝的泪水滚滚而下 他滑坐在地上 双手抱头 忍不住失声痛哭 聚集在一起的乌云 在呼啸的狂风下 下起了粒粒的倾盆大雨 拍打在窗户上 发出了清脆的响声 暖玉 苏敬欢在外面拍打着门板 担忧地叫着他的名字 病房里传来了暖玉悲气的痛哭 霍裂塵上前握住苏敬欢的肩膀 见他双眼泛红 心疼的皱眉 他又不知好歹了 如非必要 他真不乐意让他来见他 每次来看他 总是把他媳妇弄得哭哭啼啼的 苏敬欢伸手是去掩脚的泪水 摇头说 他接受不了于墨云的死 他对于墨云的爱 比他想象中更深 他真是犯贱 于墨云这样对他 他还对他念念不忘 霍裂塵满脸鄙视地说 也许是因为 他怀了于墨云的孩子吧 暖玉还没有谈过恋爱 于墨云是他的初恋 女人对初恋 总是比较执着 他想犯件是他的事 走吧 霍裂塵一点都不想待在这个地方 他不希望他被暖玉的负能量影响 我不放心他 苏敬欢看着病房 满脸的忧愁 以前是他欠暖玉的 现在他要还给他了 这里有护士看着 他不会有事的 霍裂塵连抱带拖的把他拉走 就算有了于墨云提供的病毒信息 但这解药什么时候 能研制出来还是个问题 在医院待着越久越危险 苏敬欢对他没辙了 叮嘱护士好好照看暖玉 便和他先回去了 暖玉在病房里 哭得泪水都干了 直到护士送药来 外面突然传来轰隆一声巨响 打雷了 这一声悄无声色的惊雷 仿佛把他从困局中劈醒了 他抬头看着护士 张开有些干裂的嘴唇 我要出院 不行 你的身体还没痊愈 你不能出院 护士一边说着 一边转过身去 去翻找配药 暖玉眸光微闪 突然拿起桌面上的花瓶 用力往他的后脑勺一砸 砰的一声 护士倒在了 上 外面雷声滚滚 莉莉下着大雨 暖玉打晕了护士 把他身上的护士服脱下来穿上 带着口罩 匆匆离开了病房 他经过休息室门口 听到里面传来苏静欢的声音 他立即靠在门边的墙上 大气都不敢喘息一下 外面下着大雨 霍列臣和苏静欢 并没有马上离开医院 而是在休息室里用餐 现在已经过了午餐的时间 苏静欢早已经饿得前胸贴后背 看见女佣送来的美味午餐 便忍不住大块朵医 吃慢点 瞧你这德性 饿鬼投胎似的 霍列臣怕他会呛着 不时提醒着他 让他吃慢点 他检查过鱼肉没有刺 才给他吃 我饿啊 我在山上就已经很饿了 就算我不吃 宝宝也要吃啊 苏静欢嘴里塞满了食物 说话有点模糊不清 不过能听得出来 他很委屈啊 让你先用餐 再去找暖浴 你就是不听 现在饿坏了吧 霍列臣又气又心疼 人家担心他吗 提起暖浴 苏静欢的心情一下子不好了 他把嘴里的食物 咽进肚子里 扁着红烟烟的嘴 忧愁地说 我以为帮他报仇了 他会很高兴 没想到他对于墨云用情至深 他现在反而恨上我了 他现在又怀着孩子 我真怕他太激动 伤害到自己 哼 不知好歹 霍列臣冷哼 满脸比 不许你这样说他 他是我的好朋友 他只是暂时迷失了 我相信他会好起来的 苏静欢立即护着自己好朋友 他能好起来 霍列臣俊冷的脸色有些深沉 他的事都没见他这么伤心 我说他能好起来 就能好起来 没得反驳 苏静欢很笃定地说 你要护着你的好姐妹 我没意见 现在你给我好好用餐 霍列臣把菜夹到他的碗里 不想提起让他分心分神的人 嗯 苏静欢吃着 突然咳嗽起来 嗨嗨嗨嗨 他的脸色一下子憋红 他呛倒了 老婆 你怎么了 呛到了吗 霍列臣瞬间脸色大变 赶紧伸手拍着他的背 把水拿到他的唇边 快喝点水 大口喝 苏静欢就着杯口 咕噜咕噜地喝了好几大口 总算是把哽在喉咙里的食物 给咽下去了 你给我吃慢点 见他终于顺了气 霍列臣心头大食 总算是放下了 苏静欢有些不好意思地 吐了吐舌头 对不起 让你担心了 站在门外的暖浴 已经泪流满面 他伸手捂着脸 转身匆匆离去 他怕自己忍不住哭出声音来 一直以来是他误会了他 从出事到现在 苏静欢一直在帮他 身怀六甲 为他奔波劳累 而他从没给他好脸色 苏苏 对不起 请原谅我 暖浴伸手无脸 难过地哽咽着 他冒雨冲出了医院门口 在路边拦截了一辆出租车 小姐 你想去哪 司机见他双眼泛红 不断落泪 心突然咯噔了一下 在我去悬崖那边 快 于墨云被苏静欢 刺了致命的一刀 又跳下了悬崖 他恐怕已经凶多棘手 他知道自己不应该去看他 但他无法控制自己 就算他死了 他也要见到他的尸体 司机有点受惊了 小姐 你说去啊 你再说一遍 一个流着泪上车的女人 说要去悬崖边 怎么想就怎么惊悚 他有点犹豫 要不要报警了 要是他去自寻短见了 别人会骂他见死不救啊 我要去悬崖边 请你马上开车 快点 想到于墨云此刻的尸体 就躺在了悬崖底上 暖玉的心 就像被火烧一样 好难受 不是说 好人不长寿 祸害活千年吗 他不想相信 他会这么容易就死掉 他伸手捂着他的肚子 那里郁郁着他 和于墨云的孩子 他不想 孩子一出生就没有了爸爸 太可怜了 司机启动车子 不时在后视镜观察着他 担忧地说 小姐 你这么年轻 人生还长着呢 既然有勇气去死 为什么没有勇气 让自己活得更好 他悄悄拿起手机 准备打电话报警 暖玉愣了一下 随即有点啼笑皆非 大叔 你到底在说什么 谁要自询短见了 你去悬崖边 又哭哭啼啼的 你这不是 司机想打开手机的 手卫顿了一下 谁说要我去跳牙了 你别瞎猜 我是要去找我孩子的爸爸 你快点开车吧 本来还挺伤心难过的暖玉 被他这么一说 瞬间有点哭笑不得 他拿起纸巾 把脸上的泪水擦去 他这样子 真的很容易 让人误会啊 司机顿时尴尬了 不好意思 我以为你想不开 想去 他轻轻把手机放下 脚踩下油门 加快了速度 出租车很快就把他 送到了悬崖下 外面还下着历历的大雨 暖玉管不了这么多 直接下车冒雨奔了过去 随即他发现了好几辆 看起来有点眼熟的轿车 停在了路边上 他在车上看见了唐姐 心顿时一沉 看来霍裂城的属下 也在悬崖下面 寻找余墨云的尸体 他恐怕见到余墨云的尸体 他才能放心了 暖玉悄悄躲开他们的视线 沿着那有点陡峭的小路 往悬崖下面走去 在大雨下 崎岖的小路很不好走 路很滑 他只能一边抓着小路边的树藤 一边慢慢往下走 他隐约听到 下面传来保镖寻找的声音 心里更加焦急 他一定要比他们先找到余墨云 宝宝 你一定要保佑我 比他们先找到你爸爸 暖玉冰冷的手掌捂在肚子上 雨水好冷 他全身都湿透了 寒衣渗入了骨子里 让他冷得瑟瑟发抖 突然轰隆一声巨响 一记霹雳响雷 落在了他的前面不远处 随着劈啪的一声 一棵大树被雷击中 轰隆地倒了下来 啊 暖玉被吓到了 脚下突然一划 手里抓着的树藤断掉 他的身体往下面栽倒 他惊叫着 手迅速飞舞胡乱地抓着什么 却什么都抓不到 只能失控地滚了下去 厉厉的大雨 轰隆隆的雷声 掩盖住了暖玉的尖叫声 他从小坡上滚了下去 身上洁白的护士服 已经被雨水湿透 上面都是污泥 他以为自己就要摔死了 但他没有死 他滚落到了悬崖最下面 全身被树枝划出了一道道的血痕 就连那张如包壳鸡蛋一样 娇嫩的脸颊 也被划了几道血痕 他好痛 全身都痛 粒粒的雨水滴落在他的眼睛里 把他的视线模糊了 他又冷又痛 他忍不住讨好大哭起来 悬崖下面 竟是密集丛林 搜索的保镖 找不到云墨云的尸体 现在的天气也太恶劣 他们已经撤退了 在偌大的悬崖下面 除了隆隆的雷雨声 就只剩下暖玉悲气委屈的大哭声 哭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暖玉伸手 撑起了仿佛有千斤重的身子 抬起手臂 把脸上的雨水和泪水擦去 当他看到 衣袖被烟红的鲜血染红了一片 他才感觉到 额头上传来了剧烈的刺痛 他伸手轻轻一摸 摸到了一片血迹 幸好他脸上戴着口罩 否则他这下非毁容不可 暖玉挣扎着爬起来 周围都是密布的丛林 他艰难地挣扎前行 张嘴大声喊着 于墨云 如果你还没死 你就回应一下哦 于墨云 他的声音被雷雨声掩盖住了 他一边哭着 一边挣扎前行 悲气的声音在悬崖底回响 却得不到丝毫回应 于墨云 于墨云 鲜血淋漓 弱大的悬崖底 只有虫鸣鸟叫声 找不到半点的人气 但他相信 于墨云一定在 没有见到他的尸体 他是不会放弃的 于墨云 你这个混蛋 你欺骗了我的身心 你还害我怀上你的孩子 你就想一走了之 你太渣了 我一定要找到你 我要鞭尸 我要把你措骨扬灰 于墨云 布满了荆棘的齐驱小径 太难前行 暖玉紧咬着牙关 再不断跌跌撞撞间前行 他不知道自己找了多久 雷声停了 大雨也停了 他全身剧痛无力 他觉得自己就快死了 突然他的脚被树藤绊住了 砰的一声 他重重地往地上扑抖 他惊叫着 闭上眼睛 他以为自己会摔得很惨 但半想 玉气的疼痛没有来 身下竟然一片软软的 他迅速睁开眼睛 对上了一张苍白的 没有半点血色的脸上 那张脸是如此的熟悉 让他爱得刻骨铭心 也让他恨得撕心裂肺 我终于找到你了 他的身体是冰冷的 身上的衣服染满了鲜血 于墨云 你这个混蛋 你害得我这么惨 你以为你死了 就能偿还你带给我的痛苦吗 于墨云 你这个魔鬼 禽兽 汹涌的泪水 再次从他的眼睛里滑落 他抓住他的衣领 抬起了手 用力往他的脸上刮去 一巴接着一巴掌 在泪水分飞间 把他的脸打得满是亲子的瘀痕 他还不觉得解恨 他抬起脚 用力往他的身上踢去 他抱打着他 只是泪水落得更凶猛 我不会原谅你 永远都不会 呜呜呜 他终于打累了 他趴在他的身上 痛苦绝望地讨好大哭 卵瑜不知道自己哭了多久 他累了 不只是身体累了 心也累了 他哭晕在他的身上 他想他应该快要死了 全身剧痛 心口更是像被火烧一样 他睁着被泪水迷蒙了的眼睛 看着灰蒙蒙的天空 视线渐渐变得模糊 他嘴角动了动 脸上露出愧疚和歉意 轻声说 我这辈子过得太糊涂 如果有来世 苏苏 你还愿意当我的好姐妹吗 苏苏 永别了 他知道自己不配 但 他的眼角不断渗出泪水 他伸手抓住于墨云的一只手 紧紧地攥住 放在自己的小腹上 唇边泛着苦涩 我们一家三口 总算可以在黄泉路上相聚了 苏静欢在医院的休息室里睡着了 他做噩梦了 然后被一个惊雷吓醒了 老婆 你怎么了 正在用笔记本 和属下开会的霍列臣 听到他的惊叫声 立即放下工作 剑步奔到他的身边 我做噩梦了 我梦见暖浴来向我告别 你说他会不会出事 苏静欢吓出了一身冷汗 他抓住他的手 紧张地说 他在医院里 有一身护士看着 他能出什么事 你就别瞎担心了 这大雨停了 我们可以回家 霍列臣把他身上的毛毯拿开 把外套给他穿上 见他脸色发白 皱眉 倒了一杯温水给他 喝点温水镇定一下 苏静欢喝了几口温水 抬头往窗外望去 果然大雨已经停了 他看着天边 惊喜地说 咦 你快看 有彩虹 在城市里 见到彩虹那是很罕见的事 霍列臣抬头望出去 果然看到了一道横跨在天边的亮丽彩虹 他伸手揽住他的肩膀 深邃的毛子染上一抹笑意 不就是彩虹 看你高兴的 人家说 看见彩虹会有好运的事发生 苏静欢顺势靠近他的怀里 扬起白皙娇嫩的脸颊 笑意盈盈 男人伸出苍镜有力的手掌 握住他的下巴 遇见我不就是你最幸运的事吗 苏静欢眸光微闪 脸上露出一抹脚霞 突然在他的唇上用力一咬 咯咯地笑着说 你真是臭不要脸 哪有这样抬去自己的人 死 你这个嗜血的小妖精 你欠收拾了是吧 他咬的那一下很用力 霍列臣抱住他的腰 让他坐在自己的大腿上 手掌扣住他的后脑勺 他要狠狠地惩罚他 少爷 房门突然砰的一声 被人从外面推开了 圣摇急匆匆地快步走进来 当他看到眼前这暧昧煽情的一幕 瞬间傻眼了 这太刺激了吧 霍列臣的反应很快 迅速把苏静欢身上的衣服拉好 如寒冰似的灵力眸光 像利刃一样扫向来人 阴沉的嗓音 如地狱来的锁命修罗 你想死了吗 他近来都不带敲门 太鲁莽了 苏静欢把羞红了的翘脸 埋在霍列臣的怀里 忍不住付匪着 少爷 对不起 我不知道你们在 圣摇已经被他灵力的眼神 吓得脸色发白 赶紧把视线转到别处去 双手不知道往哪放 考虑了两秒 为了小命着想 他还是迅速往后退 出了房间 把房门带上 他以前都不是这样的 会不会发生什么事了 苏静欢伸手拍了拍烧红的脸颊 有些担心的说 霍列臣有些不悦的冷哼 他还能有什么急事 少爷 真的是急事 圣摇老脸泛红 像真性的敲了敲房门 大声说 刚才护士告诉我 暖欲打晕值班护士 偷跑出去了 什么 苏静欢猝不及防地站起来 头顶砰的一声 狠狠地撞上了霍列臣的下巴 下巴被撞到传来剧痛 霍列臣闷哼一声 低头瞪着他 你想撞死我 看着男人那充满攻击性的坚毅下巴 此刻却非常不协调地红了一片 苏静欢心疼了 伸手揉了揉他瘀青了的下巴 愧疚地说 对不起 我一时太激动 我晚点再补偿你 说完抬起脚就冲了出去 霍列臣那张阎王般的俊脸 黑得跟锅底似的 深邃的墨色毛子染上一抹不悦 那该死的暖玉就不能消停点 苏静欢拉开房门 看着圣瑶立即抓住他的手臂 焦急地追问 圣大哥到底怎么回事 我去看了监控 暖玉已经离开医院 坐出租车走了 圣瑶有些无奈 他的身体这么虚弱 还没痊愈 他跑奶去了 快去找 不能再让他出事了 苏静欢焦急地说 圣瑶立即说 我已经派人去找 霍列臣走过来 眉心微醋 上前拉开他的手 霸道地把他拉回自己身边 骏冷的脸色 扬起一抹鼻 够了 他想死 何必拦着他 他媳妇身怀六甲 为了他东奔西跑 连饭都吃不上 他倒好 一天到晚闹腾 他媳妇要是出了什么事 他第一个不放过他 隔着空气 都能感觉到 男人身上散发出来的强烈怨气 苏静欢微咬了一下唇 说 圣大哥 我们先回去 暖玉听到余墨云的死讯 情绪很激动 我担心他会想不开 你马上派人到悬崖那边去找一下 我马上去安排 圣瑶点了点头 立即转身去了 苏静欢转过身来 看着脸色很不好的男人 他伸手轻轻捏他的脸 轻眉的眸子 练咽着一抹笑意 撒娇地说 我现在就跟你回去 你不要生气吗 你少管他的事 特别是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 他真的很心疼 好了 我听你的 我不管 知道男人有怨气 苏静欢顺着他的话 乖巧地说 这话一听就是敷衍的 霍裂成唇角微抽 没有拆穿他 雨停了 绚丽的彩虹 横跨在城市的上空 大家纷纷跑出去欣赏 在悬崖底的暖浴 被一阵隆隆的直升飞机声吵醒了 他迅速睁开眼睛 失利地爬起来 看着身下丝毫没有动静的男人 他伸出了颤抖的手指 往他的鼻息探去 一片冰凉间 渗出了一抹若有似无的气息 他立即趴下身子 把耳朵紧贴在男人的心脏上方 砰砰砰 很微弱 却让他喜出望外 他还没死 他还 这 他还有一线生机 隆隆的直升飞机声越来越靠近 他开始焦急了 一定是霍裂成派来的 如果被他发现 于墨云还活着 他一定会杀了他 他不能让他发现 卵欲惊恐焦急的四处张望 他的视线落在了一个隐秘的山洞前 那里有个山洞 他们躲进去 直升飞机就发现不了他们 于墨云 他欠他的 他会在他身上讨回来 卵欲忍着身上的剧痛 抱住他的双腿 往山洞的方向拉过去 他的身体很沉 他紧咬牙关 使出九牛二虎之力 一个脚步 一个脚硬地把他拉走 崎岖的小径上 布满了荆棘和沙石 于墨云在地上被他拖着走 衣服裂开 身上布满了触目惊心的伤痕 卵欲额头上的汗水不断往下滑 一步一步 把于墨云沉重的身躯 拖进了山洞里 他扯了一些草树枝 待在洞口前面当掩饰 隆隆的声音在悬崖上不断回响 好几辆直升飞机在上面盘旋 强光不断从上面照射下来 他们正在寸步搜索着 暖欲躲在山洞里 连大气都不敢喘 不知道过了多久 那隆隆的声音终于渐渐远去了 他松了一口气 跌坐在云墨云的身边 他扒开山洞前的草和树枝 让光线照进来 他伸手轻轻掀开他的衣服 他小腹处有个很深的伤口 他的泪水差点忍不住掉下来 这个伤口是苏敬欢刺伤的 刺得很深 他是真的想杀死他 他知道不能怪他 但看着那血肉模糊的伤口 他的心很痛 他撑着虚弱的身子 爬出了洞口 找到了一些有消炎杀菌功效的草药 用石头捣碎 附在他的伤口上 撕开衣服 撕扯成布条包扎起来 于墨云还没有意识 他开始发烧了 浑身烫得就像火炉一样 也幸亏他平时注重锻炼身体 否则他就撬辫子了 于墨云 你这条命是我的 除了我 没有人可以把他夺走 让他就这样死去 太便宜他了 卵玉把他身上湿透的衣服脱掉 用冷水渗透附在他的额头上 他的身材很好 媲美超模 肌肉结实 腰腹一丝坠肉都没有 那完美的人鱼线 很扬眼 虽然早已经有了肌肤之青 还怀了他的孩子 但看到这性感的男性身躯 他的脸还是烧红了 如果他没有利用他 他没有向他开枪 那该多好啊 看着男人苍白的 没有半点血色的混血俊脸 暖欲的眼泪 又忍不住掉下来 悲痛的讨好大哭 他锤打着他的胸膛 委屈地哭喊着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为什么 苏震雄和苏静欢去医院 做亲子鉴定 苏夫人已经看过苏清婉之前 做的报告 知道苏静欢不是苏震雄的亲生女儿 他马上就收拾东西搬回苏家 这次 他还不狠狠地 打那个野种的脸 他妈妈就是个红杏出墙的贱人 而他就是个野种 小远正在苏家大厅里玩着玩具 看见他回来了 脸色微微一变 他撇了撇嘴角 随即把脑袋转回去 没有理他 继续玩他的玩具 我听清婉说 那野种把你这个孽种 接回苏家来 我还以为他是开玩笑的 没想到是真的 苏夫人让女仆把行李拿进房间 来到小远的身边 拽住他的手臂 硬是把他拽起来 沉着脸说 这里不是你的家 你马上给我滚出去 他不过离开一阵子 苏正雄就把乱七八糟的人 往家里领 现在他回来了 他们休想再继续赖在苏家 啊 你干什么 放开啊 小远大病出狱没多久 身子很瘦弱 手臂更是瘦得只剩下骨头似的 他生气地瞪着苏夫人 你现在住我家 吃我的 你还敢用这种眼神瞪我 我告诉你 你妈就是个贱人 他红杏出墙偷汉子 生下静欢的小野种 后来又生下 你这个小孽种 看见你这瞪眼的样子 我就想把你的眼珠子挖出来 苏夫人满脸不快地说 你才是贱人 你是老巫婆 我不准你骂我妈妈 不准你骂我姐姐 小远生气了 冲着他用力一推 他的力气很小 苏夫人只是被他推得后退了两步 不过这不得了 苏夫人发出了尖锐的吼声 你这个该死的小杂种 你竟敢推我 我打死你 他扬起手掌 用力往他瘦弱的身子打去 用手去掐他 那尖锐的指甲 把他的皮肤刮出了一道道血痕 你就是老妖婆 老巫婆 啊 好痛 小远痛得泪水在眼睛里打转 但他倔强地不肯留下来 他才不会认输 他扬起手反击 你这小杂种竟敢打我 没家叫真可怕 你爸爸妈妈都死了 没人管教你 今天我就大发慈悲 替他们好好管教你 苏夫人一边说着 一边气地对着他拳打脚踢 屋子里的女佣看着 却没有人敢上前去阻扰 他们都知道苏夫人的厉害 苏夫人用力拽住他的手臂 突然咔嚓一声 小远的手臂无力地垂了下去 小远毕竟还是个孩子 以为自己手断了 又痛又惊恐之下 吓得放声哇哇大哭 苏夫人见他的手无力地垂下 顿时吓了一跳 随即不以为然地说 你这什么手啊 这么脆弱 我才一碰 他就断掉了 不关我的事 你弄断了我的手 你坏心肠黑心肝 我等姐夫来收拾你 好痛 小远哭得淒淒惨惨的 苏夫人立即嘚死地说 你别拿你姐夫来压我 我才不会怕他 你真的不怕我吗 末迪一把低沉威严的声音 从门口响起 苏夫人一听 这暗藏着狠厉的声音 顿时吓得浑身一颤 回头一看 只见脸色英质的霍裂尘 正扶着苏敬欢徐步而来 姐姐 姐夫 小远立即扶着受伤的手 小步跑过去 难过得暴风哭泣 姐姐 他弄断了我的手 呜 什么 苏敬欢脸色大变 迅速上前 查看了一下他的手 发现是脱臼了 他冰冷的美眸恋咽着寒意 盯着 已经有些胆怯的苏夫人 拳头钻得哥哥作响 连一个孩子都不放过 你还是人吗 他的气场一下子变得强悍伶俐 苏夫人吓得后退了两步 随即挺直腰板 双手插腰 他骂我老妖婆 老巫婆 他还推我打我 这么没教养的小杂种 我勉为其难地教训他 有什么错 他自己的手太脆弱 关我什么事 小远抬起满是泪水的小脸 愤恨地瞪着苏夫人 倔强地说 他骂我妈妈 骂我姐姐 霍裂成握住小远的手 刚准备给他接上 见他的身体一缩 脸上露出痛苦的神色 他立即扯开他的衣服 只见他身上有许多的瘀痕 还有一些渗出了血丝的血痕 顿时震怒 好歹毒的毒妇 对一个孩子下这么重的手 小远 苏敬欢上前一看 顿时心疼地红了眼睛 他默地转过身来 一手抓住苏夫人的手臂 另一只手迅速扬起 啪啪啪三声脆响 丝毫不含糊 全招呼在苏夫人 特意打扮的花枝招展 准备回来讨好苏震熊的脸上 小姐打得太好了 在一旁敢怒不敢言的女仆 差点就忍不住要鼓掌了 那精致的妆容 在巴掌的招呼下变得凌乱了 苏夫人发出了尖锐的叫声 苏敬欢 你这个小野种 你竟敢打我 我是你的长辈 你就不怕被雷劈吗 雷要劈也是 先劈你这个欺负弱小的老巫婆 把我的手都打痛了 霍列臣立即上前 握住他的手 见他的手掌心红红的 长指轻柔 凑到唇边轻吹 心痛的说 打人这种粗重活 交给微夫就行了 这么娇嫩的小手 打伤了 他可心痛死了 一旁的女佣 差点忍不住笑出来 姑爷还真是宠妻狂魔啊 打人 当然是自己亲自动手才爽啊 你不知道 他以前是怎么虐待我的 以前还有继母 这层关系在 他不好动手 既然现在 他们是没有关系的陌生人 有仇不报 还算是人吗 苏静欢 你 你打我 还直呼你爸爸的名字 你大逆不到 苏夫人气得脸色胀红 那又怎样 你还嫌我打得不够是吧 三巴掌太便宜他了 苏静欢突然一手抓住他的头发 用力往后一扯 对着他的另一边脸 大巴掌招呼上去 你以前打我不是打得很爽吗 风水轮流转 脸痛不痛 被苏静欢当众按着掌刮 何止是脸痛啊 心肝皮肺肾都痛啊 苏夫人惨叫着 用力挣扎 但是头发被他紧揪着 他怕被他扯掉头皮 发出尖锐的叫声 你这个该死的野种 放开我 救命啊 你们还不赶紧把他拉开 等老爷回来 我就统统把你们辞掉 见到一旁的女佣都在看好戏 竟没有人上前来救自己 苏夫人又气又闹 多亏 你平时刻薄成性 如今人心尽失 就算我杀了你 他们都会假装没看见 苏夫人 你有今天是咎由自取 苏静欢手一松 看着他被打得红肿不堪的脸孔 脸上扬起一抹嘲讽的笑容 这一顿暴打 真的太解气了 苏夫人砰的一声 跌坐在地上 伸手捂住被打得像猪头一样的脸颊 屈辱的泪水在眼睛里打转 他伸手指着他 愤恨地说 你这个小野种 你竟敢打我 你会遭报应的 到现在 你还不肯承认自己的错 苏静欢居高临下地盯着他 嘖嘖有声地摇头 轻蔚的眸子 练咽着嘲讽的冷意 狡黠地说 你现在还不知道吧 我告诉你一个秘密 苏夫人揉着剧痛的脸 眼睛里蹦射出狂暴的怒火 我知道你不是老爷的亲生闺女 你说对了 我的确不是苏震雄的女儿 不过 我想告诉你的秘密是 苏静欢慢慢在他的面前蹲下身子 手用力揪住他的头发 白皙娇嫩的脸上 扬起致命妖娆的诡异笑容 原来当年我出生的时候 被人抱错了 苏震雄原配生的不是女儿 而是儿子 晴天霹雳 苏夫人末地撑大毛子 瞳孔紧缩 她失声惊叫 不可能 我知道你很难接受这个事实 不过这是真的 以后你还想做回苏夫人 你是做梦了 苏震雄有了儿子 苏家哪里还有 他们两母女站的地方 苏夫人顿时脸如土色 苏震雄可以为了苏静欢把他赶走 现在也可以为了儿子 把他赶尽杀绝 外面响起了脚步声 有些欢快 显然心情很好 是苏震雄回来了 老爷 看到踏进大厅来的苏震雄 苏夫人立即挣扎着起来 向着他奔过去 抱住他 委屈地哭啼 老爷 你总算回来了 苏静欢这小野种 他打我 你要替我做主啊 你看我的脸 呜呜 苏震雄低头看着他杨琪的脸 果然发现 上面红肿不堪 显然打得不轻 他辱没我的养母 也就是你的原配夫人 他还把小远的手臂弄脱臼了 这么狠毒的毒妇 苏先生 你确定还要让他回来 当苏家的主母吗 苏震雄眸光冷烈地逆着他 明熙知道这毒妇 是怎么残害自己的生母 你还留他在这 你说 他会不会认你这个生父 苏震雄脸色瞬间变了 随即用力一推 把苏夫人推倒在地上 生气地说 我已经决定跟你离婚 你还来这里做什么 马上给我滚 现在没有人能比他认回 亲生儿子更重要 苏夫人摔倒在地上 手臂破了皮 渗出血丝 红肿的脸上露出了绝望 老爷 我们二十几年夫妻 我把苏家打理得紧紧有条 让你没有后顾之忧发展公司 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你真的这么狠心 要跟我离婚 我想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只要你签了离婚协议书 该你的 我不会少你 如果你再这么纠缠下去 我保证 我会让你净身出户 一毛钱都分不倒 苏震雄有了儿子 表现得相当硬气 这苏震雄也是个心狠之人 对待枕边人尚且如此 更何况是别人 苏敬欢不禁庆幸 霍列臣握住苏敬欢 有些泛红的手 心疼地吹着 这么娇嫩的手 他都射不得用力把他弄疼 我没事 你不用紧张 苏敬欢见他紧张兮兮的 咧开唇角 嫣然一笑 转向小远说 小远 来姐姐房里 姐姐帮你擦药 这苏夫人 真是心狠手辣 对一个小孩子下 这么重的手 苏敬欢牵着小远的手 往房间里走去 苏震雄有儿子万世俗 他会好好收拾苏夫人 霍列臣吩咐女佣收拾东西 他一点都不想让苏敬欢 待在这个乌烟瘴气的地方 影响太教 苏敬欢要带走的东西并不多 苏震雄见他们要搬走 连忙进来说 敬欢 虽然你不是我的亲生女儿 但我真当你是我女儿了 你不用搬走的 你可以继续住在这个最大的房间里 你依然是苏家的大小姐 苏敬欢为小远上药 拉好他的衣服 唇角微钩 讽刺地说 你想要的不是我这个女儿 你想要的是霍列臣这个女婿吧 苏震雄脸色顿时涨红了 尴尬地说 敬欢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 我是真的 霍列臣末眉清阳 低沉的嗓音威严稳重 苏先生 你养育了我媳妇二十几年 我很感激 作为回报 我决定把南城开发项目 交给你们公司 苏震雄眼睛瞬间亮了 眼下最火热的项目 就是南城开发项目 他激动地说 霍少 这是真的 我说了算 霍列臣打断他的话 随即转向自家媳妇 冷峻的脸色染上一抹宠蜜 媳妇 够了吗 苏敬欢不是做生意的 他也知道南城开发项目 事成后 最少能赚一百个亿 他浅笑奄然地说 霍列臣 你太给我长面子 霍少 太感谢你了 苏震雄欣喜若狂 媳妇 该走了 霍列臣没有理他 体贴地扶起苏敬欢 再不走 赶不上吃晚餐 他又得饿肚子了 小远咬着唇 苍白的小脸上 布满了忧愁 他好难过呀 小远 苏敬欢伸手摸了摸他的头 微笑着说 就算我们没有血缘关系 我一样会把你当成亲弟弟的 跟姐姐走吧 听到他这样说 小远脸上终于露出了高兴的笑容 他真怕姐姐不要她 他暗暗发誓 他一定会好好保护姐姐 和他肚子里的宝宝 病毒来袭 全程人心惶惶 医院无疑成了最危险的地方 确定沈英杰没什么大碍 可以回家休养 游灵力便给他办理了出院手续 把口罩戴上 回到家之前不许摘下来 他身体这么虚弱 上回在外面瞎晃 没有感染上已经是万幸 游灵力拿起口罩给他戴上 神情严肃地叮嘱 你放心 我会好好保重自己 她现在不是自己一个人了 不能再肆意潇洒 沈英杰看着他满脸担忧的样子 他伸手捧住他的脸 隔着口罩问 这他 安慰说 我听圣遥说 于墨云跳崖之前 给了他们一个记忆棒 里面记录着有关病毒的详细情况 研究院一定很快 就能把解药研制出来 你也别太担心了 于墨云这么坏 谁知道他有没有坏心肠 临死还刷我们一把呢 游灵力伸手抚摸着他的后脑勺 那一枪 差点就要了他的命 他对他可恨了 他诅咒 他摔下悬崖后 粉身碎骨 死无全失 希望他是真心悔改吧 否则这一场灾难 恐怕要死很多人 沈英杰拿起口罩给他戴上 他刚想提起行李袋 却被他伸手抢了过去 你身体这么虚弱 走路都走不稳 还想提行李 游灵力一手提着行李袋 一手搀扶着他的手臂 沈英杰嘴角微抽 抗议 我是个男人 你给我留点面子啊 你还有面子吗 游灵力冷腻了他一眼 他怕是不知道 他智力下降那段时间 做了多少丢人的事 沈英杰伸手挠挠脑袋 其实他已经在圣鸟那知道了一些 真不敢相信自己 居然会干那些蠢事 丢人丢到姥姥家 游灵力扶着他走出病房 看到走廊上有人 立马绕道行 现在这种特殊情况 能不接触外人 尽量远离 你是不是太紧张了 沈英杰感觉到 他的神经都在紧绷着 如采钢丝 听说这病毒空气都能传播 只需一秒就能中招 我能不紧张吗 十几年前那一场瘟疫 夺走了他爸爸的性命 把他妈妈变成了烂毒鬼 他不想再重蹈覆辙 没这么夸张 放轻松点 沈英杰揽住他 安抚地揉了揉他的肩膀 游灵力腻了他一眼 他没有经历过 根本不可能知道 事情到底有多严重 他也懒得说了 扶着他 匆匆离开了医院 他担心出租车还有感染的风险 自己开机车 让我来吧 三番两次 坐在女人的身后 沈英杰觉得自己很没面子 等你身体康复了 你再来吧 他现在孱弱的弱机似的 他不想成为车下亡魂 游灵力戴上头盔 利落地骑上去 沈英杰瞇了瞇灵力的锐眸 这女人是不是太看地他了 他迈开长腿 跨上车 两条结实修长的手臂 立即还在他的腰上 低头靠在他的颈窝 唇边泛起邪笑 你好香啊 他身上有一股迷惑他的女人香 让他内心蠢蠢欲动 想一口把他吃掉 他抱他抱得很紧 他的背底在他结实温暖的怀抱里 鼻息间竟是男人 透着霸道的荷尔蒙气息 让他的心神一荡 脸颊刷得一下子红了 沈英杰 你压得别抱这么紧 你让我喘不过气来了 游灵力红着脸说 你的身体又香又软 我就想这样抱着 软绵绵的好舒服 手感真好啊 沈英杰收紧手臂 手掌抹扎着他 爱不释手 一股酥麻的感觉在心窝里泛开 游灵力的 脸红的几乎要滴出血来了 他围咬着下唇 故意大声地掩饰着自己的娇羞 沈英杰 你这臭流氓 你给我正经点 我要开车了 你再这样 咱们都得去见阎罗王了 真是的 在车上都不带消停一下 我就抱着你 我不动行了吧 沈英杰唇脚 泛着阴险的笑容 游灵力踩下油门 微风凛然的重型机车呼啸着 开上了公路 路上的车辆 明显比平时少了很多 路上也没什么行人 现在人最多的地方 恐怕是在超市了 在超市门口 每个人都提着 好几大袋抢购到的食物 和生活用品 游灵力加快了速度 现在最安全的地方 就是家 沈英杰看着一路上萧条的景象 心情也不免有些沉重了 最近受病毒入侵的影响 整个景城的经济状况 都被影响了 就连霍氏集团 几个很重要的项目 也被喊停 希望这场灾难尽快过去 游灵力载着沈英杰 回到别墅里 他刚停车 就见到前面一群 眼熟的男子冲了过来 手上还拿着武器 一人大声说 游灵力 快还钱 否则 老子今天就打死你们 游灵力顿时大惊失色 没想到 他们竟然查到 他在这里住了 他们这次是有备而来 十几个人 一人一脚能把他们踩死 他刚想踩下油门逃命 手突然被一只温暖的大掌按住了 耳边响起了男人自信笃定的声音 交给我来处理 沈英杰撑着虚弱的沉重身躯下车 双腿有些发软 差点摔了下去 游灵力赶紧下车扶着他 看着对方气势汹汹 他焦急地说 沈英杰现在不是逞英雄的时候 游灵力 快还钱 对方仗着人多势众 都没把他们放在眼里 你们不要弃人太甚 我有钱自然会还给你们 我没钱 你打死我 我也没钱还给你们 游灵力扶着沈英杰 气急败坏地大声说 沈英杰按住他的手背 看向他们 有些虚弱地咳嗽了两声 问 他欠你们多少钱 男子脸上 立即扯出一抹高兴的笑容 还是你上到 连本带利一百万 游灵力脸色一变 气愤地说 说谎 我妈欠你们明明就是五十万 怎么就变成一百万了 想敲诈勒索吗 男子脸色一沉 眸光凶狠地瞪着他们 凶神恶煞地大声说 你懂什么 本金五十万 加上利息就是一百万 这是你妈自愿借的钱 又不是我们强迫她 你们不还钱 今晚谁都别想走 你们太过分了 我妈借你们五十万 居然要还一百万 你们怎么不去抢钱啊 你们赶紧走 否则我就报警 游灵力真的被他们气坏了 别说他没钱了 就算有钱 他也不会给 他立即打开手袋 从里面拿出手机 正想报警 嗨嗨 被风吹了一阵子 喉咙发痒了 沈英杰咳嗽了两声 按住游灵力想打电话 报警的手 把他拉到自己身后 脸上露出一抹和气的笑容 欠债还钱是应该的 伯母欠的钱 你别紧张 我来还就好 沈英杰 他们太过分了 利息要这么高 分明就是抢钱 游灵力气愤地说 没事 交给我 我来摆平 沈英杰倾咳了两声 在对方虎视眈眈之下 拿出了支票簿 刷刷刷签下金额和自己的名字 微笑着扬起手臂 把欠条拿过来 这张支票 你们带回去 没想到他这么干脆利落 男子脸上露出金额的表情 他妈欠下的欠条 是圆剑吧 沈英杰眯着精明的毛子 看着他手里的欠条 你放心 这欠条绝对是圆剑 男子立即拍着心口保证 如今世道难混 很多欠债都追不回来了 现在终于追到一个 大家都很激动 未来终于有饭吃了 他们当追债的也很苦逼啊 沈英杰 你不要给他们一百万 我还不起的 游灵力抓住他的手臂 很焦急 他妈才借了五十万 沈英杰伸手摸了摸他 布满了焦急的翘脸 略显得苍白的俊脸上 带着一抹阴险邪气的笑容 没关系 你有一辈子的时间 可以慢慢还 游灵力 他是认真的吗 果然 不愧为做大事的人 做事就是干净利落 男人激动地把欠条奉上 沈先生 这是欠条原件 你不放心 可以检查一下 沈英杰伸手接过欠条 仔细看了一下 是原件没错 他微微一笑 把支票递给他们 随即撕撕撕几声 把欠条撕毁了 有借有还再借不难 以后沈先生有财政困难 欢迎 男子看着手上的欠条 脸色突然变了 咦 不对 沈先生 这支票才五十万 不对数啊 五十万就对了 伯母借你们五十万 这已经两清了 沈英杰俊脸上 露出了人畜无害的温和笑容 这家伙 太阴险了 不过他喜欢 游灵力用崇拜的眼神看着他 他怎能这么帅啊 沈英杰 你这个扑街 你耍我们 好债的瞬间震怒了 纷纷扬起了手里的铁棍 就要冲上来揍他们 我就耍你们怎么了 有种你们就冲上来 老子一枪崩了你们 看着虚弱 人畜无害的男人 突然掀开了外套 从里面抽出了一把精致小巧的枪 手臂一扬 枪口抵在了讨债老大的额头上 苍白的俊脸上 扬起浮躁的冷笑 和和气气不行 非得逼老子动粗 收钱走人 还是想横尸街头 你们自己选 老大看着额头上那冰冷的枪 顿时下的脸色发白 双腿发软 沈先生 有话好好说 你把枪抓好 千万别走火呀 他还不想死啊 呜呜 眼看着老大落在对方的手里 他身后那一群喽啰 顿时乱了震灸 不敢轻举妄动 现在想好好说话了 沈英杰唇脚微钩 犯起一抹讽刺的冷笑 欠条已经撕毁 你们收了我的支票 这笔债就清了 你不想清 那就去找阎罗王算账去吧 你要知道 老子在霍家里混的 不是吃素的 他扬着枪 往他的额头上 用力敲了两下 大家都知道 那是神一般存在的大家族 没人敢得罪 老大现在也只能探一句 时运低 忙不迭地点头 沈先生说的是 这笔债轻了 我保证 以后不会再有人来骚扰尤小姐 招惹上霍家的人 能收回本钱 就已经很不错了 沈英杰苍白的俊脸上 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轻轻收回握着枪的手 笑眯眯地说 那就好走不送了 看着那终于远离自己的枪 老大松了一口气 迅速往后退 挥手 大声说 走 看着他们如丧家之犬的匆匆逃离 游灵力回头看着身边的男人 心口里已经冒出了无数的星星泡泡 太霸气了 沈英杰唇角勾起一抹迷一样的笑容 突然啪的一声 手里握着的枪 燃起了一抹蓝色的火焰 你这是打火机 游灵力看着那亮起了火焰的枪 顿时惊愕 要是那群讨债的人知道 他们被一个打火机给吓退 肯定毁得肠子都轻了 进去吧 沈英杰把打火机放回口袋里 修长有力的手臂 揽住他的肩膀 拥着他往屋子里走去 男人身上的气息有些赤裂 一下子把他包围了 他的身体分明就很虚弱 脸色也很苍白 却莫名地给他一股强烈的安全感 游灵力的心砰砰砰地狂跳起来 脸颊泛起了妖艳的桃红 他的心乱了 你应该饿了吧 我去厨房给你做点吃 嗯 刚踏进屋子里 游灵力话还没说完 男人突然把他按在了门板上 随着赤裂的男性气息袭来 娇艳欲滴的红唇 被他强势霸道的封住了 游灵力莫地撑大毛子 感觉到那赤裂的攻击 他攥住拳头 抵在他的胸膛上 用力想推开他 但他的力量是如此强大 就算在身体虚弱的情况下 也能轻易地把他压制住 沈英杰擒住他的手 抵在他的身侧 热烈的索吻 就像是狂风骤雨般 既强悍霸道 又带着让人迷醉的温柔 游灵力觉得自己 就像是喝了酒一样 脑袋里晕晕的 全身软的就像一滩水 如果不是依附在他的身上 他恐怕已经软倒在地上了 女孩柔软的嘴唇 真甜 就像柔软的棉花糖 让他一吻便上瘾 再也舍不得放开 沈英杰凝视着他 眸光变得越来越火热 游灵力觉得自己就快要窒息了 他推举着他 结实的像一堵墙的胸膛 但他单薄的力量 又怎能顶事呢 在越来越深入的热吻中 他的呼吸 他的身心全部被他掠夺了 就在他几乎要瘫痪下来的时候 男人却突然停了下来 他离开了他的唇 下巴抵在他的肩膀上 手臂紧紧地搂住他的腰 急促的气息在空气中流动着 游灵力背靠在门板上 用力地呼吸着新鲜空气 他觉得 男人全身的重量 都压在了自己身上 他刚开始并没有觉得异样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男人压在他的身上 丝毫没有动静 他终于察觉到不对劲了 他伸手轻轻推了推他 轻声问 沈英杰 你怎么了 沈英杰的呼吸越来越重 他闭着眼睛 手掌撑在门板上 眼底闪过一抹恼怒 有些无力地说 先别动 我头晕 刚才吻他的时候 太激烈 他的伤势还没好 一时被刺激到了 让他晕得找不到北了 游灵力揪住他的衣服 什么羞涩一下子消散了 焦急地问 你的身体怎么样了 你是不是很晕 要不要去医院 我没事 就是刚才被刺激到了 才会晕 把脸埋进他的颈窝里 他才刚从医院回来 这么快又倒回去 他不想被人笑死 游灵力不敢乱动了 有些担忧 有些生气 你这个人就是这样 做事都不顾后果 明知道自己脑子有事 不能受刺激 你还敢乱来 你干 谁让你这么甜美 这么秀色可参 我就忍不住了 沈英杰手掌搁在他的腰上 轻轻抹撒着 满脸地享受 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 他终于明白这句话的意思了 他也在做死的路上 越走越远 游灵力脸红了 他抬起拳头 轻轻捶了他一下 有些娇羞地清脆 你们这些臭男人 都是一个德行 用下半身思考 沈英杰突然想起了什么 他收紧 抱着他的手臂 有些艰难的起口 你跟你的前男友 你们有没有 算了 都是过去的事情 不提也罢 游灵力听着他 犹犹豫豫地问话 忍不住扑痴地笑了 怎么 你介意吗 说不介意是骗人的 沈英杰有些心塞地说 谁还没个过去啊 你放心 我不会放在心上的 谁让他没能在那个渣男之前认识他 是他该的 他抱着他 安慰着自己 反正以后他的人生是他的了 过去不重要 现在 以后才是最重要的 嘴里这样说 但语气却酸得要命 游灵力轻声说 其实 我跟他顶多 就是拉拉手 我们没有更深入一步的动作 你可以放心了 沈英杰顿时喜出望外 神情激动地说 真的 你跟他真的没有上 我的意思是说 呸 他在说什么呀 语无伦次 沈英杰 妈的 你乱说话 我可就要生气了 反正我从娘胎到现在 都是黄花闺女 你爱信不信 游灵力撅起小嘴 不高兴地说 信 我信啊 丫头 你别生气 我只是高兴过头 才会胡说八道 沈英杰激动地把他抱得死紧死紧的 幸好那渣男没占他便宜 否则他都后悔放过他了 就该把他抓起来抱打一顿 好了 你别激动 等会刺激到你的头 你又得晕厥了 你去床上躺着 我去厨房给你弄点吃的 游灵力伸手扶着他 好 现在他说什么就是什么 知道他还是黄花闺女 他心情好 沈英杰嘴巴笑得都喝不上去了 游灵力被他笑得心都酥软了 他扶着他上床躺好 叮嘱他不要乱动 这才去厨房弄吃的 沈英杰躺在床上 伸手揉着太阳穴 压制住脑袋里的血运感 心里把余莫云的祖宗十八代骂一遍 妈的 害他关键时刻掉链子 糗大了 要是被丫头误会 以为他不行 他揪住被子的手末低一紧 突然感觉 这是似乎有点严重 这是关他的男性尊严啊 沈英杰在床上胡思乱想 满脑子猥琐念头 游灵力在厨房 给他烧一些清淡可口的小菜 哪有他那么心思 他只是单纯的 以为他受伤了 说实话 他突然停下来 他还真有点失落 想期待发生一点什么 沈英杰这边 总算是安顿好了 霍猎成和苏敬欢收拾了东西 离开苏家 来到新居时 太阳已经下山了 苏敬欢刚踏进大门 就闻到了一股美味的饭菜香味 这味道有点熟悉 他用力嗅了两下 惊喜地说 这味道好熟悉 苏敬欢正疑惑着 只见还穿着围裙的桃桃 从里面走出来 脸上带着灿烂的笑容 少爷 少奶奶 欢迎你们回来 饭菜已经备好 桃桃 苏敬欢脸上露出惊喜的笑容 快步上前去 抓住他的手 激动地说 你的病治好了 是啊 多亏少爷给我安排了最好的医师 我才康复得这么快啊 桃桃满脸感激 谢谢少爷 他没有放弃他 他才能捡回一条命 霍列臣上前 扶住苏敬欢的手 淡淡地说 以后好好伺候少奶奶 桃桃一脸忠诚的承诺 少爷请放心 他们对他的好 他铭记于心 他一定会亲近所能报答他们 桃桃 才刚康复出院 你就让他这么操劳 你太不近人情了 苏敬欢瞪了他一眼 关心地问 桃桃 你累不累 你得好好调养身子 不能让自己太劳累 少奶奶 你不要怪少爷 我已经康复了 跟正常人一样 没事 是我要求为你们做这顿入伙饭的 桃桃立即说 苏敬欢抬头看着脸色有点难看的男人 立即抱住他的手臂 撒娇地蹭了蹭 对不起 我误会你了 哼 霍列臣下巴青羊 在你心里 我就是个坏人 桃桃一看 两人耍花枪了 敏唇笑着 悄悄退回屋子里 能够回来真好 接下来 该是期待小少爷出生了 累了一天 苏敬欢用完晚餐 洗了得早 躺在床上 已经有点晕晕欲睡了 不过他惦记着暖玉的下落 硬是撑着没睡着 浴室里传来沥沥的水声 霍列臣正在里面洗澡 他拿着手机 看着群组里面的人汇报消息 心都提到了心口上 暖玉没有回家 离开医院后 行踪成迷 没人找到他 暖玉 你到底去哪了 真是担心死了 苏敬欢放下手机 看着窗外已经黑沉沉的天色 心里焦急如焚 随着一压的一声 一抹水气袭来 男人从浴室里出来 见他还没睡 眉心微粗 不是困了 还不睡 还没有暖玉的消息 我睡不着 苏敬欢转过身来 看着美男初遇的画面 脸颊微烫 他身上只围着一条毛巾 他的身材真好 身上没有一丝多余的坠肉 那完美的人鱼线 在灯光下 仿佛会发光似的 在他发烧低下的水珠 沿着他结实的胸膛往下滑 没落毛巾里 他的眸光所致 不禁惊叹 一个男人的身材性感成这样 还让不让女人活了 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 也许他存心躲起来 不想让人找到 你别担心了 你不睡觉 我们的小宝宝也要睡觉 霍列臣坐在床边 伸手附在他的肚子上 他的肚子已经很大 圆鼓鼓地鼓起来了 他摸着 俊脸上突然露出惊恶的表情 宝宝动了 这是胎动 见到他那大惊小怪的样子 苏静欢忍不住扑斥地笑了 就该让他的属下来看看 他此刻的蠢样 人前威风凛然 泰山崩于前色不变的总裁大人 竟然被胎动给吓倒了 霍列臣感觉到手掌下 就像鱼儿划过一样 他激动地说 宝宝在跟我打招呼了 真怪 他都迫不及待 想看到他长什么样了 看到他那激动的表情 苏静欢也很高兴 他是真心期待这个孩子的到来 希望这孩子 能够治愈他童年的不幸 他拿起毛巾 擦拭着他头上的湿发 轻微的眸子 练咽着一抹笑意 宝宝的胎动会越来越频繁 我们要进行胎叫了 胎叫 霍列臣猛了一下 随即点头 一本正经地说 以后我每天给宝宝念一篇生意经 教育孩子的 从他而抓起 苏静欢的脸瞬间黑了 你开玩笑的吧 我认真的 霍列臣俯身趴下 贴在他的肚子上 有点小兴奋地说 你是霍家的继承人 以后要继承霍家的一切 你得比其他孩子更加努力 你只能成为 清出于蓝而胜于蓝的继承人 不能让自己成为废人 霍列臣 你太过分了 我才不会让我的孩子 变成只会做生意的机器人 我要他快乐成长 拥有一个美好的童年 苏静欢推开他 气嘟嘟地说 霍列臣唇脚微钩 鄙视地说 长成勤明吸纳得性 你就高兴了 你什么意思 你这是暗示我 死母多半吗 苏静欢抓着枕头准备砸过去 瞇着轻眉的水眸 眸光电光火时间 闪现着琵琶的危险光芒 一看娇气生气了 霍列臣瞬间描怂了 他伸手抱住他 低头吻着他气得撅起来的红唇 低沉的嗓音煽情地哄着 我的媳妇怎么会是慈母多半 我媳妇是慈母出孝子 媳妇 天黑了 该睡觉了 今天事这么多 他没睡午觉 他的眼皮都千斤重了 苏静欢顿时有些哭笑不得了 他松开了抓紧枕头的手 小马 你太不要脸了 不要脸 总比被媳妇赶出去 没得抱着他睡觉墙啊 霍列臣吻着他 握住他有些冰凉的手 随即捂在自己的心口上 把他的手捂热 男人的身体 就像一个在燃烧着的火炉 苏静欢依偎在他的怀里 身上的寒意都被驱赶了 他伸手搂住他的脖子 回应着他的吻 心里就像倒了一罐蜜糖 甜腻的化不开了 荡漾着水雾的美眸 一瞬不瞬地凝视着他 他的男人长得真好看 他想他这辈子都不会看腻他 看着就觉得赏心悦目 霍列臣顺吻着他娇艳的红唇 低沉的嗓音 透着催眠的魔力 轻声哄着 睡吧 万事由你老公我扛着 嗯 苏静欢慢慢闭上眼睛 在他温柔地吻下 渐渐放松了身体 霍列臣赤裂的手掌 轻轻抹扎着他的脸颊 深邃的目光越发宠密 直到床头上的手机震动起来 他拿起来一看 是公司的属下打来的 他见他已经睡着 这才轻轻翻身下床 给他噎好被子 拿着手机到书房去 病毒入侵的影响 公司的几个大项目被迫喊停 资金回流出现了断层 霍氏集团是大家族生意 牵易发动全身 加上现在已经年底 快过年 很多事情需要他去处理 少爷 少奶奶睡着了吗 滔滔在外面候着 压低声音询问 他要准备夜宵了 霍列臣轻轻拉上房门 低声说 他累坏了 今晚应该不会醒 你去休息吧 孕妇很容易 我先去厨房准备夜宵 等他醒了热一热就可以吃了 陶滔立即说 霍列臣微点了一下头 迈开脚步走向隔壁的书房 他得赶紧把这些 让人头痛的事处理好 现在天气寒冷 就算里面开了暖气 没有他在 苏敬欢也很容易会惊醒 陶滔退出去 去厨房准备夜宵 他这辈子最大的幸运 就是遇上少爷和少奶奶 他要努力报答他们 夜深人禁食 卵玉和鱼墨云 还在悬崖下面的山洞里 卵玉确定了 没有人找他们 他才赶在山洞里 点燃一堆篝火 他摘了一些野果冲击 发现山洞里有燕子窝 他掏开一看 惊喜地发现 竟然有燕窝 他立即找了椰壳 用椰子水炖开 于墨云身受重伤 还晕迷不醒 他为她喝水 他也喝不进去 看着她那奄奄一息的模样 想起她对自己所做的种种 他真的想不理她了 但每次脚步走到山洞口 就再也迈不出去了 于墨云 我上辈子欠你的 卵玉流着泪 含了一大口燕窝椰子水 低头附在她的唇上 一点一点地补进她的嘴里 漫长的一夜悄然流逝 苏静欢醒来时 天已经大亮 身边的床位已经空了 他伸手摸了摸 上面一片凉意 心里不禁有些愧疚 他知道霍裂成的公司 受到最近病毒的影响 出现了很严重的问题 他白天陪着她 晚上就得熬夜加班 再这样下去 他的身子肯定吃不消 他披上外套 穿上棉拖鞋 推开房门 就听到 外面有人在说话 他侧耳倾听 是霍裂成和珍妮 他怎么来了 珍妮是霍家的管家 他应该留在霍家里 照顾霍夫人才是的 难道出了什么事 他们才刚搬过来 他就找来了 苏静欢轻轻走过去 只见珍妮憔悴了很多 眼睛不满血丝 显然没睡好 他恳求着霍裂成 少爷 夫人现在真的很需要你的关心 你就回去看看他吧 夫人有病 你应该带他去看医生 我回去看他有用吗 霍裂成眉头紧皱 骏冷的脸上满是冷漠 夫人这是心病 自从轩少去世之后 他的身体就每况愈下 再这样下去 我怕他熬不住 你回去劝劝他吧 珍妮焦急地说 你不用多说了 他们的事 我不想管 你回去吧 他不想插手他们的事情 他和苏静欢 很不容易安定下来 他不想再被他们 打破这个难得而来的宁静 少爷 夫人有再多的不是 他毕竟是你的亲生母亲 如今少奶奶也怀孕了 你们该知道 十月怀胎有多不容易 珍妮眼睛红了 苏静欢低头 看着自己隆起的肚子 犹豫了一下 抬起脚步 慢慢走了出去 霍裂成见他出来了 立即迈开长腿 来到他的面前 伸手把他身上的外套 拢紧 你醒了 嗯 苏静欢抬头看着发愁的珍妮 关心地问 珍妮 婆婆的情况怎样了 珍妮忧愁地叹了一口气 担心地说 夫人得了预造症 他把老爷刺伤后 情绪一直很低落 嘴里一直喊着喧哨的名字 不吃不喝也不睡觉 我真的很害怕 怕他熬不住 霍裂成抿着薄唇 拳头微钻了一下 其实他心里 也挺担心霍夫人的 只是想起他的 对自己的态度 他心寒 苏静欢挽着霍裂成的手臂 担忧地说 裂成 婆婆的情况这么严重 我们回去看看他吧 他毕竟是他的生母 做儿子的 怎能对自己的生母 不闻不问 他也是即将为人母的人 将心比心 他也不想自己的孩子 用这么冷漠的态度对自己 倩妮的脸上 扬起一抹灿烂的笑容 我已经睡得够够了 一点都不累 珍妮在一旁 立即说 我替夫人谢谢少奶奶 难得少奶奶不计前嫌 肯放下成见 劝少爷回家 他心里很感激 珍妮 不用客气 这是我应该做的 苏静欢微微一笑说 先去用餐 桃桃已经准备好 早餐了 霍裂成怕他饿着肚子了 苏静欢仰手看着他 巧笑倩熙 乖巧地点头 好 这男人就是口是心非啊 分明心里担心着霍夫人 却放不下面子去看他 姐姐 你们要去哪里 我也要去 已经闷坏了的小远跑过来 眼巴巴地看着他们 苏静欢伸手摸了摸他的脑袋 直到他闷坏了 便说 我们要去姐夫家 你想去 就和我们一起去吧 小远立即高兴地欢呼了 好棒啊 我还没去过姐夫家 带你去是可以的 不过你要听话 去到那里 不能吵吵闹闹 苏静欢神情严肃地说 小远忙不迭点头 乖巧地说 姐姐放心 我一定会听话 乖乖地 不闹事 不闯祸 小远真乖 苏静欢来到餐厅坐下 结果淘淘递过来的温牛奶 喝了一口 看向身边的男人 还没暖浴的消息吗 霍烈成摇头 你说的那几个地方 我派人去仔细找过 没有消息 我看他是存心躲起来 不让人找着 苏静欢的眸光黯然了 他握着杯子 默默地喝着牛奶 他已经失踪一天一夜了 他到底跑哪里去了 真是让人担心死了 霍烈成握住他的手 眉头微醋说 他这么大的人了 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你就别担心了 他怀着孕不知所踪 他不担心才怪 苏静欢把杯子里的牛奶喝完 微扯唇角 轻轻点了点头 希望他能早点想通 暖浴室存心躲着他们 他不想让他们发现 于墨云还活着 在悬崖底 天一亮 他就把篝火熄灭 他生上去的烟雾被他们发现 于墨云今天的气色 比昨天好了许多 气息也强了 但他还没有清醒过来 暖浴为他喝了很多燕窝 野外的山草药很有效 他的伤口渐渐愈合了 他重新给他换了草药包扎好 突然一股恶心涌上心头 他赶紧冲出山洞 浮在一棵树下 单吐了起来 在悬崖底 没有什么好吃的 他就吃了一些野果和燕窝 这些东西 根本不能填饱肚子 他吐出来的 都是黄胆水 他近乎虚脱地滑下身子 坐在树下 伸手摸着恶的咕咕叫的肚子 忍不住难过的讨好大哭 他为什么要把自己弄成这德性 呜呜 余墨云 你这个魔鬼 你死有余辜活有余罪 每天死这么多人 你为什么还活着 呜呜呜 如果不是他 他怎么会落得如此下场 把自己的身心都陷了进去 漂亮的女人会骗人 长得帅的男人更会骗人 余墨云 我恨你 我恨死你 呜呜 暖浴伸手抱住脑袋 埋手在膝间 哭得更伤心更难过 他恨余墨云骗他利用他 但他更恨自己 为什么这么轻易相信别人 如果他一直坚决 不陷入他的美男计 他就不会跟最好的朋友决裂 伤了他的心 就在他哭得撕心裂肺 山崩地裂时 前面突然想起一把 虚弱低沉的男子嗓音 你哭什么 暖浴想过千百遍 等他醒来的时候 他会怎么面对他 却没想到 是在自己哭得这么狼狈凄凉的时候 他抬起了满脸泪水的脸孔 看着眼前煮着树枝 一脸虚弱 仿佛风一吹就倒的男人 他愣住了 男人五官深邃的混血俊脸 即使上面布满了乌迹 却依然掩盖不住 那万种风情的绝代风华 那一双狭长的眼睛 透着一抹迷茫 暖浴伸手撑着大树 慢慢站起来 看着这张把自己伤透了的俊脸 他用力攥住拳头 握得咯咯作响 你没事吧 于墨云看着他 见他满脸泪水 心头墨地颤动了一下 他伸手 想帮他擦眼泪 但他太虚弱了 手离开树枝 他就要倒下了 他刚才在山洞里醒过来 听到他的哭声 他是硬撑着走过来的 暖浴站在他的面前 看着他脸上 那人畜无害的温和表情 气顿时不打一出来 事到如今 他还想在他的面前装吗 他红着眼 神情变得猙獰的怒吼 我有没有事 你心里没数吗 渣男 既然他想得到的人是苏静欢 他为什么要招惹他 还让他怀上他的孩子 他简直是世纪级的艰难 于墨云看着他脸上 那满脸的愤怒和恨意 顿时愣了一下 神情更加迷茫了 你为什么叫我渣男 我伤害过你吗 暖浴称大毛子瞪着他 瞳孔墨地紧缩 愤恨地说 于墨云 你做了这么多丧心病狂的事 你还有脸反问我 你还是不是人 眼前这个女人 似乎恨透他了 于墨云看着他 脸上的表情更加茫然了 你的意思是 我是坏人吗 靠 他这是在耍他呢 暖浴终于忍无可忍 仰起手掌 用力往他的脸上招呼过去 啪的一声脆响 他充满恨意的怒吼 你不是坏人 难道你是好人吗 于墨云的身体很虚弱 他挨了他一巴掌 只觉得脑袋翁的一声 身上的力气再也支撑不住 咚的一声 倒在了地上 虚弱地喘着气 于墨云 我来这里找你 并不是代表我原谅你了 我恨你 这辈子 我都不会原谅你 当初他是怎么骗他的 那些让他痛得撕心裂肺的场景 历历在目 而最致命的是 他在苏静欢的面前 向他开了一枪 他发过誓 他要报仇 绝不原谅 看着女孩脸上 那近乎猙獰的恨意 于墨云的心 瞬间沉落到了谷底 看来他以前真的伤他 伤得很严重 他挣扎着从地上爬起来 海洋一样 深邃温暖的眸子看着他 满脸抱歉地说 如果我以前伤害了你 我向你道歉 很对不起 于墨云 你真的太渣了 什么叫如果 你连道歉都这么敷衍 你怎么不去死 暖玉更气了 再次扬起了手掌 愤恨地用力 往他的另一边脸招呼过去 咚的一声 于墨云再次摔倒在地上 他布满乌迹的脸颊 已经红肿起来 嘴角渗出了一丝血迹 可见暖玉那两巴掌 打得有多用力 对不起 于墨云挣扎着想要爬起来 但身上的力气已经耗尽 他一焦急 双眼一翻 晕过去了 喂 你不要装死 见他突然没了动静 暖玉的心磨地一紧 原来他是晕过去了 他瞪着充盈着水雾的毛子 狠狠地瞪着他 于墨云 我永远不会原谅你 我要你为自己犯下的错 付出沉重的代价 暖玉伸手擦干了脸上的泪水 抱住他的脚 艰难地把他拉回山洞里 苏静欢找不到他 他一定不会放弃 他一定会继续让人来这里找 他得躲起来 他绝对不能让他们发现 于墨云还活着 他的命是他的 谁都无法躲走 暖玉的猜测没有错 苏静欢一直没有放弃找他 他把他可能去的地方 都告诉了霍烈臣 让他安排人去寻找 他去霍家的刺数屈指可数 这次更是婚后第一次登门 霍老爷被霍夫人刺伤后 他就搬到外面驱住了 偌大的霍家大宅 变得清冷了 哇 姐夫的家好大 就像公园一样 走不到尽头 小远跟着他们进去 脸上不断露出惊讶的赞叹声 苏静欢看着他抿唇而笑 霍家是景城最有钱的大家族 象征霍家的大宅 当然不能寒酸 这是霍家的面子 小心台阶 霍烈臣握着他的手 在上台阶时细心地提醒 苏静欢回眸一笑 灿烂的阳光下 更显得他脸上的肌肤雪白 仿佛白玉雕琢般 不经意地一笑 便是倾国倾城 让旁边的人都看待了 屋子里响起了霍夫人 有些嘶哑的叫声 邵轩 我的邵轩 妈妈很想你 你在哪 邵轩 苏静欢脸上的笑容顿时凝结了 霍夫人嘶哑的声音 透着无尽的忧伤和悲痛 霍少轩去世这么久 他还没能走出来 霍烈臣握着他的手 微微一紧 眸光渐渐变得黯然 苏静欢看着他 轻声说 霍夫人一子情深 他觉得自己愧对他 才会念念不忘 霍烈臣唇角微钩 语气有些淡地说 我没事 见识过霍夫人的厉害 小远不敢再说话了 小心谨慎地跟在他们的身边 在大厅里 昔日里端庄优雅贵气的霍夫人 此刻变得失魂落魄 双目无神 眼睛空洞 嘴里不断念叨着霍少轩的名字 让人看着很是心酸 霍烈臣从没看过 他这么颓迷的样子 心紧揪着 到底怎么做 才能让他放下霍少轩 婆婆 苏静欢走上前 看着他 轻轻唤了一声 霍夫人身体末地一颤 慢慢抬起头 事先落在他的身上 半想 眸光一到有些胆怯地 看着自己的小远身上 他突然眼睛一亮 脸上露出了欣喜的笑容 少轩 我的少轩 你终于回到妈妈的身边了 你不要再离开我 妈妈太想你了 霍夫人突然来一出 大家都吓猛了 小远站在那里 不敢乱动 抬头看着苏静欢 满脸不知所措 婆婆 他是我的弟弟小远 他不是宣少 苏静欢担心 他会弄伤小远 有点焦急了 谁说他不是我的少轩了 这眼睛 这鼻子 这嘴巴 跟我的宣少长得一模一样 霍夫人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然后转向小远 脸色温和地轻声说 少轩 妈妈以为你不要我了 姐姐 姐夫的妈妈怎么了 小远不知所措地看着他 被霍夫人抱着 他也不敢推开他 也不敢挣扎 霍夫人把小远当成宣少了 看来他真的得病了 而且还病得很严重 苏静欢见他如宝贝似的抱着小远 知道他不会伤害他 脸上随即露出温和的笑容说 小远 以前宣少哥哥要捐骨髓给你 最后虽然没捐成 但最终救了你的人是姐夫 现在姐夫的妈妈生病了 但是我该怎么抱 他小小的脸上露出了忧愁的表情 很简单 宣少的妈妈很想念宣少 但宣少上天堂当天使去了 宣少妈妈思念成吉 他太想念宣少了 他现在把你当成是宣少 你就暂时假扮自己是宣少 安慰他 帮他治好病 这样就报答了 苏静欢微微笑着说 小远懂事的说 好 我听姐姐的话 我要帮宣少的妈妈治病 小远真怪 那你以后就喊他妈妈好不好 苏静欢见他这么配合 心里很高兴 小远看着一脸疼爱的看着自己的霍夫人 张开嘴巴 甜甜地喊了一声 妈妈 我回来了 少轩 你叫我妈妈了 你认我了 我的少轩 霍夫人抱着他 激动得泪如雨下 他伸手捧住他的脸 不断地在他的脸上亲着 妈妈 你不要哭 小远抬起小手 轻轻擦去他脸上的泪水 脸上扬起灿烂的笑容说 笑一笑十年少 愁一愁白了头 这可不好 少轩真怪 妈妈这是高兴 喜极而泣 少轩 你肚子饿了吗 珍妮 霍夫人焦急地喊着 珍妮在一旁看着 早已经感动得眼睛湿湿的 她立即说 夫人 我马上去拿轩少最喜欢吃的零食 少轩 以后你就留在妈妈的身边 不许再走了 霍夫人抱起小远 沉寂的眼睛 焕发了闪亮的光芒 小远搂住他的脖子 甜甜地说 除了妈妈身边 我哪里都不去 看着小远把霍夫人哄得这么高兴 霍列臣握住苏敬欢的手 狄沉的嗓音透着感激 谢谢你 自从跟霍少轩闹矛盾之后 他已经很久没有在他的脸上 看到真正的笑容 苏敬欢仰手看着他 清美的眸子 练咽着脚侠的笑意 痴痴地笑着说 我们之间还需要说谢谢吗 要真算起来 谁欠谁真牵扯不清了 霍列臣唇角微钩 脸上露出一抹邪气 媳妇说得对 为夫一定身体力行地表示 他修长有力的手臂 还住他的腰 手掌抹撒 似乎在暗示着什么 苏敬欢瞄懂了 这男人 他的脸颊微微发烫 他拉开他的手臂 轻哼一声 霍列臣 大家都在盯着呢 你给我正经点 霍列臣伸手刮了一下他的鼻子 喉尖发出低沉的笑声 宠溺地说 好好好 听媳妇的话 孕妇不能老站着 赶紧去沙发上坐着 他扶着他 在霍夫人对面的沙发坐下 霍夫人看着小远 笑得合不拢嘴 这是珍妮拿着一篮子的零食来了 那些都是宣少小时候 最喜欢吃的零食 调选的 健康又有营养 吃了不上火 你都吃点哦 霍夫人拿起零食 催促着他吃 小远之前因为生病要借口 不能吃零食 现在看到那一大堆零食 两只眼睛都发亮了 他看向苏敬欢 没有他的允许 他不敢吃 小远 你的病已经好了 吃一点零食没关系的 霍夫人对他这么热情 他怎么忍心让扫他的心呢 小远得到得到允许 顿时喜不自禁 他拿起一块地给霍夫人 高兴地说 妈妈 你也吃 我的少轩真怪 霍夫人就着他的手 咬了一口饼干 感动得眼眶泛红 他儿子又回到他的身边 真好啊 苏敬欢看着他们 心却酸酸地 他把珍妮叫过来问 珍妮 霍夫人病得这么严重 你怎么不早点 告诉少爷 珍妮看了霍烈尘一眼 轻声说 我有告诉少爷 只是 苏敬欢懂了 之前霍夫人的所作所为 太伤霍烈尘的心了 他握住男人的手 安抚地轻轻拍了一下 问 医生怎么说 医生说他这是心病 心病还需心药医 但宣少已经不在 珍妮哽咽地说着 看着跟小远玩得 很开心的霍夫人 难过地说 我已经很久没有看见 夫人笑得这么开心了 少奶奶 谢谢你 她的病能不能治好 还是未知数 不过现在小远能够治愈她的心 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哟 今天是吹了什么风 把烈尘尼给吹回家里来了 你妈病得这么重 还把我大哥刺伤了 我还以为你 这辈子都不想回来 霍正男的弟弟霍正熙来了 看见他们在 脸上露出了阴阳怪气的神情 说话更是句句有次 霍列尘脸色一沉 冷冷地说 这里是我家 我想什么时候回来 就什么时候回来 不需要向任何人报呗 你这孩子 结婚了还一副 目无尊长的狂拽姿态 我怎么说 也是你二叔 霍正熙满脸不悦 霍列尘脸色更冷了 深邃的墨眸 染上一抹深沉的寒意 你还知道自己 是我二叔 就不应该在公司里趁火打劫 苏静欢有些惊愕 霍正熙的儿子 联合外人 出卖自家公司的事情 他是知道的 没想到他居然也干 这种数点忘组的龌龊事 果然不是一家人 不进一家门 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被霍列尘这不给面子的对 霍正熙脸色瞬间变得难看了 他好歹是他二叔 也是公司的股东 他压下心底里的怒火 脸上挂起虚弱的笑容 列尘 你说的是什么话呢 我这也是为了公司好 好了 在家里就不要说公事 我今天是来谈家事的 霍列尘脸色更冷 我想我们没什么好谈的 你这话说的 太不尊重他 这个长辈了 霍正熙被他气得想抱走了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盒雪茄 他抽出一根钢响点燃 二叔 我媳妇怀孕了 你要抽烟 请到外面去抽 霍列尘凌厉的视线 一下子就扫过来 你 霍正熙气得磨牙 他想抽个雪茄还不行 他用力咬了咬 慢慢放下打火机 气呼呼地说 我不点了 行吧 见他被霍列尘气得 脸红脖子粗的样子 苏静欢差点忍不住笑了 随即又忍不住心疼 这豪门是非多 霍正男风刘成性 只顾着跟外面的女人鬼混 而霍夫人的心思 都在霍少轩身上 爸爸不管 妈妈不疼 还得应付这些豺狼亲戚 他以前过的日子 真艰难 并不比他好 霍正熙看着此刻心思 都在小远身上的霍夫人 心里打着小算盘 舔着脸 笑呵呵地说 烈尘 你也看到了 你爸现在不愿意回来住了 你跟侄媳妇又在外面 大嫂又变成这样 我很是担心啊 霍列尘握着苏静欢的手 唇角微勾 不冷不热地问 二叔 你到底想说什么 我是想这样的 霍正熙笑呵呵地说 大嫂变成这样 我们都很担心 特别是你二婶 她担心的整晚都睡不着 担心大嫂什么时候会犯病 她现在这种情况 也无法打理这么庞大的霍家 所以 我们商量着 我跟你二婶搬进来 一边可以照顾大嫂 一边也可以帮忙打理霍家 霍列尘俊冷的脸上 慢慢扬起一抹讽刺的冷笑 二叔 你这如意算盘 倒是打得响 你当真以为我们大房没有人了 你想进来就能进来 她想当霍家的当家 想得太美好了 你怎么说话呢 我也是一片好意 霍正熙黑着脸 有些焦急地说 就算你跟大嫂关系不合 你也不想看着她 病死在霍家里 没人看吧 二叔 我婆婆的身体好得很 她一定可以百年不老 苏静欢亲媚的眸子 练艳着一抹灿烂的笑意 你放心 我们今天回来 就是打算搬回来住 有我们照顾婆婆 二叔可以放心了吧 霍列尘没想到她会这么说 她低头看着她 脸上露出了惊恶的神情 苏静欢仰手回她一笑 手掌轻轻拍着她的手背 微微点了点头 霍正熙看着他们 差点把嘴里的雪茄咬断 你们 真的要搬回来住 婆婆生病了 我们回来照顾 她是应该的 就不劳二叔和二婶费心了 苏静欢接过珍妮递来的茶杯 优雅大气地喝了一口 说 珍妮 我们的房间都准备好了吗 听到他们要回来住 珍妮高兴死了 她激动地说 少奶奶 你们的房间早就准备好了 我每天都让人打扫整理 你们随时可以搬回来住 以后 霍家不会再像一座死城一样了 等少奶奶生了小少爷 就更热闹了 这才像一个家 珍妮光是想就觉得兴奋 本来想入主东宫的二叔 美梦一下子被敲碎 她把嘴里的雪茄取出来 狠狠地用力折断 用力塞进烟灰缸里 脸色发青地站起来说 有你们照顾大嫂 我就放心了 二爷 我已经吩咐厨子 准备好午餐了 你要用餐吗 珍妮微笑着问 吃什么 就算现在给她吃龙肉 她也吃不下了 霍正希满脸不悦地说 不吃了 说完 迈开脚步 怒气腾腾地离开 自己想要的东西没得到 还被对得一脸屁 她今天也是够呛了 霍正希一走 空气都变得清新了 媳妇 你真的打算搬回来这里住 霍列成握住她的手 低沉的嗓音 透着一抹性感的嘶哑 你不想在这里住 不用委屈自己的 苏静欢抬头看着一脸宠溺的 跟小远玩得很开心的霍夫人 唇角微钩 倾城一笑 现在婆婆有病 如果我们置之不理 太不笑 我不想你被人骂是不笑子 霍列成的心意紧 她知道 她是为她做下的决定 她嘶哑地说 你不用顾虑我 别婆婆妈妈了 你看婆婆多喜欢小远 如果小远能够治愈她的病 宣绍在天之灵 一定会很安慰的 宣绍死得太冤枉 她知道 霍夫人因为自己的死 变成这样 她一定会很伤心的 欢欢 谢谢你 霍列成抱着她 内心很激动 她低头在她的额头上 吻了一下 心里暗暗发誓 她这辈子绝不负她 不管遇到什么危险 就必定以命相护 不让她受到一丝一毫的伤害 都老夫老妻了 还说这种肉麻话 苏静欢靠在她的怀里 看着跟小远玩耍的霍夫人 抓住她的手 轻轻按在自己的肚子上 宝宝在里面活跃地动了起来 她唇边的笑意更深 连宝宝都赞同她做的决定了 苏静欢和霍列成 刚决定搬回霍家住 霍震男马上就知道了 她生气得大发雷霆 他们疯了吗 那疯婆子疯起来会杀人的 他们还往狼窟里跑 她都已经搬出来 决定远离那疯婆子了 霍列成是他们霍家的继承人 病情稳定下来了 应该不会犯病了 保镖禀告说 霍霍男惊饿了一下 随即冷笑 她犯老年痴呆症了 保镖嘴角微抽了一下 不敢说了 霍霍男站起来 眉心紧促说 被车去沈英结家 受了这么重的伤 一声不吭就出院 她很担心 我马上去 保镖赶紧去车库取车 游灵里一早醒来 就开始准备早餐 然后打扫卫生 把屋子整理得干净整洁 一尘不染 这些重活交给终点工作就行了 你不要太累 沈英杰醒来 见她在打扫卫生 立即说 没事 反正我闲着也是闲着 打扫卫生这些事 也不是什么粗重活 我能做的 她昨天帮她 还了五十万的债 她哪里还好意思什么不做 翘着脚等吃啊 她把妈不放下 笑着说 我准备了早餐 有熬粥和鸡蛋三明治 我去厨房给你端来 沈英杰跟着她走进厨房里 见她在忙碌 她走过去 伸手在背后抱住她 埋手在她的颈窝里 吸着她身上那一抹清幽的香味 顿时觉得提神醒脑 心旷神疑 她迷醉地说 你真香 让她心神荡漾 想一口把她吃掉 男人温热的气息 喷洒在她的耳边 游灵力顿时如遭雷击 全身一颤 手里端着的盘子差点摔了 她红着脸 沈英杰 你压正经点 一大早就聊她 没个正经的样子 是谁说自己是不婚族 讨厌女人的 她觉得 她以前八成是忽悠她的 现在你是我的女朋友 我为什么要正经 我想亲你就亲你 想碰你就碰你 谁敢有意见啊 沈英杰伸手 把她的脸转过来 低头掘住 她的娇艳的红唇就闻起来 软软的 甜甜的 闻起来真舒服 游灵力赶紧把盘子放下 转过身来 伸手抵住她的胸膛 脸颊燥了 沈英杰 我在端早餐呢 你别在这胡来 现在天气这么冷 周冷了不好喝 而且对肠胃不好 凉了 才可以更好入口啊 你脸红的样子真可爱 让我想 沈英杰脸上 带着坏坏的邪笑 伸手抬起她的下巴 低头 用鼻子蹭了蹭她的脸颊 随即出其不意 再次掘住她的红唇 用力地稳了起来 修长结实的手臂 搂住她的腰 用力往自己的怀里带 那强悍的力量 让两人紧贴着 没有一点的戏缝 嗯 游灵力想起昨天 她吻她 吻到头发晕 她赶紧抓住她的肩膀 焦急地闪躲着 沈英杰 你消停一点 你的身体还没恢复 你不能这么放肆 我不想再拉你 去医院了 嗯 提起昨天的事 沈英杰就觉得丢人 恐怕没有一个男人 能丢得起这种面子 吻着吻着 头晕得吻不下去 她就是为了证明 自己不是不行 她抱着她 不容她挣脱 强势霸道地越吻越狂 这家伙听不懂人话吗 游灵力真担心 她承受不了又晕过去 但是男人强悍的力量 她根本挣脱不了分毫 软成了一滩水 她想 此刻就算她想 对她做更过分的事 她也没有办法拒绝了 暧昧的气息 在空气中不断渲染胶织 墨地 清脆的门铃声 划破了以你的气氛 游灵力的身体一将 攥住拳头垂着她的膀子 焦急地说 有人来了 快放开我 哪个不实相的混蛋来了 得不到满足的男人 满脸的不悦 这种时候还来串门子的 应该是有挺重要的是吧 我去开门 游灵力伸手拍着脸 脸颊好烫好热 等等 沈英杰抓住她的手 把她拉回来 伸手把她被自己 扯开的衣服拢起来 用手当梳子 把她凌乱的头发梳理好 说 我去开门 你在这等一下再出去 她双眼迷离 脸颊泛红 嘴唇被她吻得娇艳欲滴 她才不想让外人看到 她这性感的一面 游灵力在玻璃里 看到自己狼狈的样子 脸颊更红了 她有点娇羞地低头 轻声说 那好吧 我等会给你端早餐出去 沈英杰低头吻了吻她的 微中起的红唇 依依不舍地转身出去 她穿过大厅 拉开门 看到站在外面的人 顿时愣了一下 霍老爷 你怎么来了 她真没想到 来人会是她 有点受宠若惊 赶紧说 外面风大 赶紧进来坐 霍震男看她脸色已经好了许多 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 她走进大厅里 看着那干净整洁的 一尘不染的屋子 惊讶地说 地方倒是打扫得挺干净的 沈英杰伸手挠了一下脑袋 笑着说 是灵力整理的 她可能干了 比我请的终点工干得好 提到游灵力 霍震男的眸色明显沉了一下 她还惦记着 游灵力没有照顾好她 让她摔倒的是 她在大厅的沙发坐下 关心地问 你的身体恢复得怎么样 现在头还有没晕 沈英杰脸上露出一抹有些憨的笑 微微摇头 有劳老爷挂心了 我现在已经好很多了 今天也没有出现头晕什么的 道是老爷 你的手没事吧 他看着他手上绑住的绷带 他也有耳闻他被霍夫人刺伤的事 说实话 他很震惊 他们虽然貌合神离 但也不至于动手啊 我没事 小伤而已 我是有事路过这边 顺便来看看你 霍震男拿出精美奢华的烟盒 抽了一根昂贵的雪茄出来 刚想点燃 见他脸色还是有点苍白 又把雪茄放回烟盒里 沈英杰立即说 老爷 你想抽烟尽管抽 没关系的 不聊 霍震男把烟盒放回口袋里 用力嗅了两下 惊讶地说 好香 是皮蛋瘦肉粥的香味 我很久没有喝这种粥了 是林立熬的粥 我去叫林立给你盛一碗 沈英杰立即站起来 霍震男是有钱人 吃喝的都是名贵的山珍海味 像这种普通的食物 根本不会出现在他的面前 倒是他挺爱吃的 因为这是他妈妈经常给他熬的粥 自从他妈妈去世之后 他就再也吃不到好吃的皮蛋瘦肉粥了 是林立给了他惊喜 他熬的粥 有几分像他妈妈熬的味道 每次他总是吃得津津有味 霍震男看着他的背影 脑海里却浮现了另一个人的背影 眼眶不禁微热 遗憾的是 他再也听不到那句话了 沈英杰来到厨房 见尤林立正在承舟 便上前说 霍老爷来了 他看起来好像还没吃早餐 给他也盛一碗吧 霍老爷来了 尤林立手微顿了一下 脸色微微沉了一下 这霍老爷架子可大了 沈英杰踩到香蕉皮被摔倒的那一碗 他把他骂得狗血淋头 仿佛是他害他摔倒似的 他现在心里还有阴影 是啊 怎么了 沈英杰见他脸色不太好 伸手摸了摸他的脸 霍老爷脾气是坏了一点 不过他对我挺好的 尤林立回头望着他 不禁想起了霍夫人在医院里闹腾的事 他明里暗里讽刺沈英杰跟霍老爷关系亲密 非同寻常 就只差没挑明了说 他是他的私生子了 这霍老爷受伤了 还大老远跑来这里看他 这么刻意 让他不得不怀疑 沈英杰 为什么霍老爷对你这么好 他觉得霍老爷对自己的亲生儿子霍列臣 都没这么好 因为 沈英杰眸色突然黯然了下来 他伸手端起灶台上的一碗粥 拿了一个小汤勺放在里面 微耸间 嗓音有些嘶哑地说 我爸爸是因为就他殉职的 他觉得对不起我爸 所以对我特别好 对不起 让你想起了伤心往事 尤林立见他脸色变得忧伤 心里不禁一痛 他自从认识他到现在 不管是正常的还是不正常的 他都总是这么乐观积极 从没见过他伤心的样子 没关系 我先把粥端出去给他 让他自己一个人在大厅里等久了不好 沈英杰端着粥 迈开长腿 快步走了出去 尤林立看着他的背影 扮想这才把早点放在托盘里 随后端出去 霍震南站在大厅里 拿出了眼镜带上 看着墙上挂着的一副全家服 那照片已经有些老旧了 一对年轻的夫妻 中间是一个几岁的小男孩 是沈英杰和他的双亲 他的视线落在女子的脸上 脑海里不禁浮现起了一幕幕 仿佛发生在昨日的事 一个围着围裙的女人 端着一碗粥从厨房里走出来 他长得并不是特别的出众 也不是那种倾国倾城的大美女 不过他很耐看 脸颊旁还有酒窝 笑起来特别的甜 他说 南哥 我熬了皮蛋瘦肉粥 你来尝尝 像你这样的少爷 应该没有喝过这种粥吧 他说的没错 鱼翅燕窝 暴身赤肚 他是吃的不少 像皮蛋瘦肉粥这种普通食材的粥 他还真是第一次吃 没想到一吃就上瘾 后来 他为了家族事业 娶了霍夫人 而他也嫁给了别人 一次偶然的机会 他们重逢了 他的丈夫失业了 生活很穷困潦倒 他不想让他吃亏 他给了他丈夫一份高薪的差事 让他当了自己的贴身保镖 没想到 他的一番好意 却断送了他丈夫的命 他们本来挺幸福的一家三口 如果不是他 他们根本就不会家破人亡 他看着相片里的人 眼眶有些不惊有些泛红 是他害了他 霍老爷 这是林立熬的粥 你尝尝看 我觉得挺好喝的 沈英杰把粥放在餐桌上 招呼他过来喝粥 好 霍震男把眼镜摘下来 伸手轻轻擦拭了一下眼角 脸上的神情已经恢复如常 他迈步走过去 嗅到那一股熟悉的皮蛋味 他有些迫不及待地拿起汤匙 挖了一手 沈英杰见他这么焦急 赶紧出声提醒 霍老爷 小心烫嘴啊 霍震男手微顿 脑海里又浮现起了 那脸上始终带着甜美笑容的女人 提醒他 南哥 小心烫 霍老爷 你怎么了 见他突然愣住了 沈英杰挑眉问 没什么 只是突然想起你爸爸 这么多年过去了 我还是经常会想起他 当年不是我让他来当我的保镖 也许他就不会一年早逝 霍震男吹凉了粥 喝了一口 材料是对了 但味道已经不是当年的味道了 霍老爷 你千万别这样说 当年不是你给我爸机会 说不定我们一家三口都饿死了 更何况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 生死有命 你不要怪自己 沈英杰连忙说 他从来没有责怪过他 这也让他感到更愧疚了 这辈子是他亏欠了他 游林里端着早餐出来了 看着坐在餐椅上的霍老爷 顿时觉得他身上都有光环 真不敢相信 锦城的大佬竟然亲自来这里 他还有幸跟他同桌吃早餐 这是多少人想要的饭局啊 他把食物放在餐桌上 有些激动地喊了一声 霍老爷 霍正男吃了两口粥 平静之下的眼睛 暗藏着灵力 语气有些犀利地问 你们这样算是同居吗 游林里嫩胛顿时一红 不用这么直白吧 他咽了一口唾液 有些脸红地说 霍老爷 我们并没有同居 我们只是同住在一个屋檐下 他的身体还没康复 我在这照顾他的起居饮食 霍正男扫了他们一眼 唇角微钩 你们身上穿着的是情侣睡衣 想骗我这个老头 不识情趣 游林里的脸 刷得一下子全红了 忍不住付匪 你压得红颜知己 遍布整个景城 你不识情趣 还有谁识啊 不过他不敢说出来 只是娇羞地低头默默喝粥 霍老爷 沈英杰突然拉住游林里的手 神情认真的说 林里现在是我的女朋友了 我会找个合适的机会 跟她去领证 什么 霍正男手里 拿着的汤匙冬的一声 吊在了桌子上 惊愕地说 你想跟她结婚 她脑子进水了吗 像她这样的钻石单身汉 她想要什么样的女人没有 偏偏挑上这个没学士没前途 更加没有大家闺秀风范的落魄女子 家庭还不好 父亲早逝 母亲是烂毒鬼 一想到这些 她脸色就很不好了 游林里震惊地看着沈英杰 她没有听错吧 心跳一下子狂飙起来 她说 她要跟她去领证 沈英杰伸手捡起霍正男 吊在餐桌上的汤匙 用餐巾轻轻擦拭了一下 然后放在前面的碟子里 脸上的神情很笃定认真 霍老爷 这些年来承蒙你的照顾 我才能有今天 如今我有了想成家立士的想法 希望你老人家能够成全 英杰 婚姻大事 你可要想清楚啊 你娶个门当户对的女人 别说辉煌腾达了 最起码能够助你更上一层楼 霍正男冷腻着游林里 我听说她妈妈是个烂毒鬼 为了逃避还债 现在还不知道逃哪里去了 这样的家庭出来的女孩 你当真 她的神情和语气 毫不掩饰对游林里家庭的鄙夷和不满 游林里深深的感觉到 自己被羞辱了 她用力攥住拳头 一口气憋在心口里发不出来了 她说的没错 她是有一个不成器的妈妈 丢下一屁股的赌债 逃之夭夭 她没有很高的学历 也没有正经的职业 在住着豪华别墅了 拥有黑卡的沈英杰面前 她什么都不是 沈英杰抓住她的手 霸道的不容她挣脱 她抬头看着霍正男 微微一笑 有能力的男人 是不需要靠女人上位的 最重要的是 我喜欢 我高兴 希望你能祝福我们 霍正男眸光变得深沉冰冷 不悦地说 好吧 既然你执意如此 你不后悔就行了 她说着站起来 淡淡地说 我还有事先走了 我送你出去 沈英杰立即站起来了 送她出去 到了外面 霍正男有些恨铁不成钢地盯着她 英杰 我这些年来是怎么对你的 你是知道的 我一直把你当成亲生儿子一样 来培养 还让你当了猎臣的全能助理 我一直看好你 但是你这次真的太让我失望了 霍老爷 你对我的好 我很感激 不过我的婚姻 我想自己做主 沈英杰的语气不卑不亢 却是透着不容人反对的强硬 这一点 你跟猎臣倒是挺像的 霍正男冷冷逆着她 都想气死我 好等明年有山败 沈英杰立即露出惊恐的神情 霍老爷 你千万别这样说 你这是存心让我折瘦啊 哼 你好自为之吧 霍正男不悦地冷哼 知道他是不会改变主意 生气地转身 快步走了出去 霍老爷慢走 沈英杰见他走了 立马就松了一口气 霍老爷管他 也管得太宽了 竟想干预他的婚事 不过他绝 的事情 是没人可以改变的 他刚关上门 背后传来了 游灵力悠悠的声音 沈英杰 你会觉得 我配不上你吗 刚才霍老爷的一席话 让他有点自卑了 沈英杰慢慢回过头来 只见女孩脸上 布满了不自信的忧伤 双眼红红的 他上前一步 伸出有力的手掌 握住他的下巴 微微抬起 眼神真挚地盯着他 爱不爱 我喜欢你 所以我愿意放弃 我的不婚主意 这样还不够吗 游灵力睁着水灵灵的大眼睛 看着他 突然扑斥地笑了 他栖身上前 伸手搂住他的脖子 点起脚尖 用力地往他的唇上吻去 没有配不配 只有爱不爱 这就够了 沈英杰皆是修长的手臂 用力还住他的腰 把他拥进自己的怀里 迅速夺回主动权 用力地吻了进去 婚姻是他们两个人的 无关外人的事 霍震南想干预他们的婚事 那是不可能的 霍震南在沈英杰那受了气 上了车 还很不高兴 老爷 现在要回去吗 司机见他脸色不太对劲 小心翼翼地问 霍震南沉默了一下 淡淡地说 回霍家吧 霍列城和苏敬欢搬回去住 他得回去看一下 他们什么情况 司机立即调转车头 往霍家大宅的方向行驶 霍震南带着一股怒火 回到霍家 刚踏进大门 就听到了院子里 传来一阵阵 让人感到喜悦的笑闹声 他顿时一愣 老爷 您回来了 在整理院子的庸人 看见他回来了 立即恭敬地上前 他皱眉 往院子里望去 院子里是怎么回事 庸人明显感觉到他的不悦 有些小心翼翼地说 老爷 夫人跟少奶奶带来的孩子 正在院子里玩耍 现在还笑得出来 看来他是真的病得不轻 霍震南带着保镖 迈开脚步 往院子里走去 在院子里 霍夫人正陪着小远玩球 他玩得很开心 脸上的笑容是久违的 他已经很久没在他脸上 看到这么灿烂的笑容 苏静欢坐在一旁的椅子上 喝着果汁 晒着太阳 看小远能够哄得霍夫人高兴 他也很欣慰 他远远看到霍震南来了 脸色微正 把手里的果汁杯放下 他轻轻站起来 拢了拢身上的外套 伸手扶着肚子 慢慢走过去 拦在他的面前 白皙的脸上 扬起一抹客气 却又有些强硬的笑容 霍老爷 你回来了 婆婆跟小远玩得很开心 如果没什么事 还请你老人家 不要过去刺激他 霍夫人的情绪 很不容易稳定下来 他不想因为他前功尽弃 霍震南冷眼逆着他 满脸不悦 怎么 才刚搬进来 你就给我端架子 命令我做事 而习不敢 我只是不希望影响到婆婆的病情 苏静欢看了他的手臂一眼 微微一笑说 老爷受伤了 就应该尽量 如果再发生什么意外 那就不好了 我以前是小看你了 你现在是把自己 当成是这里的主人了 连我都要听从你的安排 如果是林子雅当他的儿媳妇 他肯定会对他言听计从 霍震南被他气笑了 一个小小的弱智女子 竟敢在他的面前给他下马威 谁给他的勇气 苏静欢神情镇定地和他较量着 老爷 你别这样说 你才是霍家的主人 永远没人能取代你的 你还知道 我才是霍家的主人 还不给我滚开 他倒要去看看 那疯婆子是真的疯了 还是假的疯 想装疯卖傻 逃避他的起诉 门都没有 霍震南看了一眼受伤的手臂 一股怒火熊熊地燃烧起来 如果他装疯的 他一定会起诉他 老爷 得饶人处且饶人 婆婆现在精神出现了问题 看在过去几十年的夫妻情分上 你就放过他吧 霍震南心里在打什么主意 大家心里都明白 我放过他 他放过我了吗 霍震南抬起手臂 脸色有些猙獰的低吼 他用刀刺我的时候 他何曾心软 如果不是他用手挡了刀 那一刀就是插在他的心口里了 他哪里还有机会站在这里 苏静欢微眯着渐渐变冷的眸子 老爷 婆婆变成这样 你也有责任的 如果不是你动了喧哨 婆婆就不会变成这样 你的意思是 造成今天这局面的人是我 是我就游自取 霍震南震怒了 这女子好大的胆子 没人敢这样对她 苏静欢轻眉的眸子 炼咽着清冷的寒意 唇角微钩 白皙如雪的翘脸上 没有丝毫畏惧 声音清脆地反问 难道不是 你好大的胆子 你想死了吗 霍震南炎底里 蹦射出了一抹狂暴的杀气 他是霍家的当家 他的威严 没人可以挑战 我不想死 面对着霍老爷 那一脸狠辣的杀气 苏静欢淡定地让人吃惊 他伸手摸着隆起的肚子 唇边犯着一抹清冷的讽刺 老爷想我死 已经不是头一回了 上一次在医院 你让苏静婉来谋害我的孩子 差点害我们一尸两命 现在孩子这么大了 他在我的肚子里会动了 他出生后 要叫你一声爷爷呢 霍家的祖先在天有灵 知道你这么丧心病狂 连自己的子孙都要谋害 不知道你老百年归老之后 他们会不会责怪你呢 霍震南看着他 喝得笑了 你真厉害 还知道拿霍家的祖先来压我了 他的视线落在他的肚子上 他的肚子已经很明显了 他一生利益至上 能够成为霍家媳妇的女人 不止财貌双全 还得是锦城里的名门归秀 他为了利益 放弃了自己最爱的初恋 牺牲了自己的爱情 他已对自己的严格要求 来控制霍列臣 却没想到 最后功亏一篑 他还是娶了苏敬欢 这个一无是处的女子 苏敬欢轻轻转动着 手指上面的婚戒 微微一笑 自信笃定地说 老爷 我很明白 你想稳住霍家在锦城里的地位 你一定觉得我一无是处 帮不上霍家什么忙吧 反正事情已经成了定局 你何不拭目以待 霍震南嗤之以鼻 他能为霍家做什么贡献 就在他们较量间 霍夫人已经完累了 他停下来擦汗 突然看见了霍震南 脸色顿时大变 一把抱住了小远 神情激动地大声说 霍震南 你这个混蛋 你休想抢走我的少轩 你滚 你滚出去 我不想看见你 霍夫人情绪渐渐失控 他抱着小远很大力 他用力勒住了他的腹腔 让他呼吸困难 姐姐 好痛 姐姐 小远惊恐地惊叫起来 小远 苏敬欢大惊失色 他怒目瞪着霍老爷 拳头握得哥哥作响 气愤地说 不要再刺激婆婆 苏敬欢说完 迅速跑回院子里 霍震南顿时身体一颤 老脸上露出了复杂的情感 难道他真的做错了吗 不要抢走我的孩子 我什么都没有了 我只有我的少轩 你们不要过来 霍夫人抱着小远 满脸惊恐地瞪着他们 夫人 你冷静下来 不要激动 你这样会伤害到孩子 你看 轩少被你累得太用力 他会受不了的 珍妮匆匆跑过来 见小远已经憋得脸红脖子粗 心里很焦急 糟糕 夫人又犯病了 苏敬欢快步走过来 脸上露出温和的笑容 手里抱起篮球 在地上运球 看着霍夫人 兴奋地笑着说 夫人 轩少最喜欢打篮球了 你赶紧让他来打球啊 他打篮球 会很高兴的 少轩 霍夫人激动的情绪 慢慢平稳下来 他低头看着小远 喃喃地问 少轩 你想打篮球吗 小远忙不迭地点头 想 妈妈 你要我去打篮球吧 我想打篮球 他已经快一口气喘不上来了 我们家少轩最喜欢打篮球了 妈妈陪你打 霍夫人的注意力 渐渐被转移了 他慢慢松开了手 脸上露出高兴的笑容 小远赶紧张大嘴巴 用力地呼吸着新鲜空气 他快速地 跑到苏敬欢的身边 躲在他的身后 害怕地说 姐姐 姐夫的妈妈好恐怖 我刚才差点就被他勒死了 小远 委屈你了 苏敬欢伸手摸了摸他的脑袋 心里很愧疚 霍夫人精神有问题 把小远留在他的身边 真的太危险了 他一时之间 也不知道该如何做决策了 夫人 你累了 先回屋子里休息一下 再来陪轩少打球吧 珍妮上前扶住了霍夫人 半喇半扯地 把他哄进屋子里吃药去了 姐姐 小远抬头看着满脸愧疚的苏敬欢 攥住拳头 语气坚定地说 我没事的 我想治好姐夫妈妈的病 小远 你真管 苏敬欢摸着他的头 心里很感动 小远是个很懂得感恩的孩子 霍裂成捐了骨髓治好他的病 神色有些黯然地转身离开 这个地方是他的家 此刻竟然没有他的容身之地 有些可悲 他迈着有些狼狈的脚步 走出霍家大门 前面突然出现了一排气势汹汹的奢华豪车 陆续停在了霍家大宅的大门前 他微眯着眸子 盯着前面那一排豪车 问 那些是什么人 看他们的车牌号 不是景城的 保镖正准备上前去询问 就在这时 前面那一辆家常版的限量版豪车开门了 在保镖的簇拥下 一个穿着灰色长衣 脸色略显得有些苍白 却依然威风凛凛的中年男人 从车上下来 脚踩在地上 仰手看过来 那浑然天成的霸气 瞬间暴露无遗 秦老 霍正男脸上露出了惊讶的神情 立即快步走过去 笑着说 秦老 我听说 你前几天在景城出了事 我这正忙着 准备抽空去看看你 没想到你先来了 赶紧请到屋子里坐 霍老 我本来是打算回云城的 没想到在这处了事 给你们添了麻烦 不过 这次我倒是因祸得福了 秦决天看着前面那雄伟偌大的大宅 沉稳成熟的脸上露出了兴奋的笑容 发生什么事了 霍正男邀请他进去 见他受伤了 还这么高兴 更是满脸迷惑不解 等会你就知道了 霍家跟秦家是亲家 强强联手 必定能把云城和景城 推向辉煌的巅峰 秦明熙上前来 搀扶着秦决天的手臂 小心地提醒 爹爹 你小心点 你的身体还没恢复好 他知道 秦决天今天是来认回亲生女儿的 他的心本来很不舒服 不过想起那天在医院里 苏静欢跟他说的那一席话 他渐渐有些释怀了 不管他是不是秦决天的亲生儿子 只要他还当他是儿子 他都会尊重他 依然当他是爹爹 明熙 秦决天回头看着他 心里有些愧疚 他宠着他 宠了二十几年 突然之间告诉他 他跟他是没有血缘关系的 而且他还这么着急 要认回亲生女儿 他怕他接受不了 他拉住他的手腕 与其温和地说 如果你不想进去 我不会勉强你的 秦决西微微摇头 脸上露出一抹浅淡的微笑 爹爹 我没事 你不用担心我 突然多了一个妹妹 我还觉得挺高兴的 你能这样想 我就放心了 秦决天点头 在他的搀扶下 一起踏进了 霍家大宅的大门 霍震南在一旁听的云里雾里 感情 这秦老今天来他们霍家 并不是来道别的 而是另有其事 苏静欢正跟小远在院子里 听到庸人匆匆来禀报 他立即吩咐庸人 赶紧通知少爷 让他马上回来 霍列臣今天回公司开会去了 他吩咐完庸人 立即拉着小远 匆匆走上前面去迎接 霍震南正在跟秦决天闲扯着 看见他走过来 脸色顿时一沉 不悦地说 没看见 我正在跟秦老谈话 你赶紧回去 别在这丢人现眼 他的出身低微 他压根就不想让世人知道 有他这好媳妇 那好吧 老爷跟秦老慢慢聊 我先退下 苏静欢唇角微钩 脸上露出一抹灿烂的笑容 他牵着小远的手说 小远 老爷正在招待贵宾 咱们这些闲杂人等就拾去点 站边上去吧 花 秦决天看着苏静欢 那苍白的脸上露出了激动的神情 他松开了秦明熙搀扶着他的手 快步上前 握住了苏静欢的手 双眼泛红 声音有些嘶哑的说 都怪爹不好 没能早点回来认你 秦决天这话一出 霍震南顿是觉得晴天霹雳 眼前一阵发黑 他满脸震惊的瞪着他们 这是怎么回事 秦老 你跟我儿媳妇 花是我们秦家失散了二十几年的女儿 如果不是我早些日子遭到袭击 我还不知道 原来我有个女儿 我今天看到亲子鉴定报告了 结果显示 花就是我的亲生女儿 花 让你受苦了 想到她过去在苏家受的苦 她内心就不禁燃烧起了一抹狂暴的怒火 恨不得把苏正雄那一家子的混蛋灭了 你 你是秦老的女儿 霍震南看着巧笑倩息的苏静欢 震惊得几乎说不出话来了 在灿烂的阳光下 苏静欢白皙娇嫩的脸上 露出了一抹胜过娇羊的绚丽笑容 老爷 看样子 似乎是这样没错 谁能想到 一向被她嫌弃 觉得配不上她儿子的女孩 竟然是云城首富秦绝天的亲生女儿 霍震南觉得自己的牢脸火辣辣的 小远 明熙是你童母异父的哥哥 你们在婚礼上见过的 叫哥哥 苏静欢牵着小远的手 把她拉出来 指着秦明熙说 小远看着秦明熙 有些腼腆的小脸露出一抹笑容 甜甜地叫了一声 明熙哥哥 你就是小远 秦明熙上前 伸手轻易地摸了摸她的脑袋 有些感慨地说 你是个坚强的好孩子 哥哥不如你啊 这几天 秦家的保镖 已经把苏家祖宗十八代的事 都调查得一清二楚 小远有点害羞地笑了笑 明熙哥哥 你跟我妈妈长得好像 除了苏静欢 她本来没什么亲人 现在多了一个哥哥 她很兴奋 苏静欢扑斥地笑了 你妈妈就是明熙的妈妈 她长得像妈妈 那是自然的 秦决天看着他们相处甚欢 知道秦明熙是真的能接受这事 心头大事总算是放下了 她看向霍震南 欣慰地笑着说 没想到我千里迢迢来景城喝喜酒 竟然是喝上了女儿的喜酒 这就是冥冥中自有天意 没想到我们竟然成了亲家 秦老 行到里面去喝杯酒水吧 霍震南现在连看苏静欢一眼 都觉得羞愧 真没想到 苏静欢放软了嗓音 轻声说 秦老 你的身体还没恢复的 不能喝酒 你这几天在医院 肯定没吃什么好的 我去厨房给你准备一些好吃的 报告都出来了 他还是喊他秦老 秦决天心里有点惆怅了 他看着他隆起的肚子说 花 你身怀六甲 就多休息 别瞎折腾 你别担心 我没事的 今天是我们妇女团聚 我要亲自下厨 给你烧一顿菜 苏静欢说着 转向小远说 小远 你带明希哥哥去玩吧 小远乖巧地点头 好 乖 苏静欢摸了摸他的头 带着愉快的笑容 去厨房准备大餐了 刚才 霍震南那见鬼的脸色 让他心情大爽 堂堂的新书已发了 书名团宠四岁半 妹妹马甲又掉了 或者直接搜苏星堂堂就能看到了 请大家给个五星好评 谢谢 在幽静的只剩下 虫鸣鸟娇的悬崖底 暖玉炖了一些燕窝 位于墨云吃了一半 他自己也吃了一半 也许是悬崖底里的草药起了效果 加上吃了野生的燕窝 他的伤势好得很快 伤口已经在慢慢愈合了 他的气色也好了许多 光是吃这些是不够的 他怀孕了 没有足够的营养 胎儿很容易出问题 他趁着天色挺好 外面也没有了直升飞机的声音 他便走出了山洞 准备去抓个野鸡什么的回来 已经过了三天 他们找不到他 一定以为他不在悬崖底下了 这里是一块荒芜之地 很少会有人来这里 有很多山鸡野兔 但他们跑得贼快 他还没有到他们的面前 他们就急紧地溜了 他在外面抓了半天 毛都没抓到一根 他沮丧地想哭 他伸手捂着饿得咕咕叫得肚子 眼眶红红的 他不吃没关系 他是怕自己的孩子有事 他双手合十 哽咽地说 老天爷 我知道我鬼迷心窍 做了很多坏事 但我真的知错了 孩子是无辜的 求你给我一线生机吧 求求你了 咕咕咕 就在这时 一只山鸡在他的面前瞎晃着 暖玉顿时眼睛一亮 立即屏息凝视 猫着腰 慢慢地一步一步地向着他走去 山鸡看着他 咕咕地叫着 他没有动 有点傻傻愣愣地 暖玉心里暗喜 他看着差不多距离 正想扑上去抓住他 咕咕咕 谁知道 他还没有动静 那山鸡就扑着翅膀 飞到草丛里去了 瞬间就不见了踪影 又扑了一个空 暖玉无力地坐在地上 泪水忍不住 噼里啪啦地在眼睛里掉了下来 他太没用了 连一只山鸡都抓不到 前面传来的脚步声 鱼墨云醒了 他晕睡了一夜 身体好了很多 脸色也变得红润了 他看着他 皱眉 你怎么又哭了 暖玉抬头看着他 布满乌鸡的脸上挂满了泪水 他愤恨地低吼着 我肚子饿了 我想吃肉 都怪你 如果不是你 我就不会来到这个鬼地方 他就不该来找他的 像他这种劣迹斑斑的人 就该死无葬身之地 鱼墨云看着他 满脸的茫然 我到底对你做了什么 让你这么痛恨我 他还记得是他把他打晕的 但他无法生他的气 他知道 是他一直在照顾受了重伤的自己 不过他很迷惑的是 他这么讨厌他 为什么还要救他 你这个混蛋 你自己做过的事情 你都忘记了吗 卵玉在地上爬起来 看着他脸上 那一脸茫然的表情 气不打一出来 鱼墨云伸手揉了揉 有些抽痛的额角 眉心紧促 对不起 我是真的忘记了 我连自己是谁都不记得了 你跟我是什么关系 卵玉终于觉得不对劲了 他上前 伸手抓住他的肩膀 抬起头 撑大毛子死死地瞪着他 鱼墨云 你看着我 鱼墨云低头看着他 那一双深邃得如海洋伸出的毛子 清澈地没有一点杂质 带着一丝的迷茫 卵玉嘴角微颤着 有些害怕地问 你真的不记得自己是谁 你叫我鱼墨云 除了这个名字 我什么都不记得 他看着他 眼神是真诚坦荡荡的 看不出来有半点的欺瞒 卵玉盯着他 突然呵呵地笑了 那笑声渐渐变得悲凉 他用力掐住他的手臂 如断线珍珠的泪水 不断从他的眼睛里滑落 他嗓音嘶哑 愤恨地哽咽 你失忆了 你竟然失忆了 你凭什么失忆 你对我做了这么多丧心病狂的事 你有什么资格失忆 他怎么都没有想到 他们在中逢的时候 竟然是这个结果 他心里的恨意 就像是汹涌的惊涛骇浪 几乎把他湮灭 他咬牙 仰起手掌 用力往他的脸上招呼过去 有些杰斯底里的怒吼 你凭什么 忘记你在我身上造成的伤害 你凭什么 那一巴掌打得很用力 啪的一声脆响 把树上的鸟都惊飞了 好痛 脸上传来了火辣辣的痛 就伤还没好 又添了心伤 于墨云站在他的面前 一动没动 他这么恨他 他一定是对他做了很过分的事 他默默地承受着他的怒火和恨意 于墨云 我恨你 我恨死你 呜呜呜 暖鱼握住拳头 用力往他的胸膛垂去 尽情地发泄着 他凭什么伤害了他 还一脸无辜的样子 他不甘心啊 对不起 他激动的情绪 悲愤的恨意 让男人的心塞塞的 我就能抚平你在我身上造成的伤害吗 于墨云 你这个杀千刀的混蛋 我不会原谅你了 这辈子都不会 呜呜 暖玉垂着他的胸膛 垂着垂着 终于累了 他趴在了他的怀里 放生痛哭 泪水把他身上的衣服都弄湿了 对不起 于墨云伸手轻轻拍着他的背 眼眶有些热热的 此时此刻 除了道歉 他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什么 灿烂的阳光从上面透射下来 悬崖底的温度 渐渐变得温暖起来 于墨云低头看着 怀里哭得不能自惊的女人 他抬起手臂 犹豫了一下 终于还是抱住了他 他想 脆弱的哭泣的女人 应该需要一个结实温暖的怀抱 暖玉的身体微微僵了一下 却没有推开他 他的心苦澀澀的 他依然是那么蠢啊 半点都无法抗拒这个男人 在货家厨房里 苏靖欢正在里面忙碌的为 亲爹情绝天准备丰富的盛宴 其实在他来这里之前 他已经查阅了很多相关的资料 尝试着做云城风味的菜肴 他来了景城这么多天 又受伤了 他一定很想念家乡的味道 他正在捣鼓着菜品 突然一抹熟悉的气息袭来 一双修长有力的手臂 小心翼翼地还住他的腰 男人低沉的嗓音在耳边响起 这些粗重活 交给庸人 去做就行了 你应该去陪着你亲爹 培养感情 你回来了 苏靖欢回头看了他一眼 亲妹的眸子 炼焰着兴奋的光 唇边泛着清丽的笑容 我昨晚研究了云城的菜色 就是想给秦老做一顿家乡菜 自己做菜有诚意啊 你不用管我 你去跟他聊天吧 他没什么可以给他的 只有给他做一顿好菜 你在这里烧菜 我怎能放心 我在这陪你 要是他被刀割到了 或者被火烧着了 那可怎么办 他得心疼死了 他在这帮他打下手 顺便监视他 他现在 怀着秦家和货家的长子嫡孙 关系着两成的继承人 绝对不能出半点差错 你太小看我了 你别忘记了 我平时在什么环境里长大的 我不是食指不沾 杨春水的千金大小姐 苏敬欢威耸肩 比这更艰难的工作 他都做过 更何况是下厨 小意思 我应该早点遇上你的 他这么一说 男人的心就疼了 他搂住他的腰 把下巴抵在他的肩膀上 亲吻着他的侧脸 深邃得如一红深潭的墨眸 染上了一抹宠溺 既深情又真挚 哪有这么多应该啊 帮我拿个碟子来 我要盛菜了 苏敬欢烧了一个夫妻废片 这是云城有名的小菜 是用猪肝炒的 给失血过多的情绝天赤 那是最适合不过了 他特意研究了他的做法 烧得清淡一些 希望他喜欢 我来 霍列臣伸手抢了他手上的铲子 把他往后拉 掀开锅盖 翻炒了几下 在他的指示下放了一些调味料 然后利落地盛起来 被苏敬欢赶在外面的厨子 不断往厨房里面张望着 他本来很担心的 不过看他烧菜的姿势 便知道他厨艺非凡 当了少奶奶 还愿意下厨的女人 少得凤毛麟角 他很敬佩他 他不禁感叹 他在货家当厨子 当了这么多年 少爷连厨房都没踏进过一步 自从少奶奶出现后 少爷隔三差五就跑来跟他学烧菜 他真的没想到 老爷风流成性 情人知己遍不景成 竟然能生下这么痴情专一的少爷 看着他们两夫妻 在里面烧菜配合的默契 天衣无缝 很讨厌油烟味 有他烧菜 他连厨房都不愿意踏进去 霍列臣来了 他就不让苏敬欢动手烧菜了 他本来是主厨 现在倒是成了打下手的 给他递东西 老爷知道 我是秦老的亲生女儿 你知道他的脸色多难看吗 苏敬欢把一个盘子递给他 脸上扬着脚侠的笑 脸色绿的跟什么似的 我想他这辈子 还没试过犯这么大的跟斗 我爸还没试过这样被人打脸 他现在的脸肯定很痛 霍列臣唇角微钩 有岳父给你撑腰 他以后再也不敢看定你了 苏敬欢鄙视的说 我还没有心理准备 你倒是这么快就喊上口了 那当然 不趁机会打好关系 他把你拐走 我怎么办 霍列臣回头看他一眼 霸道的说 苏敬欢 你给我听好了 我不会让你跟他回云城的 你嫁给我 就得永远跟我在一起 永远 他强势的强调着 仿佛怕他被人抢走似的 看着他那严肃的表情 苏敬欢忍不住扑斥的笑了 你这么紧张干什么 我又没说跟他走 他怎么可能舍得离开他 他这么自信强悍的男人 终于也有怕的时候了 我看秦明熙的态度 他并不想认回自己的亲生爸爸 他应该不会回苏家生活 会跟着岳父回云城 霍列臣心里打着小算盘 秦明熙不回苏家是好事 让他去继承秦家 秦老别把主意打在他的媳妇头上来 什么都好说 有减入奢益 有奢入减难 而且苏家那种情况 他不想回苏家 情有可原 苏静欢亲昧的眸子 炼咽着灿烂的笑意 嘲讽地说 有人的脸色就得很难看了 苏正熊一心想认回这个儿子 结果一厢情愿 他活该 不分青红皂白 把原配赶走 还让小三上位 换了是我 我也不会认他 苏正熊这一生就是糊涂账 霍列臣鄙视地说 苏静欢站在他的背后 伸出手臂 轻轻还住他精瘦的腰 把脸贴在他的背上 有杆发 列臣 如果有一天 我被人陷害了 你会无条件相信我吗 现在他搬进了霍家里 只要霍正南 跟苏静婉的关系不断 未来就会发生很多可能 霍列臣把最后一个 烧好的菜橙在碟子里 关了火 转过身来 苍静有力的手掌 握住他的下巴 轻轻抬起 深邃的毛子 一顺不顺地凝视着他 对微妇没信心 他们经历了这么多的 风风雨雨雨 才修成正果 他不会让任何人分开他们 苏静欢抬眸看着他 天有不测风云啊 只要他的真实身份 一旦公开 将会有多少人眼红极度他 胡思乱想 呆罚 霍列臣说着 伸手搂紧他的腰 拥进自己的怀里 墨地低头 赤裂的薄唇 掘住他的娇艳的红唇 深深地吻了进去 嗯 这里是厨房啊 厨子还在外面 不放心地盯着呢 苏静欢赶紧伸手 抵住他的胸膛 想把他推开 但他的力量在他的面前 无疑是蚂蚁汗大树 他又怕伤到孩子 一死地推去了几下 半推半就地从了 这强悍霸道的男人 他想做的事情 谁能撼动啊 他伸手搂住他的脖子 看着他那俊美无助 如刀削的俊脸 水眸变得迷离了 脸颊泛起了妖艳的桃红 红唇被他吻得娇艳欲滴的 暧昧的气息 在空气中渲染胶织着 在外面守着的厨子 看着他们在里面恩爱起来 老脸不禁一骚 悄悄为他们关上门 在外面帮他们拦住 那些想进去的人 少奶奶肚子都挺大了 他们还能这么恩爱 真是让人羡慕 他不禁期待他们的孩子出生 恩爱夫妻生下来的孩子 一定很幸福的 新书男主角 就是霍烈臣和苏敬欢的儿子了 书名团宠四岁半 妹妹马甲又掉了 在满屋子都是暖色的厨房里 苏敬欢双眸迷离 脸颊泛着娇艳的桃红 双唇更是红的娇艳欲滴 他靠在男人温暖的怀抱里 平息着急促的气息 葱根般白皙娇嫩的纤长手指 揪住他的衣服 嗓音透着一抹慵懒的性感 轻声说 你先去大厅招呼秦老 我去看一下婆婆 他现在看到霍震男 情绪就会失控 今天是他第一次招待秦绝天 他不想被他弄得一团糟 霍烈臣伸出骨节分明的长指 把他凌乱了的衣服整理好 一手指为书 轻轻梳理他乌黑柔软的长发 低沉的嗓音 透着一抹微色所获的嘶哑 他低头亲吻了一下他的额头 深邃的黑毛里 透着一抹宠命 好 你让珍妮在一旁看着 没有人在 他担心霍夫人突然发起风来 会伤害到他 现在这种时候 珍妮一定会守在婆婆身边的 你放心 我不会让自己有事的 我先去了 苏静欢伸手搂住他的脖子 点起脚尖 在他性感的薄唇上 轻轻吻了一下 这才转身离去 霍烈臣看着他离去的背影 半想 看了一眼兴致勃勃的地方 不禁苦笑 他靠在灶台前 深吸了一口 努力平息着体内的灶火 苏静欢到了外面 伸手拍了拍 还有些燥热的脸颊 快步来到了霍夫人的卧室 霍夫人吃了药 情绪稳定下来了 他在卧室里治毛衣 他治得很认真 少奶奶 珍妮在房间里陪着他 看到苏静欢来了 立即上前迎接 珍妮 婆婆怎么样了 苏静欢看着里面 担心地问 少奶奶 你别担心 夫人吃了药后精神好多了 我让她休息 她不肯 她说要治毛衣 以前她 每年都会给宣少制一件毛衣的 现在天气冷了 是时候给宣少制毛衣了 这也算是她的精神寄托吧 苏静欢看着坐在椅子上 认真地织着毛衣的霍夫人 忍不住问了一句 霍夫人有给猎成织过毛衣吗 珍妮的脸色 微微黯然了一下 夫人对宣少心怀愧疚 她的心思都在宣少的身上 她痛恨老爷 连带的 她也不喜欢少爷 苏静欢懂了 霍夫人的爱给了霍少轩 恨给了霍列臣 她轻轻点头 拜托地说 珍妮 麻烦你在这里看着婆婆 不要让她跑出去 现在老爷正在招待贵宾 我知道该怎么做 珍妮说 那就麻烦你了 苏静欢看了霍夫人一眼 转过身 刚想离开 后面突然传来了霍夫人发愁的声音 珍妮 你快过来帮我看看 你说 我在上面修什么好看 修一个大棚展翅 还是修一条龙啊 列臣会喜欢哪个呀 突然发现自己竟然不清楚 儿子喜欢什么 好挫办啊 苏静欢的身体末地一阵 瞳孔紧缩 随即脸上露出了欣喜的笑容 她迅速转过身来 看着霍夫人认真地比划着衣服 她的心跳一下子变快了 原来这件毛衣是给霍列臣的 不是给霍少轩的 她很激动 有种恨不得马上去把霍列臣 拉过来的冲动 珍妮也感到很惊讶 这件毛衣 霍夫人已经织了好一阵子 她一直以为 她是织给宣少的 她箭步走过去 脸上扬起了鸡 的笑容 说 夫人 只要是你织的毛衣 不管上面绣什么 少爷都会很喜欢的 真的吗 霍夫人看着她 满脸的不确定 当然 少爷收到你这件衣服 她一定会很高兴的 这么多年来 霍夫人从没给少爷织过毛衣 每回宣少穿着 她亲手织的毛衣 她都会在她脸上 看到浓烈的黯然和失望 其实少爷一直都在期待着 有朝一日 能收到她织的毛衣 等了这么多年 她终于等到了 霍夫人脸上 她的视线落在苏静欢的身上 眉头紧皱 她是谁 新来的女佣吗 珍妮脸色微正 她有点不好意思地看着苏静欢 看来她的病情又严重了 连她都不认识了 苏静欢莫名地感到心酸 她看着她 眸光柔和 白皙的脸上 扬起一抹灿烂的笑容 柔声说 夫人 我是新来的女佣花 霍夫人的认知障碍 又变得严重了 哦 花 倒是长得挺标致的 霍夫人上下打量着她 慢慢站起来 来到她的面前 视线落在她的肚子上 脸色突然变了 声音有些尖锐的大声责问 你的肚子是怎么回事 你说 你是不是背着我跟老爷勾搭上了 你怀了她的孽种 她变脸变得太快了 苏静欢赶紧往后退了两步 伸手护着肚子 脸上扬起一抹忏悔的神情 夫人 你误会了 我这是胀气 不是怀孕 我这几天摊嘴吃太多了 消化不好 珍妮迅速上前 挽住霍夫人的手臂 在一旁说 夫人 花儿说得没错 她的确是吃太多 消化不好胀气了 我亲自给她请了医生 医生是这样说的 夫人 我是你最信任的人 我不会骗你的 霍夫人盯着她的肚子 神色有些茫然了 真的是胀气 她长得这么漂亮 霍震男的渣男会放过她吗 珍妮挽住她的手臂 慢慢往后退 轻声说 夫人 你忘记了吗 老爷的情人知己都在外面 她对家里的女佣没兴趣 兔子不吃窝边草 霍夫人神情有些呆滞了 这狗东西 渣男 苏静欢悄悄退出了房间 抬起线长的手指 轻轻视了一下眼角 大家都羡慕霍夫人 是景城第一夫人 谁能想到 她一直被霍震男精神折磨 如果她 稍微对霍夫人好一点 或许她就不会变成这样 她微微用力攥了一下拳头 心里有些愤愤不平 霍震男只顾自己风流 不只害了霍夫人 还伤害了霍裂臣 不可原谅 她伸手揉了揉伤胆的脸 堆起了笑容 这才往大厅走去 现在最重要的是 招待好勤劳 至于霍震男 她早晚会找到机会收拾他 在悬崖底下 卵玉称大毛子 死死地盯着于墨云 哭得太多 眼睛是红肿的 她怎么都没有想到 于墨云竟然失忆了 她真的很不甘心 她干了这么多坏事 伤害了这么多人 最后却失忆了 她凭什么心安理得的失忆 凭什么 她越想越气愤 真恨不得手里有一把枪 一枪了结她 于墨云被她揍了一顿 布满乌迹的混血俊脸 露出了一抹委屈 她脑海里一片空白 她什么都不记得了 她醒来 就被这个凶巴巴的女人 打了一顿 她身上本来就已经 布满了伤痕 现在更痛了 僵持了片刻 她悄眯眯地看了她一眼 小心翼翼地问 你气消了吗 你知道你在我的身心上 造成了多大的伤害吗 你以为我打你一顿 我就会原谅你吗 不 我永远都不会原谅你 她是大坏蛋 全人类的公敌 她做了这么多坏事 凭什么 向她露出这么委屈的表情 她打她 是她该的 于墨云浑身一颤 然后默默地向她伸出手臂 神情黯然地说 一顿不够 那就继续吧 两顿 三顿 在你气消之前 先别把我打死就行了 你 看着她伸到自己面前的手臂 暖玉有些惊恶了 于墨云 你是认真的吗 于墨云点着头 神情和语气 都是无比认真的 我做了伤害你的事 是我不对 你打我是应该的 暖玉看着她 心头却冒出了一股狂暴的怒火 你又想迷惑我了 在色诚里 你就是用这种姿态迷惑了我 让我误会了苏苏 你这个该死的贱男 你真以为我不敢对你怎样吗 在色诚 她被地里做着伤害她的事 明着却对她呵护备质 就像个温柔体贴的情人 让她卸下了心房 沦陷在她的温柔陷阱里 暖玉越想越生气 她抓住她的手臂 墨地张开嘴巴 用力朝着她的手臂咬了下去 她的心有多痛 她咬的就有多用力 尖锐的牙齿咬破了她的皮肤 剧烈的刺痛传来 于墨云没有叫 也没有动一下 仿佛她咬的不是自己的手臂 浓烈的血腥味在口腔里放开 暖玉咬得很痛快 但是泪水却啪啪地掉了下来 她现在对她已经没有了任何信任 她不知道她哪句话 是真哪句话是假 她好怕自己又掉进她的陷阱里 她慢慢松开了嘴巴 看着那被她 咬得血肉模糊牙印 她哽咽地说不出话来 于墨云只是淡淡地看了一眼伤口 伸出另一只手掌 轻柔地失去她脸上的泪水 嗓音低雅地说 我已经被你泄愤了 你为什么还要哭 她哭是因为她害怕呀 暖玉甩开她的手 伸手摸着饿得咕咕叫的肚子 咬牙说 我肚子饿了 你去给我抓一只山鸡回来 我要吃肉 你不要哭 我现在就去抓山鸡 看来她是太饿了 才会哭得这么伤心 于墨云说完 立即转身去抓山鸡了 于墨云 你这个大坏蛋 我不会再被你迷惑的 不管你是真的失忆 还是假的失忆 休想我会再被你利用 暖玉抬起手臂 胡乱地把脸上的泪水擦干净 脸上黏黏的 太难受了 她抬起脚步 来到了小溪旁边 小溪里面的水粉清澈 看着自己的倒影 她脸色顿时一正 蓬头垢脸的 太狼狈了 她伸手举起一把清水洗脸 此刻天气很冷 但是小溪里面的水 却是温暖的 这是山泉水 她喝了一口 清甜可口 她把脸洗干净 整理了一下凌乱不堪的衣服 突然背后传来了一阵 嘶嘶嘶的怪异声音 她纳闷地回头看去 这一看 差点把她 吓得摔进小溪里 只见一条长达一米多的蛇 正盘在她的身后不远的地方 上扬着那三角形的脑袋 向她吐着杏子 这是毒蛇 她吓得双腿发软 下意识地惊叫 救命 救命啊 嘶嘶嘶 毒蛇摇摆着舌头 双眼圆睁睁地盯着她 似乎正在伺机而动 救命 救命啊 暖玉吓得脸上的血色进退 双腿直发抖 前面是小溪 后面是蛇 她进退两难 焦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 她尝试着往右边挪动 那毒蛇 以为她要攻击她 突然飞跃起来 向着她扑来 啊 暖玉被她吓得身体往后一挫 身子跌坐在地上 脚踝上立即传来了剧烈的疼痛 眼看着毒蛇就要扑在她的身上来 突然在半空中 飞来了一根尖锐的树枝 啪的一声 树枝把那毒蛇钉在了地上 毒蛇发出了暴躁的嘶嘶声 如草绳一样的身子 迅速卷在树枝上 啪啪几声 树枝断裂成了几段 负伤的毒蛇 迅速滑进了草丛里 逃走了 你没事吧 手里拎着两只山鸡的鱼墨云 见不上前来 担忧地看着她 暖玉看着她 惊魂未定 我死了就是一尸两命 我听到你的叫声 马上就赶来了 虞莫云一脸惊愕地看着她 什么一尸两命 暖玉瞪大眼睛 充满恨意地冲着她怒吼 我怀孕了 我怀了你这个大坏蛋的孩子 你高兴了 你毁了我的身心还不够 还要我一辈子背负这个罪孽 你怀了我的孩子 虞莫云满脸惊愕 随即惊喜地睁大眼睛 喜悦地说 我要当爸爸了 你想得美 我不会让孩子认你这个坏人当爸爸的 暖玉抬起脚想踢她 没想到脚踝传来剧痛 她脸色一下子变了 惨叫 啊 好痛 不管她让不让孩子认她 都改变不了她当爸爸的事实 虞莫云也不生气 伸手握住她的脚 脱掉鞋子一看 仲梅说 你的脚踝扭伤了 你不要乱动 你放开我 我不要你管 暖玉挣扎着大吼 虞莫云莫地伸手把她抱起来 往山洞走去 她没有理会她大吼大叫 暖玉叫了一会 见她完全不理自己 觉得没趣也不叫了 只是抿着唇 瞪着她 堂堂的另一本书 是本文男女主角的儿子当男主 是团宠填文 超宠哦 书名 团宠镇不住 爸爸 我要吃糖 在苏家 苏静欢从来没有想过 有父子女校的一天 就算苏震雄后面是知错了 他也未曾想跟她好 到最后证明 在她的心目中 儿子比女儿重要 她便庆幸 她没有原谅她 看秦明熙的态度 她应该是不会回苏家 她现在一定很苦恼吧 在餐厅 调查的一清二楚 但不妨碍 她继续询问她过去的兴趣 秦老 这是我特意为你烧的夫妻废片 你尝尝看 你身上带着伤 我烧得清淡一些 苏静欢脸上 带着淡淡的微笑 给她夹菜 秦绝天吃了一块 脸上露出欣喜的笑容 汗手点赞 味道太好了 我女儿出的厅堂入的厨房 我太欣慰了 嫁鸡随鸡 嫁狗随狗 霍楼 我女儿在你们霍家 做的有什么不对的 你可以说她 不过 我是个很护短的人 她这话分明就是 故意说给霍真难听的 前半句话不重要 重要的是 最后一句话 秦绝天来访后 霍真难脸被打得火辣辣痛的 至今还没好意思 正眼看苏静欢一眼 她一直以为 配不上自己儿子的山鸡 居然是一只霍真架实的凤凰 她还差点把他害死 如果苏静欢向秦老告状 这梁子结大了 岳父 欢欢很懂事 她做什么都好 坐在苏静欢另一边的霍裂城 在桌底下 悄悄握住了她的手 深邃的眸子 闪烁着柔和的深情 苏静欢先长的手指 在她的掌心挠了一下 脸上的笑容渐灿烂 这辈子能够成为 两个男人的心肩宠 已经无憾了 我女儿过去在苏家 吃了不少苦头 是我这个做爸爸太适直 这么多年来 我竟从来没有怀疑过 今后 我的女儿就是我的一切 欢 以后谁敢欺负你 你尽管尽管告诉爸爸 就算追到天脚底 爸爸都会为你出头 每当想到她以前过的苦日子 她的心就很痛 她是他们秦家的千金大小间 她理当过上 锦衣玉食的富贵日子 听着秦绝天这话 苏静欢心里很感动 他抬头看着她 眼眶有些泛红 爸爸 你不要愧疚自责 这不是你的错 能够跟你相认 我已经很高兴了 起码我知道了 原来我有爸爸疼的 秦绝天听到那一声爸爸 顿时浑身一颤 神情激动地说 花儿 你终于肯改口叫我爸爸了 苏静欢眼睛湿润 唇边泛起有些羞的笑容 你是我亲生父亲 我是该叫你爸爸的 之前不叫 是因为还没适应 现在气氛其乐融融 他再矫情 那就真的太别扭了 乖 在人前威风凛然 傲视群雄的秦绝天 此时此刻 也不禁红了眼睛 他轻轻握住他的手 压抑着激动 轻声说 花儿 你现在身怀六甲 外面情况又不稳定 等以后情况明朗了 你就带着我的外孙 回到云城来认祖归宗 岳父 你放心 等外面的情况稳定下来 我会带着欢欢和孩子 去云城看望你老人家的 霍列臣立即说 爸爸 到时候 我们一家三口 去云城看望你 苏静欢笑着说 如果他们能去云城住就更好了 不过秦绝天也知道 这根本是不可能的事 霍镇南只有霍列臣一个儿子 霍家庞大的家业 等着他去继承 他不可能离开景城 心里不禁惆怅了一下 女大不中流啊 岳父 你不用发愁 只要你想念欢欢 我就带他乘私人飞机 去云城探望你 看出他心里所想 霍列臣立即说 现在苏静欢的身份曝光 他成了秦家唯一的血脉继承人 说实话 他还真怕秦绝天应来 要把他抢走 这年轻人表面沉寂冷静稳重 其实内心早已经惊涛骇浪 他的忍耐力倒是挺强的 不动声色 秦绝天微微一笑 列臣 我秦某就只有花儿一个亲生女儿 你可别负她 让她受半点委屈 她在说话的时候 视线有意无意地扫了霍正男一眼 霍正男心里不快了 他轻咳了一声说 秦老 你女儿嫁丢儿子 你大可放一百个星 我这个儿子没什么优点 唯一的优点 就是太痴情了 认定一个女人 就再也不会看上别的女人 上次 秦欢出了意外 我这个痴情的儿子 还差点陪他殉情去了 秦绝天的脸色微沉 语气有些冰冷地说 过去的事 我不想追究 现在毕竟已经是亲家 他还得点花儿留点颜面 他就不提就是了 霍正男脸色也很难看 这里是霍家 这秦绝天算什么东西 他咽着一口气 转向对面 一直默默没有吭声的秦明熙 皮笑若不笑地问 明熙啊 你的亲生爸爸是苏振雄 一不回苏家认祖归宗 还跟在秦家的屁股后面 你就不怕别人说你不笑 数点忘祖吗 战火怎么蔓延到他的身上来了 秦明熙握着筷子 微咬下唇 不卑不亢地说 我已经习惯在云城生活 我不想离开云城 况且 生父不及养父大 我是爹地养大的 要尽孝 也是在爹地的身边尽孝 明熙已经是成年人 他有权决定自己的去留 我尊重他的选择 秦绝天欣慰地看着秦明熙 他养了他二十几年 说实话 他真舍不得把他还给苏家 霍正男也没一扬 不冷不热地说 明熙 你就不担心你生父会伤心吗 苏振雄想 儿子已经想到发疯了 秦明熙也听出了 他那明显挑衅的语气 淡淡地说 我有空 凉了对身体不好 苏敬欢给秦绝天的碗里填满了菜 不想跟霍正男说话 我女儿真厉害 能烧得一手好菜 味道还这么好 秦绝天吃着他烧的菜 脸上布满了和蔼慈祥的笑容 知道他隔音霍正男 也不理他了 大家都吃得津津有味 只有霍正男如做针毡 九过三巡 大家都吃饱了 正准备散席的时候 空气中突然传来一声怒吼 霍正男 你这个坏东西 你把我的少轩藏哪里去了 大家惊恶地回头望去 只见脸容憔悴 妆容凌乱的霍夫人 拿着一根织毛衣的长针 从里面跑出来 直往霍正男冲过去 拿起那长针 往他的身上 就是一顿狂抽 神情焦虑地大叫 把我的少轩还给我 你这个坏东西 我什么都没有 我只有少轩 你把它还给我 霍正男脸色大变 一边闪躲着 一边怒吼 保镖 赶紧把这个疯婆子给我拉 快 夫人 老爷没有葬轩少 你不是要给少爷织毛衣 咱们回房去吧 珍妮跟在后面 赶紧冲上来 拉住情绪失控的霍夫人 苏静欢有些惊恶地 看着眼前这失控的画面 珍妮怎么让霍夫人跑出来了 不过看着霍正男被霍夫人 追着打得狼狈画面 她却觉得有点痛快了 她让人纵火烧死了喧哨 他们是不能拿她怎么样 但犯了 错就要承担后果 霍夫人就是这她的最好办法 霍正男 你这个丧心病狂的混蛋 少轩是我的命 你快把她还给我 否则我就跟你拼命 你再发疯 我就把你送去疯人院 霍正男气的脸色发青 霍裂成眉心紧促 赶紧见不上前 把那危险的长针 夺走丢给庸人 抓住霍夫人的手臂 把她拉开 低沉的嗓音 透着一抹难受 妈 够了 大哥她已经不在了 你接受这个现实吧 看着她疯疯癫癫的 她的心很难受啊 谁说我的少轩不在了 我的少轩要长命百岁的 少轩 我的少轩在哪 少轩 霍夫人推开她的手 神情焦虑的四处张望着 小远爬下了餐椅 小跑着跑过去 抱住她的大腿 扬起了白皙干净的小脸 看着她 软软的说 妈妈 我在这里呢 少轩 霍夫人低头看着小远 突然眼眶一红 泪水就哗啦啦的流下来 她蹲下身子 一把抱住她 难过的说 少轩 你跑哪里去了 妈妈以为你不见了 吓死妈妈了 妈妈 对不起 我刚才在吃饭 害你担心了 少轩伸出小手 轻轻拍着她的背 太妈妈身边了 有了小远 霍夫人的情绪 总算是稳定下来了 苏静欢眸光有些锐利的 瞪了霍正南一眼 上前说 小远 你送婆婆回房间去 让她好好休息 珍妮 你得寸步不离看着 不能让小远发生一点意外 霍正南有些心虚了 抿着唇 不说话 少奶奶 我知道了 夫人 咱们和轩少一起回房去吧 珍妮扶起霍夫人 她刚才本来在房间里 安静的织毛衣 突然心血来潮响起了少轩 她就要跑出来找人 她拦都拦不住 幸好有小远在 否则她都不知道 怎么收拾这烂摊子了 妈妈 我陪你回房 小远向苏静欢点了点头 然后和珍妮 送霍夫人回房去了 看着他们离去的背影 情绝天眉头紧皱 低声问 花 霍夫人这事 苏静欢叹息 爸 我婆婆 她一子成狂 精神出现了一些问题 我和猎臣也是因为这事 才决定搬回这里住 霍夫人精神出现了问题 你还回来这里住 你不是很危险吗 她现在肚子都这么大了 如果出了什么意外 那还得了 秦绝天满脸担忧 爸 你不用担心 现在婆婆 把小远当成了是她的儿子 只要有她在 她的情绪就不会出现问题 也不会失控 她毕竟是猎臣的妈妈 她现在变成这样 我们不能不管 倒是有人不顾夫妻情意 还想起诉原配夫人 简直禽兽不如 苏静欢冷冷地逆着霍震男 被霍夫人打了一顿的霍震男 脸色难看的 就像采到米田共似的 她揉着不断传来剧痛的手臂 脸色不悦地说 猎臣 你好好招待亲家公 我有事先出去了一趟 她哪里还有面子留在这里 霍夫人竟然挑在这时候发疯 把她的眼脸全毁 她真的很 做错事的人是她 她瞒着她 跟别的男人生下孽种 让她养了这么多年的便宜儿子 她已经很厚待她了 霍裂臣冷领的眸光 只是淡淡地扫了她一眼 秦老 我有事先走了 你不用客气 你在这就当这里是你的家 请自便了 霍震南看向秦觉天说 霍老 你有事先去忙 我今天主要是为了花来的 你不用招待我 秦觉天对她也很冷淡 看她对结发妻子这狗很近 她的心便很不舒服 她对自己妻子尚且这样 她也没指望她能善待花 刚才在院子里和花相遇时 她对花的态度 她心里还耿耿于怀 霍震南匆匆和保镖走了 心里愤恨着 她就不应该回来的 最好这辈子都不要见到这疯婆子 少爷 少奶奶 霍震南刚走 一名庸人匆匆快步进来 说 苏振雄先生来拜访 苏敬欢嘴角微抽 泽泽 大家约定好的吗 请她进来吧 霍列臣扶着苏敬欢到大厅的沙发坐 爹地 秦明熙心里明白 苏振雄这是为她而来的 她有些紧张地看着秦觉天 她不喜欢苏家 更不喜欢苏振雄的为人 明熙 爹地说过的话是算数的 爹地尊重你的选择 秦觉天伸手拍了拍她的肩膀 秦明熙抿着唇 轻轻点了点头 苏振雄在庸人的带领下进来了 看到秦明熙 两只眼睛亮得跟什么似的 她上前 握住她的手 激动地说 你是我的儿子 明熙 你跟爸爸回家好不好 爸爸很需要你 看着苏振雄 那一副父子情深的模样 苏敬欢忍不住嘲讽的冷笑 如果当年没有抱错孩子 秦明熙生活在苏家 她的命运一定跟她不一样 她肯定会被她宠着吧 她这些年受的苦 真够冤枉啊 霍列臣骨节分明地长指 轻轻揉着她的掌心 默默地联系着 新书男主角 是霍列臣和苏敬欢的儿子了 书名团宠四岁半 妹妹马甲又掉了 苏敬欢回眸看着身边的男人 跌进了她 染着宠溺的深邃眸子里 唇角微翘 扬起一抹俏丽的甜笑 手指张开 穿插在她的修长的手指尖 和她食指紧扣 掌心相贴 她对苏振雄已经没有感觉了 她现在对她来说 顶多就是一个比较熟悉的陌生人 她还舍不得 为了她跟自己置气呢 她现在有疼爱她的丈夫和亲爸爸 她已经被幸福的感觉包围了 霍列臣修长有力的手臂 还住她的腰 把她拥进自己的怀里 让她靠在自己身上 安全温暖的气息 萦绕在她的身上 苏敬欢轻轻一笑 抬头看着秦明熙 她是个聪明人 她知道做什么样的选择 对她才是最有力的 苏先生 很抱歉 我已经习惯了在云城的生活 过两天 我就会跟我爹地回去 我不会留在景城 秦明熙看着眼前 殷切地看着自己的男人 心里没有半点好感 她还在娘胎的时候 她就已经出轨了 后来还纵容小三伤害 和陷害她的生母 把她赶出家门 她是不可能 认这样一个渣男当爸爸的 苏震雄听到她喊自己苏先生 一颗赤裂的心 瞬间像被倒了一盘冰水 她浑身微颤 嘴角微动 明熙 你是我儿子 你身上流着我的血 你的跟在苏家 你怎能 你应该听说过吧 生父不及养父大 我是我爹地养大的 伸手挽住她的手臂 神情很坚决 明熙 你这样对我不公平啊 当年不是我抱错孩子的 我没有错 眼看着自己儿子不认自己 苏震雄真的慌了 秦明熙看着她 眼神寂寞生又冷漠 对 孩子不是你抱错的 但是这样 就能说明你没有错吗 当年我妈生我的时候 你在哪啊 如果你能好好陪伴在她的身边 我能被人抱错吗 苏静欢聪根般白皙的线长手指 轻轻敲着桌面 笑里藏刀的落井下石 你是不知道 你妈当年生你的时候 她在其他女人的温柔乡里呢 原配夫人生的孩子 被当成狗 小三怀孕了 被她当成宝 现在 你还有脸来认儿子 你算是我见过脸皮最后的扎爹了 苏震雄被她明朝暗讽 骂得脸色一阵清一阵白 额头上的冷汗 更是不断地往下滑落 当年我一时糊涂 我是错了 但我已经改过自身 我会补偿的 明熙 只要你跟爸爸回家 你想要的一切 爸爸都会给你的 苏先生 你是不是太天真了 跟秦家相比 苏家连屁都不是 明熙 你可要认真考虑哦 苏静欢连肖带打 她委屈了她这么多年 今天总算是真正出了一口恶气 她此刻的心情无比地痛快 苏先生 你不用再说了 我不会给你回去的 你走吧 秦明熙转过身去 连看她一眼都不想了 明熙 看着她连看都不看自己一眼 苏震雄的心顿时哗啦啦地碎了 她一心想让儿子回苏家认祖归宗 没想到只是自己一厢情愿 爹爹 你喝杯茶消化一下吧 秦明熙不再理她了 倒了一杯茶递给秦绝天 秦绝天伸手接过茶杯 喝了一口 抬头看向伤心的苏震雄 轻叹一口气说 苏先生 孩子已经长大成年了 他有权选择自己的去留 希望你能看开点 不要抢求 现在女儿是你的 连我的亲生儿子也是你的 你当然能说风凉话 我什么都没有了 苏震雄生气地说 苏静欢眼眉一条 凉凉地说 谁说你什么都没有的 你还有苏夫人 苏清婉 他们两母女一定很乐意回苏家的 儿子是个宝 女儿就是根草 一点价值都没有 苏震雄的老脸有点挂不住了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 你不是这个意思 你是哪个意思 苏静欢冷笑 苏震雄知道 苏静欢这么多年来 对他累积了很巨大的怨气 他叹息一声 黯然地说 静欢 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都没用 我真诚地向你道歉 对不起 他现在既是秦绝天的女儿 又是霍列臣的妻子 任何一重身份都碾压他千万倍 他不敢再给他脸色看 苏先生 你千万别这样说 虽说我在苏家过得不如狗 不过始终是你养大我 我得向你说一声谢谢 自此之后 我跟苏家没有任何关系 如果你没什么事 请你离开 他不想再看到他了 苏震雄握了握拳头 就像斗拜的攻击 神色黯然 他看着秦明熙 嗓音嘶哑地说 明熙 如果有一天你改变主意 你一定要回来 苏家的大门永远为你敞开 他说完 神色黯然地转身 迈开了有些蹒跚的脚步 狼狈地走了出去 秦明熙回头 看着他有些孤寂的背影 眼中露出了一抹茫然 他这样做 是不是有点不笑 秦绝天伸手轻轻拍了一下 他的手背 看向苏静欢说 花儿 我们也该走了 我们明天会乘坐 私人飞机回云城 你身怀六甲 就不用来送我了 你要好好保重身体 爸爸 苏静欢来到他的面前 伸手拥抱了他一下 眼眶微红 你要保重身体 等我孩子出生了 我会带他去看你 暗杀他的人 已经追到了景城 可见他在云城里 也是危机四伏 他很担忧 秦绝天握住他的手 满脸刺香地说 我会在云城等你回家 你放心 我不会再吊锒铛了 我会好好照顾爹爹 秦明熙来了景城一趟 似乎长大了 成熟了不少 我爸爸就交给你了 苏静欢白皙的脸上 扬起了灿烂的笑容 他要用笑容送他们离去 他不要悲伤 霍列臣站在苏静欢的身边 手臂站有性地揽住他 看着秦绝天 以男人的骄傲发誓 他是我的一切 我会用我的性命 护他一辈子 秦绝天笑了 他伸手拍了拍他的肩膀 把花儿交给他 他算是放心了 现在有送礼物功能了 喜欢本书的亲呢 可以送礼物守护哦 在悬崖底下 云墨云把暖玉抱回山洞里 让他坐在一块大石上 他蹲在他的面前 伸手握住他的脚踝 修长的手指轻轻揉着 说 你的脚踝扭伤了 有些错位 我帮你矫正 可能有一点痛 你忍耐一下 看着自己的脚 落在男人的手里 卵玉感到有些羞耻 他缩着脚 想挣脱他的手掌 但男人的手仓劲有力 他握住了 就不容他挣脱 如果他不帮他矫正 他的脚根本无法走路 而且久了会红肿起来 到时候更麻烦了 你放手 我不用你管 卵玉气呼呼地瞪着他 在苏家的时候 他永远都忘不了 他像自己开的那一枪 他既然想他死了 现在又何必管他的死活 你是我孩子的妈妈 我不可能不管你 你忍耐一下 很快好 是你的 孩子是我自己一个人的 突然一阵剧烈的痛楚传来 暖玉发出了惨烈的叫声 不过那痛只是一瞬间 一下子又不痛了 好了 你可以站起来走路看看 云墨云混血的俊脸上 露出一抹帅气的笑容 我真的可以走路了 暖玉点着脚尖 有点不太敢 相信我 可以的 云墨云伸手扶住他的手臂 让他走在地上 暖玉半信半疑 慢慢放下脚根 小心翼翼地走了两步 脸上露出惊恶的神情 太神奇了 竟然真的不痛了 你坐在这里休息一下 我去烤鸡 很快就有吃的 云墨云扶着他 让他坐在大石上 点燃了篝火 把两只处理好的山鸡串起来 架在篝火上面开始烤 不到一会儿 烤肉的香味 弥漫在山洞里 早已经饿得前胸贴后背的暖玉了 眼巴巴地看着 只差没流口水了 好香 肚子饿得咕咕叫 暖玉伸手捂着肚子 满脸的委屈 如果他没有来找他 他就不用这么凄惨 连饱饭都没得吃 他太惨了 云墨云听到他的肚子在咕咕叫 他没有取笑他 而是在很认真的烤鸡 他撕开一只烤熟的鸡腿 用洗干净的荷叶盛着 递给他 这里没有调料包 味道可能有点淡 不过这是山鸡 肉质还是挺好的 你尝尝看 鸡腿烤得金黄金黄的 散发着不断勾引着他 味蕾的肉香 暖玉看着 眼眶突然泛红了 怎么了 云墨云见他又想哭的样子 有点惊慌了 暖玉伸手接过鸡腿 狠狠瞪了他一眼 都怪你 如果不是你 我怎么会来到这个鬼地方 吃不饱睡不好 还弄得满身都是伤痕 我恨死你 对不起 是我连累你了 看到他难过 他也跟着难过了 你放心 我的伤势已经好得差不多 等会我就去找能出去的路 我不会让你留在这里太久的 这里是悬崖底 哪有路可以走 暖玉张口咬了一口鸡肉 虽然没有调料 但对已经饿了几天 一口肉都没吃过的他来说 这已经是神仙肉了 他吃了一口 开始狼吞虎咽起来 妈呀 这太好吃了 他觉得 这是他吃过最好吃的烤肉了 吃慢一点 这里还有很多 鱼墨云见他吃得这么焦急 心突然紧揪了起来 在悬崖底这几天 他太苦了 他把烤好的鸡肉撕开 放在荷叶上放凉 然后放在他的面前 看着面前 那堆被他细心处理过 还剃去骨头的烤肉 满玉吃了几口 眼泪突然滴滴答答的掉下来了 如果他没有回景城 留在色城里 或许他的梦就不会醒 一直在虚幻的梦里 被他娇宠着 就像眼前一样 就算被欺骗 也心甘情愿 那该多好啊 怎么了 肉不好吃吗 鱼墨云见他哭了 来到他的身边 用清洗干净的手 擦去他脸上的泪 暖玉台 其泪水迷蒙的眼睛 看着一脸担忧地 看着自己的男人 心却刺痛着 他现在对他好 是因为他失忆了 如果他恢复了记忆 他还会对他好吗 他还会执着苏静欢吗 明知道他心里爱的人 是苏静欢 但在他的温柔的表面下 他还是忍不住沦陷 他真的太没用了 你到底怎么了 鱼墨云见他不说话 心里更焦急了 你是不是身体哪里不舒服 他身体没有不舒服的 是心里不舒服 他眨去眼里的泪水 推开他的手 淡淡的哽咽 我没事 你喝点水吧 鱼墨云拿起 装着山泉水的竹筒递给他 眼睛闪亮闪亮的 你肚子饿了 多吃一点肉 他怀着孩子 不能饿肚子 暖玉伸手接过竹筒 喝了几口水 发现里面的水温温的 脸色微正 不管是失忆前 还是失忆后 他依然这么细心体贴 如果不是那个丧心病狂的鱼墨云 那该多好啊 他实在是太饿了 他竟然把鱼墨云撕下来 给他的烤肉全部吃完了 半想 他才发现 烤肉几乎被他吃完了 而他竟然连一口都没有吃 他饿然了一下 惊讶地问 你为什么不吃 云墨云混血的俊脸上 露出一抹帅气的笑容 满足地说 看着你吃就够了 我不饿 他饿了 他可以去吃那些酸色的野果 而他是孕妇 烤肉当然要给他吃了 你这个笨蛋 你怎么可能不饿啊 暖玉把剩下的一只鸡腿递给他 我也咬着下唇说 赶紧拿去吃 先说明 我不是原谅你 我是担心你饿死了 没人再去给我抓山鸡来烤 我没关系 你吃就好 我可以去摘野果吃 外面很多山鸡 大不了 我已经吃饱了 你不吃就扔掉吧 暖玉把鸡腿塞进他的手里 然后背过身 转到另一边去 我吃 你不要生气 于墨云以为他生气了 胆紧张口 用力咬了一口鸡腿 嘖嘖有声地吃了起来 他失忆后变了很多 脸上再也没有了阴质的气息 温和地 让他不知不觉放下心头里的芥蒂 暖玉莫的用力摇了摇头 心里有些懊悔 可恶 他怎能这么容易 就被他迷惑 今天收到九个礼物 好开心 谢谢送礼物的宝贝们 大家想送礼物 可以再点催更哪 有个送礼物的 把晴绝天他们送走后 苏静欢和霍烈臣 来到霍夫人的卧室 霍夫人吃了药后 已经沉沉地睡去了 小远坐在床边 正在玩着魔方 看见他们来了 立即站起来 姐姐 姐夫 你们来了 小远真乖 婆婆的情绪能稳定下来 你功不可没 苏静欢见霍夫人睡得安稳 心里很欣慰 他伸手揉了柔小远的发顶 脸上露出高兴的笑容 能够为姐姐分忧 小远很高兴 以前姐姐 为他吃了很多苦头 他发过誓 这辈子 他一定会好好报答他 小远真懂事 霍烈臣的视线 落在了桌面上 那里有一件 织了一半的毛衣 眸光不禁黯然了一下 就算霍少轩不在了 他依然记得 每年都要给他 织一件毛衣 在他的心目中 他始终站不了一席之地 烈臣 来 苏静欢握住他的手腕 把他拉到了桌子前面 伸手拿起那件 织了一半的毛衣 往他的身上比划 轻媚的毛子 练艳着一抹笑意 巧笑倩兮地说 你看 这是婆婆给你织的毛衣 霍烈臣深邃的眸光威廉 淡淡地说 别闹了 这是给我大哥的 不是给我的 这你就错了 这件毛衣 的确是霍夫人织给你穿的 我亲耳听见的 他还问珍妮在上面 绣什么图案 你才会喜欢呢 你要是不相信 你可以问珍妮 珍妮没胆地骗你 苏敬欢耸肩说 珍妮上前来 脸上扬起笑容 轻声说 少爷 少奶奶说的没错 这件毛衣 的确是夫人要织给你穿的 也许在夫人的潜意识里 他也觉得 是亏欠了少爷吧 才会破天荒地为他织毛衣 霍烈臣脸上露出了一抹惊恶的神色 满脸不敢置信 不可能的 谁说不可能 万事皆有可能 你就等着收婆婆织给你的毛衣吧 如果这件毛衣 能够化解他们两母子之间的隔阂 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现在霍夫人变成这样 她已经得到了报应 过去的恩恩怨怨 她也不想再追究 霍烈臣回头看着 躺在床上睡得沉稳的母亲 被她伤得千疮百孔的心 直到这一刻 才获得那么一丝丝的温暖 好了 我们不要打扰婆婆消息 苏敬欢挽住她的手臂 她知道她感动了 母子哪里有隔夜愁的 就算再多地过错 依然有着割舍不断的血缘关系 她低头看着自己隆起的肚子 唇边泛起了一抹柔和的笑容 霍烈臣看着她 手掌轻轻抚着她白皙柔软的脸 嗓音嘶哑地说 你是故意带我来这里的 我只是想让你高兴 苏敬欢把头枕在她的膀子上 唇边的笑容越发灿烂 葱根般纤长的手指 轻轻点着她的心脏 脚狭地说 怎么样 心里是不是很感动啊 你这小妖精 到了外面 霍烈臣修长的手臂 墨地抱住她的腰 把她抵在墙上 苍镜有力的手掌 不可否认 知道那件毛衣是支给她 她的确是很高兴 心里很感动 不过苏敬欢那想要 给她惊喜和快乐的心 让她的心更震撼 更难以把持 此刻没什么能够彼得上用 狂热地吻来表达她的喜悦的心情 这家伙行动起来 真不用分时间地点 这里可是走廊啊 随时都会有人经过 嗯 苏敬欢被她吻得满脸娇羞 她伸手抵住她的胸膛 想把她推开 但是男人那皆是昂藏的身躯 那么的强悍 她在她的面前抗议 无疑是蚂蚁汗大树 直到 苏敬欢脚上突然传来一阵剧烈的抽痛 她紧揪着她的衣服 发出惨烈的叫声 啊 好痛啊 差点情难自控的男人 见她脸上露出痛苦的神情 焦急了 媳妇 你怎么了 媳妇 你别吓我 看到她那痛苦的神情 她的心就像被针刺一样 难受地紧揪紧揪着 苏敬欢抽着气 轻眉的毛子水汪汪 难受地说 我脚 脚抽筋了 好痛 霍列臣赶紧伸手把她抱起来 把她放在沙发上 伸手脱去她的鞋子 修长的手指 有些微颤地给她揉着脚 少奶奶 怎么了 听到叫声的珍妮 赶紧匆匆走过来 担心地问 她的脚抽筋了 霍列臣焦急的额头上渗出了冷汗 我去弄一条热毛巾 给她敷一下脚 珍妮赶紧走进里面去 拧了一条热毛巾出来 敷在她的脚上 怎么会这样 看着她痛得脸色发白 霍列臣心疼死了 她隔着热毛巾 揉着她的腿 珍妮在一旁说 少爷 你也不用太担心 孕妇很容易腿抽筋 这也算是正常的事 下回去产检看一下 会不会缺盖什么的 敷了热毛巾 在霍列臣的按摩下 疼痛总算是缓和下来 苏静欢苦逼地说 腿抽筋也算是正常事 那我还有半年才能生孩子 我岂不是很苦逼 就像有些人怀孕了会孕土一样 抽着抽着就习惯了 她才不想习惯这种痛楚 媳妇 还痛不痛 看见她受罪 霍列臣的心也很难受 早知道怀孕这么累这么痛苦 她就不应该让她受这种罪 苏静欢动动脚 摇头 我没事了 珍妮 你赶紧去看着婆婆 小远一个人在那里 我不放心 好 我现在就去 你们有什么事就叫我 珍妮点头 转身走了出去 为了方便照顾霍夫人 他们现在睡的房间 就在霍夫人卧室的隔壁 媳妇 没事了 你就该午休了 霍列臣把她的裙子拉好 抱起她 轻轻放在床上 她坐在床边 伸手轻轻抹扎着她的脸 低沉的嗓音 透着一抹难受 让你受苦了 苏静欢握住她微颤的手掌 微微一笑 一有所指的说 十月怀胎真的不容易 霍列臣知道她想说什么 她拉起被子给她戴上 低声说 你放心 她始终是我妈 她现在变成这样 我不会再怨恨她 我会想办法把她的病治好 能做的 她都会去做 听到她这样说 苏静欢就放心了 她握住她的手 有些忧愁地说 还没有找到暖郁吗 也不知道她现在怎么样了 她身体还没恢复好 又怀孕了 她到底跑哪里去了 她真的很担心她 她有心躲起来 景城说大不大 说小也不小 她躲着不出来 我们很难找到她 你别担心这么多了 她可能只是一时想不开躲起来 等她想通了 她会回来找你的 霍列臣伸手轻轻抚摸着她的脸颊 倒是你 肚子越来越大了 好好休息 别让我担心 我很好 你别担心我 你赶紧去工作吧 我自己午睡就行了 苏静欢知道她工作很忙 她也不想耽误她 每次看到她熬夜加班 她也很心疼的 好 你好好休息 我去工作了 傍晚我回来陪你用晚餐 霍列臣低头在她的唇上 轻轻吻了一下 这才站起来 整理了一下身上 稍有些凌乱的衣服 迈开长腿 离开了房间 苏静欢躺在床上 看着白色的帐顶 忧伤地说 暖郁 你千万不要出事 你快点回来吧 我很担心你 她了解暖郁的性格 其实她是个很倔强的女孩 她不轻易动情 一旦动情了 就不会再爱上第二个男人 她对于墨云用情至深 她知道她死了 她一定会很难过 按照她的推测 她应该会到悬崖 去找于墨云的 但霍列臣派人去找了好几回 都没找到 她到底去哪了 苏静欢辗转了一会 最终抵不住困意 沉沉地睡去了 暖郁故意躲在悬崖底的山洞里 她们又怎能轻易地找到她呢 随着日渐寒冷的天气 在悬崖底里的时间也很难熬 她身上穿着的衣服 已经很多天没有换洗 云末云很积极地找离开的路 但从白天找到晚上 依然一无所获 她抓了一只野兔回来 烤了一半 另一半用来熬了一些肉汤给她喝 现在天气这么冷 喝点热汤会暖和一点 暖郁不想理她的 但想到她身上的伤口还没痊愈 她还是心软了 她在外面采了一些药草回来 丢给她说 这些药草弄碎了敷在你的伤口上 有消炎杀菌的作用 能够促进你的伤口恢复 云末云拿着草药 洗上煤烧 她还关心她 代表她并不是那么恨她 她把药草放在一旁 用椰壳把熬好的热汤盛起来 递给她 高兴地说 现在天气这么冷 你喝点热汤吧 你的身体会暖和一点的 暖郁抿着唇 她知道自己现在不能任性 就算她不顾着自己 也要顾着肚子里的孩子 她是孩子的爸爸 她照顾 她是应该的 她伸手接过热汤 喝了一口 她采了一些可以食用的菇 放在里面一起熬汤 口感竟然非常好 鲜甜可口 怎么样 好喝吗 云末云眼巴巴地看着她 为了熬着锅汤 她用了很多心思 她虽然不记得以前的事 但她这么恨她 她一定是做了很多不可原谅的措施 她想弥补 她费尽心思地想讨好她 马马虎虎 还可以吧 暖郁淡淡地说 但是喝汤的动作却没有停下来 一口接着一口 天知道这几天在悬崖底里 她吃的都是一些什么鬼 现在能喝到这么美味的汤 她已经感动得想哭 看着她喝得津津有味 云末云知道 她喜欢喝这汤 混血的俊脸上 不禁扬起了一抹帅气的笑容 她的脸已经清洗干净 她笑起来很好看 特别是那突出的混血俊脸 还有那一双深入海底的深邃眼睛 不知不觉让人沉溺进去 而不可自拔 你笑什么 不准笑 暖郁赶紧别开 差点沉溺进去的视线 粗声粗气的呵斥 当初 她就是这样被她骗了 跌进了她的温柔箱里 迷失了自己 最后差点连自己的性命都搭上 你不要生气 我不笑就是了 这兔肉烤好了 我把骨头剔除了 把肉给你吃 云末云不想她生气 胆紧脸去脸上的笑容 低下头 拿了两片荷叶放在地上 把兔肉包下来 把肉和骨头分开装 暖郁放下椰壳 喝了肉汤后 她感觉整个人都暖和了 看着低头认真地 为自己准备食物的男人 她的心暖了 比喝了热汤更暖 她看着她 忍不住冲口而出 余末云 你后悔了吗 后悔曾经对她做过的那些错事 什么 余末云把烤肉弄好 放在她的面前 俊美的脸上露出了 人畜无害的温暖笑容 我把骨头都剔除掉了 你可以放心吃 她用木头 弄了一把尖锐的叉子递给她 你用这个叉来吃 就不会弄脏手了 不管是以前还是现在 她依然是个这么细心体贴的人 仿佛从来没有改变过 那样的自然 一点都不像是装的 暖玉握着那尖锐的叉子 看着她 余末云 你现在对我做的一切 都是出自你的真心吗 余末云有些迷茫地看着她 你怎么了 我是真心地想对你好 你不相信我吗 暖玉的声音哽了一下 你以前也是这么温柔地对我 不管我想要什么 你都会给我 但是 你表面对我好 暗地里却不断给我插刀 你让我很痛苦 我知道自己该恨你 真的 我该恨死你的 余末云见她眼中闪动着泪光 有点焦急了 突然仰起手掌 用力往自己的脸上打去 啪的一声脆响 她打得很用力 她看着她 用恳求的语气说 我不知道 我以前到底做了多少伤害你的事 但那都已经过去了 现在的我 已经不是以前的我 我保证 我以后不会 再做任何伤害你的事 请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你相信我好不好 暖玉被她突然地举动吓了一跳 她的眼神很真挚 让她的心一下子乱了 她伸手捂住心口 眸光有些凌乱地看着她 难过地说 余末云 你不要这样 不要逼我 我不知道 我还能不能相信你 我很害怕 我真的很害怕 如果她恢复了记忆 她还会这样对她吗 她不敢赌 她不想再受一次伤 如果再来一次 她一定会崩溃的 她的心已经脆弱地 再也承受不起一丝的打击 余末云轻轻握住她的手 看着她 神情认真的说 没关系 我不会逼你 你慢慢想 慢慢考虑 我会等你 等到你愿意再次敞开心扉接受我为止 她说完 混血的俊脸上 渐渐露出一抹帅气迷人的笑容 她太温柔了 暖郁的心跳 砰砰砰地狂跳起来 她 赶紧把手抽回来 然后跑到外面去 伸手拍着有些发烫的脸颊 外面的温度很低 凉嗖嗖的寒风吹拂在她的脸上 冰凉冰凉的 但她脸上的灶 却好像降不下去了 一直发烫 云末云知道她跑出来想冷静一下 她不应该打扰她 但是此刻 外面太冷了 她怕她着凉 她来到她的身后 看着她那明明怀孕了 却依然单薄鲜瘦的背影 她的心不禁微微紧揪了一下 她站在她的背后 慢慢抬起了手臂 犹豫了一下 终于还是忍不住了 从背后抱住了她 嗓音低哑地说 这里风大 很冷的 你的衣服又不怎么保暖 让我抱着你 你会温暖许多 暖郁的身体僵住了 在色诚的时候 无数个夜晚 她都在这双温暖有力的 臂弯里入睡 她以为 这里就是她最安全的港湾 她相信她 把自己毫无保留地献给了她 她得了温存 也得到了恶果 她低头看着 环抱在自己腰上的手臂 眼睛微微湿润 她哽咽地说 你知不知道 你真是天下间最残忍的男人 你给我建了一座 无间不摧的城堡 正当我心无芥地地 在里面享受着的时候 你却又亲手把她摧毁了 连一片瓦碎都不留给我 让一个人从天堂 跌落到地狱里 最痛苦的 不是简单地捅她一刀 而是给了希望后 再狠狠地摧毁 我为我以前做过的混账事 向你真诚地道歉 暖欲 原谅我 我会用我的一生来弥补你 于莫云见她没有挣脱自己 心里不禁暗息 她嘴里说 不肯原谅自己 自己她的心已经在动摇了 她收紧了抱住她的手臂 下巴抵在她的肩膀上 悬崖底下的寒风有点大 呼呼作响 身后的男人就像火炉一样 不断地温暖着她 让她感觉不到一丝的寒意 暖欲抬头 看着渐渐在天边升起的月亮 双眸变得迷离 她该原谅她 再给她一次机会吗 天黑了 苏静欢这一天睡得很沉 直到傍晚她才醒过来 她赶紧爬起来 这么晚了 少奶奶 你醒了 听到卧室里有动静 桃桃推门走了进来 她今天才从新别墅那边搬过来的 我从白天睡到天黑了 你们也不叫醒我 少爷回来了吗 她还记得 她说要回来陪她用晚餐的 桃桃拿起外套给她披上 说 回来了 知道你还在睡觉 就没来打扰你 她和沈助理 还有唐小姐 在书房里开会 苏静欢有些惊恶地说 沈英杰 她不是脑子受伤了 这么快就让她来开会 霍列诚不让她在家里好好休息 这也太不惊人情了吧 桃桃耸肩说 听说是公司的业务出现了问题 连沈助理都来了 看来情况应该很严重 苏静欢眉头紧簇 研究院还在研究对付病毒的初始阶段 现在满城风雨 全城经济受损 或是集团作为领头羊 如果他们都扛不住 那景城的经济将不堪设想 现在外面 人心惶惶 除了各大超市和药房 其他的基本都已经关门了 再这样下去 景城的经济会倒退得很厉害 就算能够在病毒肆虐中幸存下来 也会有很多人饿死 景城里的消费水平很高 房价也很高 大部分的工薪族都是月光族 没了工作便断了收入 无法支付房贷车贷 现在治安也逐步出现问题 真不敢想象 以后会乱成什么样 苏静欢忧心地俯着肚子 现在也只能把希望寄托在研究院里了 陪着沈英杰来的游灵力 正在大厅里看电视剧 看见她出来了 立即站起来 少奶奶 灵力 沈助理的身子恢复得怎么样了 苏静欢向她摆了摆手 在她的对面 沙发坐下 少奶奶不用担心 她的身体康复得很好 不过医生 让她留在家里好好休息 她就是不听 苏静欢抱歉地说 她是列臣的全能助理 很多业务都是她在跟进 现在世道不好 公司业务出现了问题 得劳烦她带伤出山 少奶奶 你千万别这样说 反正她在家里 闲着也是闲着 游灵力赶紧说 见她那紧张的劲儿 苏静欢扑斥地笑了 眸光暧昧地看着她 别这么紧张 放轻松点 你现在还是跟沈助理住一起吧 你们发展得怎么样了 游灵力白皙的脸颊 顿时刷得一下子红了 她有点羞涩地低下头去 搅着手指 微咬着下唇 轻声说 也就那样 她受伤了 身子虚弱 我只是暂时在她的家里 照顾她 哦 是暂时吗 苏静欢眼眉一条 轻眉的眸子 练咽着一抹脚侠的笑意 难道 你们同一个屋檐下 都没有摩擦出什么火花吗 游灵力被她说的 连脖子都红了 少奶奶说话 能别这么直白吗 她会害羞的 怎么 你们不来店吗 苏静欢逆着她 唇角微翘 沈助理可是我们锦城 最有价值的钻石单身汉 如果你们不来店 那就太可惜了 最近有好几家豪门贵妇人 来托我做媒 希望我能牵根红线 把他们的女儿 介绍给沈助理 什么 游灵力差点忍不住跳起来 竟然有这种事 沈英杰只是一个助理而已 他们怎么会看得上她 你怕是不知道沈助理的身价 她除了是霍裂成的助理 自己还是股市操盘手 经她手赚的钱 可以用来堆金山银山 你在她家里住 你不可能不知道她有钱吧 这些还是霍裂成告诉她 说实话 这沈助理平时看起来 抠抠嗦嗦的 没想到这么有钱 我知道她有钱 但不知道她有多有钱 游灵力有些尴尬的 伸手挠了一下头 原来她的钱 都是通过股市赚回来的 她就说嘛 她年纪轻轻 怎么可能赚这么多钱 她之前一直怀疑 她是霍震男的私生子 她那些钱 都是霍震男给她的 现在看来 她真的是凭自己的能力赚的 她对她的崇拜 不禁又多了几分 她看上的男人真厉害啊 苏静欢看着她 似笑非笑地说 我告诉你 沈助理身价不菲 景城里很多名门闺秀 都盯上她了 有钱长得帅 加上父母双亡 不用担心结婚后 有难解决的婆媳关系 沈助理炙手可热 是难得一遇的好老公人选 改日 我带你去参加一下名媛派对 你就知道 沈助理有多受欢迎 游灵力顿时紧张了 她真不知道 沈英杰这么受那些名门闺秀的欢迎 她焦急地说 有趣味地看着她 为什么不用给她介绍对象 沈助理年纪也不小了 再单身下去 他们沈家得段子绝孙了 我老公是她的顶头上司 我怎么也得帮一把 男人嘛 成家了 心稳定下来 才会更忠心 少奶奶 你放心 沈英杰对霍少很忠心的 她绝对不会背叛霍氏集团 游灵力焦急地说 看着她那焦急的模样 苏静欢眸光更狡黠了 但 我更关心的是她的终身大事 眼看着对方都已经濒临城下 她再退 就真的啥都没了 游灵力末地咬牙 豁出去了 其实她现在已经不是单身了 她有女朋友了 哟 沈助理有女朋友了 真神速啊 这脑子才刚好 就交上女朋友了 谁这么幸运 灵力 你照顾她这么久了 你该知道她女朋友是谁吧 赶紧介绍给我认识一下 苏静欢看着她 唇角微翘 一副很有兴趣的样子 她不是什么名媛归秀 她只是一个普通的女孩 她没有显赫的背景 也没有倾国倾城的盛世美颜 我怕少奶奶会失望 游灵力有些自残心晦地说 苏静欢也没一挑 神情严肃地说 灵力 你觉得我是这么肤浅的人吗 见她突然变了脸色 游灵力的心顿时一跳 赶紧说 少奶奶当然不是肤浅的人 那不就得了 赶紧告诉我 沈助理的女朋友是谁 我得去挑选一份适合的礼物送给她 苏静欢催促 少奶奶有心了 不用送礼物这么客气 其实沈英杰的女朋友是 游灵力脸红了 她伸手指了指自己 羞涩地说 是我 见她终于肯承认 苏静欢再也忍不住了 扑斥地笑了出来 少奶奶 游灵力惊恶地看着她 滔滔在一旁忍不住笑了 游小姐 我们家少奶奶在逗你玩呢 你跟沈助理一起这么久了 我们少奶奶早就知道 你们日久生情了 我们就等着喝你和沈助理的喜酒了 少奶奶 你太坏了 你竟然这样捉弄我 游灵力连耳根都红了 谁让你吞吞吐吐地 问你话 你一点都不干脆 苏静欢拿起一颗酸梅放进嘴里 少奶奶 我们家灵力脸皮薄 你不带这样欺负她的 沈英杰来了 听到他们的话 立即化身为护妻狂魔 坐在她的身边 握住灵力的手 轻吼说 她就是喜欢捉弄人 没个正经的 不用理她 苏静欢吃着酸梅 好整以侠地说 嘖嘖嘖 我还以为善变是女人的专利 原来沈助理也喜欢善变啊 你不是说 女人都是麻烦 你是不婚主义者 怎么 想祸害灵力 那是因为 我还没遇到灵力 遇到她之后 我才发现 我的满腔热情 都只能为她沸腾 沈英杰洋洋得意地说 靠 你也太肉麻了吧 这谈恋爱的男人 怎么跟转性似的 苏静欢做了一个想吐的表情 切 我怎么肉麻也比不上少呀 趁着霍烈尘还没出来 沈英杰学着她的语气 摆出一副罪态的样子 还挑起了兰花纸 捏着嗓子说 苏静欢 我在找你 老子就是狗 不 苏静欢嘴里的酸眉和笑喷了出来 这梗过不去了 天啊 不会吧 游灵力惊讶的瞪大眼睛 霍哨 怎么可能 夜总会里的人都说 她是禁欲男神 从没正眼看过别的女人 沈英杰感慨地说 谈恋爱的男人 情商智商都归零 你是没看见她当时那死狗的样子 她的话还没说完 空气中突然想起了一把 低沉阴质的有些吓人的危险嗓音 你们在说什么 笑得这么开心 说出来 让我也乐意乐 啊 少爷 我一看 只见那脸色阴质地 跟阎罗王式的霍裂臣 正徐步而来 顿时吓得小心脏 扑通扑通地狂跳 立即握紧了游灵力的手腕 站起来说 天色不早了 我们得回去了 再见 沈英杰说完 拉着游灵力 立即飞奔似的 往外面走了 这求生欲杠杠的 我什么都没听见 我去准备晚餐 知道了少爷的糗事 他被灭口的淘淘 赶紧转身 跑出房去了 苏静欢仰手 看着向自己走来的那人 轻眉的眸子 练咽着脚下的光 戏谑说 你爸气侧漏啊 你一来 大家全部都被你吓跑了 霍裂臣走到他的面前 伸手抬起他的下巴 轻横 无胆匪泪 刚才是不是说我坏话 跟在他后面的唐轩 嘴角微抽 他们是不是忘记他的存在了 啊 大家平分请平五星哦 啊 谁说你坏话了 说你什么坏话了 我没听见啊 苏静欢眨了眨明艳 动人的水眸 看到他后面的唐轩 粉颊顿时一红 赶紧把他的手拿开 脸颊燥热地站起来说 小姨 唐轩穿着一身艳丽出众的旗袍 苏静欢发现 他真得很喜欢穿旗袍 不过他的身材很好 贴身的旗袍 把他的身材优势 完全勾了出来 定力不行的男人看到 他这穿着 都忍不住喷鼻血 你们继续 不用管我 花 你在这还住得习惯吗 唐轩手里 握着没有点燃烟丝的烟斗 那画着妖艳妆容的脸上 露出一抹妖娆的笑容 他今天是来跟霍列臣 谈公司的事 顺便也想了解一下 他在这生活的怎么样 我也是刚搬过来 暂时还没什么问题 小姨 你会跟我爸爸 一起回云城吗 苏静欢关心地问 虽然情绝天不说 但他能感觉得到 他对唐轩 有一股说不出的恨意 也许 他是恨他抱错了孩子 让他们两父女 骨肉分离这么多年 唐轩仰了仰手里的烟斗 潇洒地说 不了 我在景城生活了这么多年 我已经习惯了这里的生活 我想我这辈子 都不会离开这里 他的视线落在他的肚子上 笑着说 我还想等着小宝宝出生呢 那太好了 小姨你在这里 我就不怕 有人会欺负我 苏静欢立即高兴地说 霍列臣嘴角微抽 伸手轻轻掐了一下他的腰 低沉的嗓音 透着一抹危险 苏静欢 有人欺负你了吗 这小气的男人 苏静欢眨着脚匣的毛子 鲜长的手指 轻轻搅住他的衣板 似笑非笑地说 现在是没有啊 谁知道以后的事 要是有人 在我怀孕期间熬不住寂寞 胡思乱想 霍列臣曲起手指 往他的脑门轻弹了一下 转向唐轩 神情郑重地说 我绝对不会允许这种事发生 那就好 天黑了 我就不打扰你们恩爱了 看着他们肉麻的秀恩爱 他牙齿都要酸掉了 小姨 晚餐已经准备好了 你不吃了再走吗 苏静欢立即说 我是时趣的人 我就不打扰你们烛光晚餐了 再见 唐轩扬了扬手里的烟斗 脉开了一双白皙的 让人羡慕妒忌恨的大长腿 往外面走去 苏静欢看着他潇洒的背影 有些感慨地说 小姨活到这把年纪了 依然一个人 无牵无挂 真洒脱 想做什么 就做什么 霍列臣伸手搂住他的腰 低头看着他 轻哼 一个人有什么好 生病了没人照顾 有事没人商量 说不定哪天死了都没人知道 苏静欢转过身来 伸出手臂还住他的脖子 亲妹的毛子 练咽着一抹脚侠的笑意 没遇到我之前 你不也不打算结婚 小姨只是还没遇上对的人 只要遇上了 我相信 她一定会有一个 幸福美满的人生 隋元 你肚子饿了吧 该去吃晚餐了 霍列臣说着 突然把她抱起来 啊 你干什么 苏静欢的身体 突然腾空而起 她赶紧搂紧了她的脖子 她瞪着她 这里是家里 很多庸人看着呢 看着就看着 我就想抱我媳妇怎么了 谁敢有意见 霍列臣抱着她 穿过大厅 来到了餐厅 一路上 苏静欢看到女佣 那羡慕的眼神 脸都羞红了 这男人真的够了 唐轩刚走出货家大门口 就看见了坐在车头上 抽烟的圣妖 她迈着妖娄的脚步走过去 坐在她的身边 那一双描绘精致的凤眼 闪烁着亮光 借个火吧 圣妖低头 把烟火凑进她的烟斗 吸了一口烟 让火星亮起来 把她烟斗里的烟丝点燃起来 唐轩深深吸了一口 缓缓地吐出了一圈一圈的烟雾 看着天边那一轮明亮皎洁的月亮 嗓音透着一抹感性的嘶哑 快过年了 你准备回老家了吗 自从她把秦明熙交给秦觉天后 她就漂泊在外 要不是霍列臣收容了她 她还不知道自己流浪到哪去了 现在景城事情这么多 我不能离开少爷的身边 圣妖摇了摇头 保护少爷是她的终生的使命 她是有 底的人 如果不是少爷不计前嫌收了她 她估计得饿死在这座寂寞的城市里 唐轩侧手看着她 你对她倒是挺忠心的 那当然 是她给了我重生的机会 她的命就是霍列臣的 唐轩看着她 突然一笑 问 你吃饭了吗 圣妖威威摇头 还没 少爷让我留守在这 送你回去 唐轩抽了一口烟 笑着说 那就顺便请我吃个饭吧 好啊 能请你吃饭是我的荣幸 圣妖低头看着她 她一向以农装试人 很少人看过她素颜的样子 看着那一层层眼饰饰的伪装 她突然说 其实 你素颜挺漂亮的 你已经不在 叶总会上班 为什么还化这么浓烟的妆容 唐轩耸肩 抬头看着明月 唇角微翘 嗓音感性地说 我不喜欢被人看透 化妆是最好的伪装 浓烟的妆容 掩不住眼里散发着的忧伤 圣妖冲口而出地问 你受过情伤 唐轩收回眸光 看着她 有些肆意地伸手搭在她的肩膀上 压低声音 语气暧昧地说 怎么 对我的过去这么感兴趣 该不会喜欢上我了吧 别怪我没提醒你 我不是一个值得男人爱的女人 圣妖的脸 顿时泛起了一抹皂红 她轻壳了一声 把香烟弄熄灭 丢在地上 跳下车头 神经 你比我大这么多 我怎么会喜欢上你 我要喜欢 也是青春靓丽的小姑娘 唐轩眯着妖娃的凤眼 唇边的笑意更深了 她长腿一蹬 手臂撑在车头上 随着夜风吹过 一头青丝风中飘逸 净显迷人的万种风情 也没一扬说 你这样打击我 你就不怕老娘 我伤心 她比她知大五岁 也没老到哪里去吧 谢谢给这本书 送礼物的宝贝们 么么的 爱你们哦 圣妖回头望去 差点被眼前的美色 迷惑得回不过神来 她一直都知道 唐轩很萨 身上那一股冷艳妖娃的气质 总是能把男人迷得神魂颠倒 她的虎去一阵 喉咙微微发紧 性感的猴杰律动了一下 她迅速把惊艳的视线别开 拉开驾驶座的车门 嗓音有些低雅的说 不是想去吃饭 走吧 看着她那青涩的神情 唐轩低笑了一声 身影矫健的落下地面 上了车 坐在副驾驶座上 扑着妖艳扣单的长指 勾起安全带记在身上 白皙柔软的手掌 轻轻撑住妖娃精致的脸颊 看着她有点手无足措的开车 她咯咯的娇笑 你是霍列城的保镖 定力差成这样 可怎么行啊 如果对方派个美女来诱惑你 你就自乱阵脚了 你怎么保护她 圣瑶的老脸更红了 她握紧了方向盘 脚踩下油门 她暗暗吸了一口气 让自己突然变得 浮躁的心情稳定下来 轻哼一声 有些掩饰的说 谁说我定力差的 我在霍少的身边保护 从来没有出错的 谁也诱惑不了我 她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了 刚才看到她那风中 妖艳的惊艳风情 她竟然差点把持不住自己 真的吗 唐轩突然轻声靠近她 如蓝的气息吐在她的脸上 那妖艳的烈焰红唇 差点碰到她的脸 轻声暧昧地说 连我也无法诱惑你吗 看见她那青涩的样子 她就有了一股 想要捉弄她的冲动 原来逗一个男人这么有趣 圣瑶顿时感觉到一股热气 从体内直往上冲 身体瞬间紧绷 踩油门的脚 差点踩错地方 她赶紧伸手 把她凑过来的脸推开 有些气急败坏地说 唐姐 你别玩了 她的心神已经被她缭乱了 看着她那激烈的反应 唐轩哥哥地笑得更开心了 她慢慢退回来 看着她红得发烫的脸颊 拿出口红 补了补妆 鄙视地说 这样就乱了 还不承认自己定力差 上次我跟你说的事 你考虑得怎么样 反正最近病毒肆虐 大家都闲着没事干 谈谈情 说说爱什么的 最适合不过了 她总算是安分了 圣妖暗暗吐了一口气 她怕自己再被她这样咬下去 这车就开不下去了 她摇下车窗 迎着那冰凉的风 摇头说 我自己的事自己会解决 不劳你费心了 给她介绍女朋友 算了吧 泽泽 你这人真奇怪 我说 你都已经一把年纪了 难道你没有需求的吗 唐轩大胆的眸光 往她望过去 当她看到她那若隐若现的 似乎有反应了 脸上的笑容更妖艳了 原来是个闷骚的男人 我现在只想好好工作 其他的事情 她火辣辣的眸光正在瞄着自己 圣妖满脸羞窘 她是个成年男人 血气方刚 说没有那方面的需求 那是骗人的 但她是个传统的男人 除非认定是非君不娶的女人 否则她不会允许自己贪意识欢 毁掉人家的清白 真没去 现在都没有营业的餐馆 去你那还是去我那 唐轩握着烟斗 吸了一口 吐出寥寥的烟雾 但是很快就被夜风吹散 圣妖一下子纠结了 孤男寡女共处一室 这不是她会做的事情 她皱眉 外面没开店的 我下次再请你吃吧 我回去吃个泡面就行了 吃泡面 唐轩鄙视的逆着她 你就不会动手做饭吃 圣妖耸奸 没所谓的说 我烧的饭菜太难吃 有外卖就吃外卖 没有我情愿吃个泡面 真难为你还能长得这么壮 没有变成瘦骨精 唐轩鄙视的逆着她说 这样吧 去我那 我给你烧一顿好吃的饭菜 圣妖的心顿时一阵荡漾 有些甘大地说 这样不太好吧 你自己一个人住 会不会不方便 唐轩似笑非笑地逆着她 你这个人真够磨叽的 怎么 怕我吃了你 真是的 她还是第一次 邀请男人上她家吃饭呢 圣妖的脸 一下子涨红了 我不是这个意思 你不是这个意思 是哪个意思 唐轩伸手撑住下巴 歪头看着她 一脸忧愁地说 还是 你觉得 我这个老女人 连邀请你吃饭的资格都没有 唐姐 你千万别这样说 你一点都不老 她保养得极好 看起来比 实际年龄年轻很多 就像二十几岁的年轻女子一样 一点都不鲜老 反而是她看起来 倒像是比她年长的 那就这么说定了 去我家吃饭吧 唐轩拍板了 既然你说我一点都不老 那你以后不能叫我唐姐了 叫我唐轩吧 圣妖握着方向盘的手掌心 不禁渗出了些许汗水 她最近对她特别殷勤 难道她真的看上自己了 见她那眼神闪烁的 唐轩看男人比吃盐还多 哪里摸不清楚她那点小心思 低笑说 喂 你别胡思乱想 老娘很享受单身生活 不想死在婚姻的坟墓里 我叫你去我家吃饭 是因为我觉得 一个人吃饭太寂寞了 我只是想找个人陪我聊聊天 仅此而已 圣妖顿时羞炯不已 赶紧把视线移到前面去 转身开车 唐轩握着烟斗 不时抽上一口 在寥寥的烟雾中 那一双明亮的毛子 就像夜空上的星星 一闪一闪的 很是妖美动人 送走大家后 苏静欢他们开始吃晚餐了 他把菜往小远的碗里夹 说 小远 你多吃点 这是我专门吩咐厨子给你烧的菜 你最爱吃的 这阵子 得麻烦你陪着婆婆 让她的情绪稳定下来 谢谢姐姐 我会一直陪着姐夫妈妈 直到她好起来 小远表示很高兴 她终于可以为姐夫和姐姐做一点事 小远真怪 谢谢你 她把霍夫人哄得很开心 霍列臣很感激她 姐夫不用客气 这是我应该做的 小远乖巧地说 少爷 少奶奶 陶陶从大厅里匆匆走过来 神色有些凝重 霍列臣把菜夹到苏静欢的碗里 淡淡地问 怎么回事 他是受过训练的人 没什么大事 他不该这么慌张的 陶陶有些无语地说 少爷 是老爷回来了 一起来的 还有少奶奶的妹妹 妹妹 苏静欢唇脚微翘 露出一抹讽刺的冷意 我的运气没这么好 我可没这么让人恶心的妹妹 听到她来了 她的确是惊讶了一下 这伤刚养好 她又迫不及待 跑来这里耀武扬威 她是想干什么 想让全世界人都知道 她是霍振男的情妇 哎呦 我忘记了 少奶奶现在跟苏家 一点关系都没有 陶陶轻轻长了自己一下嘴巴 说 苏静欢来了 把自己当成是霍家女主人一样 在大厅里 还使唤霍家的女佣干活呢 不成气候的跳梁小丑 老公 你有现金在身上吗 苏静欢已经吃得差不多 用餐巾擦了一下嘴角 我钱包里有一点 霍列臣把钱包拿出来 放在他的面前 别让那跳梁小丑影响你的胃口 苏静欢伸手摸了摸保障的肚子 轻媚的眸子 练艳着一抹妖娆的笑意 我是怀孕了 但你也不能把我当成母猪痒啊 你看我的腰都粗得像水桶一样了 她伸手往自己便粗了许多的腰上比划了一下 简直不敢相信 她是怎么把自己的小蛮腰糟蹋塌成这样的 她一脸生无可恋 不管你变成什么样 我都不会嫌弃你的 霍列臣见她那嫌弃的神情 忍不住笑了 切 你们男人就是这样 女人瘦的时候拼命喂养 说什么想把女人养成一头猪 看着自己的女人被自己喂胖 是一种幸福 这样还不会被别的男人拐跑 这是世界上最大的谎言 最后 女人真的胖成猪了 男人又开始嫌弃了 苏静欢鄙夷的说 你别一竹竿打成一传人 也许很多男人是这样 但我保证 我绝对不会嫌弃你胖成一头猪 霍列臣忍着笑意说 你才胖成一头猪 你全家都是猪 苏静欢瞪了她一眼 霍列臣喉间发出低沉的笑声 是 我们全家都是猪 咦 好像哪里不对劲 苏静欢伸手敲了敲脑袋 难怪人家说一运傻三年 看来她已经开始变傻了 少奶奶 你不用担心 有我掌管你的饮食 我绝对不会让你有机会 胖成一头猪的 桃桃忍着笑意说 苏静欢看着她 脸上的神情笑得阴险 桃桃 如果我生完孩子 真胖成一头猪 你就死定了 桃桃笑不出来了 她这是给自己挖了的坑 小远 有苏静婉在的地方 肯定不会有好事发生 这种撕逼场面 她不想吓坏小远 我吃饱了 我回房间去陪姐夫的妈妈 小远放下碗筷 乖巧地说 珍妮 带小远回房去吧 霍夫人睡了一个下午 应该也差不多醒了 是 少奶奶 珍妮上前来 拉开椅子 牵着小远的手 回房间去了 苏静欢拿起霍列臣的钱包 塞进口袋里 她站起来说 老公 你有事可以先去忙 我自个儿应付他们就行了 我没事 我陪着你 你记住你怀着孩子 别冲动 霍列臣不知道她葫芦里卖什么药 不过依她对她的了解 肯定不是什么好事了 苏静欢伸手抚摸着已经很大的肚子 惊笑 你放心 我不会乱来的 只要苏静婉不乱来 她又怎么会乱来 霍列臣伸出修长有力的手臂 还住她的腰 走吧 去看看他们想干什么 她相信她不会乱来才管 苏静婉上次挨了打 伤肛治愈 脸上那厚厚的粉底 都无法掩盖她的苍白 她堂而皇之地挽着霍正南的手臂 脸上带着嘚瑟的笑容 霍老爷 你这到底想做什么 他们还没离婚 她就带着别的女人招摇过世 她是认真的 霍正南眯着瑞丽的眸子说 列臣 把你妈叫出来 今晚无论如何 我都要跟她离婚 她真的受够了 那疯婆子就是神经病 每次回来 她都得胆缠心惊 霍列臣脸色有些铁青 拳头用力攥紧 眸光锐利地盯着她 爸 你别再闹了 原来是回来闹离婚的 难怪这么明目张胆 带着苏青婉回来 苏静欢脸色一沉 冷冷地说 霍夫人现在生病了 正是需要家人关怀的时候 霍老爷 你这样做 是不是太不尽人情了 霍正南不悦地说 我当他是家人 他又当我是家人吗 每次见到我 都是喊打喊杀 这日子 我不想再过下去了 必须得离婚 苏青婉看着苏静欢 煽风点火 霍夫人可不是什么省油的灯 姐姐 你忘记了霍夫人当初 是怎么对你的吗 苏静欢讽刺地说 苏青婉 你只是个永远见不得光的小三 你安了什么心 你很清楚 我也很清楚 你不用挑拨离间 只要霍夫人一天还在 你休想能够在霍家 讨到什么好处 苏青婉心里的怒火汹汹地燃烧起来 他抱住霍正南的手臂 柔软的身体 不断地磨蹭着他 委屈地说 老爷 你听听 他欺负我也就是欺负你 你答应过我的 等你跟霍夫人离婚后 你就会跟我结婚 对不对 霍正南伸手摸了摸他的头 安抚说 你放心 答应过你的事 我一定会做到 只要跟那疯婆子离婚了 我马上就跟你去领证 苏青婉脸上 立即露出了欣喜若狂的笑容 挑衅地看着他们 霍列臣和苏静欢 都被他的话惊到了 霍列臣生气地说 爸 你说的这些话 是认真的吗 他在外面怎么样 他不管 但是现在 他在家里横 他就不得不管了 苏静欢很吃惊 这霍老爷不是糊涂人 苏青婉是什么货色 他不会不懂 他怎么会答应娶她 霍正南不悦地说 当初我让你别娶这个女人 你一意孤行 不听我的话 现在 你这逆子倒想管我了 苏静欢挽着霍列臣的手臂 亲密的眸子 练咽着些许冷意 唇角微钩 饶有趣味地说 霍老爷 你儿子娶了 我有什么不好 我的身世是惨了一点 但不妨碍 我就是秦绝天的女儿 只要我开口 我要疯的疯 要雨得雨 而且 我能自力更生 总比你心目中那个 只会混吃等死的 林子雅强吧 你对我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提起这事 霍正南的老脸还火辣辣的 今天在秦绝天的面前 他的脸可是 被打肿了呀 他沉着老脸 不悦地说 我对你是没什么不满意的 就是以前的名声不太好 你什么工作不好找 偏偏去夜总会上班 在里面接触的都是什么人 你心里明白 我们霍家是锦城 有头有脸的大户人家 容不得半点污点 苏静欢似笑非笑地看着他 嘲讽地说 我是半点污点 那霍老爷该是黑出天际了 你说什么 霍正南顿时震怒了 我说什么 我实话实说啊 还是霍老爷觉得 每天被蹬在八卦新闻上面 很有面子 苏静欢这时候 也不给面子了 直接对 老爷 你别生气 我姐姐说话就是这么直 老爷这把年纪了 还有这么多漂亮的女人围绕在身边 那说明老爷有魅力啊 别人羡慕都来不及呢 老爷 别生气 苏静婉伸出软弱无骨的手 轻轻抚着霍正南的心口 一副讨好的嘴脸 苏静婉 你别再叫我姐姐 让我恶心了 我没你这么贪欠虚荣的妹妹 请叫我霍少奶奶 看着她一脸狐媚子嘴脸 苏静欢就想吐了 好她们是没有血缘关系的假姐妹 否则真让人羞耻 不管你认不认我 你都是我姐姐 我跟你说过 我是真心爱她的 她年纪是大了一点 但她其实是个很成熟稳重的风趣男人 跟她在一起 霍正南的身边 表现出一副情深款款的样子 我呸 你对她是真心的 鬼才相信你 苏静欢鄙夷的说 不管你相不相信 反正等老爷跟霍夫人离婚后 他就会跟我去领证结婚 到时候 还得劳烦姐姐叫我一声婆婆 苏静婉说着 忍不住伸手捂住嘴巴 呵呵的笑了起来 仿佛这霍夫人的位置 她已经敲定下来似的 爸 霍列臣沉着铁青的脸孔 冷烈地盯着她 妈现在的情况不能受任何刺激 你要跟谁在一起 我不管你 但你跟我妈的事 我就非管不可 你要离婚 可以等她的病治好了再提 霍正南气的肝痛 手里的拐杖用力地煮在地上 气急败坏地怒吼 你这个五逆子 你就只会帮着你妈 你没看见 我差点被你妈砍死吗 现在 她的人身安全 受到严重威胁 她还不能提离婚 霍列臣脸色铁青地说 你不招惹她 她会这样对你吗 你有今天这样的下场 完全是你咎由自取 别说我不警告你 在我妈的病好起来之前 让她的病情加重 我保证 我一定会把你提出 霍氏集团的董事局 霍正南气的怒吼 你这个逆子 你敢 我是董事局的董事长 你只是公司的总裁 你以为你能动得了我 我妈已经把她的股份转让给我 我现在才是霍氏集团最大的股东 我有权召开董事局会议 提出罢免你 不过 我们毕竟是一家人 除非你做到的太过分 否则我不想这样做 霍列臣冷冷地说 什么 她把股份都转让给你了 霍正南表示很吃惊 霍夫人心里只有霍少轩 她一向针对霍列臣 她真没想到 她竟然会把股份转让给她 如果她真拥有集团的最大股份 那她的地位岌岌可危了 霍列臣脸上露出了 寒冰式的冷领气息 你不相信 你尽管可以试试 你 霍正南了解自己的儿子 如果逼她得太紧了 她什么事都能做得出来 老爷 既然霍夫人身体不适 那就暂时缓一缓 等她的身体恢复了 再提离婚的是吧 她的手臂 柔声地劝着 如果她被踢出了董事局 那她跟一般的普通老头子 有什么区别 那不是她想要的 你这个臭小子 眼看着自己继续闹下去 肯定讨不到好处 霍正南拿出了离婚协议书 用力丢在桌面上 气愤地说 等你妈心情好了 叫她干脆点 把这离婚协议书签了 别再拖延大家的时间 她不想再跟她耗下去了 霍列臣上前 嘶嘶嘶几声 干脆利落地 把离婚协议书撕烂了 用力丢在地上 冷冷地说 你没有资格提离婚 就算你们要离婚 也是我妈提出 你 霍老爷气得 差点一口气喘不上来 苏清婉赶紧伸手 使劲顺着她的心口 焦急地说 老爷 别生气 反正你们的婚姻 已经名存实亡 再等等也没关系 看见她就晦气 霍老爷气呼呼地说 苏清婉挽着霍老爷的手臂 娇媚地说 算了 老爷 我们走吧 等等 苏清婉突然迈开脚步 来到他们的面前 凌厉的眼睛盯着苏清婉 你就这么虚荣 你明知道她 年长得可以当你爸 你明知道她有老婆有儿子 你还扒拉着她不放 你说 出了钱 你还能涂什么 我都说了 我跟她是真爱 我没有涂她的钱 苏清婉黑着脸说 你没涂她的钱 你听到猎成要把她踢出董事局 你脸色都变了 你赶紧拉着她要走 苏清婉 别人不知道你 我还能不知道吗 苏清婉说着 从口袋里拿出了霍裂成给她的钱包 从里面抽出一打钱 十几张十几张的 往她的脸上砸 轻媚的毛子 练艳着狂傲鄙视的自艺 你这么喜欢钱 我给你 一千够了吗 不够 两千 三千 看着苏清婉 用钱砸在苏清婉的脸上 在屋子里的人都惊呆了 随即忍不住为她的霸气 按按点赞 他们少奶奶霸气侧漏 他们早就看不惯苏清婉 来这里耀武扬威了 霍夫人还在呢 她就把自己当成是霍家女主人似的 看着就讨厌 苏清婉 你疯了吗 苏清婉想当霍夫人 现在竟然被她当众用钱砸脸 顿时气得她肺都炸了 她松开了挽住霍震男的手臂 气得扬起手掌 向往她的脸上刮去 她真的太不尊重她了 等霍震男离婚后 她嫁给她 她就是她的长辈 她竟敢这样当众羞辱她 真的忍无可忍 她的手掌还没碰到苏清婉 就被她迅速扬手抓住了 苏清婉的眸子 练咽着一抹很利的霸气 唇角微翘 狂肆地说 你敢碰我一下试试 我发誓 我一定会让你无法踏出这个门口 就凭她的智商手段 她想跟她斗 她的道横还差得远了 你 苏清婉的脸色 一阵清一阵白 苏清婉有多狠 她已经领教过无数次 哪里敢跟她硬刚啊 只得转向一旁的霍震男 双眼一红 泪水就流下来了 哭得梨花带雨 楚楚可怜地说 老爷 你要为我做主啊 呜呜呜 霍震男真没想到 苏清婉回来这一出 这果断狠辣的霸气作风 让她竟然生出了一抹钦佩之意出来 她仿佛看到了当年的自己 她眼里露出了一抹赞赏 也就只有这样的女人 才配得起当他们霍家少奶奶 老爷 苏清婉见她没有了动静 立即抱住她的手臂 柔软的身子 不断地在她的膀子上磨蹭的 哭哭啼啼地说 我是你的女人 她这样羞辱我 就是羞辱你 我怎么样没关系 但她让你没面子 霍老爷 你曾是霍家里的一代枭雄 何必为了一个不知所谓的女人 把自己的名声毁了 苏清婉伸手轻轻抚着肚子 想到以后要喊苏清婉婆婆 她的隔夜饭都想吐出来了 是我太小看你了 好 很好 霍震男看着她 老脸上露出了一抹灰色不明的笑意 低头看着苏清婉 声音威严地说 好了 别闹了 走吧 就她这点手段 被人剁了埋掉 还不知道怎么回事 苏清婉惊愕地看着她 老爷 就这样算了 靠 她可是霍家的老爷子 现在被一个后辈这样羞辱 她竟然一点火都没有 这项话吗 不然 你还想怎么样 霍震男冷冷地逆着她 你没看见她肚子里 怀着我们的霍家的长子嫡孙 而且霍列臣在一旁虎视单单盯着 她是蠢货 才会跟自己儿子闹掰 她现在还能不能当公司的董事长 生死大权全捏在她的手里 也就是说 这次活该她倒霉了 她咬着牙 充满恨意的视线扫过在场的庸人 她记住他们了 今天嘲笑她的贱人 以后她当了霍夫人 他们一个都别想留在霍家做事 她用力攥住拳头 恶狠狠地想着 走吧 还先不够丢人吗 霍震男拄着拐杖 转身往外走了 有霍列臣在这从中作梗 她想离婚 暂时是不可能了 她得另外想办法 不管如何 在这个世界上 有她就没有她 她真的受够了 苏清婉狠狠地瞪了苏静欢一眼 夹着尾巴 狼狈地跟着霍震男走了 苏静欢盯着她的背影 眉心紧促 神色有点凌乱 想不到你爸 英明一世 糊涂一时啊 竟跟苏清婉这种女人混在一起 我看 以后霍家肯定不得安宁 兵来将党 水来土掩 我媳妇这么厉害 谁还能欺负你半分啊 霍列臣伸手揽住她的肩膀 刚才她在霍震男眼中 看到了她对她的赞赏 她现在对她这个儿媳妇 应该是很满意了 没什么可挑剔得了 那是因为有你 这座坚实的靠山当后盾啊 你不在 我可不敢惹她们啊 苏静欢呵呵笑着 如真如假 让人猜测不透 少奶奶 你刚才太霸气了 用钱砸那白莲花的脸 真的太酸爽了 桃桃崇拜地说 苏静欢唇脚微翘 恐吓地说 如果她以后真当上了霍夫人 那你以后的日子就难过了 她肯定第一个拿你开刀 桃桃立即说 有少奶奶罩着 我才不怕 打狗也得看主人 就苏静婉那副德行 她才没有放在眼里 苏静欢扑斥地笑了 她就喜欢有胆识的人 能够跟在她身边做事的 岂能畏畏缩缩 胆小怕事 你别站太久 坐着 霍烈臣扶着她的腰 让她坐在沙发上 她站得腰酸 她会心疼的 苏静欢顺势靠在她的怀里 看着窗外的星星 轻笑着说 总有一大堆刁民来为难我 让我没好日子过 委屈你了 霍烈臣低头亲吻她的额头 心里有些恼怒 霍震男是她爸爸 她不能拿她怎么样 其实也谈不上委屈了 就是没亲近的日子过 苏静欢握住她的手掌 轻轻按在自己的肚子上 让她感受那神奇的胎动 她不想让她家在中间难做 她抬头看着她 好奇地问 霍夫人真的把股份转让给你了 她怎么没听她说过这事 霍烈臣眸光微闪 温暖的手掌轻轻抚着她的肚子 低沉的嗓音 透着一抹笑意 我妈室友提过 要把股份转让给我 把她踢出董事局 不过她并没有接受 当时被她骂了一顿 还挨了一巴掌 她这个夹心病当得真难受 所以说 你刚才是唬弄她的 真想不到 她也会骗人 苏静欢伸手摸着她的脸 咯咯地笑了 不止漂亮的女人会骗人 就连长得帅的男人也会骗人 她这么精明 我骗不了她多久 现在只希望霍夫人的病 尽快好起来 没事 我老公这么厉害 总有办法应付她这只老狐猎 苏静欢眨着清澈明亮的水眸 默默地支持 霍猎臣心里感动 她伸手抱住她 低头吻着她的额头 不管如何 她不会让任何伤害她分口 随着年底将至 温度越来越低 暖郁在悬崖底的山洞里 虽然有篝火取暖 但她没有暖和的外套 到了半夜 还是冻得瑟瑟颤抖 好冷 那一股股寒意 就像是钻进了骨子里似的 牙齿都忍不住打架了 她挪动着身子 想靠篝火近一点 被突然抵上了一副 温暖结实的胸膛 在篝火的余光中 她的眼睛末地撑大了 她轻轻转过身来 对上了男人璀璨的深邃眸子 她嘴角动了动 嗓音有些嘶哑慵懒地问 于墨云 你想干什么 于墨云看着她 有些性感的唇角微钩 与其温和地说 我没有干什么 是你自己挪到我怀里来的 暖郁的脸瞬间红了 在火光的映照下 娇艳得像是涂抹了胭脂 很是迷人 她微咬了一下唇 刚想推开她爬起来 突然腰间一紧 男人修长结实有力的手臂 还住了她的腰 把她紧紧地搂进了自己的怀里 暖郁一下子慌张了 用力挣扎 于墨云 你这个混蛋 你放开我 嘘 于墨云在她的耳边轻轻 发出了噤声的示意 低声说 今晚的天气太冷了 我看恐怕是要下雪 你不要乱动 我不会对你做什么 我抱着你 只是不想让你着凉 女人温暖的身子 眷缩在她的怀里 柔软温香 你乱来 我就跟你拼了 暖郁伸手抵住她的胸膛 圆征的眼睛 死死地瞪着她 于墨云搂住她的腰 手掌轻轻摸着她的头发 唇角微翘 低沉的嗓音有点嘶哑 你放心 我不会乱来的 她现在还怀着她的孩子 她哪里还敢有半点 不该有的念头 听到她的保证 暖郁紧张的心情 这才慢慢缓和下来 男人的身体 就像一个火炉似的 她在她的怀里 冰冷的身体 渐渐暖和起来 她的身体也渐渐放松 在她的怀里 调整了一个舒服的位置 便半眯着眸子 看着眼前那摇曳的火光 你再忍耐一下 我很快会找到 离开悬崖底的路 送你回家 于墨云对她怀着很深的歉意 如果不是因为她 她就不会到这里来挨饿受冻 她失忆前真的瞎了眼 竟然忍心伤害一个 对自己这么好的女人 提到回家 暖郁脸色瞬间变了 扬起拳头 用力重重地垂在她的胸膛上 又气又恼地大声说 拜你所赐 我现在无家可归了 她在霍裂城 跟苏敬欢去领证的时候 闹了笑话 上了热门头条 现在还未婚先孕 她哪里还有脸回家 于墨云的心末第一症 心里更加愧疚了 她以前一定是 做了很过分的事情 难怪她这么讨厌她 痛恨她 是她该的 暖郁看着男人眼里的愧疚 微钻住拳头 眼眶有点泛红 她真的太没出息了 她被这个男人 伤害得体无顽肤 她现在却又心软地 跟她在一起 下巴抵在她的肩膀上 低沉的嗓音很真诚 暖郁轻轻闭上眼睛 埋首在她的怀里 她知道她说这种话 是因为她怀孕了 所以她想对她负责 她微敏地唇说 我说过孩子 是我自己一个人的 和你无关 你不用勉强自己对我好 在色诚里 她为了得到苏敬欢 刻意讨好她 让她为色所获 恨上了自己最信任的闺蜜 而现在 因为怀孕了 她对她好 如果她恢复了记忆 她得到的结果 会不会也是一样的 我是真心想照顾你 怕她不相信自己 于莫云继续强调着 别说了 暖郁伸手捂住心口 那里 曾经被她开了一枪 现在还能感觉到 火辣辣的痛 这让她怎么相信她 于莫云抱着她 他们的身体如此地接近 但心却仿佛远隔在天涯 她知道 她心里抗拒着自己 她不想听 她也就不说了 夜色越来越深了 果然到了半夜后 天空开始下雪了 这是今年的第一场雪 下雪了 暖郁从拉开了于莫云的手 慢慢走到外面去 小心 于莫云立即迈开脚步上前 扶住她 下雪了 小心露花 暖郁伸手接住了 从天而降的雪花 那冰冷的雪花 融化在掌心里 传来刺骨的寒意 她仰手看着天空 脸上露出了惊喜的笑容 好漂亮 这还是她第一次 在悬崖底里欣赏雪景 雪花落在树上 形成了一片片晶莹剔透的双花 闪亮耀眼 很是漂亮 她奔了出去 忍不住在雪花中翩然起舞 高兴的就像得到了 于莫云看着她在雪中起舞 像个精灵一样 竟然美得让她无法移开视线 她不禁再次怀疑 失忆的自己 是不是眼瞎了 她怎么忍心伤害一个 这么漂亮善良的女孩 她的视线落在她的肚子上 想到里面孕育着自己的孩子 眸光不禁变得更柔和 她暗暗发誓 以后她一定会好好保护眼前的女孩 不再让她受伤 就算她自己也不能再伤害她半分 苏敬欢睡到半夜也醒了 身边的男人还在睡着 她抬头看到窗外飘落的雪花 脸上露出了惊喜的笑容 她轻轻翻身下床 赤着脚踩在地毯上 轻轻来到窗前 眼睛闪亮地看着外面的雪景 下雪了 好漂亮的雪花 她刚惊叹着 一件温暖的外套 披在她的身上 脚下多了一双保暖的毛毛鞋 耳边响起男人低沉责备的声音 下床不穿外套 又不穿鞋 想着凉生病 让我心疼吗 苏敬欢回头看着关心自己的男人 俏皮地吐了吐粉蛇 我看见下雪了 一时太兴奋 才会忘记的 房间里都有地热 地上根本不冷 她想着凉 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就是她太紧张兮兮了 不就是下雪 霍烈臣鄙视地逆了她一眼 有啥值得兴奋的 当然值得兴奋了 你是不知道吗 下雪了意味着圣诞节快到了 然后是元旦 再往后是过年 过完年就是情人节 好多节日呢 苏敬欢伸出线长的手指 在被水雾迷蒙了的玻璃窗上 画着一片片漂亮的双花 都当妈的人了 还这么在乎过节 霍烈臣眉头微皱 自从他们在一起之后 他们好像没过什么日子 他低头腻着她 喉尖忍不住发出低沉的笑声 细血地说 你这是提醒我 该送你礼物吗 小妖精 要什么就直说 不管她要什么 她都会给的 她根本不用拐着弯来 向她要礼物 你以为我在向你要礼物 苏敬欢抬头看着她 鄙视地说 我像是这么虚荣的人吗 霍烈臣伸手抱住她的腰 连忙说 当初她以金钱跟她做交易 她拒绝得可干脆了 还刮了她一巴掌 现在还记忆犹新啊 不过那时候 她接受了她的钱 他们恐怕就走不到最后了 苏敬欢看着窗外的飘雪 脸上露出一抹笑容 轻声说 在学校里 大家都会在节日里 给同学们 或者给喜欢的人送礼物啊 这样 我就可以在学校里摆卖 有时候生意好 我能赚一万多呢 每次我去做生意的时候 满玉都会来帮忙 他帮我拉生意 但他从来不收我的佣金 他很好 真的很好的 苏敬欢说着 眼眶忍不住红了 还记得有一次 我在校外卖暖水袋 他帮我取货的时候 他摔倒扭伤了脚 我叫他先回去 他死活都不走 非得配合我把货卖完 暖玉 他对我的好 我全部都记得了 牢牢地记在心里 不管他对我做了什么 我都不会怪他 霍列诚伸手抱紧了他 他以前真的太苦了 难怪他跟暖玉的感情这么好 好的让他嫉妒 他们在一起的经历比他多 在他最艰难的时候 都是他陪着他度过 他亲吻着他的侧脸 嗓音低雅地说 你不要担心 暖玉一定会没事的 他只是有心事 想不开躲起来了 等他想通了 他就会回来找你 苏敬欢投进他的怀里 伸手抱住他的金瘦的腰 担心得哽咽了 我真的很担心他 这么冷的天气 他一个小女人 又怀着孩子 如果他出了什么事 我 他也是要当妈的人了 他不顾着自己 也会顾着肚子里的孩子 你就别太担心了 霍列诚见他为了别人忧愁 又心疼有点吃味 希望他能好好照顾自己 苏敬欢轻轻摸着肚子 宝宝应该睡了 并没有什么动静 他打了一个哈欠 软倒在他怀里 霍列诚立即伸手抱起他 把他放回床躺好 把被子盖在他的身上 柔声说 睡吧 别再胡思乱想了 你的身体会吃不消的 苏敬欢乖巧地点了点头 好 我睡觉 你也睡 霍列诚在他的身边轻轻躺下 伸手搂住他的腰 把他拥进自己的怀里 低头吻着他的发顶 轻声说 睡吧 男人的怀抱就像一个火炉一样 在他的怀里 很温暖很舒适 女人安稳地睡去了 第二天一早 并灵力爬起来 发现门前堆满了积雪 有点惊讶 咦 昨晚下雪了 他伸手挠了脑脑袋 忍不住跺脚 这是今天第一场雪 我居然没起来欣赏 我睡太沉了 可不是 你睡得像条猪一样 还流口水了 喝着咖啡的沈英杰从里面出来 帅气的俊脸上满是业余 什么 并灵力回头瞪着他 你这个禽兽 你昨晚又溜进我房间里了 他们是确定了情侣关系 但出于女人的矜持 游灵力觉得 还没有结婚前就睡在一起的话 会被人说闲话 所以 他坚持分房睡 但是这个禽兽总是不守规矩 三更半夜会偷偷溜进他的房间里 然后在他醒来之前 又偷偷地溜走 他以为自己神不知鬼不觉 他却不知道 每次他来了 枕头上就会残留着他的气味 还有一两根他的短发 沈英杰放下咖啡杯 来到他的身边 伸手搂住他的腰 他在床上 我就不用这么惨兮兮 三更半夜还得爬起来 你不知道 现在这种天气很冷啊 我感冒了就是你害的 说完还假装咳嗽了两声 你这讨厌鬼 得了便宜卖乖 我让你偷偷泡床了吗 游灵力抬起脚 轻轻踢了一下他的小腿 看着桌面上那杯黑溜溜的咖啡 皱眉 你的身体还没有全部康复的 一大早就喝黑咖啡 你是闲病长了吗 我怎么会闲病长 这是习惯 他在工作前 都会喝一杯黑咖啡提神 他要做的 都是对公司很重要的事 他绝对不允许自己出一点差错 哼 习惯也能改的 以后少给我喝这么上位的黑咖啡 我去给你做早餐吧 游灵力瞪了他一眼 刚想去厨房做早餐 沈英杰突然搂住他的腰 把他冬在了那一片玻璃墙上 额头抵在他的额头上 脸上犯着一抹邪气 我已经叫外卖了 你今天不用做早餐 不过 你得让我 男人脸上的邪气越来越浓 眸光灼灼地盯着他 突然低头绝住了他有些微颤的红唇 在吃早餐之前 他需要吃一点开胃菜 而他就是最佳的选择 沈英杰 你这个禽兽 嗯 他还没有刷牙洗脸呢 游灵力焦急地推举着他的胸膛 但男人的力量是那么的强大 他想要狩猎的食物 又怎么会轻易地让他逃开 沈英杰握住他的手 骨节分明的长指 穿插在他鲜长的手指间 食指紧扣 吻越来越火热 游灵力挣扎了几下 便半推半就地从了 他都不介意他没有刷牙 他干嘛要介意 沈英杰吻了他好一会儿 直到他快要窒息了 他才依依不舍地放开他 看着他双眸迷离 脸颊泛红 红唇被他吻得娇艳欲滴的 真想把他抱进房间里 他修长有力的手臂 还住他的腰 把他揉进自己的怀里 这个女人并不是那种 第一眼就能让人惊艳的女人 但他很耐看 是属于那种越看越顺眼的女人 一旦有人打破了这份孤独 让他再回去以前的生活 他恐怕再也没有办法适应 他赤裂的手掌 轻轻抹扎着他的腰 嗓音染上了一抹维瑟所获的沙哑 他认真地说 丫头 我们去领证吧 住在同一个屋檐下 他不想当一只夜猫子 得等到三更半夜 他睡着了 他才能偷偷溜进他的房间里 抱着他睡觉 他要跟他结婚 他要成为他的合法丈夫 合情合法地 跟他睡在一张床上 游灵力莫地称大水无荡漾的毛子 有点不敢置信地看着他 竟然都问 沈英杰 你是认真的吗 他在霍正男的面前说过 要跟他结婚 他以为 他是为了做给霍老爷看的 沈英杰伸手捧住他的脸 深邃的眸光深情地凝视着他 我当然是认真的 你以为我是拿婚姻荡儿戏的渣男吗 但是 你不觉得太快了吗 他们认识好像还不久 游灵力看着他 心里忍不住发颤 其实他 心里有点自卑 沈英杰 有钱有言有能力 是全能人才 在锦城里 是炙手可热的钻石单身贵族 而他什么都不是 快吗 我觉得我们已经认识太久了 久得有一种老夫老妻的感觉了 你看少爷跟少奶奶 都快要生孩子了 我们八字还没一撇 我不甘心啊 沈英杰说着 把手掌附在他的肚子上 认真的说 我也想你为我生孩子 游灵力白嫩的脸颊 顿时刷得一下子红了 他抬手轻垂他的胸膛 娇羞地说 讨厌 谁要给你生孩子了 你不给我生孩子 谁给我生孩子 我不管 你是看过我全相的 从头看到脚 你得对我负责 沈英杰抱住他 结实的身体不断地磨蹭着他 那一副老赖的模样 真是让人汗颜 游灵力被他蹭得几乎要着火了 他红着脸抗议 我又不是故意看你的身体 是你自己犯傻 脱光了在我的面前晃来晃去 这两天 他想起了他一些他犯傻时发生的片段 硬是赖他看过他的身体 他也要看他的 他说这样才不会吃亏 他真的想一棒锤锤死他 我不管 你看过就要负责 除了你 还没别的女人看过呢 沈英杰骄傲地说 我又没有说不负责 但我们相处的时间真的太短了 而且 我妈又不知道跑哪里去了 这婚姻大事 怎么也得通知一声他妈妈 虽然他很不靠谱 游灵力脸红地说 提到这个不靠谱的未来岳母 沈英杰有些头痛了 这家伙太能躲了 他已经派人去找他 找了这么久 一点音讯都没有 他觉得 要么他就是太能躲 要么就已经升天了 不过他没敢告诉游灵力 怕刺激到他 我们可以先掌后奏 人海茫茫太难了 丫头 你也不想让我光眼禅少爷的孩子 要是一辈子找不到你妈 那我们岂不是一辈子都不用结婚 沈英杰说到这 心都要碎了 怎么会呢 我爸爸的记忆快到了 我想我妈应该很快就回来了 你再忍耐一会吧 妈妈知道 她不通知 她就结婚 等她回来了 她恐怕会气得不认她这个女儿了 游灵力抱歉地说 那是一会吗 沈英杰嘴角微抽 恐怕好大一会 都见不到那不靠谱的未来岳母 游灵力见她闷闷不乐的样子 心里有些过意不去 她点起脚尖 伸手搂住她的脖子 主动地去吻她 沈英杰见她都主动赎罪了 哪里还舍得怪她 伸手搂紧她的腰 正想狠狠地吻她一回 就在这时 门铃响了 她嘴角微抽 那个龟孙子 早不来晚不来 非得等她要发功的时候来 真是欠奏啊 有人来了 你快去开门吧 我回房去洗脸 游灵力脸红地推开她 迈开脚步 匆匆跑回房间里洗漱去了 哼 你最好有很重要的事来找我 否则 哼哼哼 得不到满足 全身都是火 沈英杰拳头钻得哥哥作响 快步上前 打开大门 外卖小哥捧着一个大袋子 递给他 那笑容连口罩都遮不住 先生 你的外卖到了 麻烦你给个好评哦 原来是送外卖的到了 他这是自己搬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沈英杰伸手接过 嘴角微抽了一下 泛起一抹冷笑 我会的 谢谢 他的笑容有点诡异 外卖小哥愣了一下 不过还是道谢 然后离开 打扰老子好事 还想我给你好评 呸 他一定会给他打个一星差评 沈英杰拿着外卖回到屋子里 气呼呼地拿起手机 想给他打个一星 不过转念一想 现在情况严峻 而且天气这么恶劣 人家也是为了生活 他为了这点事 就给人家差评 太不厚道了 他吐了一口气 算你好运 沈英杰 谁来了 游灵力梳洗完毕 从里面走出来 送外卖的 你肚子饿了吧 赶紧来吃吧 沈英杰把袋子打开 里面的早餐中西结合 有粥有面包三明治 这么冷的天气 还有人送外卖 真不容易啊 游灵力坐在椅子上 打开盖子 粥还是热腾腾的 心里更感动了 这样就被感动了 沈英杰把汤匙递给他 没好意思说 他刚才差点忍不住 要给差评的事 赶紧吃吧 外面天寒地冻 屋子里暖和和的 两人面对面吃着早餐 宛如一对有默契的小夫妻 不时相对而笑 平淡温馨 昨晚下雪了 今天一早 天气更寒冷了 苏静欢醒来时 霍列臣已经起床去工作了 他简单梳洗了一下 刚踏出房门 就听见外面传来了嬉闹的笑声 好像是霍夫人和小远的 他走到窗前 拉开窗帘看出去 只见霍夫人和小远 正在院子里玩雪 昨晚下了很大的雪 院子里慢慢积雪 他们正在高兴地打雪仗 玩得不亦乐乎 看来霍夫人真的把小远 当成是霍少轩了 如果她能够治愈 她内心的丧子之痛 她都是觉得这是好事 少奶奶 你醒了 少爷在书房里 你要去用早餐吗 淘淘快步上前来 似乎心情也不错 脸上带着欢喜的笑容 看来昨晚这一场雪 都让大家的心情很好 我先去外面看一下 苏静欢说着 迈开了脚步 往外面走 淘淘赶紧跑到房间里 拿了一件套外 给她披上说 让奶奶多穿一点 不要着凉 嗯 她现在一个人两条命 不能再任性了 苏静欢乖乖地穿上外套 这才往外面走出去 姐姐 小远看到她出来了 立即高兴地向她跑过来 她生病的时候 只能在医院里躺着 哪里都不能去 下雪了 也只能隔着窗户看 每当她看见其他小朋友 在雪地里玩耍堆雪人 她就羡慕得不行 现在 她终于可以出来玩 跟霍夫人玩得高兴吗 苏静欢伸手摸摸她的头 脸上带着淡淡的微笑 嗯 小远高兴地点头 我第一次玩得这么畅快 姐姐 一起来玩吧 她牵着她的手 兴奋地说 淘淘赶紧上前 焦急地说 哎呦 小可爱啊 你姐姐怀着小宝宝呢 怎能跟你一起玩雪仗 要是摔倒了 那不得了 小远乖 等姐姐 生了小宝宝 再跟你一起玩 苏静欢微笑着说 对哦 我不能让姐姐的小宝宝有事 姐姐 你赶紧去椅子那边坐着 这里很滑 别摔倒了 小远乖巧地扶着她的手 紧张兮兮地说 好 我去那边坐着 看你们玩 真是懂事的孩子 希望她的孩子 也能像她这么懂事乖巧 苏静欢伸手 扶着她越来越大的肚子 刚想走到一旁的椅子 去坐下来 少轩 被小远抛下的霍夫人 突然变了脸色地冲上来 生气地说 你这个该死的贱人 你凭什么抢我的少轩 你给我滚开 她一来 少轩马上就丢下她 跑来找她了 霍夫人很生气 一边说着 一边伸手去推她 苏静欢大吃一惊 迅速往后退 却不想后面有个坑 她的脚踩进了坑里 身体顿时失去 得平衡往后摔去 大家顿时大惊失色 陶陶和小远 同时发出了惊叫 不 苏静欢双手下意识地护住肚子 脸上露出了惊恐的神情 就在她以为自己 要摔倒在地上时 一双有力的手臂 适时地接住了她 把她抱住了 耳边随即响起 男人熟悉的 交集关怀的声音 媳妇 你怎么样了 身体有没有不舒服 苏静欢张了张夏的发白的嘴唇 半想才找回自己的声音 惊魂未定地说 我没事 小远见霍夫人推了苏静欢 很生气 她用力甩开霍夫人的手 激动地说 你推我姐姐 我讨厌你 讨厌你 这辈子 她最想保护的人就是姐姐 她刚才差点推倒姐姐 如果不是姐夫及时出现 后果不堪设想 听着小远说讨厌自己的话 霍夫人顿时如遭雷击 她看着她 难过地说 绍轩 我是你妈妈 你为什么要讨厌我 小远生气地说 你推我姐姐 我就讨厌你 霍夫人的眼神有些凌乱 伸手抓着头发 用力摇头 她是你姐姐 她怎么可能是你姐姐 我没有女儿 我没有 夫人 你冷静点 别这样 刚离开一会 去给他们端水来的珍妮 一看发生了情况 赶紧跑过来安抚霍夫人 小远 不要说了 看着霍夫人的神色不对 苏静欢赶紧阻止她 小远一副快要哭出来的样子 难过地说 姐姐 她欺负你 我不想叫她妈妈了 小远 你别这样 霍夫人不是故意的 她生病了才会这样 如果你不帮她 她的病就没有办法好起来 你姐夫救了你 你不能因为这一点小事就放弃的 苏静欢严肃地说 小远不愿意 就别勉强她了 霍列臣眉头紧皱 手臂保护地护着她 远离霍夫人 霍夫人的病情 因为小远渐渐稳定下来 怎么能就这样放弃呢 小远 姐姐不勉强你 你自己做决定 苏静欢看着小远 脸上露出温和的微笑 如果小远不愿意 她是不会勉强她的 小远抬头看着霍列臣 如果不是 她在关键时刻给她捐了骨髓 她恐怕早就死了 她围咬了一下唇 好吧 姐姐 我不会放弃的 希望姐夫妈妈的病快点好起来 不要再伤害她关心的人 小远真怪 赶紧去安抚霍夫人吧 她现在最需要的人就是你 霍夫人看见小远跟她亲近 她便失控地攻击她 苏静欢只能尽量跟他们保持距离 她以后得更加小心谨慎 不能让肚子里的小家伙出事 哦 小远乖巧地点头 立即跑到霍夫人的身边去 拉住她的手 稚嫩的声音软萌地说 妈妈 你别这样 我会很乖 很听妈妈的话 妈妈不要伤害别人好不好 少轩 我的少轩 妈妈不会让任何人把你抢走的 霍夫人立即紧张地抱住她 焦急地说 妈妈放心 我是妈妈的儿子 没有人可以抢走我 妈妈 我们去玩雪吧 小远拉着她 跑到雪地里去玩了 霍裂成看着霍夫人 渐渐放松地跟小远玩雪 她回头 看着苏静欢 神情严肃地说 以后离他们远点 刚才看见她差点摔倒 她的心跳都要停止了 苏静欢靠在她的怀里 脸上扬起柔和的笑容 轻轻点头 我会的 下雪是好玩 但是随即而来的是 严酷的温度 特别在湿冷的悬崖底 没有厚实的外套 只有熊熊的篝火 但依然抵挡不住 那凛然刺骨的寒意 暖玉感觉自己 继续在这里待下去 就算没有饿死 也得冷死 于墨云看在眼里 心里很焦急 她把身上的外套给她穿 她早上熬了一些热汤 让她暖和了一下身子 看着外面太阳出来了 她便站起来 拿着树枝做成的树叉 准备出去 于墨云 外面这么冷 山洞里 还有一些肉跟野菜 你今天就别出去了 她穿得这么单薄 得把自己冷死啊 暖玉站起来 抓住她的手臂 有点焦急地说 我不碍事 这里越来越冷 我得赶紧找能够出去的路 我捡了很多树枝在这里 火弱了 你就放点树枝去 不要让篝火停下来 这样你就不会觉得冷了 于墨云见她担心自己 心头顿时意暖 她还关心她 说明她已经在原谅她了 为了她 她一定要尽快找到出去的路 让她回归正常人的生活 是啊 他们早晚也得离开这里 不趁早找到出去的路 天气只会越来越冷 暖玉把身上的外套脱下来 递给她 嗓音嘶哑地说 你要出去就穿着你的外套 我在山洞里一点都不冷 如果你在外面冷死了 那谁给我抓野鸡 谁给我烤肉 熬热汤 你穿着 我真的不冷 于墨云看着她 心更暖了 外面都是鸡血 你骗不了我 如果你不穿外套 我就不让你出去 暖玉伸手拦在她的面前 神情很坚决 那好吧 你在山洞里 不要出去 于墨云没辙了 只得把外套穿上 她看着她 有些担心地说 我出去了 没有人在这里保护你 你要小心点 有什么事 你就大声喊我的名字 我听到就马上打回来 暖玉轻轻点头 咬着下唇说 你也要小心点 昨晚下了这么大的雪 外面的路一定很滑 注意安全 她很不容易才把她救回来 不希望她又出什么事 放心 我不会有事的 她是失忆了 但是身体的技能并没有消失 于墨云深深看了她一眼 便迈开脚步 往外面走去 现在天气越来越冷 她担心 暖玉熬不了多久 她得赶紧找到 离开悬崖底的路 暖玉站在洞口 看着她的背影 心里却充满了不安 外面天寒地冻 地面上都是积雪 很滑 她真的很担心她会出事 她搓了搓冰冷的手掌 直到她消失不见了 她久久才收回眸光 回到山洞里 扔了一些树枝在篝火堆里 眼睛却忍不住 老往外面瞄去 太阳出来了 地面上的雪也融化了一些 暖玉在山洞里 等着于墨云回来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 她的心越来越煎熬了 她竖起耳朵 倾听着外面的动静 很安静 什么都没有 于墨云 你千万不能有事 现在这里这么冷 如果她出事了 她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她握住拳头 放在唇边喝着气 山洞里的树枝燃烧快一半了 但是外面还没有传来 于墨云的脚步声 她真的焦急了 她墨地咬牙 站起来 迈开脚步 往外面走去 此刻已经接近中午 太阳比较猛烈 外面没这么冷了 她小心翼翼地走在路上 轻轻地喊了一声 于墨云 没有动静 周围一片寂静 于墨云 她渐渐扬高了音量 她的声音在悬崖底回荡着 应该能传很远 她等了半响 依然没有等到回应 难道她真的出事了 暖玉这下子 真的焦急了 于墨云 你在哪 于墨云 你回应我一下 于墨云 你不是说我有事就叫你吗 你又骗我了 于墨云 暖玉焦急的眼眶都泛红了 她一定是出事了 她就知道 她不应该让她出去的 她张大嘴巴 大声地喊着她的名字 但是悬崖底里静悄悄 根本没有人回应她 暖玉已经害怕得六神无主了 她在悬崖底里乱走 找了好一会儿 她忍不住蹲在地上哭了 于墨云 你这个大坏蛋 你又骗我 呜呜呜呜 她叫她 她不应 她也没找到她 说不定她已经找到路 自己出去了 想到她可能抛下 自己走了 暖玉的心都碎了 她不顾自己的伤势还没恢复 就跑到这么危险的地方来找她 结果落得再次被欺骗的下场 她真的太傻太天真了 像她这么坏的男人 她怎么可能会真心悔改对她好 暖玉抱头蹲在地上 忍不住悲痛欲绝的讨好大哭 呜呜呜 就在她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的时候 一双脏兮兮的皮鞋 出现在她的面前 一只手掌轻轻按在她的头上 一把有些异样的声音 在她的头顶响起 我不是叫你好好待在山洞里 你为什么要跑出来 还在这哭 你这样会着凉的 于墨云 暖玉墨地抬起头来 看着脸色有些苍埋的于墨云 她墨地站起来 抬起拳头捶去她的胸膛 激动地说 你这个混蛋 你跑哪里去了 你知不知道我在找你 我以为你 对不起 我跑得太远了 我没有听见你喊我 你不要难过 我已经找到 能够离开这里的路 于墨云看着她 脸上露出一抹苍埋的微笑 沿着这条路 一直往右走 穿过一片草丛 就能出去了 我已经把路打通 没有障碍了 你自己一个人可以走了 你不走了吗 暖玉焦急地抓住她的手 却摸到了一片潮湿 她抬起手一看 顿时吓得脸上的血色进退 那都是烟红的鲜血 你不要管我 你继续留在这里 你会冷死的 有路你就赶紧走 于墨云话 还没说完 突然扑通一声 其长的身体如山道一样 摔倒在了地上 看着突然在自己面前倒下的男人 暖玉的脑海 顿时一片空白 直到刺鼻的血腥味传来 她恍然惊醒 她赶紧蹲下 抓住于墨云的手臂 看着她双眼无力地半眯着 脸色苍白的没有一点血色 仿佛随时都要升天似的 她的心就像被针刺着 很难受 于墨云 你到底怎么样了 于墨云 你 暖玉焦急地晃着她的身体 看着她躺下的地方 染满了血迹 她惊呆了 她伸出颤抖的手 掀开了她的衣服 竟然发现 她身上都是伤 是被荆棘的刺刮伤 还有摔伤的 在这半天里 她到底经历了什么 暖玉 听我的话 那条路 可以出去的 你赶紧走 快走 于墨云硬撑着最后一口气 只要她送她离开了 是不是就能弥补她以前 对她犯下的错事 不 要走一起走 我不会留下你不管的 你给我起来 我们一起走 看着玉在鲜血里的于墨云 暖玉的心已经痛得 几乎没法呼吸 滚烫的泪水夺框而出 不断滑落在她的菌脸上 她抓住她的手臂 用力搀扶着她 想把她的身体撑起来 但她的身体实在是太沉了 她努力了半想 依然无法把她撑起来 她焦急地忍不住讨好大哭 暖玉 不要哭 你终于能离开这个地方了 你 应该感到高兴才是的 你快走吧 不用管我 我命硬 我不会死的 于墨云全身的力气 都已经消失殆尽了 她吃力地想抬起手 把她的眼泪擦去 但手却酸软无力 不要 我不会走的 暖玉抓住她的手 按在自己的脸上 哭得不能自己 我来找你 我就没想过自己一个人出去 你需要弥补我吗 你让我自己一个人走 我以后怎么办 我们的孩子怎么办 于墨云的脸色更苍白了 她满脸歉意地看着她 无奈地轻叹 我终究还是不能弥补 可以的 你可以的 你站起来跟我一起走 暖玉抱住她的腰 用力地想把她抱起来 但她的身体这么沉 又怎么会是她这个弱智女子 能够抱起来 人没抱起来 脚一滑 差点就摔倒 你快走 你别管我了 看着这天色 今晚恐怕还得再下一场暴风雪 她不走 只有等死的粪了 于墨云用谨慎的一点力气 用力推了她一把 而她的身体 却毫无支撑地 从那小山坡滚了下去 于墨云 她身上的鲜血 把那积血都染红了 暖玉发出了惊恐的叫声 一边哭着 一边抓住树藤滑下去 于墨云再也翻不起浪花了 她滚下去后就昏迷了 暖玉迅速飞扑过去 抱住她渐渐变得冰冷的身体 痛哭出声 怎么办 她要怎么做 才能把她带出这个鬼地方 于墨云 你醒醒 你一向这么威风凛然 这么霸道 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从来不顾后果 现在你又想这样了 你这个人怎能这样 你在做任何事之前 你就不能想一想再做吗 你以为你这样做 我就会原谅你吗 我不会 我告诉你 我永远都不会原谅你 就算你死了 我也不会 你听到没有 你快丢起来 暖玉伸手拍打着她的脸 滚烫的泪水 不断滴落在她的脸上 赎罪不是这样的 她不要这样的赎罪 她要她跟她一起 走出这个悬崖底 于墨云已经陷入了昏迷 任凭她怎么折腾 她都没有醒过来 暖玉知道 继续这样下去 他们两个人都得死 她没得咬牙 从山洞里取来了火 在悬崖底里 堆起了一个篝火堆 看着那潇潇生腾起来的烟雾 她双手合十 现在 她只能祈祷了 只要有人发现 这里有烟雾生起 一定会有人来 寻找他们 一定会 此刻苏静欢刚吃完午餐 在大厅看着电视 看到播报天气预报 说今晚会有暴风雪 她心里不禁有些担心 暖玉还没有找到 不知道她去哪里了 希望她现在好好的 不要受到这恶劣的天气影响 少奶奶 就在这时 圣妖从外面急匆匆地进来 脸色有点激动 少奶奶 有好消息 我们的人在悬崖上 发现悬崖底里有烟雾 我想 很有可能是暖玉在下面求救 找了她这么多天 总算是有点眉目了 什么 苏静欢立即激动地站起来 焦急地说 你是说暖玉在悬崖底 赶紧去找 昨晚下了这么大的雪 她在下面一定冷坏了 说着立即迈开脚步 准备去找她 媳妇 天气这么冷 你要去哪 霍列臣从里面出来 见她一副要出去的样子 立即紧张地问 列臣 找到暖玉了 我就知道 她一定是去了那个地方 她消失了这么多天 一定吃了很多苦头 我要去接她 苏静欢很激动 她躲在悬崖底里这么多天 不让他们找到 现在一定是遇到了困境才会求救 她现在恨不得马上见到她 霍列臣知道自己拦不住她 只得无奈地说 我和你一起去吧 你不是要工作 我跟圣瑶去就行了 你不用管我的 苏静欢立即说 我怎么放心 让你自己去那种地方 霍列臣让陶桃拿了一件保暖的大衣 让她披上 牵着她的手 霸道地不容许她说不 圣瑶立即赶在他们面前 去把车开过来 苏静欢心里很自责 我就知道她肯定会去那里的 昨晚下了这么大的雪 她在下面挨饿受冻 她还怀着孩子 霍列臣握住她有些冰冷的手 莫眉紧皱 轻横 她存心要躲起来 谁能找到她 现在还知道方言求救 说明她还没什么事 你别担心 这个暖玉真是的 把她媳妇折腾来折腾去 见她紧张得手都颤抖了 她很心疼 苏静欢知道她对暖玉有成见 不敢再多说什么了 只希望快点赶过去 看来大家已经原谅于莫云了 本来还想把她往死里虐 哈哈 暖玉守在于莫云的身边不敢离开 心里焦急地等待着被发现 只要有人看到烟雾 他们就知道有人被困在这里 需要救援 于莫云 你真的太傻了 我很不容易 才把你从死神手里就回来 你怎么会以为 我会丢下你自己一个人跑了 她坐在于莫云的身边 伸手摸着她 苍白的没有半点血色的混血浚脸 心一阵阵地抽痛着 其实 她内心早已经原谅她了 她但愿 她就这样一辈子 不要恢复记忆 不要再去想外面的事情 如果这次他们能够顺利获救 她就带着她 去一个没有人认识他们的地方 一家三口 好好地过完余生 悬崖底下面很幽静 一点声音都能听见 暖玉耳边突然传来了一声树枝断裂的脆响 她的身体顿时一颤 终于有人来了 他们得救了 她脸上露出了惊喜的笑容 她迅速回头望去 却被眼前的一幕 吓得心跳都要停止了 她迅速轻身挡在了于莫云的面前 神情激动地说 不要 唐姐 我求你了 不要杀她 让开 唐轩手里握着一把灭鹰枪 一身洒爽的旗袍 随风而飘 妖娃妖媚的 就像是林子里走出来的妖精 只是那一双妖媚的眼睛 透着一抹浓烈的杀气 没想到于莫云的命这么硬 从这么高的悬崖上摔下来也没死 不过没关系 反正她今天也是在劫难逃 唐姐 于莫云已经很惨了 她悔改了 我保证 她不会再干坏事了 你放过她 我求你 她现在已经很可怜了 你不要杀她 卵玉张开双手 挡在于莫云的面前 神情紧张焦急地说 卵玉 你脑子是不是进水了 她把你害成这样 还把病毒带进了景城 你知道会害死多少人吗 你竟然还帮着她 唐轩黑着脸 满脸不悦 要不是看在她是苏静欢的朋友份上 她连她也一枪崩了 我知道她犯了很多错 不值得被人原谅 但她真的悔改了 她也得到报应了 她失忆了 卵玉眼角滑下了一颗泪水 恳求地看着她 失忆 唐轩不屑地说 失忆又怎么样 失忆就能弥补她犯下的错吗 当初她杀沈英杰的时候 她有犹豫过吗 还有你 你也是帮凶 她利用 你把病毒带进了景城 害得多少人食业没饭吃 现在整座景城 就像是死城一样 你们不用担责了是吧 卵玉被她责问的脸色发白 身体剧烈地颤抖着 她留下了悔恨的泪水 哽咽地说 我错了 我对不起沈助理 对不起苏苏 也对不起整个景城的人 该死的人是我 唐姐 你杀了我吧 她伸手腹上还没有显怀的肚子 唇边泛起一抹苦涩 可怜的孩子 下回投胎 记得找一个好人 不要再找像她这样的人 你这是想干什么 唐轩看着她 灵力的眸光微沉 卵玉唇边泛起一抹浅淡的微笑 轻声说 你想杀她 就连我一起杀了吧 她是主谋 我就是帮凶 我们都该死 我们一家三口 也可以在黄泉路上团聚 这样也好 既然你一心求死 我就成全你 她死了 苏静欢就不用整天惦记着她 唐轩眯着灵力的凤眼 把枪口移到了她的眉心上 卵玉面对着死亡 她的心情竟然变得平静了 她轻声说 唐姐 替我向苏苏说一声 对不起 我辜负了她 对我这么多年的信任 如有来世 我还愿意当她的姐妹 希望她还能给我这个机会 说完了 唐轩面无表情地问 说完了 你开枪吧 暖玉慢慢闭上眼睛 平静以待 唐轩眯着冷艳妖娆的凤眼 轻轻别过脸 手指轻轻扣在了击斑上 她刚想开枪 唐轩 住手 背后莫的一股力量向着她撞过来 前面的大树上 唐轩被来人一撞 脚下踩到了鸡血 顿时一滑 身体失去平衡 往一旁摔去 小心 男人低雅的嗓音传来 跟着腰间一紧 她的身体落进了男人 结实宽敞的怀抱里 她抬头一看 对上了圣妖那张刚毅帅气的俊脸 眼眉一条 有些恼怒地推开她 你这是干什么 破坏老娘的好事 圣妖挡在她的面前 伸手指着外面 神情严肃地说 什么好事 少奶奶已经来了 她正在里面等着暖浴出去 你杀了她 你是想她跟你绝交 一辈子都不认你这个小姨吗 只要能除掉她身边的障碍 她认不认我 有什么所谓 她亏欠她太多了 她不奢望什么 她只希望 她以后能够平平静静地过日子 圣妖看着她 发出了灵魂拷问 就算她恨你 也没所谓吗 唐轩脸色顿时一沉 有些浮躁地说 我从没想过杀她 是她自己送死 我想杀的人是鱼墨鱼 她就是个危险的炸弹 随时都会爆炸 我明白你的心情 但是这件事情太严重了 我想 应该让少奶奶来做决定 圣妖还算是理智的人 让她来做决定 那就是 两个人都不用死 你看到了吗 唐轩伸手指着 躺在地上的男人 冷笑着说 现在是她的最好机会 你现在不杀她 以后恐怕就再也没有 这么好的机会了 暖浴见圣妖来了 心里头浮起了一抹生机 立即焦急地说 余墨云失忆了 她已经完全忘记了以前的事情 我相信 她现在的心是善良的 她不会再作恶了 请你们看在 我还没有出生的孩子份上 饶她一条命吧 你们相信我 她真的变好了 你想为她开罪 你说什么都行了 唐轩根本就不相信她会变好 一个这么丧心病狂的男人 她能变好 暖浴指着她的 难过地说 真的 你看她全身都是伤痕 衣服上面血迹斑斑 她是为了丢我开路 才把自己弄得成这样的 我没有骗你们 我们被困在这里好几天了 你是说 她徒手给你开路 圣妖脸上露出惊恶的神情 他们刚才就是 从那条新路进来的 布满了荆棘 就算有工具 也难免要受伤 她什么都没有 徒手开路 那根本不可能的是 难怪整条路上 都是血迹斑斑 她真没想到 余墨云竟然会是 做这种事的人 唐轩看着 余迷在地上的男人 眼底闪过一抹恶然 余墨云在色诚 也是神一般 存在的男人 她怎么可能会做这种事 真的 你们相信我 她怕我继续留在 悬崖底里会冷死 她就用自己的血肉之躯 为我开路 能够为我做这种事的男人 你们还认为 她不会悔改吗 满玉抱着血迹斑斑的男人 泪水难过得不断滑下 滴落在余墨云的脸上 她哽咽着恳求 唐姐 我求求你 给我们一次机会 我保证 我以后一定会看紧她 不再让她生事 唐轩看着他们 轻叹了一口气 有点心软了 她密谋盯着他们 你说 余墨云失忆了 满玉轻轻点头 是的 她失忆了 以前的事情 她都忘记了 我能感觉得到 她内心已经没有一点力气了 在悬崖底这段时间里 她把我照顾得无微不至 她现在是个好男人 她一心只想照顾我 她不会再干坏事 圣妖看着她 轻声地劝 唐轩 依我看 不如就给他们一次机会吧 满玉是少奶奶的好朋友 如果她出了什么事 不好向少奶奶交代 唐轩眯着妖娃的凤眼 眸光有些冰冷地逆着他们 似乎在冥思着 暖玉抱着鱼墨云 心情一下子变得忐忑不安 他们的生死 就在唐轩德一念之间 寒风呼啸 天寒地冻 地上有积雪 一个不小心就会滑倒 苏敬欢本来是想进去的 但霍裂成不准 那里这么危险 要是他摔倒了 那还得了 他现在不是一个人 而是一人两条命 苏敬欢站在路口 焦急地张望着 他们进去了这么久 怎么还没出来 该不会出什么事了吧 霍裂成站在他的身边 修长有力的手臂 还住他的腰 把他环抱在自己的怀里 为他挡住了 那凛然的寒风 你就别担心了 暖玉还小得生烟求救 说明他还活着 圣妖会把他安全带回来的 霍裂成伸手 把他被吹风吹乱的头发 拢到耳后 淡淡地说 他躲了这么多天 现在突然求救 肯定是遇到什么困难了 我就知道 他肯定是在这里 我们不应该轻易放弃的 可怜的暖玉 这段时间 一定吃了很多苦头 在悬崖底 什么都没有 天气还这么恶劣 想想就心疼 霍裂成握住他冰冷的小手 揣进自己温暖的口袋里 眉头紧皱 这圣妖搞什么鬼 这么久还没出来 要是害他媳妇 在这吹风着凉了 他就剁了他 裂成 暖玉一定是出事了 我的心很不安 我想进去看看 没有看到暖玉 他总是不心安啊 再等一会 霍裂成心里 已经把圣妖凌迟了一次又一次 真是不靠谱的家伙 带个人出来 有多困难 少爷 少奶奶 就在这时 沈英杰和游灵力也来了 他们是开机车过来的 他们似乎迷恋上机车了 家里有豪车都不开 你们怎么来了 苏静欢看着他们 有些愕然 游灵力看着前面那看起来 就很危险的悬崖底 眸光有些冷得腻了沈英杰一眼 说 他知道暖玉有消息 就说要来帮忙 沈英杰立即伸手揽住他的肩膀 黑黑的干笑着说 你这小嘴儿 吃什么干醋 我不是为了暖玉来的 于墨云摔下悬崖去了 不是还没找到吗 我是为他来的 我就想看看 他到底死没死透 说着 伸手摸了摸后脑勺 他那一枪把他害惨了 如果他还没有死透 这愁 哼哼哼 他被我刺了一刀 又从这么高的悬崖摔下去 他应该没这么命打 还活着吧 苏静欢也有点不确定了 生要见人死要见尸 他们还没有找到云墨云的尸体 一天都不能确定 他是生还是死 去看看就知道了 灵力 你在这等我 沈英杰已经开始摩拳擦掌 不行 我要跟你一起去 他的身体还没有完全康复呢 游灵力怎么可能 让他自己一个人跑进去 你看这路上有鸡血 你要是摔倒了 我会心疼的 沈英杰搂住他 低头在他的额头上落下一吻 轻声哄着 乖 在这等我 要去就一起去 你休想 留下我自己一个人在这里 游灵力才不是这么容易 就被他哄住的小女人 他下巴一扬 坚决地说 沈英杰嘴角微抽 在这么多人面前 你给我一点面子好啊 你不知道 自己身体还很虚弱吗 你的脑袋受了这么严重的伤 你要是再摔倒 你的脑袋就要开花了 给面子 呸 在场的人 立即用关怀的眸光 看着沈英杰的脑袋 脑袋开花是什么样的 他们也好想看看 沈英杰尴尬地想挖个地洞 把自己给埋了 他可是英明神武的金牌全能助手啊 大家能别用这种怜悯的眸光 看着他吗 好了 你们别争了 他们回来了 暖玉 苏静欢远远看见他们一行人 从小路上出来了 立即迈开脚步 迫不及待地冲上去 苏苏 看着向着自己小跑过来的好友 暖玉看着他 仿佛一眼万年 忍不住再度热泪盈眶 气不成声了 暖玉 你为什么躲在这里 这些天我很担心你 怕你会出事 你一定受了很多苦 你的手这么冷 你的衣服这么单薄 苏静欢握着他冰冷的手 立即伸手 把自己的外套脱下来 披在他的身上 眼眶也不禁泛红了 少奶奶 在后面的圣鸟 慢慢走了出来 他的背上 背着一个血迹斑斑的男人 大家一看 倒抽一口冷吸 满脸不敢置信 那男人竟然是余莫云 好家伙 他竟然还活着 苏静欢看上圣鸟背上的男人 满脸惊恶和不敢置信 怎么可能 他明明在他身上刺了一刀 他还从那么高的悬崖上跳下去 他到底有多命运 还能活着回来 他用力攥住拳头 握得咯咯作响 轻媚的眸子 炼咽着一抹森寒的冷意 苏苏 他已经失忆了 他不会再做坏事 你们放过他 他现在已经很惨了 暖玉抓住他的手臂 神情激动地说 苏静欢深吸了一口气 把视线落在他的脸上 见他这么焦急紧张云莫云 他便知道 他已经原谅他了 他轻声说 暖玉 你不怕再次被他欺骗吗 他在色诚骗了他 还差点毁掉他 这么严重的错误 他就这样原谅他了 苏苏 以前我没有求过你什么 但是这次 我求你了 你放过他吧 我肚子里的孩子 不能没有爸爸 我保证 我不会再让他当坏事 眼前的人都对于莫云虎视眈眈 随便一个人 就能要他的命 暖玉知道 决定权在苏静欢的手里 他哀求着他 只要他点头 于莫云就能活下来 于莫云作恶多端 害了警成这么多老百姓 他不死 也是色诚的通缉犯 他跑不掉的 霍列臣上前 见苏静欢把自己的外套给了暖玉 他立即把自己的脱下来 披在他的身上 冷冽的俊脸布满了阴质 只要你们能放过他 我会带着他 去一个没有人认识我们的地方 隐姓埋名 暖玉看着他们 墨地咬牙 双膝一驱 扑通一声跪了下来 哽咽着哀求 我求你们了 他已经受到惩罚了 求你们放过他吧 哼 你们这对狗男女 把我可害惨了 就这样放过他 那我岂不是很不值钱 沈英杰黑着俊脸走过来 伸手摸着后脑勺 现在偶尔还会头晕呢 要不是他命大 那一枪就能要他的命了 沈助理 对不起 你要惩罚你就惩罚我吧 是我不好 是我连累你 暖玉转向沈英杰 向着他用力地磕了一个头 暖玉 你这是干什么 赶紧起来 看着他卑贱地 为了那个男人求情 苏敬欢又气又心疼 他扶住他的手臂 想把他拉起来 暖玉轻轻推开他 悲伤地流泪满脸 难过地哽咽着说 这是我应得的惩罚 我没有怨言 不管你们怎么对我都可以 我只求你们放过于墨云 他失忆了 他已经忘记了前程往事 求你们给他一个重新改过的机会 暖玉 你这是何必呢 看着他这样 苏敬欢的眼眶也不禁泛红了 他抬头看向沈英杰 嗓音嘶哑地说 沈助理 暖玉说得有道理 于墨云已经得到了他应有的惩罚 现在也半死不活了 不如就给他一次机会 让他重新做人 少奶奶都亲自开口了 他还能说什么 沈英杰伸手摸了摸后脑勺 这没子弹是要白挨了 他轻叹了一口气 慢慢转过身说 你以后最好盯紧他了 沈英杰伸手牵住了游灵力的手 迈开长腿 往停在路边的机车走去 那样的潇洒 那样的让人羡慕 好了 沈助理不追究了 你赶紧起来 你还怀着深月 不要这样折磨自己 苏敬欢扶住暖玉的手 把他拉起来 苏苏 暖玉看着苏敬欢 泪流满脸 哽咽着说 对不起 是我辜负了你这 多年来的友情 我不配当你的好朋友 别说了 过去的就让他过去 我们还是好朋友 苏敬欢伸手抱住他 目中含泪 暖玉抱着他 戏不成声 苏苏 我会带着余墨云走 也许这次一别 我们在无相见之日 你好好保重自己 你想带他去哪里 苏敬欢有些紧张地说 其实 你不用这么焦急 我会先带他去我的家乡养伤 等他的身体好了 我就带着他去找一个 没有人认识我们的地方 重新开始 余墨云的名字 对景城和色城的人来说 都是一个深恶痛绝的存在 他不能冒险 让他继续留下来 那好吧 苏敬欢心里很清楚他的忧虑 他拿出手帕 轻轻擦拭他脸上的眼泪说 勉强挤出一抹笑容 轻声说 好了 不要哭了 你看你的眼睛都红肿了 我让人送你们回乡下 有什么事记得打电话给我 不管你在哪 我都会让人去帮你们的 苏苏 这辈子我欠了你 如果有来事 我下辈子再还给你 卵玉感激地说 都说了 我们是好姐妹 不要说这种话 圣瑶 你安排人送卵玉他们去乡下 还有封锁消息 不要让别人知道 余墨云还活着 这对他们来说 是最好的保护方式 少奶奶 我明白了 圣瑶把余墨云放在车上 找了两个保镖 让他们护送他们走 卵玉 好好保重自己 苏敬欢向他挥手道别 你也是 苏苏 再见 卵玉忍着想哭的冲动 上了车 隔着车窗 泛着泪光向着他挥手道别 苏敬欢靠在霍烈臣的怀里 等夜地说 希望余墨云 这次真的能重新做人 不要再辜负暖玉 暖玉的心已经被他伤过一次 他无法再承受第二次打击了 暖玉怀着他的孩子 如果他还不知悔改 那他根本就不配当男人 我们也回家吧 霍烈臣伸手搂住他 往车走去 我相信 他一定会重新做人 好好照顾暖玉 他为了他吃了这么多苦 他一定会浪子回头的 苏敬欢回头望着渐渐远去的车 白皙如玉的脸上 露出了一抹祝福的笑容 云墨云 暖玉 希望你们一家三口 能够幸福美满 大家都走了 周围一下子变得冷清起来 只有潇洒的寒风 依然在不知疲倦吹拂着 唐轩靠在了一棵大树后面 一身精致妖娇的旗袍 手里拿着点燃的烟斗 自己一个人潇洒自在地 喷着一圈圈的烟圈 眉目间一平一笑 净显妖娇风情 那一双妖娇的凤眼 就像有魔力似的 让人看一眼 就会被吸走了灵魂 任由他为所欲为 还不走 一道清亮的男人嗓音 在他的面前响起 圣鸟在暮色中渐渐走来 看着他就像支灵中妖精一样 靠在树上 不禁有了一种错觉 他仿佛在这等着勾引男人 你不也没走 唐轩缓缓地吐出一个烟圈 迷蒙的烟雾 在他的面前寥寥升起 模糊了他的脸 却透出一抹更致命的吸引力 少奶奶让我来上后 我让别的保镖开车送他们回家 你呢 要我送你回家吗 男人清亮的声音 渐渐变得有些嘶哑 他来到他的面前 透过烟雾 看着女人透着神秘感的妖娆脸孔 心突然一荡 忍不住身手轻轻抚摸上 他白嫩的吹弹可破的脸颊 上面描绘着精致的妆容 他舍不得多用一分力 仿佛怕把他弄疼了 唐轩看着眼前被自己蛊惑了的男人 唇角微翘 妖娆的低声说 圣妖 你摸我的脸 会出事的 唐轩 你知道吗 我很讨厌封尘妖娆的女人 她一直以为自己喜欢的类型 是那种规规矩矩的良家妇女 小家碧玉 圣妖有些粗力的长指 轻轻抚着她娇艳欲低的红唇 那柔软有弹性的触感 让她着迷了 爱不释手 你说过了 她还想着 给她介绍夜总会里的女孩 谁知道她很抗拒地拒绝了 像她这种看起来正直忠厚的男人 就该配温柔似水 善解人意的小家碧玉 但是 圣妖深邃的眸光 有些着魔似地盯着她 昨晚离开你家后 我整晚失眠睡不着 唐轩忍不住扑斥地笑了 手掌按在她的心口上 葱根般白皙的纤长手指 带着一丝的暧昧 挑逗似的在她的胸膛上画着圈圈 风情万种地说 这么说 你是来找我算账的 她的手指沿着她的心口 扶上了她性感地 让人把持不住的性感猴姐 我从没想过 要找一个比我大这么多的女人 她想要的是个小鸟一人的年轻小姑娘 而不是这个 足足比她带了五年的老女人啊 完不起 就不要轻易付出感情 圣妖 你还是去找个符合你条件的小姑娘吧 本小姐不适合你 她的条件 没有一条是符合她的理想的 唐轩唇角微钩 洒脱的微微一笑 随即手掌一推 把她推开 转身毫不留恋地离开 吃恋什么的 对她这把年纪来说 已经不适合了 唐轩 男人的声音莫得拔高了 那苍镜有力地 像手铐一样的手掌 莫得握住了她的手腕 随即用力一扯 把她拉到了自己的面前 仿佛用尽了所有的力量豁了出去 她低头掘住了 她像火一样的烈焰红唇 义无反顾地深深吻了下去 唐轩有些惊恶地 瞪大了那一双 透着妖娃气息的凤眼 有点不敢置信地 瞪着近在咫尺的俊脸 她有点不敢置信 这有点迂腐 甚至顽固的男人 竟然想开了 她应该很少接吻 吻记很生疏 甚至青涩 牙齿都磕碰到她的牙齿上了 她忍不住低笑出声 这个男人 果真如她所想象的那样 纯得像纯净水似的 圣妖老脸红了 她有点尴尬地抵在她的额头上 喘着有些难以自控的气息 有些恼怒地说 你笑吧 我就是没经验怎么了 想到曾拥有过她的男人 她的心就极度地发慌 她知道自己没有资格 但她就是不甘心啊 只能叹息一句 君生我未生 唐萱伸手捏了捏她 红得发烫的俊脸 咯咯地娇笑着 三十岁的男人 连初吻都还在 你真是世间起宝啊 圣妖嘴角微抽 有些泄气了 你尽管嘲笑我吧 她是没有过女人怎么了 又不是她的错 像你这种纯情的男人 最容易被妖精迷惑 圣妖 好好想清楚 我不会对你负责的 唐萱妖娆地笑着 拉开她的手 往后退了一步 是男怨女什么的 真的不适合她 这把年纪的女人了 唐萱 你这只妖精 你勾引了我 就想拍拍屁股 一走了之 圣妖怒了 她把她当成了什么 呼之则来挥之则去的玩物吗 她末地伸出修长结实的手臂 用力圈住她的腰 把她按压在树上 再次低头稳住了她 这次她稳得很粗暴 完全不给她半点喘息的机会 如狂风骤雨般 那强悍霸道的力量 仿佛要把她揉碎似的 嗯 圣妖发疯了 一向冷静自持的唐萱 突然有点害怕了起来 她手里握着的烟斗冬的一声 掉在地上 她仰起 锤打着她的胸膛 想把她推开 到了这一刻 她才知道 原来这男人的力量 是这么的强悍 就像一座大树一样 让她无法撼动 圣妖把她按在树上 势烈的大掌擒住她的手 利用男人强健的身躯压制住她 势烈的吻 越来越狂肆霸道 越来越深入 唐萱觉得自己身上的力量 都被抽光了 她瞪大了妖娆的眼睛 看着近在咫尺的俊脸 感觉自己的心渐渐疏软了 冷风呼啸 含义刺骨 但是此刻对两人来说 这都不是事 他们的身上 就像被人点了一把火 暖得发烫 圣妖喘着气 抵在她的额头上 脸上的神情既满足又联系 她终于做了她以前 一直不敢做的事情 她用力搂住她的腰 嗓音嘶哑地说 你不用对我负责 我对你负责就够了 她知道 她是个潇洒不羁的女人 她也知道 很多男人迷倒在她 万种风情的裙下 但她不介意 她会等的 唐萱看着她 寒风中落叶飘零而下 她似乎对她认真了 终于离开那个鬼地方了 暖玉坐在车上 把余莫云的头枕 在自己的大腿上 看着渐渐远去的景城 有了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 她慢慢收回眸光 落在男人苍白的脸上 她伸手轻轻抚摸着她的脸 轻声说 余莫云 我们离开悬崖底了 我们可以去过 我们想要的生活了 保镖开着车送了高速 现在大环境问题 路上很少车 空荡荡的 暖玉心里很愧疚 希望景城能够 顺利度过这一劫 不会有伤亡 嗯 正在淤迷中的余莫云 突然眉心紧促 滴滴叫了一声 余莫云 你醒了 你现在怎么样 还很痛吗 见到她醒了 暖玉脸上露出了欣喜的笑容 她刚才已经简单 帮她处理过伤口 余莫云慢慢睁开眼睛 苍白的脸上露出一抹惊讶 我没事 死不了 我们这是在车上 是的 我们正在高速公路上 我带你回我的乡下 暖玉伸手轻轻抚摸着她的俊脸 唇边犯着一抹向往的微笑 轻声说 我已经很久没有回乡下了 我还记得春天的时候 田野上会有一大片的小黄花 很漂亮 现在冬天了 山上有很多傲雪的红莓 也很美丽 余莫云伸手握住她的手 听着她的描述 性感的唇角微弯 声音虚弱地说 那一定很美 是啊 等你的身体好了 我带你到山上去看梅花 暖玉低头看着她 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她真的可以跟她一起离开锦城 暖玉 余莫云抓住她的手 深邃的眼睛里 透出了一抹不稳定 你原谅我了吗 如果我没有原谅你 我怎么可能还带和你回乡下 以前的事情 我不想再提起 你就当自己 已经死过一回重生 她现在只想一家三口 好好地过日子 余莫云混血的俊美脸上 渐渐露出了一抹温暖的微笑 轻轻说 好 过去的事情 就让她随风飘逝吧 她也不想再去执着什么了 窗外的风声呼呼 寒意甚人 此时此刻 两人的心是如此的炽热 暖玉的乡下 在锦城的边上 在过去一点就是雨城 那是一个充满了花香的地方 一年四季 都有不同的鲜花盛开 他们一家在她很小的时候 就已经搬到了市区里 乡下里留下了一栋 很久没有人居住的小洋房 暖玉小姐 我们得回去复命了 这是我们家少奶奶 吩咐留给你们的 保镖把他们送到了门口 从钱包里取出了一张支票 递给她 暖玉看着保镖手里的支票 眼睛一下子湿了 她哽咽着摇头说 不 我不能要她的钱 她已经帮了她很多 暖玉小姐 少奶奶说了 如果我们没能让你 收下这张支票 我们就不用回去了 我们上游了 下游小 不能丢了这份工作 所以 请你一定要收下 保镖焦急地说 暖玉扑斥地笑了 还是苏苏了解她 竟然使出这么厉害的杀手锏 她知道自己没有办法不收了 她伸手接过支票 哽咽地说 回去帮我谢谢你们少奶奶 好的 如果没什么事 我们先回去了 见她收下了支票 保镖松了一口气 家里还没有收拾 我就不招待两位了 暖玉向他们赶机地点了点 手里紧紧地攥住那张支票 她和余墨云 现在都是身无分纹到这里 很多东西还得花钱 还是苏苏细心体贴 保镖点头 转身上车离开了 暖玉开了门 里面已经布满了蜘蛛网和灰尘 她进去把沙发清理干净 这才扶着余墨云进去 幸好里面的电线没有问题 灯还能亮起来 看着快要天黑了 她让她躺在沙发上休息说 你在这好好休息 我去外面买点吃的回来 现在已经快天黑了 他们都饿了 吃饱了才有能力干活 而且今晚会有暴风雪 她得去做一些郁寒的东西 不要去太久 余墨云握住她的手 苍白的脸上露出担忧的神情 放心 我很快回来 村子里有小食店 她准备去买点吃的回来 她轻轻拉开她的手 转身快步走了出去 看着暖玉走出去的背影 云墨云的眸光 渐渐变得清明伶俐 她在沙发上慢慢坐起来 伸手摸着后脑勺那红肿的一块 在为她找出路的时候 她在山坡上摔了下来 刚好撞到了后脑勺 暖玉匆匆离开了家 来到了村里的小食店 把身上的钱掏出来 幸好乡下的物价很低 她只是用了一点钱 就买到了一大袋的食物 她还去药店买了一些药 她怕余墨云自己一个人 在家里会有事 买了东西便匆匆赶回来了 当她踏进门口时 顿时愣了一下 咦 她是不是走错地方了 里面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干净 暖玉 你回来了 手里拿着扫把的余墨云 从里面出来 见到她 混血的浸脸上 露出了一抹温和的笑容 上前帮她把东西提起 放在桌子上 你 我不是叫你好好休息 你怎么 看着被她打扫得一尘不染的屋子 暖玉焦急了 有没有弄到你身上的伤 你别担心 我没事 我休息了一会 真的好多了 屋子里这么脏 你怎么会住得舒服 现在怎么样 是不是好多了 余墨云看着她 眸光变得柔和 换了以前 暖玉从没有想过 余墨云会做这种事 但在悬崖底里 她为了她去捉山鸡 生火烤肉 还徒手去为她开路 把自己弄得伤痕累累 现在她还亲自动手搞卫生 说实话 这样的余墨云 真的让她很感动 她忍不住伸手抱住她 把脸埋在她的怀里 感动得忍不住哽咽了 余墨云 你会不会一辈子对我好 一辈子 不会再变了 余墨云伸手轻轻摸着她的头发 唇边泛着温柔的微笑 你是我孩子的妈妈 我当然会一辈子对你好 暖玉紧紧地抱着她 泪水从眼角滑落 这是喜极而泣的泪水 暖玉和余墨云的事情 总算是告一段落了 苏静欢在家里 接到保镖 打来的反馈电话 知道他们已经在乡下的屋子 安顿下来 暖玉还收了她的支票 她的心头大石 总算放了下来 她站在窗前 看着那黑沉沉的天空 听着外面那呼啸的寒风 心却变得踏实了 此刻 她总算是没什么牵挂了 怎么站在这里 小心受凉了 霍裂成走进卧室 见她站在窗前 一脸傻笑的样子 立即迈开长腿走过去 站在她的身后 伸手从背后抱住她 手掌握住她有些冰凉的小手 心疼地包裹住 用自己的体温误热 苏静欢轻轻侧手 看着她 白皙如雪的脸上 露出一抹兴奋的笑容 高兴地说 保镖把暖玉和余墨云 送到乡下了 他们已经安顿好 暖玉也收了我的支票 他们以后 一定能过上好日子的 又是你的好姐妹 霍裂成轻横 伸出苍劲有力的手掌 握住她的下巴 赤裂的魔光 浊浊地盯着她 我已经尽量配合你 放了他们 也封锁了余墨云 还活着的消息 现在 你也该把心收回来了 这些日子 她的心思都在别人身上 她的心拔凉拔凉的 感觉自己在她的心里 地位瞬间降到了 十八层地狱去了 苏静欢 这男人吃味地抱怨 忍不住哥哥地笑了 她轻轻转过身来 伸手搂住她的脖子 点起脚尖 亲吻着她性感的薄唇 巧笑倩熙 人家不是每天都跟你在一起了 你还吃这些无聊的甘醋 嗯哼 霍裂成修长结实了手臂 搂住她的腰 手指轻轻刮她的鼻子 亲吻 你呀 人在心不在 真到我什么都感觉不到吗 怎么会呢 我的心一直都跟你同在啊 还有我们的宝宝 苏静欢拉起她的手掌 轻轻放在自己的隆起的肚子上 霍裂成的手 刚按在她的肚子上 立即感觉到 手掌下传来了一阵动静 她唇边勾起一抹高兴的笑容 惊喜地说 我女儿跟我打招呼了 随着苏静欢的肚子越来越大 胎动也越来越频繁了 小家伙也很活跃 每次她的手放在她的肚子上 她都会热烈地跟她打招呼 她深深地觉得 这玩儿一定是个贴心的小棉袄 苏静欢看着她那稀罕的笑容 忍不住扑斥地笑了 去产检的时候 医生已经暗示了 这一胎大概率是男孩 你就想要女孩 可能得等下一胎了 她也想要个贴心的小棉袄啊 生孩子这么辛苦 我不想让你生二胎了 太累了 不管男孩还是女孩 只要是女生的 我都一样喜欢的 现在天气这么冷 看着她的身体越来越不方便 她就很心疼 这怀胎十月太久了 她已经等不及了 能生个一男一女 凑成一个好字 不是刚好吗 她都没喊累 她累什么呀 苏静欢有些惊讶地看了她一眼 货家这么庞大的家族 她这一代 她爸爸虽然风流 却只有她一个儿子 为夫心疼你 霍列臣低头亲吻着她的唇角 不以为然地说 我也是独生子 只要孩子够优秀 不需要多 一个就够了 她面对的痛苦 她的心就紧揪起来 少爷 少奶奶 苏静欢刚感动着 外面就传来了淘淘的声音 晚餐已经准备好了 苏静欢点起脚尖 吻着男人性感的薄唇 心满意足地笑了 好 我听你的 为自己心爱的男人生孩子 是一件幸福的事 她心里已经打定主意了 最少也得生两个 起码孩子不会孤单寂寞 去吃饭吧 霍列臣吻了她一下 随即伸手搂住她的腰 把她拦腰抱了起来 迈开长腿 往外面走 苏静欢脸颊一红 赶紧说 你快放我下来 我自己走就行了 在家里就这么点路 她抱着她招摇过世的 也不怕被人笑话 地上冷 我抱着你比较暖和 男人霸道地一口回绝了 抱着她走出房门口 直往餐厅走去 少爷 少奶奶 淘淘赶紧跟上去 提醒说 夫人今晚也出来吃饭了 她现在跟小远在餐厅里 苏静欢赶紧从男人的身上滑下来 关心地问 夫人的情绪怎么样 不知道她见到她 还会不会闹情绪 她看了身边的男人一眼 她的脸色有些黑沉下来了 对她在院子里想推她的那件事 她还耿耿于怀 看起来没什么 她跟小远有说有笑的 心情似乎很好的样子 淘淘说 果然 他们才刚靠近餐厅 就听到霍夫人跟小远 正有说有笑的 听笑声便知道 她此刻心情很好 小远看见苏静欢来了 立即站起来 刚想喊她 苏静欢赶紧阻止她 让她坐下 现在霍夫人对她的占有欲很强烈 她有什么动静 就生怕被人抢走 还是小心谨慎一点比较好 小远没辙了 只能重新坐下 霍夫人看着他们来了 眉头紧皱 烈臣 你为什么跟一个女佣在一起 她眼神有点忧怨地盯着苏静欢 她知道小远很喜欢她 妈 我来介绍一下 她是我的妻子苏静欢 她不是什么女佣 她是你的儿媳妇 而且 她已经怀孕了 你很快就当奶奶了 霍烈臣手里 搂住苏静欢的腰 来到霍夫人的面前 神色郑重地宣布 苏静欢想阻拦都来不及了 霍夫人手里 握着的筷子冬的一声 掉在桌子上 她瞪着苏静欢 神色变得深沉淋漓了 你这个女人真不老实 你为什么要骗我 你到底是什么人 一会是我们家的女佣 一会是我儿媳妇 你是耍我吗 小远见她生气 有点焦急了 赶紧抓住她的手臂 紧张地说 妈妈 我姐姐是好人 她没有耍你 你不要生气 少萱 你为什么叫她姐姐 她到底是什么身份 霍夫人见她这么紧张苏静欢 心里更加不悦了 大嫂 别人说我还不相信 看来 你是真的病糊涂了 就在这时 手里抱着雪球的三小姐 霍香宁来了 带着一副来挑衅的神情 苏静欢一看是她 摆明车马就是来闹事的 脸色瞬间沉了下来 冰冷的语气里 透着一抹警告 姑姑 我婆婆生病了 情绪不太好 我劝你 最好不要招惹她 否则 出事了 没人可以担待得了 哎哟 你说的这是什么话呢 霍香宁抱着雪球慢慢走过来 见她紧张地抱着小远 也没一样 忍不住哥哥的笑了 我听二哥说 你把这个小子 当成是你的亲生儿子少轩 我本来还不太相信的 没想到竟然是真的 大嫂 你儿子死了 就抱着别人的儿子求安慰 你真是可怜又可笑 哈哈 姑姑 闭嘴 你别再刺激她了 眼看着霍夫人的脸色瞬间变了 霍烈臣脸黑了 凌厉的眸光盯着她 冷冷地说 是谁让你来闹事的 霍震南吗 她还嫌弃刺激霍夫人不够 现在又找人上门来 烈臣 你怎能这样说话呢 没有人叫我来的 我是听说大嫂生病了 才来关心她 真是大逆不道的逆子啊 竟然直呼自己父亲的名字 她就等着他们大方欲望相争 霍香宁脸上露出了 遮掩不住的喜悦笑容 我妈好的很 我们会照顾她 不劳你费心 如果没别的事 请你回去吧 霍烈臣沉着脸 不悦地下烛克令 真是没礼貌 我是你姑姑 这个屋子 我也有份的 你竟然赶我走 霍香宁见她如此 不给自己台阶下 顿时脸色一沉 生气了 你有份 霍烈臣不屑地冷笑 这里是主屋 爷爷明文规定 霍家掌房继承 你再不走 就别怪我这个当晚辈的 不给你面子 你 看着霍烈臣脸上 那很利的神情 霍香宁一下子变得心虚了 她咬了咬牙 看向神色 已经渐渐有点不对劲的霍夫人 大声说 大嫂 睁开你的眼睛看清楚 你的儿子霍少轩已经死了 你抱着的这个小孩 他是别人的儿子 不是你的儿子 霍烈臣末地紧握拳头 灵力的眸光盯着她 沉声大喝 来人 把霍香宁丢出去 以后不许她踏进霍家半步 在外面的保镖立即冲进来 抓住了霍香宁 把她往外面拽出去 霍香宁没想到 她竟然这么对自己 生气的大声说 霍烈臣 我是你姑姑 我也是姓霍的 你竟敢这样对我 你就不怕天打雷劈吗 不容忍她了 少轩 我的少轩 你是我的少轩 你不是我的少轩 霍夫人看着小远 情绪一下子乱了 她觉得小远是她的儿子 又觉得不是 她伸手抱住脑袋 有些痛苦地往桌面上磕去 把桌子磕碰得咯咯作响 夫人 你别这样 夫人 你冷静一点 珍妮急匆匆地上前 扶住她的手臂 焦急地说 快 快去拿夫人的药来 女佣赶紧匆匆去她卧室里取药 被保镖拽到门口的霍香宁 还不死心地大声说 大嫂 你的少轩已经死了 她不是你的儿子 她是冒牌的 情绪本来就已经不稳定的霍夫人 听到她的话 更是激动地挣扎起来 脸色渐渐变得猙獰 怒吼 霍震南 你杀死我儿子 我要报仇 我要杀了你 为我儿子报仇 看着霍夫人发疯了 霍香宁更高兴了 她就喜欢看到他们自相残杀 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苏敬欢用力攥住拳头 拼命地忍耐着 但是这一刻 听着霍香宁的笑声 她再也没有办法忍了 她手扶着肚子 快步冲了过去 仰起手掌 用力往她的脸上招呼过去 啪的一声脆响 轻眉的眸子 炼咽着森冷的气息 愤怒地说 你明知道霍夫人精神出现了问题 你还故意来刺激她 你是想着霍家大房闹得四分五裂 自相残杀 你那一份遗产 就能多分一点吗 苏敬欢这一巴掌 让在场的人都震惊了 霍香宁怎么说 也是霍家的三小姐 她竟然这么不给面子 当众掌刮她 不过为什么 他们竟然觉得这一巴掌打得很爽 很想为她点赞呢 你 你竟然敢打我 你算什么东西 霍香宁气得嘴巴都歪了 苏敬欢居高临下地冷逆着她 唇角微钩 狂肆霸气地说 我公公是霍氏集团的董事长 我丈夫是霍氏集团的总裁 我儿子是霍氏集团未来的继承人 以后我就是霍家的皇太后 倒是你 一个不知所谓的外嫁女 在这里指指点点 煽风点火 挑拨离间 我告诉你 以后你乖乖的 我还能让我老公保留你一份资产 如果你再敢来作妖 我保证 以后霍家不会再有霍香宁这好人 霍香宁气的肺都炸了 谁给你的勇气 你竟敢说出这种话来 霍烈臣上前一步 伸手搭在苏敬欢的肩膀上 微眯着深邃的墨谋 低沉的嗓音 透着一抹宠溺的纵容 坚定地说 是我给的 像她这样的奇葩亲戚 就该治一治 你们 欺负我 霍香宁被他们的强大气场震慑住了 在惊慌间 她跺脚 不敢再留下来丢人了 赶紧气呼呼地走了 苏敬欢看着她的背影 生气地说 夫人的情绪本来已经稳定下来了 现在被她这样一脚 恐怕得白费心死了 霍烈臣忧心地回头望去 霍夫人已经吃了药 情绪已经稳定下来 但眼神却显得很空洞 嘴里不断地喃喃叫着 邵轩 我的邵轩 小远站在那里 有点不知所措 她看向苏敬欢 有点慌 心里也有点难过 如果她能治好霍夫人的病就好了 苏敬欢叹息了一声 上前说 伸手摸摸小远的头 轻声说 小远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 霍夫人现在的情况 你不能再留在她的身边了 她怕她激动起来 会做出伤害她的事 谢谢小宝贝们打赏的礼物 么么哒 小远抬起头 往霍烈臣望去 难过地说 姐夫 对不起 我没有办法再帮你妈妈了 她已经认得我不是她的儿子 霍烈臣来到她的面前 在她的身边蹲下 伸手轻轻摸着她的头 唇边勾起一抹浅淡的微笑 轻声说 小远 你不用跟我说对不起 应该是姐夫要谢谢你 起码 你让她过了几天快乐的日子 就算现在已经没有办法 你也曾让她快乐过 你不要自责 这不关你的事 听到她这样说 虽然知道她只是安慰自己 但小远还是感到很高兴 她曾经是霍夫人的开心果呢 霍烈臣站起来 来到霍夫人的面前 看着她脸色苍白憔悴 嘴角一直喊着少轩的名字 心酸酸的 她在她的身边坐下 伸手握住她的手 轻声说 妈 我知道大哥的死 在你心里留下了不能磨灭的悲痛 但你不能一直缅怀过去 如果大哥泉下有之 他会很心痛你 难道你想让他在泉下 都不能得到安宁吗 霍夫人被霍香宁刺激了一下 精神似乎好了很多 也认得很多人了 她慢慢抬起头 看着满脸 关怀着自己的儿子 她的眼泪一下子绷不住了 从眼眶里滚滚而下 她轻轻伸出手 抚摸着她的脸 难过地说 烈臣在印象里 她好像从没和她如此亲近过 妈 你没有了大哥 你还有我 以后我会好好照顾你 你什么都不要想 好好把自己的身子养好 再过几个月 你就有孙子了 你要当奶奶了 你应该感到高兴才对的 霍烈臣看着她 眼神是那样的真挚 温和 是啊 婆婆 过去的事情 就让她过去吧 最重要的是未来 苏静欢轻轻走上前 她不知道 霍夫人接不接受自己 她不敢太靠近她 霍夫人的视线越过霍烈臣 落在了她的肚子上 看着她隆起的肚子 嘴角动了动 似乎想说什么 苏静欢见她的眸光柔和下来 没有攻击性 知道她的情绪已经稳定了 她放心地走过去 握住她的手掌 轻轻放在自己的肚子上 微笑着说 婆婆 你感受一下 你孙子在跟你打招呼了 她动了 小宝宝似乎跟她心灵相通似的 她才想着 她就动了 孩子动了 再跟我打招呼了 我要当奶奶了 霍夫人的吸引力 似乎被吸引住了 脸上露出了惊喜的笑容 本来还担心 她会攻击苏静欢的孩子 见她已经放下了 心里头这才松了一口气 她看了苏静欢一眼 有点怕她太鲁莽 没事的 苏静欢看着她 向她轻轻摇了摇头 霍夫人现在的神情 已经称得上是和蔼了 那是她的孙子 她不会伤害她的 婆婆 你得尽快把身子养好 你得帮我照顾孩子 苏静欢脸上露出一抹柔和的笑容 轻声说 霍夫人黯然的眸光 就像是重新焕发了星光 激动地说 你们要把孩子交给我照顾吗 你是孩子的奶奶 奶奶照顾孙子 不是天经地义的吗 孩子不交给你照顾 还能给谁 苏静欢理所当然地说 好 霍夫人立即抬头往珍妮看过去 神情有些兴奋地说 珍妮 我要有孙子了 赶紧去准备婴儿房 要买婴儿床 衣服 还有玩具 我要给我孙子最好的 说着 她已经迫不及待地站起来 说 我好久没去百货广场了 正好去给我孙子准备 婆婆 我还得半年才生 不用这么交接 而且现在天黑了 今晚会有暴风雪 不如咱们先吃饭吧 天气冷 饭菜凉了 会吃坏肚子 苏静欢赶紧说 她没敢说 外面的百货公司都已经关门了 街上都看不见几个人 真希望研究院能够尽快把解药研制出来 这样大家都不用被困在家里 什么都不能做了 霍夫人立即瞪着霍烈臣说 对 赶紧吃饭 你怀着孩子 不能吃冷饭 烈臣 这就是你不对了 你媳妇怀着孩子 你怎能让他吃冷饭 赶紧去热 霍烈臣嘴角微抽 伸手扶着苏静欢 低头看着他 轻笑着说 你看 我妈都站在你这边了 你知道就好 你以后敢欺负我 我就向婆婆告状 苏静欢咯咯地笑了 他看着神色紧张地拉着他去吃饭的霍夫人 心情大好 真希望以后霍家都能这么和和睦睦 珍妮看着苏静欢 心里很感激 如果不是他 夫人恐怕还走不出丧子之痛 他们的小少爷出生了 霍家一定会很热闹 霍夫人把精神都寄托在了苏静欢肚子里的孩子上 他坐下后 就不断给苏静欢夹菜 只要他认为是对孕妇好的菜 他就拼命地往他的碗里夹 让他多吃点 霍烈臣心里有点感慨了 自从霍少轩去世之后 他们霍家很久没有试过这么和睦睦吃一顿饭了 少爷 他们正在吃饭 圣妙从外面匆匆地快步走进来 脸上带着激动的神情 有好消息 霍烈臣立即放下筷子 什么好消息 圣妙兴奋地说 刚才研究院传来了一个让人振奋的消息 他们在半个小时之前 收到了一份匿名邮件 是关于病毒的详细信息 再加上云墨云留下来的资料 对研究解药很有帮忙 研究院表示 一个月之内必能成功 天哪 真的吗 苏敬欢站起来 神情激动地大声说 是谁发的邮件 圣妖摇摇头说 这邮件应该是黑客发过来的 他的技术太高超 我们没有办法追踪到他的任何信息 霍烈臣紧握拳头抵在桌面上 陈生说 不管怎么样 当务之急 尽快把解药研制出来 我们霍氏集团全力支持研究院的一切费用 苏敬欢抬头看着他 伸手轻轻握住他的手掌 轻眉的眸子 练艳着一抹轻力的笑意 终于雨过天晴了 他相信 明天会更好 入夜后 果然狂风大作 外面漆黑漆黑的 还没到半夜 就开始下起了大雪 在乡下的屋子空着太久了 冷冰冰的 暖浴盖了两床被子 依然感觉到刺骨的寒意 他紧紧揪着被子 身子在瑟瑟颤抖着 好冷 这天怎么能冷成这样 他觉得自己快要冷死了 在隔壁的房间里 于莫云并没有睡觉 他坐在床边 正用腕表接收信息 看到属下发来的信息 他混血俊美的脸上 露出了一抹满意的笑容 研究院已经接收到了 他的匿名邮件 已经向外发出了通告 一个月之内 必定能够解决 紧城内的病毒 真正做到 放下一切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看着外面呼呼的风雪声 他把腕表打开 取出了那只芯片 看着他几秒 便用力把它捏碎了 外界所有的一切东西都删除了 从今以后 他于莫云就是乡村里 一名普通的男人 和自己的妻儿 过着平淡的生活 他正想着 隔壁的房间 突然传来了砰的一声 像是有什么东西摔在地上 赶紧传来了 女人难受的啜泣声 他的心顿时一紧 立即迈开长腿 快步往隔壁房间走去 他在门外面敲了两声 嗓音低沉地问 暖玉 你怎么了 暖玉应该是听到了 他的声音了 里面一下子没了声音 他似乎是不想 被他听到 暖玉 于莫云更担心了 赶紧推开房门 快步走了进去 只见一个杯子摔倒在了地上 暖玉蜷缩在床上 不断地颤抖着 他见不上前 坐在床边 伸手搭在他的肩膀上 焦急地问 暖玉 你到底怎么了 暖玉慢慢转过身来 白皙的脸上 还有一些来不及擦干净的泪痕 他用力摇头 嗓音有些嘶哑地说 我没事 于莫云握住他的手 随即一惊 他的手冷得像冰一样 他皱眉 你冷成这样了 还说没事 我去给你烧一点热水来 你先喝杯暖水暖一暖身子吧 他把杯子捡起来 倒了一杯热水递给他 然后快步走了出去 暖玉两只冰冷的手握住了杯子 看着他气场高大的背影 心头一下子就变得暖暖的 他太冷了 本来想倒一杯热水喝 谁知道冷得手发抖 杯子都没有拿好 就落在了地上 他真的太没用了 还把他吵醒了 他小口小口地喝着热水 用棉被子把自己裹起来 但这些被子太久没用 冷冰冰的 一点暖意都没有 他不禁有点丧了 这可怎么办 这么冷的天气 他怕自己熬不过 他伸手轻轻摸着 还没有拢起来的肚子 一时之间 杯从中来 忍不住想哭了 他现在不是一个人 是两个人 他得坚强地活下去 他正胡思乱想着 于墨云回来了 他手里端着一个盆子 盆子里生腾起了烟雾 是热水 用热水泡一下脚 你的身体就会暖和一点 于墨云把盆子放在床下 他蹲在他的面前 伸手扶起来 让他坐在床边 握住他的脚 他的脚很冰冷 没有一点温度 冷得让他的心很难受 他轻柔地把他的脚 放在了热水里 关心地问 好点了吗 温暖的热水 把他冰冷的脚包围了 暖郁的身子 也跟着暖和起来 苍白的脸孔 也渐渐有了血色 看着蹲在自己面前 为自己端泡脚水 还给自己的脚 轻轻按着的男人 他的泪水 一下子滴滴答答地落下来了 他从来没有想过 会有这么的一天 他是于墨云 上色诚的王者 如今他竟然 于尊将贵地给他泡脚 他是天之骄子 他不应该做这种事情的 他缩着脚 想把脚缩回来 你得泡脚一点 身子才会暖和 你今晚才能睡得好一点 于墨云握住他的脚 不让他退缩 低沉的嗓音 透着一抹感性的雌性 暖郁哽咽地说 于墨云 你不用这么做的 你是我孩子的妈妈 就是我的妻子 丈夫照顾妻子是应该的 放松一点 于墨云握着他的脚 在热水里轻轻地按着 暖郁低头看着他 哽咽地问 于墨云 你真的当我是你的妻子吗 他知道他的心 根本不在他的身上 他喜欢的人是苏静欢 他现在失忆了 他不想骗来短暂的幸福 当然 于墨云毫不犹豫地回答 他握住他的脚踝浸在水里 直到水温渐渐冷却 他才拿起了毛巾 轻轻地帮他擦干净上面的水珠 体贴细致地 就像个宠爱着妻子的男人 这样的男人 怎么能让他不敢动呢 于墨云把他的脚放回去被子里 伸手一抹被子 冷冰冰的 一点暖意都没有 他皱眉 他脱了外套 上了床 在他的身边轻轻躺下 暖郁有些惊讶地看着他 你 于墨云伸手搂住他的腰 把他已经渐渐暖和的身子 拥进自己的怀里 轻声说 今晚有暴风雪 天气很冷 你身上没有暖意 被子是不会暖和的 你放心 我不会对你做什么 我只是想暖和你 男人的身体 就像暖炉一样 那样的温暖 那样的结实 就像一座坚固的堡垒 满满的安全感 暖郁被他抱在怀里 只是轻轻挣扎了几下 便妥协了 这么温暖的怀抱 他怎么舍得推开呢 于墨云伸手轻轻 失去他脸上的泪水 温柔地说 你今天太累了 快点睡吧 明天叫人来安装暖气 这天没有暖气 他得多难受 暖郁犹豫了一下 伸手轻轻还住他的腰 把脸贴在他的胸膛上 听着男人沉稳有力的心跳声 他的心乱了 于墨云低头在他的发顶上 轻轻吻了一下 他欠了他这么多 就让他用一辈子来还吧 外面寒风凛然 大雪纷飞 但在屋子里 即使没有暖气 暖郁依然觉得 从里到外都暖暖的 他在他的怀抱里 轻轻地闭上眼睛 今天是太累了 不到一会儿 便沉沉地睡去了 于墨云抱着他 手掌轻轻抚着他的发丝 听着他平稳的呼吸声 唇角微弯 研究院收到了匿名邮件 有了霍氏集团的鼎力相助 更是气势大增 发出了通告 一个月内 必定能解决城内的难题 全城的人们都很激动 自从城里出事后 整座城市都死气沉沉 一点生气都没有 终于在过年前 传来了大好消息 今晚是平安夜 游灵力为了庆祝 特意去烧牛排 准备跟沈英杰烛光晚餐 最近这几天 天气都很恶劣 暴风雪不断 他们都窝在家里 不出去了 好香啊 我家丫头厨艺越来越厉害了 不止中餐烧的美味 就连西餐都顶呱呱的 沈英杰闻到了牛排的香味 立即跑进厨房里 看着他围着围巾在煎牛排 心里暖暖的 有个女人为自己烧菜 真的很幸福 嗅着他身上散发出来的女人香 顿时忍不住心神荡漾起来 手都有点不规矩了 这段时间 两人同处一室 他可是血气方刚的正常男人 每天只能看着自己喜欢的女人 在面前晃来晃去 却不能碰 他早晚得憋死 沈英杰 你别捣乱 我在煎牛排呢 游灵力赶紧抓住他坐腰的手 焦急地瞪了他一眼 沈英杰靠近他的耳边 向着他吹气 暧昧地说 牛排有什么好吃的 我家丫头才是秀色可餐 真香啊 他吻着他的脸 眸色更深了 男人身上那浓烈的荷尔蒙气息 不断侵袭着他 让他差点就忍不住闪神了 他赶紧推开他 把牛排翻过来 他气呼呼地瞪着他 沈英杰 你压在乱来 害我把牛排煎糊了 我就把你当成牛排煎了 沈英杰邪恶地说 好啊 你把我煎了 你想怎么吃都行 他等这一天 已经等很久了 他脸上露出兴奋的邪笑 只差没把衣服都给他扒了 你这个臭流氓 你赶紧出去 别打扰我烧菜 简直忍无可忍啊 他在厨房里忙了大半天 他倒好 闻到香味了就来捣乱 游灵力气愤地把他推出去 伸手插腰警告 你站在门外面 不准走进来 否则你今晚就别吃饭了 我自己吃 沈英杰眼睛一亮 脸上的邪气更浓烈了 唇角勾起一抹坏坏的帅气笑容 勾引似的 向着他眨了眨那一双 好看漂亮的桃花眼 你不让我吃晚餐没关系 不过 我怕我半夜灰恶的狂性大发 把你当成夜宵吃了 游灵力的脸颊 顿时轰得一声红了 红得几乎低血了 这禽兽这段时间 是越来越低趣味了 老把戏弄他当有趣 你够了 游灵力咬牙切齿地瞪着他 正想骂他 突然一股胡味传来 他脸色顿时一变 焦急地大吼 啊 我的牛排啊 他赶紧转身冲进去 拿起铲子 把牛排翻过来 果然发现 一面的牛排 已经煎糊了一点 幸好不是很糊 他把牛排盛起来 回头看到 一脸信信然的沈英杰 他狠狠瞪着他 你看 糊了 糊了一点点 没关系啦 这块我吃 宝贝 不要生气 生气了会长皱纹的 沈英杰瞄了一眼 呵呵笑着 一副无赖加流氓的嘴脸 游灵力已经被他气得 不想说话了 把食物分别盛起来 瞪了他一眼 说 你把这些菜端出去 去挑一瓶好点的红酒来 牛排红酒 他的浪漫烛光晚餐啊 可是煎糊了一块牛排 变得不完美了 都怪他 隔着空气 都能感受到 游灵力身上散发出来的怒火 沈英杰不敢再作妖了 乖乖地把食物端出去 然后在酒柜里 挑了一瓶上等的红酒来 游灵力把围裙脱掉 回房间里洗了一把脸 掠湿脂粉 化了一个淡妆 挑了一条 有点性感的抹胸长裙穿上 在化妆镜前面转了一圈 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他虽然长得不是 倾国倾城的美貌 但也算得上眉清目秀 清秀可人 以前追求他的男人也不少啊 他拿起一条披肩披在身上 拿起口红补了补 屋子里有暖气 他穿得再清凉都可以 沈英杰已经把气氛布置好了 还在餐桌上点起了蜡烛 把屋子里的灯衣冠 浪漫的气氛一下子就出来了 其实 今晚不只是研究院 宣布好消息的好日子 而且还是平安夜 他知道 女生都很重视这个节日气氛 他也尽量配合了 他开了红酒 为彼此倒了一杯红酒 听到游灵力轻盈的脚步声 他立即抬头望去 这一看 顿时心跳都失控了 只见在烛光之下 略失之粉 穿着抹胸长裙的女孩 就像是从森林里走出来的精灵般 漂亮的让人眼睛一亮 他轻轻站起来 来到他的面前 伸出手掌 抬起他略显的羞涩的脸颊 忍不住低头一吻 嗓音嘶哑地说 你今晚好美 游灵力脸红了 手掌轻轻抵住他的胸膛 今晚是平安夜 第一次有男人陪着我过 他是有过男朋友 不过他们的恋情并不长久 还熬不到任何一个节日 他们就分手了 我的荣幸 我们先来 跳一支舞吧 沈英杰拿起遥控一按 浪漫柔和的爵士音乐 立即在空气中响起 他一手搂住他的腰 另一只手握住他的手 食指紧扣 带着他在大厅里 随着音乐的节奏 翩翩起舞 游灵力嘴角微抽 跳舞有必要贴得这么近吗 他完全把他禁锢在他的怀里 他的鼻息间 全是他炽烈的男性气息 害他气息乱了 心如露撞 舞步也乱了 突然一个不小心 踩在了他的脚上 他惊叫出声 啊 我踩到你了 没关系 他低头 擒住他的烟红的小嘴 温柔地吻着 眸光灼灼地盯着他 邪气的低语 你在我身上点火了 我现在 全身都热得发烫 想把你融化 沈英杰 你还没喝酒 你就醉了 风言风语 我不想跳舞了 我们去吃饭吧 再这样下去 他没法把持自己了 游灵力红着脸 正拖他的手 转过身 准备往餐桌走去 墨地手腕一紧 一股力量把他往后拉 他再次跌进了男人 结实宽敞的怀抱里 游灵力倒抽一口冷气 伸手抵住他的胸膛 抬头看着男人 那充满邪气的俊脸 心而扑通扑通地狂跳起来 你 嗯 他话还没说完 男人铺天带地 时的热吻就吻了下来 就像是狂风骤雨般 又强悍又霸道 他仓劲有力的手掌 握住了他的腰 把他壁咚在了墙上 嗯 游灵力抵住他的胸膛 用力地挣扎着 这臭流氓 他花了这么多心思 烧了这顿烛光晚餐 他竟然只缠他的身子 太过分了 怎么也得用完晚餐再说吧 他的挣扎 引来了男人更加猛烈的进攻 他今晚打扮得这么漂亮 这么隆重的庆祝 不就是想勾引他吗 他又怎么舍得让他失望 他伸手扣住他的后脑勺 势烈地吻 更狂更霸道了 仿佛要把他的气息 全部都夺走似的 直到他快要窒息了 他才放开 被他吻得红烟烟的红唇 抵在他的额头上 拼出着急促的喘息 低沉的嗓音 染上了一抹微色所获的嘶哑 是你先勾引我的 他今晚穿了一件 很性感的裙子 露出了那一片 像雪一样白皙的肌肤 让他久可的心 忍不住蠢蠢欲动了 讨厌 分明就是你用下半身厮口 还怪我 他的气息太霸道太强势 把他包围了 把他的呼吸都掠夺了 他撑大了湿漉漉的水眸 娇羞地瞪着他 脸颊红得就像抹了胭脂 心跳更快更乱了 怎么 你不喜欢我闻你吗 沈英杰伸手握住他的下巴 看着他那被自己吻得 娇艳欲滴的红唇 忍不住低头轻轻咬了一口 嗓音低哑地说 我很喜欢闻你 你的嘴巴软软的 甜甜的 吻着就不 想放开了 游灵力脸颊涂红一片 眼神迷离动人 他怎么可能不喜欢他的吻 如果他不喜欢他的吻 他就不会被他吻了这么多次 还甘之如頤 他攥住拳头 娇羞地轻垂他的胸膛 讨厌 赶紧先去吃牛排吧 我花了很多心思烧的 凉了就不好吃了 沈英杰抱住他的腰 把他拥进自己的怀里 齐长结实的身体 在他身上磨蹭着 就像他撒娇的大男孩 嫌弃地说 但是我比较想吃你 游灵力忍不住扑吃地笑了 你这个臭流氓 真应该 让别人来看看 你这个无耻的嘴脸 沈英杰把脸 埋在他的井窝里 邪笑着说 我只在你面前无耻 别人想看 还没有这个荣幸了 游灵力翻了一个白眼 好吧 他对这个无耻的男人没辙了 他抬起脚 踢了踢他的小腿 你不饿 我饿了 我的肚子咕咕叫了 亲爱的 你真的不考虑一下吗 我真的很有诚意 邀请你和我去生孩子 沈英杰可怜兮兮地看着他 握住他的手 你再不让我碰一下 我就要憋死了 哪有情侣像他们这么苦逼的 他们确定关系 都这么久了 他连一点甜头都不肯给他 他太苦逼了 呜呜呜 游灵力的脸色瞬间黑了 沈英杰 你压得还要脸部 把这么龌龊的事 说得这么神圣 真的够了 媳妇都追不上了 还要脸干嘛 沈英杰握住他的手 放在自己的心口上 眼巴巴地说 明天是好日子 不如咱们去把证领了吧 我已经申请排队了 明天是圣诞节 你们女人最喜欢的节日了 你 游灵力吃惊地看着他 沈英杰 你是认真的吗 你真的想娶我 不考虑 见他还在质疑自己 沈英杰有点泄气了 他深吸了一口气 眸光有些凶狠地瞪着他 游灵力 我沈英杰是三心两意 说话不算数的男人吗 游灵力抬头看着他 在他的眼里 看到了一抹怒火 他不由自主吞了一口唾液 很诚实地说 我可以说 我不知道吗 他的眸光有点闪烁 小声嗶嗶地说 那次夜总会被人炸了 我看你还挺紧张唐姐的 我以为你对他 什么 沈英杰扬高了声音 满脸不敢置信地瞪着他 游灵力 你眼瞎了吗 我怎么可能对唐姐有想法 你知道他有多老吗 靠 他再怎么寄不择食 也不至于沦落到这种地步吧 他被他气笑了 游灵力顿时一愣 唐姐总是打扮得又撒又妖艳 穿着性感的旗袍 握着贵气的烟斗 那一身的万种风情 那一脸的妖娆性感 他真看不出来 他的年纪有多大 他猛逼地看着他 他能有多老 看起来跟你差不多吧 呸 沈英杰满脸嫌弃地呸了一声 鼻地说 你眼瞎了吧 他是少奶奶的阿姨 当年 是他抱走了孩子的 他都快要奔四的人了 最少比我大了七八岁 你觉得我是这么计不择食的人吗 什么 游灵力很震惊 随即崇拜地说 不是吧 他快要奔四了 真看不出来 他的皮肤保养得太好了了 我真的完全看不出来 改天我得向他讨教一下 怎么保养肌肤 沈英杰伸手握住他的下巴 把他的注意力转回来 清风说 你别扯到别的地方 你现在该相信我对他没兴趣了吧 游灵力尴尬地笑了笑 我相信你 他的条件这么优秀 他怎么可能会看上一个 比他带这么多的女人 好吧 他承认自己的确是眼瞎了 沈英杰吻着他的唇 扯回正题 那明天 咱们能去领证了吧 他不想每天对着他当和尚 他要破解 游灵力看着男人 越来越赤烈的眸光 心酥了 他咬着下唇 无辜地说 但是我妈还没有找到 沈英杰冷冷地腻着他 如果一辈子找不到你妈 你都不准备跟我结婚了吗 真是气人 难道他在他的心目中 就没有他那个没有管过他 只会给他惹麻烦的 毒鬼妈妈重要吗 我不是这个意思 见他似乎生气了 游灵力有点着急了 他抓住他的手 想要解释 却又不知怎么说 算了 不结婚就不结婚 一厢情愿算什么 我出去冷静一下 沈英杰拉开他的手 墨地咬牙 转身快步走了出去 游灵力看着他负气而走的背影 心隐隐地抽痛着 满脸的落寞 今晚是平安夜 珍妮让人 把霍家布置得很有圣诞节的气氛 在娶得少奶奶的同意下 他举行了一个小型的宴会 邀请了一些友好的亲朋妻友来庆祝 在苏敬欢的照顾下 霍夫人的精神好了很多 他每天按时吃药 情绪也没有再出现过波动 他把精神都寄托在 还没有出生的孙子身上 苏敬欢坐在角落里 手里握着一杯果汁 霍夫人正跟几个关系 比较好的夫人聊天 看着他日渐恢复 他心里也很高兴 霍烈臣端着一盘糕点走过来 放在他面前的茶几上 你晚餐没有吃多少 应该饿了吧 他把餐叉递给他 苏敬欢接过餐叉 他真有点饿了 插了一块糕点放进嘴里 亲昧的眸子 练艳着一抹欣慰的笑意 轻声说 你看你妈 今晚很高兴的样子 看来以后可以 多举办这种小型的聚会 让他开心开心 霍烈臣在他身边坐下 看着脸上明显多了笑容的母亲 他收回眸光低头看着她 低沉的嗓音 带着一抹的感激 谢谢你 如果不是你 他现在的情绪 还不能稳定下来 霍夫人现在已经慢慢接受 霍少轩已经去世的事实 对他的态度也好了许多 苏敬欢抓住他的手掌 轻轻放在自己的龙起的肚子上 巧笑倩熙 你要谢就谢宝宝吧 是宝宝治愈了他 霍烈臣不禁哑然失笑了 手掌心下面 他们的孩子 还能给面子的用力动了一下 仿佛告诉他 他收到了 苏敬欢微微一笑 抬头看着在舞池上 贴身起舞的一对男女 眼底里露出一抹惊讶 好奇地问 咦 圣摇什么时候勾搭上我小姨的 看他那赤烈地 盯着小姨的眼神 就像想把他吞了似的 一看就是来电了 霍烈臣顺着他的视线看过去 性感的唇角微勾 清亨说 我还以为他打算孤独终老 不声不响 勾搭上我手下的一员猛将了 唐轩是个很厉害的人物 不管他交什么任务给他 他都能很好的完成 说实话 他倒是情愿他 这辈子都不要谈恋爱 免得为情所困 把他交给他做的项目搞砸 圣摇好像三十几岁了吧 他早已经过了试婚年龄 不过 小姨好像比他年纪大 他能驾驭得了 苏静欢有点感兴趣了 霍烈臣伸手揽住他的肩膀 让他靠在自己怀里休息 清亨说 如果我没记错 唐轩比他大了五岁 真看不出来 我还以为他比较喜欢 清纯温柔体贴的女人 他居然看上了 唐轩这朵火辣的眼玫瑰 这回真让人大跌眼镜 小姨比他大了五岁 苏静欢吃惊地睁大毛子 惊讶地说 果然爱情来了 什么都不是障碍 不过 他的家人呢 他们会同意吗 唐轩是他的小姨 他有点担心他了 圣瑶出生在一个 比较传统的家庭里 他的父母应该不会太乐意接受 一个比他带这么多的女人 当儿媳妇 不过 圣瑶在跟我之前曾经犯了事 有暗底在身 有女人能看上他 他父母应该偷笑了 霍烈臣耸奸 淡淡地说 他有暗底在身 苏静欢惊讶地看着他 他看起来有点木讷老实 看不出来啊 谁还没个年少轻狂的时候 你放心 他不是坏人 你小姨真跟他在一起了 他一定会被他宠在心肩上 他跟在我的身边这么多年 我还没见他 正眼看不哪个女人 霍烈臣对自己的属下 不费余力地推荐 苏静欢看着放在唐轩身上 看似有点不太老实的手 唇角微翘 一旦有了喜欢的人 再老实的男人也会使坏啊 在舞池里 穿着一身性感气泡的唐轩 依然是那么的火辣 万种风情 他冷眼腻着 把他紧紧地抱在怀里 贴身而舞的男人 嫌弃地说 恨得致闭分离的眸光凌持着他 他是风情万种的万人迷 不是浪得虚名的 圣瑶修长有力的手臂 紧紧地还住他的腰 把他紧紧地抱在自己的怀里 恨不得和他负距离接触 他轻横说 我讨厌他们看着你的眼神 他看着他身上那性感的旗袍 心里很不爽 恨不得把他整个人都裹起来 把那些对他有企图的眸光遮挡住 见他盯着自己的旗袍看 唐轩唇角微翘 似笑非笑地说 怎么 我还没有答应当你女朋友 你就开始想管我了 他是个疯一样喜欢自由的女人 他可不是个被人管束的女人 他伸手轻轻抚摸着男人刚毅的俊脸 眸光渐渐变得可惜 一旦他的自由受到了威胁 那意味着 他们还没有开始 就无疾而终了 圣瑶看着他的眼神 心末地一颤 他收紧了搂住他腰的手臂 嗓音低哑地说 唐轩 你不要误会 我不是想管你 他们都是霍裂臣手下做事的人 他们以前虽然没有多少交集 但他对他的脾性还是很清楚的 唐轩奄然一笑 微眯着那一双描绘的精致的凤眼 看着他脸上那紧张的神情 轻声说 你别紧张 放松 享受就行了 圣瑶看着他脸上 那仿佛什么都不会在乎的神情 心不禁有些失落了 他就是个没心的妖精 勾引了他 却不想负责 而他还像得愣头青似的 跌进了他妖妹的陷阱里 而不可自拔 圣瑶 今晚 唐轩突然轻身上前 扬起白皙光滑的下巴 靠近他的耳边 魅惑的低语 想不想去我那过夜 一个人过久了 还是会有点寂寞 想找个男人 抚慰一下孤独的心灵啊 圣瑶惊恶地瞪大了眼睛 满脸不敢置信地望着他 他不敢相信自己 耳朵里听到的话 他的声音发颤地确认 你是邀请我 去你家过夜 靠 这幸福 是不是来得太突然了 看着他那压抑着兴奋 小心翼翼的神情 唐轩伸手在他精瘦的腰上掐了一下 眨着脚狭的眼睛 风情万种地说 是要暖被窝的那种 圣瑶虽然伸手了得 是霍裂成身边最值得信赖的保镖 除此之外 他在感情上面一片空白 可以说得上是个老实人 从没聊过其他妹子 更别说被妹子聊 这唐轩三番两次聊他 勾引他 哪里还能控制得了自己 他觉得自己体内已经被他放了一把火 熊熊地燃烧着 要把他焚烧带尽了 他双眼赤红地盯着他 搂住他的手臂不断收紧 仿佛要把他揉进自己的骨子里似的 唐轩 你又在勾引我了 圣瑶眸光灼灼地盯着他 按在他腰上的手掌 那赤裂的温度 透过他身上的衣服 霸道地传给他 唐轩随着他已经凌乱的五步摇曳着 那涂抹着口红的嘴唇 就像燃起了烈火般 既妖娆又致命地吸引着他 就勾引你怎么了 唐轩故意把柔软的身子 往他结实的胸膛撞了一下 咯咯地娇笑着 圣瑶 我们都不是小男生小女孩 青色那一套 不适合我们了 合则来 不合则去 这已经是他的人生态度 圣瑶用力握住他的腰 眉头紧皱 所以 你这是是我 合适了 我就可以当你的男人 不合适 你就一脚把我踢开 是吗 这个可恶又现实的女人 他一定是给他灌了糜汤 把他弄得神魂颠倒 即使知道他可能是个渣女 他也没有办法自拔了 唐轩弯着妖艳的凤眼 妖饶地笑了 他没有否认 他伸手搭在他的肩胛骨上 鲜长的手指轻轻刮着 嘶哑的嗓音 透着一抹妖精一样的慵懒 怎么 不敢试吗 谁说我不敢的 唐轩 我会让你知道 什么叫隐狼入室 他去了还有机会 如果他不去 他腻了他 转移了目标 那他就真的一点希望 都没有了 圣瑶用力握住他的手臂 深沉的眼睛里 仿佛点燃了火苗似的 沉生说 走 现在就去 长夜漫漫 你急什么 好歹把这支舞跳完 看着男人火急火燎的样子 唐轩脸上的笑容 更妖娆动人 男人 哼 圣瑶顿时水深火热了 摊上这么个女人 真不知道事情还是不幸 唐轩把下巴抵在他的胸膛上 听着男人那急促的心跳声 滴滴地笑了一声 三十几岁的男人了 还青涩成这样 真有趣 浪漫的舞曲正在进行着 突然门口外面传来了一阵骚动声 大家下意识地回头望去 只见满脸春风的霍震男回来了 他身边还有挽着他的手臂的苏青碗 两人穿着情侣装 在大家惊恶的眼神中 徐徐而来 正在喝果汁的苏静欢 看见他们来了 差点把嘴里的果汁喷了出来 他放下杯子 站起来 白皙的脸上 瞬间弥漫上了一抹冷寒的气息 今晚霍家开宴会 霍震男竟然携手 穿着情侣装的苏青碗来了 他这分明就是要来下霍夫人的面子 正在跟几位夫人谈笑风生的霍夫人 看着霍震男带着苏青碗来了 果然脸色瞬间变了 拳头紧紧地攥住 就连青筋都吐起来了 赶紧去看着婆婆 现在人这么多 苏静欢怕他犯病了 会伤害到别人 赶紧吩咐人去叫珍妮看着霍夫人 然后拉着霍裂臣 来到了霍震男和苏青碗的面前 爸 你又想做什么 霍裂臣看着他 带着苏青碗来 拳头微钻 额头上的青筋不断抽动着 当着这么多人的脸 带着外面的女人回来 这不是存心想刺激霍夫人吗 你这个不孝子 家里举办宴会 居然不通知我 今晚是平安夜 我当然是想跟我的家人一起过了 霍震男瞪了他一眼 老叶 你回来 我们欢迎 但是我们不欢迎这个女人 苏青碗 如果你还有脸的话 马上给我滚 苏静欢慢慢抬起手 指着苏青碗 亲妹的眸子 练练着一抹冷意 她真是低估了她的不要脸 姐姐 好歹我也是你的妹妹 二十几年的姐妹情 你飞上枝头变凤凰 想尽荣华富贵 我真的很羡慕你 但你误会我了 霍老爷对她的夫人 已经完全没有感情 她是个成熟稳重 风趣幽默的男人 我欣赏她的才华 我是真的喜欢她 苏青碗说着 像只小鸟一样 依偎在霍震男的怀里 脸上还露出了幸福的笑容 让一旁的人听着 简直碎了三观 你真不要脸 就算老爷跟夫人 已经没有感情 但他们一天没有离婚 你也就只是个 上不了台面的小三 老爷 如果你打算带她来刺激婆婆 你可以带她走了 婆婆现在的情绪 已经稳定下来 她不会再受你们影响 苏靖欢沉着脸 语气冰冷地说 霍震男轻叹了一口气 无奈地说 我知道你计谋很多 我跟他没有感情 已经是事实 你就出出主意 劝赴他跟我离婚吧 再这样拖下去 对谁都没有好处 他是一天都不想看到霍夫人 他的存在就是 他的肉中刺 眼中钉 霍震男 你冲着我来就行了 为难小辈 你算什么 霍夫人在珍妮的搀扶下 慢慢走上来了 看着眼前这个沙子仇人 她眼中的怒火熊熊地燃烧着 如果此刻手里有刀 她一定会毫不犹豫地 捅进她的心脏里 找你有用吗 我跟你提离婚多少次了 你就是不肯离 你图什么 霍震男双手一摊 很无语地看着她 我图什么 霍夫人冷冷地逆着她 你毁了我的一生 还害死了我亲生儿子 你是霍震男 我不能对你怎么样 但我是你老婆 一句话 你想跟我离婚 没问题 除非你净身出户 霍夫人仰着下巴 冷傲地腻着她 苏静欢轻轻拍了两下手掌 站在霍夫人的身边支持她 没错 如果你真心要离婚 你就净身出户吧 老燕 你欠婆婆的太多了 这是你应该的 她的视线落在苏青婉的脸上 反正苏青婉还年轻 你是她的真爱 她会努力工作养你的 苏静欢这话一出 霍震男的脸色瞬间就变了 飞得跟锅底似的 她伸手指着她 怒火中烧 你 你既然让我去吃软饭 她是锦城里的一带枭雄 没有她 就没有霍家今天的辉煌日子 霍家是她的 霍氏集团也是她的 他们凭什么让她净身出户 姐姐 老爷怎么说 也是你的公公 你这样说话就太过分了 你一点都不尊重她 你配当她的儿媳妇吗 苏青婉心里气得要命 她怎么可能让霍震男净身出户 她才不要去养一个 什么都不是的糟老头 她有钱 她养的小鲜肉不香吗 人敬我一尺 我惊人一丈 可惜 她 苏静欢唇角微钩 泛起一抹嘲弄的讽刺 一个抛弃弃子 还有脸带着小三来踩场子的渣男 很抱歉 我的尊敬还没有廉价到 可以给任何人 你们赶紧走吧 这里不欢迎你们 大家都忍不住 为苏静欢的精彩发言鼓掌了 纷纷喊他们走 霍夫人回头看了苏静欢一眼 这段日子里 她能够感受到 她是真心对待自己 现在又为自己出头 心里很感激 她以前对她做了这么多不该做的事情 她还能如此待她 她既是个狠人 也是个心胸豁达的善良之人 她当她的儿媳妇 她算是心满意足了 霍烈成皱眉 上前一步 与其深沉地说 爸 今天是平安夜 我妈的情绪很不容易稳定下来 你不要再来闹事 我不是来闹事的 我是来办正经事的 霍震南的视线掠过她 落在霍夫人的身上 满脸不悦地说 你就不能好聚好散 霍夫人冷眼逆着她 冷笑说 好聚好散 我们从来就没有好过 我能好好活下来 是因为我 还有一个好儿子 好儿媳妇 你要回来也好 不回来也罢 除非你净身出户 否则我们没什么好谈的 她的筹码 就是她的底气 从一开始 她走错了一步 现在 她不会再允许自己错了 你不要太过分了 霍震南很生气 从一开始 你要分我一半的身家 到现在 你要我净身出户 你太贪心了 不管你说什么都好 你达不到我的要求 我永远还是霍太太 至于像你这种 上不了台面的女人 想当取代我当霍夫人 你还不够资格 现在 给我滚出去 霍夫人伸手指着门口 一脸的霸气 快滚出去吧 不要再丢 我们女人的脸了 我都替你感到羞耻了 其他的夫人 立即响应霍夫人 怒对苏清婉 老爷 他们都针对我 苏清婉不一地跺了跺脚 肺都快要气炸了 这该死的霍夫人 每天死这么多人 她为什么还没死 都已经病得疯疯癫癫癫了 还不赶紧下地狱去见阎罗王 他们也狠狠地盯着她 既然她没有办法 当霍家的少奶奶了 她一定要当霍家夫人 她就不相信 她这辈子都必须 被苏清婉踩在头上 她不甘心 爸 不要逼我出手对付你 霍烈臣紧握着拳头 额头上的青筋 不断抽动着 很不容易营造的好气氛 她不想就这样被她破坏了 霍真男气恼地瞪着她 你这个不孝子 你连我都骗 你说 你妈的股份转让给你了 我找人去查过了 根本就没有这回事 她真的被她气死了 她没有想到 她竟然会说谎骗她 如果那次她没有唬住她 说不定这婚就已经离了 谁说她骗你了 我转让书都已经准备好了 我过两天就找律师来做见证 我会把我名下所有的股份 都转让给她 到时候 你这个董事长就得让位了 苏清婉 你得做好准备了 到时候 霍真男一无所有 你就准备养她一辈子吧 她这个人一辈子风流 她眸光犀利如简 你 苏清婉的脸色瞬间变得铁青 拳头紧握 心头怒火狂烧 每次来都被她们羞辱的体无完肤 真的够了 你赶紧走吧 别在这丢人现眼了 看着她被霍夫人 顽虐的脸色发青 有气没地方发的憋屈样子 苏清婉伸手摸着肚子 白皙的脸上 亮起了灿烂的笑容 她们今晚来这里 就是给她们添加笑料的 老爷 现在怎么办 苏清婉气愤的转向霍真男 她们是来找霍夫人办离婚的 结果一点好处都没讨到 反而被骂得狗血淋头 还能怎么样 先回去再说吧 霍真男也被气坏了 她伸手指着霍夫人 生气地说 你就一定要站着霍夫人的位置 不肯走世吧 你就好好照顾自己 千万别比我早死 霍夫人冷笑 该保重的人是你 你已经一把年纪了 还不收敛一下风流的性子 别死在了温柔乡里 苏清婉 别说我没有提醒你 你现在尽管跟她在一起 只要我一天不跟她离婚 她死了 你一分钱都逃不到 苏清婉用力攥住拳头 不作声 心里盘算了小算盘 霍夫人以为不肯离婚 她就能拿她没有办法 那如果她比霍真男先死呢 她阴沉的一笑 挽住霍真男的手臂 老爷 这里乌烟瘴气的 我们还是走吧 霍真男深深地看了霍夫人一眼 希望你能好好考虑 说完 便跟苏清婉走了 苏静欢上前扶住霍夫人的手 轻声说 婆婆 你累了吗 要回房休息吗 霍夫人伸手轻轻拍了一下她的手背 神情有些疲倦地说 你帮我好好照顾客人 婆婆 你放心吧 我会的 苏静欢立即叫珍妮送霍夫人回去休息 这时 唐轩走了过来 打扮得精致漂亮的脸上 带着妖娆的笑容 说 花 我跟圣瑶有事 我们先走了 好戏看完了 也该轮到他们的好戏 上场了 圣瑶跟在她的后面 刚毅的老脸有点红 苏静欢看着他们 亲媚的毛子 恋咽着一抹促侠的笑意 暧昧地说 小姨 宴会还没有结束 你们就要走了 难道 你们是要去约会 她的视线落在老脸泛红的圣瑶身上 嘖嘖嘖 她怎么说也是一条硬汉 这就脸红了 她该不会 没有谈过恋爱吧 都三十好几的男人了 世间罕见啊 小孩子别管大人的事 最近天气这么冷 你好好在家里待着养胎 没什么事 就别乱跑了 唐轩抖了抖手里 握着的烟斗叮嘱 知道了 这段时间 我会留在家里好好养胎 小姨 我已经是要当妈的人了 你就别把我当成小孩子 快告诉我 你跟圣瑶什么时候来电的 我竟然毫无所觉 苏静欢满脸好奇地追问 她毕竟是她的小姨 在锦城里 唯一有血亲的亲人 她当然要关心她了 八卦只是顺便的 这少奶奶的好奇心也太重了 圣瑶站在唐轩的身后 满脸拘束 如果她跟唐轩以后真的成了 能够开花结果 那她岂不是成了少奶奶的遗仗 想到少爷得跟她一起喊自己一丈 怎么有一种很酸爽的感觉 圣瑶的脑海里 已经有了画面感 想着少爷喊自己一丈的表情 她差点忍不住想笑了 就算你生了孩子 在我的眼里 还是小孩子 别好奇大人的事情 少爷 好好照顾花 我们走了 唐轩向着霍列臣点了点头 然后转身 一手握着烟斗 一手拉住圣瑶的手腕 迈开了那一双修长的 让所有女人都极度的长腿 急匆匆地往外面走了 用得着这么焦急吗 苏静欢靠在霍列臣的怀里 看着他们携手而去的背影 忍不住扑斥地笑了 用手肘轻轻撞了一下男人的胸膛 似笑非笑地问 你猜一下 是小姨主动的 还是圣瑶主动的 霍列臣修长有力的手臂 还住她的腰 低沉的嗓音 透着性感的雌性 笃定地说 这还用说 肯定是你小姨主动的 你看圣瑶 那木讷老实的性子 如果不是你小姨对她有兴趣 她能够聊得动她 苏静欢仰头看着她 眸光一闪一闪的 你对我小姨倒是挺留意的 你该不会也喜欢她 这种类型的女人吧 霍列臣伸手握住她的下巴 轻轻抬起 深邃的眸光灼灼盯着她 怎么 吃醋了 谁吃醋了 我猜没有 我只是好奇了 苏静欢向着她 眨着精亮精亮的水眸 不死心地继续追问 告诉我吗 霍列臣曲起长指 在她的脑门上轻轻一敲 俊脸有点黑了 如果我喜欢这种类型 我还能娶你 她这辈子就只对她有兴趣 其他女人在她的眼里 就跟男人差不多了 我只是跟你开玩笑的而已 这么认真干嘛 真是没有幽默感 苏静欢伸手捂着 被她敲了一记的脑门 撅起粉嘟嘟的红唇 我就不喜欢你质疑我 霍列臣说着 突然低头 在她的唇上轻轻咬了一下 手掌按压在她的腰上 眸光变得深沉赤裂 再有下次 我就惩罚你了 她的肚子渐渐大起来 行事不方便 她已经憋太久了 苏静欢白皙的脸颊 顿时红透了 她抬起手掌 抵住她的胸膛 把她推开 清脆 不正经 我不跟你玩了 我还得去帮婆婆招呼客人 让别人去做就行了 你累了 就回房休息 别让自己累坏了 霍列臣伸手搂住她的腰 把她拉回自己怀里 低头亲吻她的额头 心疼地说 我还不累 你别担心 我能应付得来 你等会不是要开会 赶紧去吧 霍氏集团全力资助研究解药 现在她每天晚上都会参与研讨开会 亲自监督进度 苏静欢也不想耽误 她去开会的时间 好吧 我先去开会 有什么事叫人通知我 霍列臣低头在她的柔软的唇上 亲吻了几下 这才依依不舍地去书房开会了 苏静欢深深吸了一口气 打起精神 去招待客人 今晚没有下雪 但温度还是很寒冷 唐轩穿着旗袍出去 寒风吹来 顿时冷地打了一个寒颤 她的外套放在车上了 没有取下来 圣妖立即脱下自己的外套 披在她的身上 外面的天气太冷了 赶紧进车里 她拉住她的手 快步来到了自己的车前 拉开车门 让她上了副驾驶坐 亲自给她系上安全带 就在她俯身的时候 唐轩突然轻身 在她的唇角轻了一下 一股属于女人的忧香 一下子侵入到她的呼吸里 让她全身一颤 顿时口干舌燥了 她回头 看着万种风情的女人 嗓音嘶哑地说 妖精似的妖娆美眸 咯咯地娇笑了 有什么后果 不就是被你生吞活泼吗 本来想吓一下她 结果却被她吓回头来了 圣妖的老脸瞬间红得发烫 她伸手 捏住她的下巴 看着她妖娆动人的精致脸孔 眸色瞬间变深了 嗓音嘶哑地说 唐轩 你用这种手段 迷惑过多少男人 她就是个妖精 随便一个眼神一个动作 就能把人的魂魄给勾走 唐轩伸手勾住她的脖子 脸上的笑容更妖娆致命 怎么 吃醋了 是 我是吃醋了 有时候 我真的很恨你 明知道她过去 可能有很多黑料 但她就是 受不住自己的心 抵挡不住她的魅力 被她勾引 她真的太没出息了 圣妖说着 莫地低头 狠狠地掘住她的红唇 黄暴地甚至粗鲁地 狠狠吻着她的红唇 使劲地顺吻 唐轩伸手抵住她的胸膛 用力把她推开 娇艳的红唇 被她吻得乱了妆容 她迷谋瞪着她 这么焦急干嘛 这还在外面呢 你把我的妆容弄乱了 等会有人来了 你让我怎么见人 圣妖看着她乱了的口红 把手帕递给她 满脸羞炯 抱歉 她一时情难自控了 哎 为什么她瞪眼的时候 也这么美啊 唐轩伸手接过她的手帕 上面带着一抹男人 刚毅的气息 很阳光的气味 让她心神微一荡 脸颊竟泛起了一抹红韵 她已经很久 没有这种悸动了 她媚眼如丝地腻了她一眼 略显得嘶哑的嗓音 娇嗔地说 还不赶紧去开车 你想继续在这里 当别人的风景背景 已经有不少人注意着他们 唐轩可不想被人盯着看 她抵住她的胸膛 微用力一推 把她推进去 随即砰的一声 把车门关了 圣妖脸有些燥了 被寒风一吹 总算是清醒过来了 赶紧绕过车头 上了驾驶座 系好安全带 便用力踩下油门 在寒冷的夜色中 叫车呼啸着上路 今晚是平安夜 大家都在家里陪伴着家人 路上并没有什么行人 唐轩打开了化妆盒 把唇上被男人 吻乱了的口红擦去 重新补妆 直到看不出一丝瑕疵为止 她是个很注重妆容的精致女人 她无法忍受 自己在外人的面前 露出邋遢的一面 特别是在男人的面前 圣妖侧手看着她补妆 那被她吻过的红唇 更加娇艳欲低 她喉咙一紧 性感的喉结动了一下 嗓音嘶哑地说 唐轩 其实你不化妆的样子 也挺好看的 隔着一层妆容 总是让她感觉摸不透她的心思 他们唐家的基因太厉害了 从小姨到外甥女苏敬欢 美得像天仙一样 那盛世美颜 简直要把他们迷得团团转啊 唐轩把化妆盒盖上 那一双妖娇精致的凤眼 透着致人心扉的赤脸 她伸手轻轻撑着腮边 娇艳的红唇 勾起一抹风情万种的妖娆笑容 我不是告诉过你 我喜欢化妆 怎么 又想管我了 她承认自己有很多男人 难以忍受的缺点 她不愿意迁就 也不愿意将就 唐轩的眸光有些凌厉 圣妖赶紧说 不 我不是想管你 不管是素颜还是化妆的你 我一样都喜欢的 不同的她 有着不同一样的风情 都让她屈之若物 唐轩似笑非笑地看着她 那葱根般白细的纤长手指 卷住了一撮长发 好整以侠地玩着 说 圣妖 像你这么传统古板的男人 我真担心 你以后会后悔啊 她不想毁掉一个大好青年 随着一押的一声 圣妖突然把车停了下来 靠在了森林的路边 她解开了身上的安全带 轻身抚在她的身前 那充满了男性力量的手掌 微微用力握住了她的下巴 视烈的眸光 一顺不顺地盯着她 嗓音低沉嘶哑 唐轩 你一会勾引我 一会把我往外推 你到底想怎么样 她的阴晴不定 让她的内心充满了不安 这患得患失的感觉 让她太难受了 看着眼前明显有些生气的男人 唐轩的心微微一荡 她伸手搭在她的肩膀上 手掌扣在她的肩胛骨上 腰咽得红唇微翘 有些乱的说 如果我告诉你 我也不知道 你会相信吗 她以为自己已经心如止水 不会再为任何一个男人心动 但事实证明 她错了 她不止动了心 还对一个比自己小了五岁的男人有好感 这么危险 又有挑战性的是 她跃跃欲试 一顺不顺地看着她 很多人说她是妖精 但她不是妖精啊 呃 她没有蛀岩树 也不能让自己青春不老 暧昧妖娆的气息 充斥在车厢里 不断催化着圣鸟 她低头吻着她的红唇 赤裂的火焰 不断抵在她的身体里燃烧着 她低声喃喃地说 唐轩 我不想等了 她忍不住了 她不想等到去她的家里 明知道她危险有毒 但她还是控制不住自己啊 男人赤裂的眼睛里 燃烧起了炙人的火焰 车窗外面一片漆黑 只有呼呼的风声 还有被寒风吹的摇曳 不断发出了沙沙响声的树叶 唐轩喘着气 看着眼前响一口吞了自己的男人 妖娆的美眸 渐渐变得迷离 脸颊泛起了飞红 她嘴唇动了动 抬起了白皙的手 解开她衬衫上面的扭扣 一枚接着一枚 她勾唇性感地笑了 如果你害我感冒了 你得照顾我 放心 车上有暖气 你不会打帽的 她这是默许了 圣妖欣喜若狂 伸手解开她的安全带 把座椅放下 让她平躺在上面 圣妖 你真的不介意 我比你大五岁吗 她喜欢的类型 是年轻貌美的女孩啊 唐轩看着她 低声地拷问 现在才来问这个 你不觉得太晚了吗 她的心早已经被她占据了 年龄算得了什么 圣妖伸手扣住她的后脑勺 低头 性感的薄唇 绝住了她的唇 充满了男性力量的吻 霸道强悍地吻了下去 唐轩眯着迷蒙的美眸 看着眼前为自己倾倒的男人 脸上露出了妖娆的笑意 她以为自己 已经习惯了一个人 原来只是因为 没有遇到对的人 一个人久了 空虚寂寞的心 也是需要人抚慰的 她伸手搂住她的脖子 慢慢闭上了眼睛 轻情投入 车厢外面寒风呼啸 车厢里却温暖如春 暗淡的月色 普照着漆黑的大地 夜色寂凉如水 今晚是平安夜 霍家举办了小型的宴会 苏清欢念在沈英杰伤势 还没有恢复的份上 特意吩咐 叫她好好在家里休息 别出去蹦打 游灵力积极地准备了 一顿烛光晚餐 却没有想到最后 竟然会闹得不欢而散 偌大的别墅 因为沈英杰的离去 变得冷冷清清的 她在屋子里 听到了开车的声音 她又气又闹 她竟然开车走了 把她自己一个人 丢在了屋子里 沈英杰 你这个猪头 我又没有说不价 为什么你就不能 听我把话说完 游灵力咬着下唇 跺了跺脚 看着自己精心 准备的烛光晚餐 一下都没有动 心里难受得要命 她抬起脚步 慢慢走过去 拿起桌面上的酒杯 磨叠仰手 一口气 把杯子里的红酒喝光 酒入愁长愁更愁 游灵力喝了几杯 被红酒刺激了一下 泪水就忍不住崩了 她不知道 自己哪里做错了 让沈英杰这么生气 丢下她就跑了 难道男人 都只是靠下半身 思考过日子的吗 她不愿意这么快就范 她就恼了她 沈英杰 你这个忘恩负义 狼心狗肺的臭男人 别忘记了 当初你中枪掉进大海里 是谁救了你 是谁没有嫌弃你 变成白痴 把你带回来景城 现在你竟然这样对我 我讨厌你 我太讨厌你了 游灵力干脆把酒杯扔了 拿起那瓶红酒 往嘴里灌 那一瓶价值几万的红酒 就已经被它 荡成水一样 咕噜咕噜的好饮掉了 啊 一瓶红酒灌下去 游灵力的脸红的 就像熟透了的红苹果 眼前开始有点晃了 双腿哆嗦着直发软 她伸手撑住桌子 伸手扯开了肩膀上披肩 扯了扯身上的裙子 抬起手扇了扇风 打着酒格 这红酒 怎么就把我 喝得头晕眼花了 嗯 好热 身体里就像有一团火在燃烧着 游灵力脚步亮腔的走了两步 差点从台阶上摔了下去 她赶紧抓稳了楼梯上面的扶梯 用力把发软的身体撑起来 不是说红酒不会喝醉人吗 这话谁说的 你过来 我保证不会打死你 不行 头好晕 她得赶紧回房间 躺下来 游灵力迈着直颤抖的双腿 一步一个脚印地往楼上走 脑子晕晕沉沉沉的 就连有人打开门的声音 她也没有听见 直到身后响起了一把 风尘仆仆的男子声音 游灵力 正尖难地往楼梯上 爬得游灵力 冷不防听到这声音 顿时吓了一跳 突然脚下一滑 她惨叫一声 身体从楼上滚了下来 丫头 沈英杰顿时大惊失色 迅速冲上去 在她滚下来的时候 伸手接住她 焦急地问 你怎么样了 有没有受伤 啊 痛 好痛 游灵力被撞了几下 痛得脸色发白 伸手指着腰 差点忍不住哭了出来 你太不小心了 怎么会从楼梯上摔下来 我看看 沈英杰说着 立即伸手 想去掀开她的裙子 游灵力顿时大惊失色 赶紧按住她的手掌 气急败坏的大吼 沈英杰 你这个臭流氓 你想干什么 不要 你不是摔痛腰了 我没有别的意思 我只是想帮你看看 见她一脸防备地看着自己 沈英杰觉得自己很无辜 看到她红的 有些不寻常的脸 又在她身上 嗅到一股浓烈的酒味 顿时惊饿了 丫头 你喝酒了 她抬头往餐桌望去 好家伙 竟然把整瓶的红酒 喝得一滴不剩 看样子是喝醉了 你不是走了吗 你又回来做什么 你走开 我不要理你了 你快走 游灵力生气地推着她的手 脸红得像要滴血一样 丫头 你生我的气了 见她那一脸气嘟嘟的样子 沈英杰的俊脸上 露出一抹帅气的笑容 伸手搂住她的腰 不顾她的挣扎 用力把她抱起来 来到大厅的沙发上 把她放在上面 附身置住她 不让她起来 说 你摔痛了腰 不要乱动 我帮你揉揉 游灵力紧咬着红烟烟的嘴唇 推开她的手掌 生气地说 我不要你管 说走就走 一点都不顾及她的感受 她凭什么管她 我怎么可能不管你 看着她那闹别扭的可爱表情 沈英杰轻轻一笑 我不是要离开你 我出去 是为了这个 你看 她伸手在口袋里 拿出了一个红色的精致小盒子 递给她 打开来看看 看着那精致的红色小盒子 游灵力的心 突然扑通扑通的狂跳起来 她睁开湿漉漉的眼睛 瞪着她 沈英杰 你该不会又想套路我吧 这个小盒子看起来 就像是装戒指的盒子 难道她要向她求婚 快打开看看吧 沈英杰帅气的俊脸上 露出了一抹神秘的笑容 你一定会喜欢的 是吗 游灵力有点犹豫了 这盒子里面的东西 一定是戒指吧 她是用来向她求婚的吧 想起她明天 已经预约好的登记日子 她的心颤抖了起来 她握着小盒子 抬头看着她 努力稳定住 有些发晕的脑袋 沈英杰 你确定不后悔吗 在我的字典里 没有后悔这两个字 快打开看看 我跑了很多个地方 才找到一家 还开门的珠宝店 为了买这份礼物送给她 她太不容易了 外面还寒风嗖嗖的 她连外套都没穿 在外面冷得瑟瑟颤抖 珠宝店 红色的精致小盒子 这不是戒指是什么 看来她刚才跑出去 并不是要丢下它 而是要买戒指回来 哄她借给她 游灵力看着她 冻的鼻子都红红的 这才发现 她的衣服有多单薄 连一件外套都没有穿 心里有点感动了 怎么了 见她看着自己发呆 沈英杰有些担心地看着她 是不是腰还很痛 要不 我送你去医院吧 摔倒腰 可大可小 她紧张地站起来 就想把她抱起来 我没事 不用去医院了 游灵力赶紧按住她的手 脑海里不禁回忆起了 她们过去的种种经历 如果她现在不好好把握机会 让机会消失了 那她这辈子肯定追悔莫及 她看着她 轻轻咬着下唇 伸出颤抖的手 轻轻把盒子打开 心里想着 她就把戒指戴上嫁给她 当那精致的锦盒打开 游灵力看着里面那闪闪发亮的钻石 却瞬间惊呆了 靠 这什么鬼 为什么跟她想象中的东西 长得一点都不像 沈英杰见她终于打开了盒子 高兴地说 怎么样 这条钻石项链 我挑了很久才挑到的 我觉得她特别适合你 你喜欢吗 我帮你戴起来 男人高兴地说着 伸手取起了那条 足以闪瞎眼的钻石项链 往她的白皙修长的脖子比了比 果然很适合她 不过 为什么她的表情这么奇怪 难道惊喜过度了 游灵力甩了甩有些晕的脑袋 看着那条闪闪发亮 就像繁星闪烁一样的钻石项链 她忍不住一巴掌拍过去 怒吼 别闪来闪去 把我的眼睛都闪瞎了 谁稀罕她的破项链了 她又不是拜金的女孩 她干嘛要带着这么贵重的钻石项链 招摇过世 她是想害她被抢匪盯上吗 咚的一声 那条昂贵的钻石项链 被她一巴掌拍在了地上 沈英杰一下子梦了 这条钻石项链三十多万 店长拍着心口保证 如果她女朋友收到这份礼物 她一定会高兴地 对她投怀送抱 把身心都送给她 这话风不对啊 丫头 这是钻石项链 这钻石是真的 你不喜欢吗 沈英杰见她坐着身子都歪了 赶紧把她抱住 看来她是最糊涂了 才会拒绝她的礼物 店长说 没有女人能够拒绝这么名贵的项链 我不喜欢 一点都不喜欢 沈英杰 你就是个不解风情的闷蛋 蠢蛋 我不理你了 我要去睡觉了 你放开 放开我 她期待的是戒指 根本不是什么项链 她怎么就一点都不懂她的心 可恶的臭男人 臭流氓 说要跟她结婚 结果一点实际行动都没有 气死人了 游灵力抬起拳头 生气地往她的胸膛一顿锤打 好 你不喜欢没关系 把她扔掉就是了 你别生气 丫头 我不想看到你生气 到底我要怎么做 你才会高兴 你不想跟我结婚 我已经把明天的预约取消了 沈英杰有些沮丧了 今天是平安夜 她本来想跟她好好过的 但貌似 她搞砸了 好丧啊 什么 你说什么 游灵力脑袋嗡的一声 她抓住她的手臂 有些激动地大声追问 你不想跟我去领证 我只能把预约取消了 沈英杰看着她 伸手握住她的下巴 难过的说 丫头 我真的很想跟你去领证结婚的 明天是圣诞节啊 多好的一个节日啊 很有纪念价值啊 看着男人难过的表情 游灵力眼眶一热 泪水差点忍不住要崩了 这个木头 没有跟她确认一下 她就去把预约取消了 感情说 跟她去领证 是说着好玩 都不用跟她商量的 她说去就去 她说不去就不去 她把她当成什么了 我已经按照你的意思去做了 你为什么看起来 还闷闷不乐的样子 你还不高兴吗 看着她那 引满了水屋的眼睛 沈英杰更梦了 她伸手轻轻抚着 她难得化妆的娇嫩脸颊 修长的手指 在她的唇上轻轻抚着 果然女人心还抵真 让人猜不透啊 游灵力的嘴唇微微颤动着 嗓音嘶哑地问 沈英杰 你真的把明天的预约取消了 你不是说要等找到 你妈才能结婚吗 我招取消了 她总不能站着毛坑不拉吧 明天挤着要去登记的新人 给骂死她 沈英杰 你很好 你棒棒的 她竟然真的把预约取消了 游灵力心死了 她莫的用力推开她 身体有些摇摇晃晃地站起来 慢慢往后退 气愤地瞪着她 以后你都别再叫我去领证了 老娘不稀罕你 老娘不嫁给你 沈英杰当场猛了 她以为她取消明天的预约 她会很高兴的 她焦急地说 你到底怎么了 她还能不能讲道理啊 我不怎么了 我很好 你别跟着我来 我要回房睡觉 我明天 我明天就搬走 我不跟你住一起了 你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 我要离开你 远远的 游灵力狠狠瞪了她一眼 然后转过身 身体摇摇晃晃地往楼梯口走去 游灵力 就算你要判我死刑 你也要给我一个理由 我不会让你搬走的 她这里什么都没有 她搬走了 她还能去哪里 现在这种环境 她又不能出去工作 她会饿死自己 沈英杰忍无可忍了 她上前 伸手直接抱住她的腰 把她翻身压在了沙发上 有些恼火的眼睛 死死盯着她 她也是有脾气的 她不可能一直牵救着她 臭流氓 你放开我 听到没有 放开我 游灵力气恼地握住拳头 使劲往她的胸膛里锤打 我讨厌你 臭流氓 忍无可忍的沈英杰 终于恼火地听不下去了 她抓住她乱锤乱打的手 莫得俯身而下 狠狠地堵住了她喋喋不休的嘴巴 把她那些不动听的话 全部都封在了里面 嗯 放开我 沈英杰 嗯 我要 游灵力胃里突然一阵翻腾 她脸色大变 用力推锯着她 神情激动 沈英杰一看她的脸色不对 微愣了一下 游灵力随即趁机推开她 双手按在她的肩膀 冲着她的身上 就是一阵狂吐 你 沈英杰低头看着被她吐了一身的衣服 顿时浑身一阵哆嗦 一股酸臭味 从她的身上传来 游灵力用力按住她的肩膀 慢慢撑起身子 看着她黑得跟锅底似的俊脸 脸上露出一抹尴尬的苦涩 我叫你放开我的 你偏不放 这是她自找的 不关她的事 沈英杰黑着脸 伸手解开衬衫上面的扭扣 迅速把衣服脱了 直接扔进了垃圾桶里 低头闻了一下 身上还残留着一股酸臭味 她满脸 嫌弃地瞪了她一眼 英策策地说 我等会再来收拾你 竟然吐了 她一身脏东西 压得 她欠教训了 我又不是故意的 是你自找的 游灵里摇摇晃晃地 从沙发上站起来 看着男人那性感的 堪比超模的身材 忍不住吞了一口唾液 好性感啊 好想摸一摸 她眼睛闪着金亮的星星 走过去 突然咚的一声 身体往前倾倒 倒进了她的怀里 你 沈英杰迅速伸手扶住她 正想骂她一顿 却发现她已经闭上眼睛 睡着了 顿时无语问苍天 天才 她这样都能睡着 她喝醉了 刚才一直在发酒疯 所以 她刚 说的话统统都是废话 沈英杰无奈地叹息了一声 把她打横抱起来 回房去了 这一场宴会下来 苏静欢已经累坏了 不过总算没有让霍家丢人 把客人送走后 她端着一碗面来到书房 轻敲了一下门 然后推门进去 霍列臣刚在网上开完会 见她来了 立即站起来 快步走到她的面前 伸手把她端来的面接过去 放在桌面上 这有没说 这些事让庸人做就行了 你今晚也该累了 不好好休息 客人都走了 我让人给你煮了一碗面 反正没事干 就给你送来了 你开完会了吗 苏静欢看着已经黑屏了的笔记本 挑眉问 霍列臣轻轻点头 坐在椅子上 然后把她拉下来 坐在自己的大腿上 低头嗅着她身上 那一股特别的让她心旷神医的清幽香味 低沉的嗓音 透着一抹宠溺 开完了 开完了冗长的会议 就能第一时间看见她 心情也跟着好起来了 她的手掌附在她的肚子上 感受着那仿佛心有灵犀的态动 情况怎么样 研究解药的是顺利吗 苏静欢关心地问 霍列臣把下巴抵在她的肩膀上 性感的薄唇 亲吻着她的侧脸 轻声说 很顺利 如无意外 很快就能研制成功了 那就太好了 终于不用整天待在屋子里 不能去逛街 我都快要闷死了 苏静欢轻眉的眸子 练咽着一抹兴奋的笑意 她伸手握住她的肩膀 把她推开一点 看着她渐渐变深了的眸子 脸颊不禁染上一抹红韵 她手掌抵住她的胸膛 好奇地问 你们查到了吗 那封匿名邮件到底是谁发的 霍列臣轻轻摇头 查不到了 对方已经撤掉消失 苏静欢看着她 眸光渐渐闪亮起来 她眨了眨眸子 你说 这封邮件会不会是云末云发的 全世界就只有她最清楚 这病毒是怎么回事 如果不是她发的邮件 她想不出来还能有谁 霍列臣眯着瑞丽的黑眸 如果这邮件是她发的 那意味着 她又骗了暖韵 她没有失忆 她这么一说 苏静欢也有点担心了 那怎么办 如果她再利用暖韵做点什么事 那暖韵肯定受不了 现在暖韵跟她在一起呢 他们是不是太轻易 相信她了 她不禁忐忑起来 霍列臣见她 又为暖韵的事情担心 眉头微皱 立即说 现在暖韵怀了她的孩子 虎毒不舍 也许她是真心悔改了 否则 她不会留下这么有用的资料 哎呦 这男人是第一次 为余默云说话呢 苏静欢似笑非笑地看着她 怎么 现在觉得余默云是个好人了 对 她就是个好人 她一定会对你的好姐妹很好的 你不用担心她们了 霍列臣点了点头 睁眼说瞎话 一点都不气喘 好吧 快吃面吧 等会凉了 就不好吃了 她心里的小九九 她怎么会不知道 不过她也不拆穿她 她拿起筷子 刚想为她吃 却被她伸手拿了去 这么晚 你也该饿了吧 你也吃点 霍列臣加了面条放在汤匙里 体贴小心地送进她的嘴巴里 苏静欢靠在她的怀里 白皙的脸上 扬起一抹灿烂的笑容 试着老公味的面条 幸福感慢慢的 她看着窗外那一轮弯月 心里默默地祈祷着 暖玉 你一定也要幸福啊 今晚是平安夜 这是她和余默云过的第一个节日 她早早就烧好了一桌子的饭菜 等着余默云回来吃 余默云今天出去了 她说她晚饭之前会回来的 但已经过了时间点 她还没有回来 看着外面渐渐暗沉下来的天色 暖玉有点焦急了 她的身体还没有完全康复 该不会是在外面出了什么事吧 暖玉站在大门口 不断张望着 脸上的神情越来越焦急 她就不应该答应 让她独自一个人出去的 她一个伤患 又人生地不熟 如果她在外面出事了 那该怎么办 余默云 你千万不能有事 你快回来吧 暖玉焦急的眼眶泛红了 看着那已经漆黑了的天空 她等不下去了 她拉紧了身上的外套 迈开脚步 她刚踏出大门口 一阵寒风吹来 她冷不妨打了一个寒颤 好冷的天气啊 她咬着牙 往村子里的小路走去 墨地 她的脚步停了下来 只见在摇曳的路灯下 一个身形奇长高大的男人 背着一个大袋子 脚步有些蹒跚的一步一步走来 看到她站在路上 立即紧张地说 暖玉 你怎么出来了 赶紧回去屋子里 这里太冷了 小心着凉了 她终于回来了 她没有事 暖玉的眼眶一红 有些委屈地说 你到底去哪里了 你这么久还没回来 我以为你出事了 她让她担心死了 我去了市区 给你买了一些东西回来 对不起 车晚点 让你担心了 于墨云见她担心自己 担心的眼眶都红了 心里不禁感到愧疚 上前一手拉着那大袋子 一手握住她的手 她的手很冰凉 看来是在外面待了很久 她赶紧拉着它 快步回到屋子里 你买了什么东西 这么大的一个袋子 回到家里 从里面拿出了一个被子说 这是蚕丝被 虽然很轻盈 但是很保暖的 以后 你就该这个睡觉 这里还有几件保暖的衣服 你现在已经怀孕了 不能着凉 还有这保暖的鞋子 你可以在室内穿 看着于墨云从大袋子里 掏出了一件件的被子衣服什么的 暖玉已经惊愕地说不出话来了 原来她跑出去一天 竟然是给她买东西 袋子里面 全部都是她买给她的东西 而她自己的 却没有一件 她的泪水忍不住崩了 一颗接着一颗 滴滴答答地从眼眶里滑下来 暖玉 你怎么了 为什么要哭 你是不是哪里不舒服了 见她哭了 于墨云赶紧上前 伸手握住她的肩膀 关心地问 于墨云 暖玉滴滴地 喊了一声 莫得投进了她的怀里 张开双手 紧紧地抱着她 泪水滚滚而下 把她胸前的衣服都弄湿了 于墨云更焦急了 暖玉 你到底怎么了 你不舒服 我马上带你去医院 她说着 立即伸手就要把她抱起来 要送她去医院 看着她焦急紧张自己的样子 暖玉的泪水掉得更凶猛了 像不要钱似的 曾几何时 她也想要一个真心对待自己的男人 在色诚的时候 她以为于墨云是自己的良人 但是随即被狠狠地捅了一刀 她以为自己的人生 就要画下灰暗的句号时 她失忆了 她把她当成了一个妻子一样 把她宠在了心肩上 她好怕这一切会消失 如果这是做梦 那她情愿永远都不要醒过来 于墨云 我没事 不用去医院 暖玉按住她的手 精英剔透的泪水 滴滴答答地落在她的手背上 于墨云的心 就像被烫到了一样 她抬起手掌 轻轻失去她脸上的眼泪 低沉的嗓音柔和地说 是我太晚回来了 让你担心了吗 我以后不会再这样了 你不要难过 暖玉脸上扬起了一抹带泪的笑容 她轻轻摇头 嗓音有些低雅地说 我没有难过 我只是太感动了 从来没有男人对我这么好 笨蛋 这样就感动了 你是我的妻子 又是我孩子的妈妈 我对你好是应该的 你看 我还给你买了一些补品 这些都是和孕妇使用的 于墨云把她脸上的泪水擦干 然后把袋子里的东西翻出来 难怪她拿了这么大的袋子装 里面竟然放了这么多东西 看着那一盒盒的燕窝和各种补品 暖玉恶然了 于墨云 这些东西应该要很多钱吧 你怎么有钱 我也不知道 我身上有一张卡 我拿去银行就能取钱 于墨云拿出了一张烫金的黑卡 递给她 那混血的俊脸上 扬起一抹柔和的笑容说 这张卡 你拿着吧 以后你要用钱 你就用拿它去取钱 暖玉伸手接过那张卡 认真一看 顿时惊呆了 这竟然是一张尊贵无比的黑卡 她看了她一眼 应该是她一直戴在身上的吧 这张卡 你自己拿着吧 我不能要 这张黑卡太贵重了 暖玉焦急地说 云墨云微微一笑说 你不是说我们是夫妻吗 我的东西就是你的东西 你不帮我拿着 我怕自己会弄丢 拿着吧 在新家里很多地方都需要花钱 老婆花老公的钱 是天经地义的 暖玉攥住了手里的黑卡 心情已经激动得没有办法言语了 她又想哭了 自从怀孕之后 她的泪线变得发达了 伤心要哭 难过要哭 就连高兴感动了 也要哭 还有这个 云墨云从口袋里 掏出了一个红色的精致小盒子 在她的眼前轻轻打开 你看 喜欢吗 暖玉低头望去 只剑在盒子里面 放着一对组合成了新型的戒指 她末地撑大毛子 满脸不敢置信 这既然是婚戒 她伸手捂住嘴巴 哽咽了 这 怎么会 余墨云从精致的盒子里 拿出了女款婚戒 轻轻套上她的手指 柔声说 今晚是平安夜 我想用这枚戒 套住你的一生 你呢 你想套住我的一生吗 她举起了盒子 把那一枚闪亮的男款戒指 送到她的眼前 既然是夫妻了 怎么可以没有婚戒呢 想啊 怎么会不想 她已经想了很久了 暖玉拿起了戒指 压抑不住的激动 轻轻套上她的手指 两枚戒指组合成为一个爱心 她哽咽地说 余墨云 戴上了戒指 你就不能后悔了 不管发生什么事 我都是你的妻子了 不管发生什么事 你都是我的妻子 我永远不会后悔 余墨云伸手抬起她的下巴 低头 在她的唇上轻轻地吻了一下 随即伸手搂住她的腰 把她拥进自己的怀里 紧紧地搂着 暖玉在她的怀里 感觉到了前所没有的温暖和安全感 她伸手抱住她的腰 把脸贴在她的胸膛上 听着男人沉稳有力的心跳声 唇角微翘 她不是在做梦 这是真的 幸福在向她招手了 她抬起头说 我做了晚餐 我先去热一热 你去洗漱一下 出来吃饭吧 好 余墨云有些恋恋不舍地松开手 看着她去厨房忙碌 她买来的东西收拾起来 然后去梳洗了一下 等她出来的时候 暖玉已经把饭菜热好端出来了 今晚她烧的菜有点多 她还给她备了一瓶酒 还有香烟 她知道她喜欢喝酒和抽烟的 余墨云拿起了香烟 唇角微翘 柔声说 以后不用给我准备烟了 她的视线落在她的肚子上 微微一笑说 为了我们的孩子 我决定戒烟了 她说着 把香烟丢进了垃圾桶里 好 暖玉笑了 在灯光下 那笑容既灿烂又甜美 她为她倒了一杯酒说 外面的天气这么冷 你喝点酒会暖和一点的 余墨云伸手接过酒杯 喝了一口 这酒有点粗糙 跟她以前喝的酒比起来 就是天和地的差别 不过她 还是一口喝完了 在这种地方 能有这样的酒 已经很不错了 她在她的对面坐下 把菜夹到她的碗里 在悬崖底里 你没吃过一顿好的 身子骨这么瘦 以后生孩子可怎么办 你要多吃点 她一边说着 一边把虾壳去掉了 放进她的碗里 吃吧 凉了对身体不好 你也吃 暖玉加了一块烧肉 放进她的碗里 吃着她为自己包的虾肉 心里甜滋滋的 她看着男人 在灯光下的混血俊脸 还是有点不放心地问 余墨云 你真的决定了吗 以后就跟我在 这个小村子里生活 余墨云看着她 挑眉 怎么 我还表现得不够明显吗 你就是表现得太好 她就怕这只是难科一梦 笨蛋 余墨云抬起手指 往她的脑门轻轻一弹 认真的说 别胡思乱想 赶紧吃饭 暖玉看着她 脸上扬起了一抹灿烂的笑容 她现在对她好不就行了 她想这么多干什么 她吃着男人体贴地 夹到碗里的菜 心里暖暖的 她不去想 那些有的没的了 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了 解救景城的解药 总算在过年前研发出来了 在解药推出后 整个景城都沸腾了 大家很激动 霍氏集团投放了巨资 在河上举行了一场 盛大的烟火宴会 鼓励城中的市民 积极生活向上 站在霍家大宅的顶楼上 能够清晰地目睹 半空中那娇艳绽放的烟火 苏敬欢站在顶头上 迎着冷嗖嗖的寒风 兴致勃勃地看烟火 少奶奶 这里风大 不如咱们下去吧 在房间里的窗户前 也能看见她 陶陶站在她的身后 有点紧张担心了 她的肚子 现在已经很大了 预产期是在两个月后 不能有半点闪失啊 我穿这么多 不会着凉的 在房间里看烟火 能彼得上在顶楼看吗 你别啰嗦 这场盛大的烟火 是霍氏集团赞助的 霍列臣今天一早就去了公司 说今晚会回来吃饭 不过她等了她半天 她也没回来 估计是赶不回来了 之前以为病毒的事情 闹得人心惶惶 公司损失严重 加上年底了 很多事情要忙 她现在每天都得去处理 她看在眼里 痛在心里 她瘦了 陶陶还想劝她 突然看见了 从楼梯口上来的霍列臣 立即石圈地退了下去 有少爷在 这里就没有她存在的余地了 霍列臣踩着沉稳的脚步 来到她的身后 伸手从背后搂住她的腰 手掌放在她隆起的肚子上 下巴抵在她的肩膀上 低沉的嗓音 透着一抹责怪的宠溺 又跑出来吹风了 你着凉了怎么办 她上来 她就已经嗅到了 她身上那熟悉的气息 苏静欢回头看着她 在烟火的映照下 那一双亲密的眸子 更显得璀璨迷人 她伸手抚摸着她的脸 轻笑 你们一个个都把我想得太脆弱了 特殊时期 别让我担心 小家伙动了 他在里面跟我打招呼呢 霍列臣感觉到手掌下的胎动 俊美无助的脸上 扬起了喜悦的笑容 最近小家伙动得很频繁 特别是在夜晚里 总是动来动去 让苏静欢吃尽苦头 睡不着 医生说 宝宝是个男孩 会调皮一点 苏静欢伸手附在她的手背上 放松地把身体靠在她的怀里 在这里站久了 她腰酸了 霍列臣修长结实的手臂 还住她的腰 清亨说 臭小子 还没出来 就知道要折腾你 等她出来 老子揍她屁股 她已经好几晚上 都没能好好睡觉了 你这样会吓到她的 医生说 她现在活跃是很正常的 她不活跃 我们才要担心呢 怕她在里面会被旗带绕脖子 又怕养水不够 她会缺养 在宝宝生下来之前 每一个怀孕的妈妈都不容易 苏静欢这一胎 更是来得不容易 好几次都差点保不住孩子 她已经把她当成是自己的命了 你太辛苦了 霍烈晨低头亲吻着她的侧脸 很心疼 你现在才知道 怀孕的妈妈不容易 婆婆最近精神好了很多 你得多抽一些 监关心她 医生说她现在的病情稳定下来了 吃药按时吃药就没问题 苏静欢高兴地说 我会的 等这阵子忙完了 我会多抽一些时间陪你们 霍烈晨有些愧疚 最近公司太忙 她陪伴她的时间都变少了 苏静欢看着夜空中绚丽璀璨的烟火 唇角泛起娇艳的笑容 没关系 公事为重 这场烟火真好看 你这么快就跑了 谁在那控场 霍烈晨也没一条 这种事情 还要我亲力亲为 你以为我请助理 来是干什么的 苏静欢文言 忍不住扑斥地笑了 那倒是 沈助理的身体 已经恢复好了 不知道她跟灵力怎么样了 我看到 她发的心情 她似乎不是那么开心的 她的心情由沈助理关心就行了 同样的 你关心我就够了 霍烈晨把她的身子转过来 伸出苍劲有力的手掌 刚想亲她 姐姐 姐夫 可以吃饭了 就在这时 小远蹬蹬蹬地跑过来了 一边跑一边大声吆喝着 这小鬼 早不出现晚不出现 真是碍事 霍烈晨嘴角微抽 看着她那欲求不满的表情 苏静欢哥哥地笑了 抓住她的手 拉下来 笑着说 好了 咱们快下去吃饭吧 大家都等着你下班回来吃饭呢 隔着空气都能感受到 从姐夫身上散发出怒意 小远有些受惊地摸了摸鼻子 她是不是做错什么了 霍烈晨伸手把苏静欢抱起来 迈开长腿 走过小远的身边 突然说 小远 你过完年 也是时候上学了 你想去哪个学校上学 我把你弄进去 当插班生吧 小远眨了眨眼睛 姐夫 我没有上过学 我怕跟不上课程 没关系 我明天叫沈助理 给你找个老师 给你补一下小学课程 她也该上小学了 干嘛这么焦急 让小远上课 苏静欢伸手搂住她的脖子 仰手看着她 嗅到了一股阴谋的味道 霍烈晨轻哼 谁让她最近老缠着你 她本来陪着她的时间就不多了 她还老来缠着她 真的让她觉得暗眼极了 你连小远的醋也要吃 你这个醋筒 苏静欢顿时哭笑不得 小远跟在他们身后 听到姐夫的话 顿时苦哔哔的搅着手指 她在这里就只跟姐姐亲 现在老夫人已经知道 她不是她的儿子 她不需要整天陪着她 她不找姐姐完 她还能干什么吗 姐夫太小气了 在这晚餐时间里 大家都在家里用餐 看烟火 而沈英杰还在放烟火现场控场 忙了一天 没来得及吃什么 肚子已经饿得咕咕叫 沈桌脸 我给你买了一份外卖 你赶紧趁热吃吧 就在这时 一名女属下 捧着一个饭盒走过来 递给她 她脸上扬着青春靓丽的笑容 眸光有些赤裂地看着她 此刻正是寒风凛然的时候 沈英杰又冷又饿 突然有一份热腾腾的晚餐 送到她的面前 这不吃 简直抱舔真卧 在场的工作人员 羡慕妒嫌恨啊 他们也饿了 沈桌脸 然后抬起头 观察着夜空中 那一场接着一场的绚丽烟火 沈助理 就算再忙 也要吃饭的 我已经吃过了 你不吃的话 这就要浪费了 高灵月把饭盒递到她的面前 眸光阴切地看着她 这回 沈英杰没有看她了 只是淡淡地说 在场还有很多人没有吃晚餐 你送给他们吃吧 我还有工作 你别打扰我 她说着 就移开了脚步 离她远远的 高灵月捧着饭盒 顿时气的脸色发青了 生气的跺脚 你送饭盒 你竟然不要 还让我送给别人 你这个木头 一点都不解风情 气死我了 她以为她为什么千方百计 进入她的部门 当她的属下 那是因为 她早就相中了她 想当她的女人 她这么一个大美人 每天在她的面前晃 她竟然一点都心动 她是和尚吗 灵月 我也好啊 能不能把饭盒给我 不要浪费啊 一位男同事 见沈英杰拒绝了她 立即眼巴巴地上前来 笑眯眯地说 高灵月冷冷地逆着她 癞蛤蟆也想吃天鹅肉 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身份 她唇角微钩 泛起一抹鄙视的冷笑 随即伸手打开饭盒 翻转过来 直接把里面丰富的饭菜 倒在了地上 你想吃 像狗一样 趴在地上吃啊 她现在正好一肚子气 她偏要撞上枪口来 那就别怪她羞辱她了 那位男同事 顿时脸色一变 轻哼一声说 切 你不就是看上沈助理吗 我告诉你 你别白费心思了 人家已经有女朋友了 人家比你漂亮一百倍不止 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你说什么 沈助理有女朋友了 高灵月脸上露出了惊恶的神情 她怎么不知道 她竟然有女朋友了 你连这都不知道 还想勾引人家 男同事鄙视的腻了她一眼 以为自己长了有几分姿色 就狗眼看人低 随便羞辱人 沈助理能看得上她才怪呢 她说着 突然眼睛一亮 看着前面 高兴地说 沈助理的正牌女友来了 什么 高灵月立即顺着她的视线看过去 只见一个穿着保暖大衣 手里提着食盒的女人 正缓缓走来 她正在询问工作人员 她用力攥住拳头 脸色冷得像冰块一样 嫌弃地说 这女人到底哪里好了 穿得像根粽子似的 脸上又没化妆 她有我漂亮吗 她眼瞎了吗 人家这是自然美 我看你这脸 是整过了吧 这鼻子 还有脸 下巴 一看就不自然 不协调 男同事冷笑着说 能够跟沈英杰在同一个办公室工作的人 都不是庸才 她虽然不是最好的那个 但是自身条件也不差 容不得她随意羞辱 你 高灵月顿时气地扬起手掌 用力就往她的脸上招呼过去 男同事迅速往后退了两步 闪开她的手掌 不屑地说 你就这种泼辣的性格 沈助理永远都瞧不上你 自己反省去吧 她冷笑地鄙视了她一眼 然后快步往游灵力走去 萧子峰 你这个混账东西 你竟敢得罪我 你想死吗 高灵月气得猛地跺脚 以后在办公室里 她休想有好日子过了 萧子峰没有理她 来到游灵力的面前 脸上堆满了笑容 你是有小姐吧 是来找我们沈助理的吗 手里提着石河 而来的游灵力 看着这突然出现 跟自己搭讪的男人 顿时愣了一下 我是来找沈英杰的 你怎么认识我 她并没有出现在 沈英杰的同事面前 霍少的婚礼上 沈助理拉着你上舞台 那一段故事 我记忆犹深呢 她有荣幸 得以参加那场婚礼 说实话 她那时候看到 沈英杰拉着游灵力 跑上去舞台 要向她求婚 她真的被吓到了 没想到 平时口口声声 把女人当成麻烦物体的沈助理 居然也有这么骚的一脸 游灵力一听 脸色顿时尴尬不已 那天在婚礼上 沈英杰还没有恢复心智 她拉着她跑到舞台上 抢了林子雅的头纱 硬要给她带 那混乱的场面 真不堪回首 萧子峰见她满脸不好意思的样子 立即说 沈助理正在那边 我带你去吧 你这石盒看起来很重的样子 我帮你提 说着 还没等她说话 便热心地把她手里的石盒提过去 我自己来就行了 游灵力想伸手拿回来 但她已经提着石盒往前面走了 她也只能默默地把手收回来 跟在她的身后 眼看着盛大的烟火宴会 已经到尾声 总算可以向霍列臣交代 沈英杰发了信息给她 合上笔记本 刚回头就看见了 跟在萧子峰身后的游灵力 顿时愣了一下 随即高兴地见不上前去 握住游灵力冰冷的小手 心疼地说 你怎么来了 我知道你今晚要加班 担心你在外面吃不好 所以就给你送饭菜来了 游灵力见周围的人都在看她 脸红地想把手收回来 但沈英杰却握得紧紧地 不让她松开 沈英杰另一只手 霸道地搂住她的腰 把她拥到了自己的怀里 微笑着说 你来得正好 这里的人都是我办公室里的同事 大家过来 介绍一下 这是我女朋友游灵力 游灵力一下子梦了 她完全没有想到 她会这么做 她在她的怀里 感到有些害羞 也有些拘束了 她抬起手肘 轻轻撞她的胸膛 压低声音说 沈英杰 你这是要干什么 看着在场的工作人员 都向着他们走来 她的脸红得几乎低血了 好羞耻啊 我干什么 我把我的女朋友 介绍给我的同事认识 这不是很正常吗 你们看清楚了 我的女朋友长得漂亮吧 沈英杰抱着她 很是自豪地说 我女朋友可难追了 我追了她很久 她才答应当我女朋友的 我想跟她结婚 她还要考验我 沈助理 你的女朋友好漂亮 游小姐 我们沈助理可是好男啊 人帅多金 在我们公司里 可是炙手可热的帅哥 游小姐 我们公司很多女同事 暗恋着沈助理呢 你还不赶紧 把她名分定了 恐怕会被那些 妖艳见货给勾走哦 沈助理 你们结婚了 一定要请我们喝喜酒啊 我已经准备好份子钱了 大家立即兴奋的 你一言我一语地讨论起来了 游灵力被他们说的 脸颊都发烫了 她还是第一次 面对这么热闹的场面 有点无所适从 好了 大家放心 我们办婚礼 一定会邀请你们 我女朋友害羞了 大家都散去吧 赶紧去工作 否则今晚得加班到很晚了 沈英杰见游灵力脸红的 几乎要滴出血来了 直到她害羞了 赶紧挥手 让他们散去 沈助理 这是有小姐给你带来的食盒 这里就交给我们 你们去屋子里面吧 萧子峰把食盒递给沈英杰 一手提着食盒 一手搂住游灵力的腰 说 外面风大 我们到屋子里去吧 他们在这边上 租了一个休息室 而她有单独的房间 游灵力的脸颊 烫得燥热了 轻声说 你的同事太热情了 他们跟在我手下工作 都是精英 沈英杰微微一笑 沈英杰 你给我站住 就在这时 在一旁看着 愤愤不平的高灵月 直接冲上来 挡在了他们的面前 来势汹汹 眸光充满不悦 看着气势汹汹而来的女人 游灵力的脸色 瞬间沉了下来 冷眼逆着沈英杰 凉凉地问 沈英杰 她是谁 沈英杰嘴角微抽 她是我的属下 高小姐 有事吗 高灵月伸手指着游灵力 生气地说 她就是你的女朋友 沈英杰皱眉 感觉到游灵力在挣扎 她的手臂收得更紧 冷冷地说 我刚才已经介绍过了 高灵月用力攥住拳头 眸光充满恶意地 瞪着游灵力 高傲地说 我爸是霍视集团的高管 你爸是谁 游灵力看着她 脸上露出一抹淡定的笑容 我爸已经去世很多年了 高灵月看着她的眼神更高傲了 嘚瑟地说 我家在锦城三环之内 你家在哪 游灵力挑眉 我没有家 我在锦城什么都不是 她的回答 让高灵月更傲慢了 她鄙夷着她 不屑地说 这么说 你没钱没背景没靠山 你知道沈英杰 是我们公司最抢手的帅哥吗 他有钱有盐 是你这种女人能配得上的吗 沈英杰俊脸一沉 总算晓得 这女人是来挑事的 锐利的眸子一眯 身上的煞气 渐渐显露出来 看着眼前这上纲上线的女人 游灵力有点哭笑不得 她抬头看了沈英杰一眼 见她脸色铁青 直到她生气了 被其他女人莫名其妙指着鼻子骂 她本来有点生气的 但是现在 她不生气了 因为沈英杰生气了 她勾唇 似笑非笑地说 沈英杰爱我 高灵月骂了她一顿 就被游灵力 简简单单的五个字给打击了 她咬牙 重燃战斗力 鄙视地说 明知道自己配不上她 还死皮赖脸地扒拉着她不放 你真不要脸 如果我是你 我就走到河边那跳下去 淹死算了 萧子峰 沈英杰拳头一握 墨地沉声一喝 沈助理 有什么吩咐 在不远处看好戏的萧子峰 听到她的叫声 立即屁颠屁颠地跑过来 笑呵呵地问 沈英杰沉着脸 冷冷地说 高小姐想去河里游泳 麻烦你了 把她扔进河里 没有十分钟 别让她上来 沈英杰 你说什么 谁要去河里游泳了 我爸爸是霍氏集团的高管 你敢这样对我 我叫我爸开除你 高灵月怎么也没想到 竟然踢到铁板了 气得哇哇大叫 那你记得 明天叫你爸来找我 我在总裁办公室 恭候他老人家 沈英杰说完 立即牵着游灵力的手 头也不回地走了 高小姐 我也只是奉命行事 冤有头债有主 你有什么事 就去找沈助理麻烦 你别找我 萧子峰立即伸手把他抱起来 快步往河边走去 现在这种天气 天寒地冻地 把他丢进河里淹十分钟 也是够他呛了 游灵力抬头看着沈英杰 脸上的笑容渐渐灿烂起来 他轻轻说 他爸爸是你们公司的高管 你这样得罪他 不怕讨不到好处 沈英杰牵着他的手 进了休息室里 里面有暖气 他帮他把外套脱下来 挂在一旁 耸肩说 我有少爷罩着 我怕什么 他竟敢叫你去跳河 就算这工作丢了 我也得为你出一口气 他慢慢转过身来 伸手握住他的下巴 轻轻抬起 眸光灼灼地盯着他 清横说 一个男人 如果连自己的女人都保护不了 那他还算是男人吗 你是我的女人 我不会让你受委屈 游灵力的心 一下子变得暖暖的 他伸手搂住他的脖子 娇艳的红唇微起 点起脚尖 他心里就羡慕得不行 现在总算让他如愿以偿了 原来被自己喜欢的人维护 是那么幸福的事 他竟然主动轻塌了 沈英杰不禁欣喜若狂了 他把手臂移到他的腰上 用力把他抱紧 赤裂的薄唇抢回了主动拳 狂似霸道地深入 辗转缠绵 直到他再也喘不过气来 他才抵在他的额头上 有些激动地说 丫头 这都快过年了 你妈还没有回来 游灵力抬起有些飞红的脸颊 眸光闪亮地看着他 红唇微起 似笑非笑地问 你又想跟我去领证吗 沈英杰脸颊顿时一热 他用力抱着他 手掌轻轻抹扎着他的腰 叹息一声说 还有两天 婚姻灯祭出就要放年假了 我预约了最后一天 如果你不想 我不会勉强你 只是一眨眼 时间就过去了这么多 他真希望下次在别人的面前 他可以这样介绍 这是我老婆游灵力 你这个笨蛋 游灵力抬起拳头 轻轻捶了他的胸膛一下 清脆 你又擅作主张了 沈英杰立即紧张地说 我不是 你不想去 我可以取消的 虽然很失落 不过他会尊重他的 你又来了 游灵力哭笑不得 忍不住轻声骂 别人说你是全能助理 你很聪明 怎么在感情这份上 却这么木讷 不解风情 你讨厌 太讨厌了 沈英杰被他骂得有点猛了 丫头 你说清楚点 我怎么就让你讨厌了 游灵力气愤地瞪着他 你说去领证就去领证啊 你都不需要求婚的吗 你看我的手 他抬起了那葱根般白皙的纤长手指 气呼呼地瞪着他 他都明示到这份上了 他应该懂了吧 沈英杰看着他的手 轻轻握住 低头亲吻 稀罕地说 你的手很漂亮 游灵力的脸色顿时黑了 他根本就不是这个意思 沈英杰 你真的太讨厌了 他都被他蠢哭了 就算你讨厌我 我也不打算放手了 丫头 嫁给我吧 沈英杰握住他的手 突然就像变魔术一样 手里多了一枚闪闪发亮的钻戒 这回不等他同意了 直接就套在了他的手指上 霸道地说 你带了我的求婚戒指了 你只能嫁给我了 你 游灵力莫地撑大毛子 满脸不敢置信地 看着手上戴着的钻戒 满脸惊愕 你什么时候 其实这枚求婚戒指 我早就买好了 只是这阵子 你对我若即若离的 让我心里很彷徨 不知道你心里怎么想的 所以我不敢拿出来 怕下跑你 沈英杰眸光灼灼地看着他 手指轻轻抚弄着钻戒 尺寸刚刚好 所以 如果我今晚不来这里 你就没打算向我求婚了 游灵力眸光温热 平安夜那天晚上之后 他对他是冷淡了许多 那是因为 他让他难受了 今晚他在这挨饿受冻 他终究是不忍心了 才来给他送饭 我是想等你心情好了再 沈英杰怕他生气 不敢乱说话 他低头温柔地吻着他的红唇 丫头 我们住在一起这么久了 我是什么样的男人 你还不了解吗 我对你是真心的 后天咱们去领证吧 我真的很想 当你名正言顺的老公 他对他的感情 他没有怀疑过 游灵力看着男人真挚的俊脸 白皙的脸上 泛起一抹娇羞的红韵 轻轻点了点头 他本来以为 等到了他爸爸的忌日 他妈妈就会回来 但是今年他没有回来 他等不到他 也许他是怕高利贷追他要债 所以不敢回来了 他知道 这样拖下去 对沈英杰不公平 所以他也想开了 沈英杰见他点头了 顿时欣喜若狂 神情激动的大声说 你答应了 丫头 你真的答应跟我去领证了 我不是做梦吧 见他那兴奋的傻样 游灵力唇角微钩 突然伸手在他的手臂上 用力的掐了一下 哇 会痛的 我不是在做梦 你真的答应跟我结婚了 老婆 沈英杰兴奋的把他抱起来 高兴的转着圈圈 从此以后 他不再是一个人了 他终于有老婆了 说不定很快就有孩子了 光是想到那画面 他就已经高兴的无法形容了 好了 你快把我放下来 我都被你转得头晕了 游灵力搂住他的脖子 清澈明亮的眼睛里 闪烁着璀璨的光芒 他看着笑容满脸的男人 说 等过年了 我想回渔村 你愿意跟我去吗 你去呢 我就去呢 这不需要问 他爷爷在渔村 那是他唯一的亲人 去渔村过年 那是最好不过的 沈英杰嗓音嘶哑地说 没想到他居然答应得这么干脆 游灵力脸上的笑容更灿烂了 他扯了扯他的衣服说 我给你带了饭菜 你赶紧吃吧 现在天气这么冷 就算放保温石盒里 怕也会凉 他一说 沈英杰的肚子 立即咕咕地叫了起来 现在早已经过了晚餐时间 他又忙碌了一天 是真的饿了 游灵力赶紧把石盒拿出来 放在桌面上打开 幸好饭菜还没有凉 还是热热的 他把筷子递给他 脸上掩不住开心的笑容 你快趁热吃吧 我还给你炖了汤 沈英杰伸手接过筷子 满脸稀罕地看着他 笑着说 我媳妇真贤惠 会做饭烧菜 还会炖汤 游灵力脸颊一红 别平嘴了 赶紧吃吧 他倒了一碗汤 放在他的面前 看着他津津有味地 吃着自己烧的饭菜 心里便有一股强烈的成就感 别看眼前这男人 看起来很随和的样子 其实他嘴巴还挺挑的 他最近在家里 闲着没事干 就专门研究食谱 他现在总算是摸到一些门路了 知道怎么治他的胃 明天去一趟霍家 我要告诉少爷 我们要结婚了 霍列臣既是他的上司 也是他的好朋友 他要结婚了 别人可以不通知 他一定是要正式登门相告的 游灵力轻轻点头 想到快要生宝宝的苏静欢 他忍不住低头 往自己的肚子看去 脸上忍不住露出了一抹期待 临近过年 像霍家这样的大家族 要准备的东西很多 霍夫人最近的情绪是稳定了不少 但毕竟带病在身 不能太操劳 这准备事儿 就落在了苏静欢的身上 苏静欢的肚子已经很大了 他都看快不见自己的脚趾了 也许是最近天气太冷 他整天也懒洋洋的 双腿也有些肿了 他精力也没这么好 也就把这事 交给珍妮和桃桃去办 珍妮在霍家当管家 已经很多年了 这些事情 自然是难不倒他的 他只需把事情准备好 向他汇报就行了 少奶奶 这些都是采购清单 我按照往年的习惯增减了一些 你看一下没有什么问题了 我就让人去采购了 珍妮把清单打印好 然后交给他过目 苏静欢随意地翻看了一下 唇角微翘 珍妮 这些事情一直都是你负责的 你说没问题就行了 交给他这个外形人看 他尴尬地笑了笑 清单上面很多东西 他看都没看过 不过那一长串送礼名单 倒是让他有点瞠目结舌 果然不愧是大户人家 这过年送礼的名单 都长得跟什么似的 少奶奶有孕在身 我只能月除带袍 等下一年开始 这些事儿 都该是少奶奶掌权了 珍妮微笑着说 苏静欢伸手揉了揉 有些抽痛的额角 甘大的甘笑 还是等下一年再说吧 他看到那铲角布式的清单 他的头就痛了 这豪门大少奶奶 真不好当啊 少奶奶 甜品来了 你赶紧趁热吃了吧 陶陶端了一碗甜品进来了 放在他身边的茶几上 把汤匙递给他 苏静欢伸手摸了摸 那圆滚滚的肚子 苦逼逼地说 陶陶 你是嫌我不够胖是吧 每天晚上都给我炖甜品 我告诉你 要是让我胖成猪 我得揍死你 少奶奶 这甜品味道不是很甜的 有宁神进气的作用 你喝了它 晚上会睡得安稳一点 陶陶轻笑着说 到了怀孕晚期 她睡眠质量是越来越差 不是宝宝冻得太厉害 她就是怕睡姿不好压着它 这当妈的呀 真的太不省心了 那好吧 苏静欢喝了两口 清甜可口 一点都不甜腻 口感还非常好 脸上这才露出了笑容 这味道不错 少奶奶喜欢就好 陶陶见她喜欢喝 脸上露出了高兴的笑容 少奶奶 没有问题 我就先出去了 你早点休息 珍妮抱着清单退了出去 在门口遇到了刚回来的霍列臣 她的脚步一顿 少爷 霍列臣看着她怀抱着的购物清单 周梅说 珍妮 这种事情 你自己做主就好 没什么大的事 就别来打扰少奶奶 看到苏静欢最近精神不太好 有点腿抑的样子 她便有点心疼了 是 少爷 直到她心疼少奶奶 珍妮轻轻点头 自从夫人出事之后 或家里很多事情都没有做主 她也很担心 希望夫人能早点好起来 霍列臣迈开长腿 走进房间里 见苏静欢正在喝甜品 她走过去 坐在她的身边 伸手接过她手里的碗 拿起汤匙喂她 眸光柔和地看着她的肚子 问 臭小子今天乖不乖 有没有折腾你 看到少爷回来了 陶陶知道自己在这里 已经是多余的 轻轻转身退了出去 苏静欢顺势倒进她的怀里 手掌附在肚子上 手掌心立即传来了一阵动作 微微一笑说 她现在动得更多了 我觉得她是迫不及待 想出来看看这个世界了 她一看就是个活跃的孩子 她也迫不及待想要看看 她到底长得像谁 霍列臣立即紧张地问 那她有没有踢痛你 苏静欢扑斥地笑了 你想太多了 她怎么可能会踢痛我 对了 我刚收到灵力的信息 她说 她答应了沈助理的求婚 他们准备明天来送喜堂呢 哦 霍列臣压抑地笑了 这家伙有出息了 我听说 她从圣诞节 一直到过年前的工作日 都预约了婚姻登记 这么久了 总算是哄到灵力 愿意跟她去领证了 沈助理这求婚之路不好走啊 苏静欢还记得 以前她把女人当成是麻烦的 她还是个不婚主义者 没想到真爱了 挡都挡不住 霍列臣鄙视地说 她就这么点出息 她说着 低头往她的肚子望去 不禁自豪起来了 还是她手脚快 她儿子都快出生了 她才求婚成功 这就是男人的区别啊 苏静欢亲昧的眸子 恋咽着一抹好奇 抓住她的手 八卦地问 我听说你爸爸特别紧张她 外界还有一些传闻 说沈助理是你爸的私生子 这到底是不是真的 如果沈助理是霍老爷的私生子 那就热闹了 霍列臣微耸间 摇头 语气坚定地说 沈助理不可能是我爸的私生子 我爸紧张她 可能因为她妈妈是我爸的初恋情人 再加上她爸因为我爸殉职 所以我爸才会对她特别好 沈助理的妈妈 是你爸爸的初恋情人 苏静欢表示很惊愕 靠 你爸爸不像是那么长情的人 他这么花心 风流成性 我还以为他对女人都这样 霍列臣耸间 不以为然地说 也许是因为对他的初恋情人 求而不得 所以他才会变成这样吧 苏静欢抬起白皙的脸颊 看着他 那如果 你对我求而不得 你也会变成像他那样吗 当初 他不肯答应跟他在一起 他在夜店里 找了是个身材火辣的美女 陪他玩耍 这一出戏震动了全程 这女人正是在翻旧账 他把那些女人叫进了包厢里 只有一个感觉 那就是厌恶 他们就像蜘蛛精一样盯着他 让他在包厢里 一秒钟都不想待下去 他轻哼 满脸鄙夷地说 那是被美女环绕吗 分明就是被蜘蛛精环绕 就只差没有被他们给分尸了 那还不是你自己造的孽 苏静欢推开他的手 懒洋洋地打了一个哈欠 轻笑着说 不逗你完了 我想睡了 他造的孽 还不都是因为他 这没良心的小妖精 霍列臣抱起他 让他坐在床边 说 你先别睡 我去端热水 来给你泡泡脚 到了孕晚期 他的脚就变得更容易抽筋了 受凉了 或者久坐不动就会抽筋 他最近都想方设法解决这个问题 脚抽筋很痛很难受 每次看到他遭罪 他的心就很痛 恨不得代替他受过 苏静欢坐在床边 伸手轻轻扶着那圆滚滚的肚子 想到还有两个月才能卸货 他便心情复杂 他现在已经看不见自己的脚趾了 加上现在天气寒冷 他每天就想躺在床上不动 但是躺久了 又会腰酸背痛 孕妇真难 霍列臣低头心疼地吻了一下他的额头 这才去浴室 很快便端了一盆温水来 他蹲在他的面前 伸手把他脚上的鞋子和袜子脱掉 轻轻把他的脚放在水里 关心地问 水温怎么样 适合吗 他的体质偏寒 到了寒冬季节 手脚冰冷 特别是脚 穿着保暖的袜子 依然冰冷的 霍列臣心疼地轻轻按摩着 苏静欢看着为自己按摩脚的男人 脸上露出一抹甜美的笑容 轻轻点头 可以 很适合 这阵子 他每天晚上都会给他泡脚按摩 不管工作多累 他都不愿意假手于人 他抽筋也没这么平凡了 晚上也能睡得安稳一点 你的身体不方便 或家里的事情 交给珍妮去做就行了 你别操劳 好好养胎 嗯 霍列臣握住他的脚 骨节分明地长指 轻柔地按摩着 刚开始给他按摩的时候 他的技术还很生硬 但是现在 他已经掌握了技巧 力度适中 不会弄疼他了 知道了 我想管也没有精力管 对了 婆婆给你治好毛衣了 你等会去试试 你穿着他去见婆婆 他一定会很高兴的 苏静欢靠在枕头上 语气懒洋洋地说 好 霍列臣轻轻点头 给他按了十来分钟 用干净的毛巾 把他脚上的水擦拭干净 那冰冷的脚 总算是暖和了 他脸上露出一抹满意的笑容 站起来 把他的身体放在床上 拉过被子 给他带好 低头在他的唇上亲吻了一下 温柔地说 你困了先睡 我去一趟我妈那边 我很快回来 苏静欢迷着慵懒的水眸 已经有点昏昏欲睡了 轻轻嗡了一声 霍列臣伸手轻轻抹扎着他 白皙娇嫩的脸颊 眸光柔和地看着他 直到他闭上眼睛睡去 他才轻轻站起来 拿起了放在一旁 霍夫人织给他的毛衣 他等这一件毛衣 等了三十年 每次看到霍夫人 给霍少轻支毛衣 他就会很难受 小时候 他一度以为 霍少轻是霍家亲生的 而他才是收养来的 等有了能力后 他去调查霍少轻的身份 查到的结果 让他感到很震惊 也很彷徨 他知道 一旦霍老爷知道 霍少轻的真实身份 霍家肯定要变天了 他不想家破人亡 没想到 最后还是逃不过 大哥 如果你还活着就好了 只要他活着 他愿意继续当霍夫人的眼中钉 肉中刺 骑马 一家人还是完整的 霍列臣把毛衣穿上 这是霍夫人第一次给他织毛衣 没想到 尺寸居然如此贴好 可见他是用了很多心思 他没有再穿外套 回头看了一眼 已经沉睡的媳妇 他把灯光调到最暗 这才迈开脚步 轻轻地走出了卧室 来到了霍夫人的房门前 他站在门口 犹豫了一下 抬手轻轻敲了两下 轻声问 妈 你睡了吗 他的话刚说完 里面就传来了霍夫人 有些忧伤的声音 我还没有睡 门没有关 进来吧 霍列臣轻轻推开门 迈开脚 走进去 只见霍夫人坐在沙发上 手里抱着一本相册 正在翻看 毫无疑问 那本相册里的相片 大部分都是霍少轩的 他的眼眶泛红 眼神里透着一抹忧郁 丧子之痛 那是追星之痛啊 他这辈子 恐怕都不能释怀了 妈 你又想大哥了 霍列臣走过去 拿起一旁的外套 披在他的身上 轻声说 这夜里寒气重 多穿点 我对不起你大哥 如果当年 我没有把他带到霍家来 也许他就不会一年早逝 霍夫人满脸赶伤 他抬起头来 看到他穿上了 自己为他编织的毛衣 脸上露出了一抹笑容 说 妈妈也对不起你 以前因为你爸爸 一直迁怒你 妈 过去的事情就不要说了 你这的毛衣很温暖 我穿得很满意 霍列臣伸手 把他手里的相册拿起 放回柜子里 说 天色不早了 你该休息了 列臣 你真是个好孩子 握住他的手 感动地说 你是我妈 我对你好是应该的 快去睡吧 霍列臣扶着他 让他躺在床上 伸手拉起被子给他盖上 微笑着说 大哥在天之灵 也希望你能开开心心的过完余生 霍夫人有些心疼的轻声说 你最近工作这么忙 你也早点休息吧 他能来看他 他已经很高兴了 我等你睡着了 我再回去 也许是看到了苏静欢怀孕的辛苦 他对他再也没有了怨恨 是他带他来到这个世界的 没有他就没有他 他不应该恨自己的母亲 我的心一下子暖了 他没有了邵轩 他还有猎臣 今天苏静欢请客 要在货家大宅里吃火锅 说是沈英杰有喜事要宣布 唐轩坐在化妆镜前面 动作熟忍的化妆 他刚好涂上了口红 一双有力的男性手臂 在他的背后穿过来 抱住他 低头埋手在他的颈窝里 嗅着他身上那一股独特的幽香 忍不住心神一荡 低沉的嗓音 染上了一抹微色所获的嘶哑 你好香啊 唐轩把口红放下 圣瑶苍静有力的手掌 握住他的下巴 修长的手指 在他的唇上轻轻抚着 眸色转身 你素颜的样子也很漂亮 他总是喜欢用那一层层的粉底 把自己的原色遮住 就算在家里 他也不会轻易卸妆 自从那天晚上 他主动地撩拨他之后 战火一发不可收拾 他没有踢掉他 说明他及格了 他马上就把自己打包好 直接搬来跟他同居了 唐轩眸光冰冷地腻着他 我就喜欢化妆怎么了 这臭男人 以前不是挺木讷 这么霸道男人的一面 居然胆敢不经过他的同意 就硬是挤进来跟他同居 像条赖皮狗一样 敢都敢不走了 我不是说你化妆不好 你喜欢就行了 我没有意见 完全没有意见 见他脸色不对劲 圣瑶赶紧举手投降 他是女王 他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他哪敢说半个不字啊 你看 你又把我的口红弄乱了 唐轩看着被他抹掉了一些的口红 气呼呼地瞪了他一眼 伸手拿起口红正想补补妆 我帮你涂 圣瑶伸手接过他手里的口红 就在唐轩以为他要给自己涂口红的时候 他却突然低头 掘住了他娇艳欲低的红唇 辗转缠绵地顺吻了起来 苍劲有力的手掌 迅速扣住了他想要后退的后脑勺 那热吻的力量仿佛要进入他的最深处 嗯 这混蛋 居然在他化好妆的时候 吻他 唐轩顿时气恼了 伸手抵住他的胸膛 用力地推举他 但是男人的力量 在某些时候 却是那么的强悍霸道 圣瑶伸手抱住他的腰 把他从椅子上抱起来 直接把他壁冻在了墙上 皆是昂藏的身躯 紧紧地锁住了他所有能发出力量的关键位置 那吻越来越深 越来越缠绵 直到他快要窒息为止 唐轩冲着他的嘴唇墨地一咬 他咬得并不轻 一抹铁锈般的血腥味 在他的嘴里泛开 你这个嗜血的小妖精 圣瑶撕了一声 抵在他的额头上 平息着急促的气息 圣瑶 你这个该死混蛋 你把我的口红都吃掉了 唐轩怒气腾腾地瞪着他 头可断 发不可乱 妆不可花 圣瑶伸手摸了摸 被他咬破了的嘴唇 刚毅的俊脸上 充满了无辜的邪气 不是要重新补妆吗 既然已经化了 那就化得彻底一点 才能刚好地补妆啊 唐轩伸手捏住他的脸颊 往两边拉 哼哼地说 圣瑶 你这个狗男人 你够可以的了 竟然敢跟他来这一手 想反了吧 我帮你补妆 得赶紧 不然来不及了 偷心恶的圣瑶 一点都不介意被他骂 被他蹂躏 拿起口红 正准备给他补妆 唐轩冷眼腻着他 狗男人 你确定 你会涂口红 你敢把我的嘴巴 弄成了血盆大口 老娘就戳死你 圣瑶握着口红的手 顿时一抖 看着他唇上 基本被自己吃掉的口红 甘大的甘说 唐轩等会要去吃火锅 你涂着口红去吃 火锅还没吃完 你就得把自己口红给吃完了 这对身体不太好吧 所以 你觉得我还是 不要涂口红的是吧 狗男人 就知道你有预谋的 唐轩瞪了他一眼 拿出化妆棉和化妆水 动作俐落地 把脸上的妆卸去 罢了 去吃火锅 的确不太适合浓妆艳抹 被那热气蒸腾 脸上的妆都不敢看了 阴谋得逞 圣瑶暗戳戳地笑了 他赶紧去拿出一套 正常点的衣服出来 说 外面天气好冷 看样子又要下雪了 你穿厚一点 每次看到 他穿着性感的旗袍 勾得路人狂喷鼻血 他就忍不住捧簇狂饮 没有一个男人 能够忍受得了这种场景 他竟然不能明目张胆 让他改变风格 只能慢慢来 企图潜移默化他 唐轩看了一眼窗外 果然寒风呼啸 外面冷嗖嗖的 他看了他一眼 见他一个昂藏男人 竟然像只小奶狗一样 眼巴巴看着自己 忍不住扑痴地笑了 好吧 你先放在床上 我卸完妆再换 没想到他居然这么顺利 就答应他了 圣瑶差点忍不住欢呼出声 他站在他的身前 忍不住激动地伸手抱住他 低头吻着他 已经卸完妆的侧脸 嗓音低沉地说 唐轩 沈英杰都已经准备宣布好事了 那我们的好事 唐轩回头 眯眼腻着他 怎么 这么快就耐不住寂寞 想跟我结婚了 圣瑶收紧了抱住他的手臂 轻声说 我觉得我们很合适啊 结婚了可以合情合法地住在一起 多好啊 唐轩眼眉一阳 冷冷地说 还可以合情合法地生孩子是吧 圣瑶的心顿时一颤 赶紧说 我们可以不要孩子的 我只是想跟你相如以沫到老 他知道 他的年纪已经不小了 现在让他生孩子 他已经是大龄产妇 他不会这么自私 明知道生孩子 可能会要他的命 他还要求他 为自己生孩子 唐轩惊愕地看着他 你确定 你可以不要孩子 他曾说过 他是家里的独生子 他不要孩子的话 那他们圣家 岂不是要断子绝孙 圣瑶耸奸 没所谓地说 我们家没有王位 不需要孩子来继承 唐轩轻轻转过身来 仰手看着男人刚毅的俊脸 轻声问 这是你的肺腑之言吗 圣瑶低头 眸光真挚地看着他 低沉的嗓音 再也认真不过地说 唐轩 我是成年人 我知道要对自己说过的话 做过的是负责 我不会信口开河 也不会张口就来得胡说八道 我们共事这么多年 以前虽然没有什么交集 但你应该很清楚我的为人 我不是那种 随便哄你上了床 就不责任的男人 他的认真 让他的心莫名的一颤 他竟然有些害怕 这么认真的男人 他伸手摸着桌面上的烟斗 微微钻紧 圣瑶 我随口说说的 你不必这么认真 他也没打算 要他负责一辈子啊 毕竟一辈子太长 谁也没法保证 自己能够一辈子不变吧 唐轩 我不想过问你以前的事 但我想让你敞开心扉 忘记以前的不愉快 眼前这个女人 总是给人一股 很潇洒不羁的感觉 但他知道 他其实很没安全感 而他能够做的 就是给他满满的安全感 好了 别说了 我们得出发了 再不去就要迟到 或少很讨厌别人迟到的 唐轩用力推开他 手有些发颤的 把他翻出来的衣服换上 前面一颗扭扣 却怎么都扣不上 他有些恼怒了 他找的什么衣服 我来吧 他的话说中他的痛脚 他乱了 圣瑶拉开他的手 轻轻对扭扣上 刚一帅气的脸上 露出一抹柔和的微笑 说 我刚才也只是说说而已 你不要放在心上 他这样说 是不想给他负担 那就走吧 唐轩伸手拿起烟斗 犹豫了一下 又放下了 圣瑶握住他有些冰凉的小手 牵着他 眸光变得柔和 当他们来到霍家的时候 里面已经很热闹了 就连忙的神龙见首 不见尾的霍列臣 也在家里 陪伴在苏静欢的身边 刚踏进大厅 唐轩就松开了圣瑶的手 带着高兴的笑容 哎呀呀 这小子肠这么大了 等他出生后 我就要容胜姨婆了 一下子老了一个辈分 你不想他叫你姨婆 我可以让他叫你姐姐的 他还没有见过 这么年轻的姨婆呢 苏静欢哥哥的笑着说 这辈分不能乱 你儿子叫我姐姐 那我不是变得比你还矮了一倍 唐轩逆了脸色 有点铁青的男人一眼 忍不住扑翅的笑了 其实吧 他还挺享受 被霍列臣喊小姨的 毕竟能让他心甘情愿的 矮一节身份的人不多啊 苏静欢微微一笑 你高兴就好 他的视线落在他后面的圣瑶身上 挑眉 听说你跟圣瑶同居了 你们发展真是神速 他硬要赖在我那不肯走 我也没有办法呀 唐轩耸肩 没辙地说 圣瑶伸手挠了脑头上的短发 一脸憨笑 只要能留在他的身边 不管他说什么 他都不会生气的 圣瑶 你这小子厉害了 就在这时 沈英杰和游灵力也来了 沈英杰看他那春风得意的样子 羡慕妒忌恨得至闭分离 他们分明先比他们好的 但人家的手脚却比他快 他至今还没有吃上一口肉 他太苦逼了 圣瑶见他和游灵力十指紧扣的手 笑了 你也不差 这不是来宣布好事了 快说吧 你这杯喜酒 我等很久了 游灵力脸颊一红 赶紧松开了沈英杰的手 有点害羞地说 我先去把礼物给少奶奶 说完 拿过他手上的礼物 便匆匆地走了 沈英杰眸光柔和地 看着游灵力的背影 伸手搭在圣瑶的肩膀上 嘚瑟地说 我已经预约好了 明天就带他去领证 至于婚礼 我们还没有商量好什么时候举行 你呢 这么快就搬到唐姐家里同居了 你们应该也快宣布好事了吧 圣瑶看着正在跟苏敬欢聊天的唐轩 心里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羡慕地说 你就好了 这么快就定下名分了 我还遥遥无期呢 唐轩只想享受谈恋爱的过程 却不想把名分定下来 他也好拿 兄弟 加油吧 沈英杰鼓励地拍了拍他的肩膀 他也只能精神上支持他了 桃桃从里面出来 说 少奶奶 火锅已经准备好了 大家可以上桌吃了 很快就过年了 趁着今天沈助理有喜事宣布 我就借花敬佛 请大家吃顿火锅 顺便句一句 大家先到餐厅去就做吧 肃敬欢招呼大家去吃火锅了 货家请客吃火锅 那是不得了 光是一条鱼都价值不菲 更别说那些罕见的海鲜 美味佳肴 大家落座后 沈英杰握着游林立的手 举起一杯酒 春风满脸地说 我和林立很感谢大家赏脸 我今天要宣布一个喜讯 林立终于答应我的求婚了 我们明天就要去领证了 以后我沈英杰不是一个人了 大家高兴地为他们鼓掌 他们这一对走过来也不容易啊 圣妖眸光有些激动地 看向身边的唐轩 他悄悄握住他的手 真希望终有一天 他也能牵着他的手站起来 向大家宣布 他们也成了 唐轩看了他一眼 唇角擒着一抹妖娆的笑容 倒是没有挣脱他 苏敬欢握着果汁杯 半认真半威胁地说 沈助理 我可是把林立当成是我的妹妹了 你以后要是敢欺负她 我就叫我老公捡你薪水 沈英杰立即哇哇叫 苦逼逼地说 少奶奶 你可以放一百个心 她不欺负就好了 哪有我欺负她的份啊 大家立即哄堂大笑 由林立跺脚 脸上浮现起一抹娇羞 沈英杰 你瞎说什么呀 我哪有欺负你啊 沈英杰立即伸手往嘴上 做了一个拉链的动作 啪啪地说 我不说了 免得等会回去 要跪搓一板 沈助理的幽默感 又成功地让大家笑了 游林立的脸 已经红得像熟透了的红苹果 这家伙 让他乱说话 今晚回去 看他怎么治他 就在大家笑闹不已的时候 突然一阵拐杖垂地的声音传来 一把有些恼怒的声音响起 英杰 这么重要的事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本来大家都挺高兴的 气氛融洽 乐也融融 谁知道突然冒出 这么一把杀风井的声音 大家的欢声笑语 立即像刹车一样停了下来 苏静欢回头望去 只见身穿着大衣 手里拄着一根拐杖 身边还陪伴着苏清婉的霍震男来了 老脸上满是震怒 爸 你又想怎么样 霍烈臣站起来 眯着冰冷的毛子 冷腻着他 我今天回来 是找英杰的 霍震男脸色很难看的 看着沈英杰 如果不是有人通知我 我还被蒙在鼓里 你明天当真要跟他去领证 他抬起了手里的拐杖 指着脸色有些难看的游灵力 沈英杰伸手捂住游灵力的手掌 紧紧地扣住 站起来 看着霍震男 语气坚定地说 霍老爷 我想我跟谁结婚是我的意愿 没有人可以阻止 你想跟谁结婚 是你的意愿没错 但你应该知道 我一直当你是我的亲侄子看待 这么大的事 你不应该跟我商量吗 霍震男难受地说 你那天去我那吃早餐 我已经很明确告诉你 我要跟灵力结婚 我想再也没有人 比你早知道这件事了 沈英杰不卑不亢地说 霍老爷 游灵力忍不住了 沉着脸 冷冷地说 我知道你一直很不喜欢我 觉得我没有雄厚的家世背景 但这些都不是幸福的必要因素 我爱沈英杰 我愿意为他做任何事 他也一样愿意为我放弃一切 我想不通 你老人家 还有什么理由反对我们 这老头差点拆散了霍裂诚和苏静欢 幸好他们的感情够坚定 才能最终修成正果 现在 他又想对他们的婚事指指点点 他真的很想问一句 他跟沈英杰非亲非故 他凭什么 我 霍震男用力攥紧了手里的拐杖 一时之间 竟然被他对得无话可说 苏清婉挽着霍震男的手臂 冷笑着说 游灵力 老爷是关心沈助理 他才会这么紧张交集 你以为谁都能让老爷这么紧张的吗 你别不识好歹 苏静欢脸色一沉 轻眉的眸子 练咽着一抹很利的寒意 语气冰冷地说 苏清婉 你不想有事就给我闭嘴 你 苏清婉被他一痛对 顿时怒得想破口大骂 但是想起前几次被他羞辱的体无完肤 他也不敢得罪他了 这个女人就是个疯子 谁招惹他 谁倒霉 他挽住霍震男的手里 咬着下唇 不敢再支支歪歪了 自己为老不尊 行为不检点 居然还有脸来对后辈的婚事指点江山 霍震男 你的脸皮真厚 子弹都打不穿啊 听到消息的霍夫人来了 他本来在房间里休息 听到他来了 知道他肯定是来闹事的 便让珍妮扶他出来了 果然不出他所料 自己的婚事一塌糊涂 竟还想干预小一辈的婚事 简直无耻 这不关你的事 你不说话 没人说你的是哑巴 看到霍夫人来了 霍震男的脸色就更难看了 如果不是他这里霸占着霍家 他怎么会落得有加归不得的下场 你不让我说 我偏要说 霍夫人把挑衅的视线 落在沈英杰的身上 冷笑说 沈英杰 你知道霍震男 为什么这么紧张你吗 沈英杰握着游灵力的手 莫低一紧 随即沉声说 霍夫人 不管是因为什么 但是我很肯定 一定不是你心里所想的那种 霍夫人看着他的目光 渐渐变得凌厉 你怎么知道 不是我想的那样 不是我心里所想的 他霍震男闲得无聊 管你的闲事 霍震男有些气急败坏的大声说 华容俊 事实不是你所想的那样 你不要胡说八道 伤害孩子 霍夫人莫低用力攥住拳头 转头 冰冷的眸子里充满了恨意和愤怒 不要伤害孩子 亏你说得出口 你害死我少轩 你还有脸说这种话 你不想让他知道事实的真相 我偏要说 霍震男顿时焦急了 暴怒的低吼 华容俊 这是我们之间的恩怨 你冲着我来就行了 不要牵扯无辜的人 无辜的人 跟你扯上关系的人 还算是无辜的吗 霍夫人见他生气了 脸上的冷笑越发冰冷 眼看着场面渐渐有些失控 苏敬欢有些担忧的 抬头看着霍烈臣 今天沈助理来宣布好事 他不想有什么意外 霍烈臣伸手揽住他的肩膀 轻声安抚说 别担心 不会有事的 苏敬欢看着他胸有成竹的表情 心里头的大石 这才稍微放下来 他说没事 应该就不会有事 沈英杰有些难受的说 霍老爷 霍夫人 我只是霍家一个微不足道的助理 请你们不要为了我吵架 伤了和气 和气 谁跟他和气了 我恨不得一刀捅死他 为我儿子少轩报仇 霍夫人眸光如炬地死死盯着霍震南 只要他一天还活着 他就别想有好日子过 霍震南生气地说 没证据的事情 你一直揪着不放 有什么意思 疯子 你就是个疯子 我懒得跟你一般见识 罢了 他晚点直接去沈英杰家找他好了 这个地方 只要有他在的一天 他就不想回来 霍震南拄着拐杖 转过身 正准备走人 就在大家刚松了一口气的时候 霍夫人却不肯干了 他冲到了他的面前 拦住了他的去路 那一双愤怒的毛子 充满了恨意 没有证据 不代表不是你干的 你杀了我儿子 这笔账 永远都没完 我话还没说完 你这么焦急走干什么 霍震南看着他 渐渐变得疯癫的神情 有些焦急了 你让开 我不想跟一个疯子一般见识 苏静欢担忧地说 婆婆的神情不对劲 恐怕又得犯病了 都怪霍震南 他不来霍夫人的情绪 一直很稳定的 他来这里刺激一下 恐怕又让他 很不容易稳定下来的病情 功亏一篑 珍妮也发现 霍夫人的情绪有点失控了 赶紧上前去 扶住他的手臂 用安抚的语气说 夫人 冷静一点 这里还有很多人 不如我们回房去吧 大家都在看着他们 珍妮 他杀了我儿子 为什么杀人凶手 还能逍遥法外 为什么他没有给我儿子填命 我儿子死得好冤枉 我的少轩 霍夫人抓住珍妮的手 神情激动地大声说着 霍烈臣迅速上前 扶住霍夫人的手臂 陈生说 妈 冷静 大哥在天上看着你 看到你这样 他会心疼的 我扶你回房间 不 我不要 猎晨 你帮你大哥报仇好不好 你去杀了他 少轩死不瞑目 他冤魂不散 无法投胎 你去杀了他 霍夫人抓住他的手臂 充满恨意的眸光 狠狠地瞪着霍震男 苏静欢黑着脸 上前两步 挡在他们的面前 锐利的眸光 透着一抹灵力 盯着霍震男和苏清婉 语气冰冷地说 霍老爷 我婆婆受不得刺激 请你马上离开 姐姐 你是不是本末倒置了 老爷才是霍家的主人 你有什么资格赶他走 苏清婉挽着霍震男的手臂 得死地说 苏静欢冰冷的眸子一眯 瞬间霸气侧落的大声命令 圣妖 把这个不知所谓的贱女人 给我丢出去 踩在她的地盘里 还敢向着她叫嚣 是谁给她的勇气 是 少奶奶 在这里的人 就没有一个不讨厌苏清婉的 圣妖早已经按耐不住了 苏静欢一下命令 她马上迈开长腿上前 苏清婉脸色惊恐地看着圣妖 吃着有霍震男撑腰 她瞪着她 圣妖 你不过是霍家的一条狗 我可是霍老爷的红颜之己 你敢动我 霍老爷不会放过你 抱歉 就算我是霍家的一条狗 我也只听少爷跟少奶奶的命令 就算霍老爷要剁了我 我也要完成少奶奶给我的任务 圣妖说完 立即伸手拽住苏清婉的手臂 硬是把她拖了出去 圣妖 霍震男见她如此不给自己面子 顿时怒地用力拄着拐杖 铁青的脸上满是怒火 你这个混蛋 混账东西 你放开我 老爷 苏清婉被圣妖拖着走 惊恐地怒叫着 霍老爷 你还不走 是想让更多的人看你的笑话吗 苏静欢唇角微钩 眸光幽冷深沉 苏静欢 希望你还记得 我霍震男才是这个家的主人 已经气得浑身发抖的霍震男 用力握住拐杖 在地上咚咚咚地敲了几下 这才愤愤不平地快步离去 苏静欢神情冷静淡然地看着他的背影 他以前是这个家的主人没错 但他的所作所为太丧心病狂 他已经不配了 霍震男 你这个魔鬼 你不要走 你把我的儿子还给我 霍夫人神情激动地大声吼着 霍震男满脸不快地拄着拐杖走了 看着把苏清婉丢出去的圣鸟 怒气腾腾地说 你这个狗东西 打狗也得看住人 你千万别落在我的手里 竟敢如此下他的面子 山水有相逢 走着瞧吧 圣妖 你不要管他 你是我们的人 我们会招着你 苏静欢是个很护短的人 他不会坐视自己的人 被人欺负而不管 谢谢少奶奶 圣妖根本就没有把霍老爷的威胁放在心里 不过苏静欢如此挺他 让他心里有点感动 他们终于走了 苏静欢伸手揉了揉 有些抽痛的讹角 走向情绪不稳的霍夫人面前 婆婆 坏人走了 她做了恶事早晚也会遭到报应 你不要难过 真妮 扶婆婆回去 给她吃药吧 报应 她真的会有报应吗 霍夫人眼神迷茫地在众人面前扫过 当她的视线落在沈英杰身上时 脸上突然露出了一抹强烈的恨意 她慢慢抬起手 指着她 愤恨地说 是你 沈英杰坦荡地看着霍夫人 霍夫人 我很明白你丧子之痛 但事实的真相 真不是你所想的那样 妈 你相信沈朱里说的话吧 霍烈臣眉头紧皱 你帮着她 你为什么要帮着她 霍夫人用力甩开她的手 林立的双眼狠狠地瞪着沈英杰 你以为我不知道吗 霍震南这么紧张你 不就是因为 你是她的私生子 凭什么我的少轩就得死 而你还活着 霍震南对沈英杰紧张的程度 比霍烈臣还深 其实大家在心里 早已经猜测她的真实身份 此刻从霍夫人的嘴里说出来 还是感到很震惊 眼看着霍夫人 把恨意转移到了沈英杰的身上 游林立心里很难受 她用力抓住她的手 除了默默支持 她也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 沈英杰倒是表现得很镇定 淡然地说 霍夫人 你真的误会了 我不是霍老爷的私生子 你骗不了我 你别以为你这样说 我就会相信你 你妈跟霍震南藕断私连 有了老公还朝三暮四 勾引别人的老公 你妈就是个贱人 贱女人 霍夫人眼神凌乱地怒吼 沈英杰脸色微变 抵在桌面上的拳头紧紧攥住 沈生说 霍夫人 不管你相不相信 我跟霍老爷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爸爸姓沈 不姓霍 他可以骂他 但是他无法忍受 自己的母亲被人污蔑 霍列臣抓住霍夫人的手臂 与其坚定地说 妈 沈助理说的是真的 他不是霍家的子孙 你们都不是好人 你们都想害我少轩 霍夫人用力挥开他的手 突然向着沈英杰冲过去 墨地挥手 一巴掌向着他的脸上刮去 怒气腾腾地大吼 野种 你就是那件人跟霍震南 偷偷生下来的野种 我少轩死了 你别想有好日子过 我不允许 那一巴掌打得很用力 啪的一声脆响 大家都震惊了 游灵力吓得倒抽一口冷吸 看着沈英杰 被霍夫人打了一巴掌 他的心如被针刺 他立即挺身而出 挡在他的面前 生气地说 霍夫人 你太过分了 你怎么能打人 他说 不是霍老爷的私生子就不是 不是你有病 就可以任意妄为的 游灵力突然发飙 大家都意想不到 没想到他竟敢 为了维护沈英杰 去对霍夫人 看着霍夫人 立即黑得跟锅底似的脸孔 大家都忍不住 为游灵力捏一把冷汗 没有生病的霍夫人 已经不好惹了 生病的他 更是失去理智 谁惹他谁倒霉 你这个不知好歹的死丫头 你竟敢骂我 霍夫人眯眼盯着游灵力 语气阴沉的 就像是从地狱来似的 眼中杀气 已经渐渐浮现 沈英杰赶紧握住游灵力的手臂 把他拉到自己的身后 看着霍夫人 沉生说 霍夫人 我真不是霍老爷的私生子 如果你不相信 仅可以去做亲子鉴定 其实在十多年前 他就已经偷偷去做了 幸好他是他爸爸的儿子 他妈妈并没有背叛他爸爸 他相信霍震男对他好 这么紧张他 只是因为 他妈妈是他求而不得的女人 还有对他爸爸的那一份愧疚 妈 沈助理真的不是爸爸的私生子 这一点我可以保证 霍震男对他的态度这么暧昧 他怎么可能不去调查 不过调查结果让他放心了 沈英杰跟他并没有任何关系 霍烈臣上前 扶住霍夫人的手臂 脸上露出一抹不容置疑的霸气 霍夫人看了霍烈臣一眼 然后又盯着沈英杰看 半想才纠结的喃喃地说 你不是那死老头的私生子 你怎么可能不是 他对你这么好 比自己亲生儿子还要好 像他这种没心没肺没心肝的渣男 他怎么可能无缘无故地关心你 妈 沈助理真的不是爸爸的私生子 你还不相信的话 我明天就带他去做亲子鉴定 霍烈臣语气坚定地说 霍夫人眸光有些恍然了 那我错了吗 我做错了吗 过去 他一直针对沈英杰 如果不是他能力真的好 他早就被他弄死了 婆婆 你没有做错 错的人是霍老爷 你跟珍妮回房休息吧 苏静欢上前 挡在了沈英杰的面前 伸手往后 示意他们离开 霍夫人现在情况不稳定 谁知道他什么时候又发疯 今天本来是个好日子 却没想到 因为霍镇难以来变成这样 他心里真的讨厌他 沈英杰立即拉着游灵力的手 绕过他 匆匆离去 此刻的他们 实在是不应该留下来了 匆匆到了外面 游灵力拉住沈英杰的手臂 点起脚尖 伸手轻轻抚摸 他挨了霍夫人一巴掌的脸颊 心疼地说 是不是很痛 那俊朗的脸颊都红了 霍夫人那充满恨意的一巴掌 打得真不轻 沈英杰轻轻握住他的手 按在了自己的心脏上方 唇角微翘 泛起一抹暖心的笑容 那是霍夫人啊 普通的人见他 都会吓得双腿发软 他看着他 笑着说 你刚才很勇敢 不愧是他看上的女孩 他今天真的给他惊喜了 游灵力看着他 突然脸色一变 惊叫一声说 我刚才对了霍夫人 沈英杰 你会不会被霍家炒鱿鱼啊 看着游灵力那可爱的反应 沈英杰忍不住笑了 伸手捏了捏他白嫩如鱼的脸颊 嗓音低声嘶哑地说 你现在才来担心这个问题 不嫌太晚了吧 丫头 如果我被霍家炒鱿鱼了 以后我就是穷光蛋了 我除了当助理 什么都不会 要是没人请我 你得养我啊 什么 不会这么惨吧 你本事这么厉害 怎么可能会是穷光蛋 他可是拥有黑卡的人啊 他攥住拳头 轻垂他的胸膛 不一地说 我跟你说认真的 你还跟我开玩笑 他花钱大手大脚的 光是一块手表 就已经是十几万的行头了 就算他去卖血 也养不起他 游灵力瞪了他眼 我没有跟你开玩笑 你觉得 在锦城里 被霍家开除的人当助理吗 他在霍家失业 就等于是在锦城失业 除非去别的城市 否则他这辈子就完蛋了 游灵力一听 顿时下的脸色发白了 他并不在乎 沈英杰是有钱还是贫穷 但是他不能让他 这个全能人才毁掉 他抓住他的手腕 激动地说 沈英杰 不如我们回去霍家里 我向霍夫人下跪认错 让他不要开除你 沈英杰看着他认真焦急的神情 心底里最柔软的一处 被他触动了 为了他 他可以霸气地对霍夫人 为了他 他还可以向他下跪认错 这样的女孩 怎么能让他不心疼 怎么能让他不爱呢 他莫的伸手抱住他的腰 用力把他拥进怀里 紧紧地抱着 下巴抵在他的肩膀上 嗓音嘶哑地说 傻丫头 我怎么可能 让你去向别人下跪认错 就算我不在锦城混 我也不会让你受委屈的 但是我害你没工作了 游灵力有些拘束不安了 笨蛋 我是霍少的人 你觉得霍少是那种 是非不分的人吗 我跟在他的身边这么久 我不只是他的助理 也是他的朋友 他不会因为这点事情 就开除我 沈英杰胸有成竹地说 真的吗 但是霍少的母亲 是霍夫人啊 游灵力还是有点担心 大不了 我把别墅卖了 跟你去别的城市生活 反正我在这里 也没牵没挂的 我现在问你 你愿意跟我去浪迹天涯吗 沈英杰轻轻抬起头来 握住他白嫩的手 深邃的眼睛 灼灼地盯着他 游灵力看着他 脸上渐渐露出了一抹灿烂的笑容 嫁鸡随鸡嫁狗随狗 既然我已经答应跟你去领证 我就是你的人了 你去啊 我就去哪 他的话刚说完 背后默地想起了一把清脆的女子声音 泽泽 真是间谍情深 让人羡慕啊 游灵力闻言 白皙的脸颊 顿时刷得一下子红了 他迅速回头望去 只见唐轩脸上带着一抹细血的笑容 一脸暧昧地看着他们 他的心不惊一荡 以前他还怀疑过 沈英杰跟他有暧昧 心里不禁有愧疚又尴尬 唐姐 我媳妇脸皮薄 你就不要取笑他了 沈英杰伸手搂住游灵力的腰 摆出一副护妻情切的神情 有一种女人 仿佛天生就带着一股万种风情的妩媚 就算没有浓妆艳抹 没有性感的服装加持 她的一颦一笑 不经意间 就散发出了一股魅入了骨子里的风情 唐轩应该就是这种女人 素颜出镜 媚笑声辉 让人移不开眸光 她下意识地抬了抬手 这才记得 自己今天没有带烟斗 她为耸肩 妖娇一笑说 沈助理 我记得 你以前是个不婚主义者 口口声声说 女人是个麻烦精 能远离绝对不能靠近半步 这时候倒是真香了 瞧瞧你这气奴的样子 你觉得你以前的样子可笑不 她真的美 是那种美到入骨的美 游灵力抬起头 悄悄看了沈英杰一眼 心里实在是不敢相信 她跟她一起在霍列城的身边 坐视这么久 她真的对她从来不动心吗 虽然唐轩比她大了很多 但是她看起来 真的一点都不老 她看起来很年轻 还有一股子年轻女孩 比不上的风情韵味 人是会变的 没有遇到游灵力之前 她是以为自己这辈子 都不会结婚的 她的出现让她的心变得赤裂 让她有了想跟她携手一生的渴望 她抱着游灵力 脸上露出一抹满足的笑容 嘚瑟地说 那是因为 我以前没有遇到我的真爱 唐姐 你不要挑拨离间 我对灵力是真心的 我们明天就要去领证了 倒是你 不要一副游戏人间的样子 你这样会让圣瑶很委屈的 跟在唐轩身边的圣瑶 立即苦逼地点头 向她投去一抹感激的目光 兄弟 好样的 下顿饭 我请客 唐轩也没一挑 回头看着圣瑶 凉凉地问 圣瑶 沈助理 说我让你委屈了 你现在很委屈是吗 圣瑶脸色一正 赶紧听起身把 义正言辞的大声说 沈英杰眼瞎了吧 哪里看得出来我委屈了 我不觉得自己委屈 真的 唐轩 我跟你在一起可开心了 跟你在一起的这些日子 是我这辈子最开心的时光 我不委屈 一点都不委屈 哟 你这小子 见风使多啊 我还原你很老实呢 你看看 唐姐 你把一个忠厚老实的男人 都交成什么样了 刚才还感激他呢 现在居然骂他眼瞎 沈英杰真的叹为观止了 果然沾了爱情的男人 都喜欢饭剑了 唐轩扑斥的笑了 伸出手臂 大方帝搂住 圣妖精兽的腰 也没一条 说 圣妖说你眼瞎 真没说错你 他什么时候 是个忠厚老实的男人了 他忠厚老实 他会开车 把他带到森林里 把他干掉 还一副霸道硬汉的模样 硬是把自己打包 塞进他的住处 这是男人忠厚老实的表现 唐姐 沈英杰就是嘴贱不会说话 你跟圣妖大哥挺般配的 我觉得 你们在一起挺好的 眼看着自己未来老公被他们对 尤灵力脸上 带着温和的笑容 未太圆 唐轩妖娆的一笑 沈英杰嘴贱没关系 他能找到你这个贤内主 他上辈子 一定拯救了银河系 尤灵力挽着沈英杰的手臂 脸上的笑容 渐渐变得灿烂 我也希望 唐姐跟圣妖大家在一起 能够幸福美满 这小嘴真甜 好了 刚才一顿火锅还没吃完 就被火老头扫兴了 我肚子还没吃饱呢 我们准备去外面继续吃 你们要不要一起 唐轩伸手摸了摸 才吃了两分饱的肚子 叹息一声 委屈你了 只是可惜了 那满桌子的美味佳肴啊 不用了 你们去吧 我们就别去打扰 你们两个恩爱了 沈英杰立即说 那好吧 我们走了 再见 唐轩向他们挥了挥手 随即拉着圣妖上车走了 游灵力看着他们的背影 不禁感叹了一声说 唐姐活得真潇洒 沈英杰嘴角微抽 她吃了圣妖 不想负责任 不给名分 说的好听是潇洒 说的难听 那是不负责任的渣女 圣妖多好的一个男人啊 忠厚老实 绝对不会出去鬼混 性格耿直 对霍少又忠心 这么的好男人 打着灯笼找不着 她说的似乎有道理 游灵力冷腻着她 她这么洒的女人 你以前真没动过心 她意见这么大 很难不让人怀疑 她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 媳妇 你又来了 我跟你说了几百遍了 我对比我大的老女人 一点兴趣都没有 我只是替我兄弟名不平 沈英杰赶紧解释 游灵力看着她那紧张的神情 忍不住扑斥地笑了 好了 我开玩笑的 赶紧走吧 她挽着她的手臂 往停在前面的豪华轿车走去 现在天气太冷了 沈英杰怕她着凉 不肯坐机车出来了 非要坐轿车 坐在轿车里 她总是感觉缺少了一份亲密感 坐在机车上 她坐在后面 紧紧抱着她的感觉 真的妙不可言啊 刚上了车 系好安全带的唐轩 忽然扑斥地打了一个喷嚏 她伸手揉了揉鼻子 也没轻条 哪个混账东西骂我 圣妖赶紧抽了一张纸巾递给她 关心地问 你是不是穿得不够暖 着凉了 说着 伸手就要把自己身上的外套脱下来 唐轩压住她的手 阻止她脱衣服 耸肩说 怎么可能不够暖 我就没试过穿这么多的衣服出门 她一向要风度不要温度 也许是多年以来的习惯 锻炼成了她不畏寒的体质 别人裹成粽子的时候 她穿着一件冬装旗袍 丝毫不感到冷 好吧 那你感到冷了 你就要告诉我 你想去哪吃火锅 圣妖有些心疼地 摸了摸她 有些冰凉的脸蛋 轻声说 唐轩握住她的手 妖娱的美眸 练艳着一抹璀璨的星光 似笑非笑地说 你决定就好 圣妖 别把我当成脆弱的小女生 圣妖看着她 心里轻叹了一声 选择了一个这么强的女人 她这辈子 恐怕都没有机会体验到 什么叫小鸟一人的滋味了 她深深看了她一眼 这才收回手掌 放在方向盘上 开车上路 去觅食了 大家都走了 货架一下子变得安静了 苏静欢好不容易 把货夫人哄回房间里 为她吃了药 她闹了好一会儿 才愿意躺到床上去睡觉 看着她总算消停下来了 她顿时有了一种虚脱的感觉 她看向难受的珍妮 轻声说 珍妮 夫人现在情绪不稳定 你在这看着她 等她醒了 就叫人找医生来 希望她的病情 并没有她想象中的坏吧 少奶奶 我知道该怎么做 你也累了 快回去休息吧 珍妮点了点头 见她挺着这么大的肚子 还要这么操劳 心里也很难受 嗯 苏静欢回头看了 渐渐沉睡了的货夫人一眼 这才伸手扶着腰 慢慢走了出去 货烈臣在门外焦急地等着 见她出来了 立即上前扶住她 心疼地说 媳妇 辛苦你了 我是有点累了 我不想走路了 你抱我吧 苏静欢倒进她的怀里 脸上扬起一抹疲倦的笑容说 婆婆已经睡着 她暂时没什么事 你不用担心 货烈臣立即伸手还住她的腰 把她公主抱起来 低沉的嗓音嘶哑地说 我是担心你 苏静欢伸手搂住她的脖子 轻轻一笑 我有什么好担心 我没事啊 不过 我觉得 你最好还是 赶紧让沈英杰去做亲子鉴定 把结果拿给婆婆看 她一直都没有 把你大哥的死放下过 她以为沈英杰是霍老爷的私生子 她不会放过她 等她明天跟游灵力去领证 我就让她去做亲子鉴定 霍烈臣点头表示赞同 希望霍夫人看了鉴定报告后 就不会再找沈英杰的麻烦 她抱着她 迈开脚步往卧室走去 苏静欢也是累了 手掌附在肚子上 在她的怀里 调整了一个舒服的位置 不到一会儿 便沉沉地睡去了 随着时间的流逝 暖浴的肚子 也渐渐隆起来了 眼看着就快过年了 她本不想用苏静欢给她的钱 但她又怕她不用会引起苏静欢的不安 只能先把钱兑出来 等以后有机会再还给她 难得今天天气好 阳光灿烂 暖浴坐在门口的摇摇椅上 手掌轻轻摸着肚子 眯着毛子晒太阳 暖浴 我给你炖了一碗燕窝 你趁热喝了 于墨云端着一个碗从里面出来 在她的身边蹲下 拿起汤匙 喂她喝 暖浴轻轻坐起来 伸出手说 我自己来就行了 这些日子以来 她什么事情都不让她做 让她自己觉得自己成了一只猪 整天只知道吃喝拉撒睡 没有一点见数 于墨云见她坚持 微微一笑 把碗放到她的手里 柔和的视线落在她的肚子上 小家伙已经慢慢在长大了 如果奶奶知道 她终于有孙子了 她一定会很高兴地 想到去世的奶奶 她的心一痛 她轻轻抬起头 看着明媚的天空 心里轻轻说 奶奶 你现在是不是在天上看着我们 奶奶人老 但是心不糊涂 她最后的遗愿 是希望她能做回一个好人 她隐约知道了 她和暖玉的事情 她希望她能够对暖玉负责 她以为自己是不能的 但在悬崖底下的那一段时间 她跟她朝夕相对 这才发现 原来自己 也可以对着她日久生情 心里头渐渐有了一丝牵绊的感觉 她觉得 这应该就是奶奶 给她最后的警示吧 云墨云伸出手 轻轻附在暖玉的肚子上 想着自己的孩子 正在里面孕育着 心里最后的一丝利气 都已经消失于无形 她现在什么都不去想了 她唯一的期待 就是照顾好暖玉 迎接她们的第一个孩子 暖玉喝着燕窝汤 眉目间流淌着一抹暖意 自从她们来到这里之后 她隔三差五就给她顿补品 她现在脸色红润 腰也搓了一圈 她觉得 再继续这样下去 她肯定要变成大胖猪了 她眸光充满爱意地 看着眼前的男人 抗议地说 你不能太平凡 给我顿补品了 我都快胖成球了 余莫云抬起头 看着她圆润可爱的脸蛋 深邃的眸子微弯 性感的唇角 勾起一抹笑容说 胖成球好啊 抱起来多有手感啊 我就是要你肉肉的 你以前太瘦了 全身都是骨头 摸着歌手 一点都不好 暖玉闻言 眸光顿时一宁 那时候她得知 她欺骗自己的真相 她生不如死 她吃不下睡不着 加上又怀孕 而且还受了伤 她能够熬过来 已经算万幸了 她不瘦才怪 她是来到这个小村里 才渐渐胖起来的 她闭了闭眼睛 用力甩去脑海里不堪的回忆 说好了 不再去想这些事情的 她怎么又想起了 即使她努力地自我催眠 但她依然害怕着 眼前这个男人 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恢复记忆 她真怕她又恢复本性 她想这次 她肯定撑不住 暖玉 今天天气好 不如我们出去散散步吧 余莫云这么聪明的人 她那点小心思 又怎么瞒得过她 想起自己过去的种种 她心里很愧疚 如果能够再来一次 她绝对不会这样对她 她会好好珍惜她的 好啊 暖玉脸上有些牵强地露出一抹笑容 把碗放下 在她搀扶下 慢慢站起来 云墨云扶着她 往外面走说 山上有大片的梅花开了 很漂亮 不过山路上有积雪 路滑 你不能上去看 咱们可以在山下仰望 好 暖玉高兴地轻轻点头 这有个山头种满了梅花 现在正是盛开的季节 她早就想去看了 他们刚出门口 就遇到隔壁的一个大婶 大婶自扎地说 暖玉啊 你真是找了一个好老公 她甘愿放弃城市里的生活 陪你到这穷乡辟野的地方来养胎 还对你照顾得无微不至 真是让人羡慕 云墨云微微一笑 真诚地说 大婶 暖玉怀着我的孩子 她喜欢这里宁静的生活 我来这照顾她是应该的 暖玉轻轻抬头 看着云墨云那俊美的混血脸孔 在灿烂的阳光下 是那样的真诚 一点都不虚伪 心头微微一热 也许她是多虑了 本来想着 今天在货家宣布好事 顺便蹭一顿好吃的 谁知道 因为货这难以来就搞了局 最后不欢而散 肚子还没有填饱 唐轩和圣娘去吃火锅了 游灵力坐在车上 侧手看着正在专心开车的男人 唇角微钩说 沈英杰 不如我们买食材 回去打火锅吧 她的胃口已经被挑起来了 她伸手摸着 忍不住咕咕叫的肚子 眼巴巴地说 好 我们现在就去超市 沈英杰知道 她还没有吃饱 有点心疼 现在买食材回去 还得一段时间 你实在饿了 不如我们在外面吃吧 现在外面很多店已经开放了 解药研究出来后 城里已经没有威胁 街上的人流 也渐渐多了起来 外面吃的东西 哪有自己做的卫生 想吃什么就买什么 我还是想自己做 游灵力笑着说 那好吧 沈英杰立即调转了车头 往大型的超市开去 城里有一家大型的超市 买的食材比较新鲜 沈英杰把车停放在车库里 牵着她的手 往超市里走进去 她低头关心地问 你冷吗 游灵力摇头 我不冷 超市里面有开暖气 走进去变暖和得不得了 沈英杰抬起手 把她被风吹散落在 脸颊的发丝拢到耳后 眸光柔和地凝视着她 你想吃什么 这超市里卖的海鲜 都很新鲜的 不如我们吃海鲜火锅吧 她知道 她挺喜欢吃海鲜的 游灵力扬起白皙的脸颊 看着她 眸子亮晶晶地问 你喜欢吃吗 喜欢啊 你喜欢的 我都喜欢 沈英杰理所当然地说 怎么能这样 我不想你为了迁就我 放弃自己喜欢的东西 不如这样吧 我去挑选海鲜 你去那边买你喜欢吃的 咱们分头行事 赶紧买好了 赶紧回去吃 看到那琳琅满目的鲜火海鲜 它的口水 已经忍不住流下来了 好吧 我买好了来找你 你慢慢挑 沈英杰没辙了 只得放开她的手 往另一边的食材区走去 游灵 优优独播剧场 parallel会 是我 那 粘食